哦 原来是这样啊 听完之后赵友亮反倒是放心了 因为自己没死 自然不会有冤魂借着照片行凶 可究竟是谁这么无聊 把自己照片丢在凶案现场的 这不是缺德吗 就在赵友亮琢磨的时候 感示老者轻声开口 老爹 帮我们下幕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按照计划 明晚咱们就得行动了 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赵友亮立即满口答应 老哥你放心吧 我光棍一个没啥准备的 随时都可以陪你们去 这就好 这就好 感示老者连连点头 又喝了几杯后 便带人去了孙掌柜的棺材铺 他们是要在那里借宿 毕竟赵友亮的杂质铺太邪门了 即便是感示人都不想住在里面 感示人离开后 赵友亮便送迎春嫂回家 他自己回来的路上 忽然发现迎面开来一辆大巴车 奇怪的是 即便在夜里 大巴车也没打开大灯 就这么缓慢地行驶着 也幸亏对方开得慢 不然就差点和赵友亮撞在一起 哎呀我去 大半夜的开车咋不开灯呢 你家差那点点啊 赵友亮一边闪躲 一边大声质问 刚要再骂两句 却发现大巴车停在了自己身边 我去 咋停了 不会是要下来打我吧 就在赵友亮胡思乱想的时候 忽然察觉 这辆大巴车是纯白色的 没有一点其他颜色 就像是死的时候穿的校服 等等 纯白的大巴车 这不是自己上次遇到的英灵车吗 一念至此 赵友亮立即冷汗沉沉 刚想跑就见车门已经缓缓打开 随即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传来 距离之下 赵友亮身不由己地被拉到了车上 匆匆一撇肩 就看到近期死的所有人都在车上 前天死的三个孩子 昨天死的宋胖子几人 甚至还有早就死了的张半仙 让自己带话的李老太太 红衣喇嘛等等 这些人各个面色惨白 双眼紧闭 坐在座位上晃晃悠悠 就像是没有重量那般 随着赵友亮的上车 这些人似乎忽然醒来 齐齐睛睁开眼睛紧盯着赵友亮 就在赵友亮不知所措的时候 被他一直带在怀里的小木刀 闪烁出青色光芒 赵友亮只觉得一阵迷糊 等明白过来的时候 自己只是站在路边 那辆惨白的英灵车已经消失不见 映入眼帘的是皇家小哥 满是关心的眼神 亮子 你没事吧 赵友亮晃悠几下脑袋 强制自己清醒一点 没事没事 黄小哥 你怎么来了 来接我的 再三确定赵友亮真的没事 黄家仙才苦笑出声 可不就是来接你的吗 我原本在堂口里修行 忽然感受到 你的生命气息消失了 于是立即赶了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赵友亮讲完后 黄家仙脸色凝重 英灵车 居然是英灵车 亮子 你怎么总是 被这些邪门的东西给盯上 你这无鬼童子命 究竟是谁的童子 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说起倒霉 赵友亮那可真是当仁不让 这么说吧 他的倒霉从刚出生就开始了 赵友亮被他妈生下来后 也不知道是医生马虎 还是这次长得太丑 总之 医生居然把赵友亮丢进了垃圾桶 把胎盘给抱走了 要不是这次哭声还算嘹亮 那他的生日和忌日 就是同一天 虽然赵友亮讲的笑话很好笑 但此时的黄家小哥 却笑不出来 亮子你回忆一下 还记得英灵车上 剩下多少空座位吗 空座位 赵友亮闭上眼睛仔细回忆 剩下很多呢 那台车老大了 很多呀 听了赵友亮的话 黄家仙的脸色更加阴沉 说明附近还要死很多人 英灵车不把人装满 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经过黄家仙这么一说 赵友亮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两人就这么沉默着 回到了杂纸铺 迎接他们的是小饺子 小家伙滋滋叫着 爬到了赵友亮的肩膀上 满眼的关心 赵友亮赶忙轻声安慰 并把打包带回来的尖饺子 放到了桌子上 小饺子快吃 别让流氓狗看见 不然的话你一个吃不着 都得让它给糟了 说完这句话 赵友亮立即感到大势不好 因为有一股强烈的杀意 从自己背后传来 回头看时 正好迎上大黄狗那恶毒的眼神 于是犬肺声 赵友亮的惨叫声同时响起 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哎呀妈狗哥 你真是越来越有劲了 揍人越来越疼了 赵友亮一边对着镜子 往自己的伤口上抹酒精 一边夸奖大黄狗 大黄狗则是一脸的不屑 摇着大屁股 回自己窝里睡觉去了 一人一狗的和谐 看得黄家仙哭笑不得 亮子 我发现你养的灵犬 绝对不简单 不知为何 我在它面前 都有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赵友亮并没有听出 黄家仙话中的深意 只是傻乎乎地配合着点头 流氓狗这么凶 谁见它不害怕啊 哦对了 它就怕我表弟 灰六爷 还有迎春姐 别人谁都敢咬 看着迷糊的赵友亮 黄家仙只能苦笑 亮子 你想不想知道 这间杂纸铺的事情 这话刚出口 都没等赵友亮开口 铺子里忽然传出一个 女人诡异的笑声 笑声过后 便是凄惨的京剧唱词 又只见小鬼族大鬼盼 压定了驱死的亡魂巷带链 悲惨惨 惨悲悲 阴风绕 吹得我透骨寒 与此同时 铺子里的纸人 齐刷刷地活了过来 一点点地朝着赵友亮 几人所在的后院移动 感受到这一切 黄家仙面色惨白 意识到自己 说了不该说的话 又是一阵阴风呱起 熊把那魁梧的身躯 拦在了黄家小哥 和赵友亮的面前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他 一边警戒 一边憨憨地问道 谁啊 咋地了 同时出现的还有长劫 他依旧是软啪啪地 倒在蛋壳上 不知道的 都会以为这活牺牲了 努力抬头看了一眼 指人的方向 满腔委屈地开口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这事儿哪说理去 事实证明 黄家小哥是个 十分有担当的人 意识到自己犯了禁忌后 马上主动站到了 赵友亮的前面 对着前唐的方向 身失意理 大声开口 北国黄家后人 无心冒犯 还请诸位勿怪 要打要罚黄羽 一身承担 不知道是不是 黄家小哥的道歉 起了作用 总之 在他说话之后 指人便停了下来 那诡异的京剧唱腔 也戛然而止 只是周围的温度 阴冷了许多 即便如此 直到确定没事之后 才站直身体 黄羽败谢诸位亮姐 处理好诡异的杂纸铺 黄羽转身面向 一脸疑问的赵友亮 略意犹豫 用手指沾上茶水 在桌子上书写 此事以后再说 不可问 这样的画面 赵友亮在电视上的 谍战片里看多了 立即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甚至还下意识地 用手紧紧捂住了 自己的嘴 看着赵友亮傻乎 却还自以为聪明的样子 黄家小哥不禁露出笑意 亮子 明天你答应了 陪赶诗人下幕 那大幕十分诡异 所以我想 今晚带着徽家兄弟回去 看能不能再帮你凑几堂人马 我不在的时候 万事都要小心 虽然心中不想 黄家小哥太过操劳 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到对方那真挚的眼神 到了嘴边的客气话 还是没有出口 行黄小哥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再说 不是还有熊大哥和淡小弟 陪着我呢吗 熊大哥指的是熊霸 但小弟则是怪异的常见 等黄家先带着小饺子离去 赵有亮果然紧闭门窗 规规矩矩地回到自己房间睡觉 可惜的是 树域静而风不止 就在他刚睡着不久 外面再次想起上次那种诡异的歌声 只不过歌词改了 阴阳两届少将军最大 要你生来你就生 阎罗要你三更死 少将军说不行就不行 随着诡异的歌声 两个模糊的身影 穿过后门飘了进来 双双头戴高帽 一个手里拿着枯桑棒 一个手中握着招魂帆 供奉的邪堂仙们 察觉到两个身影的到来 再次吓得静若寒蝉 不过这次倒是进步了很多 至少没有一哄而散 同样察觉到的熊霸 犹豫一下 还是壮着胆子现身 梁 两位大人 大半夜的灯门有事啊 看着胆敢阻拦自己的熊精 两尊身影心中暗怒 鬼插灯门 你说能有什么事 抓人居魂呗 难不成还能是送外卖来的 要不是事情没弄明白呢 我们一定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野熊一起带走 尽管心中这么想 但是碍于第一次来的恐怖经历 鬼插还是耐着性子回答 不关你的事 不想死地速速让开 我俩兄弟 找此间主人问徐 熊霸不敢得罪地府殷差 别说是他 就算再厉害的修行者也不敢 如今这个末法时代 再厉害的修行者也不会成仙 只要不成仙 那就终归一死 死后自然会落在地府手里 得罪鬼差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因此 熊霸哼哼几声后 便乖乖地让开道路 重新回到自己的牌位里 同时心中道歉 对不起啊 亮子 俺真的经历了 熟睡的赵有亮 迷迷糊糊之间做了个梦 梦见两个奇怪的人 请自己喝酒 喝着喝着 一个人忽然开口 赵有亮是吧 能不能把你怀中的宝贝 给我们看看 我俩兄弟没有恶意 只是想确定一件事情 也好回去交差 可能因为是在梦中 所以赵有亮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将怀里的木刀掏了出来 两个怪人看后 顿时脸色大变 起起起身 对着木刀恭敬行礼 等他们在坐下时 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脸上满是亲切 和蔼的笑容 甚至 甚至有些谄媚 其中高个子地主动开口 不知小兄弟和那位大人物 如何称呼 人家鬼差说的大人物 指的是制作木刀的人 可赵有亮误会了 他以为问的是 自己表弟网友才 虽然表弟傻乎乎的 但赵有亮有种感觉 他是真正的大人物 如果放到古代 那就是一不小心 流落到民间的太子 顺着自己的思路 赵有亮理所当然回答 那是我表弟 他叫我大兄 是大兄 不是大兄 死 听到赵有亮的回答 又感觉到 这次没有说谎 两个鬼差齐齐 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吸得太快 以至于丝声极大 同时两个鬼差也从端座 换成了只赶半个屁股 坐在椅子上 那姿势简直谦卑极了 并且对赵有亮的称呼 再次改变 从一开始的直呼齐鸣 到后来的小兄弟 再到现在的赵大人 赵 赵大人 不知那位大人 还和您说过什么 或者说 还有什么吩咐 需要我们去做 赵有亮这人 向来都是热心肠 能帮到别人的事情 很少拒绝 当然 借钱除外 仔细琢磨片刻 赵有亮终于想起 网友才问的最多的那句话 你的杨寿很多吗 原本告诉两位鬼叉后 鬼叉立即坐立不安 就像是冬天 坐在烧得太热的炕头上 烫得屁股疼那样 同时齐齐伸手 擦拭着根本就不存在的冷汗 大人教训的是 是我们疏忽了 这就回去 这就更改 还请赵大人 在那位大人面前 多多美言几句 请他千万不要 因为此事生气 赵有亮虽然越听越迷糊 不过还是点头答应 只要不跟自己借钱 那就一切好说 两个鬼叉见赵有亮答应 立即如获大赦 对视一眼后 咬牙塞给赵有亮一件东西 小鬼来得匆忙 没给赵大人带什么法宝 区区小巫不成敬意 还望赵大人笑纳 您就当那百剑拿着玩吧 要是闲占地方 随手扔了就行 鬼叉说完后 立即逃命似的 离开了扎纸铺 那首歌也再次响起 不过这次的歌声里 再也没了阴森诡异 有的只是无限的惶恐 阴阳两届少将军最大 要你生来你就生 阎罗要你三更死 少将军说续命就续命 暂且不说 不经意间吹了牛 继续酣睡的赵有亮 另一边 两尊飞速逃走的鬼叉 高个子一边飞奔一边害怕 兄弟 幸亏我们谨慎 不然的话 岂不闯出大祸 矮个子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我等怎会想到祸害 少将军他们家族 居然如此开支散烟 到处都有亲情 说到这里 矮个子猛然停住 琢磨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可是刚才那位赵大人 既然是少将军的表兄 为何会住在 死死无生之地 我没看错的话 那间铺子牵扯的英国 可不算小 高个子文言无奈摇头 英国 少将军他老人家 什么时候在乎过英国 他老人家 本身就是最大的英国 再者说 刚才那位赵大人 没准就是故意住在那的 和少将军一样无良 闲着没事斗鬼玩呗 再次说起少将军 两位鬼叉 又是忍不住的一阵恶寒 再次加速 就想着尽快远离 这是非之地 于是赵有亮是高手 后台还极其恐怖的流言 越传越广 以至于后来 发生了许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叮铃铃 清晨的闹钟准时响起 赵有亮打着哈欠开门营业 哎呀妈 这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睡得比狗都晚 起得比鸡都早 抱怨中 赵有亮正看到大黄狗 那颇不友善的眼神 赶忙端正态度 像个伪军那样 对着流氓狗行了个军礼 狗哥早 狗哥吉祥 因为敬礼时候用力过猛 却把手中攥着的东西甩了出去 好巧不巧的 正好砸在大黄狗的脑门上 顿时血流如注 哎呀我去 狗哥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赵有亮赶忙蹲下身子 给大黄狗检查伤势 同时全身紧绷 只等大黄狗发飙 那就转身便跑 开始的时候 大黄狗确实没想放过 这敢偷袭自己的小子 可当看到砸伤自己的东西后 整个狗瞬间呆住了 狗 狗哥 你咋地了 不会是被砸脑震荡了吧 赵有亮一边伸手 在大黄狗眼前晃悠 一边顺着狗的目光望去 哎 这是啥东西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直到此时 赵有亮才猛然发现 此物不是昨天梦里得到的吗 那两个非常客气的怪人给的 捡起来的时候 只觉得入手一阵冰凉 再仔细观看 却是一面有黑的小牌子 非金非木 看不出具体的材质 牌子正面刻着两个繁体大字 分别是 令 寻 背面则用英文刻着大大的风都二字 背景是一座雄关 鬼门关 这里特殊解释一下 上述中所谓的英文 并不是阴间文字 而是指一种雕刻技法 雕刻在器物上 那种凹陷下去的文字叫英文 反之突出来的叫阳文 而且据逼者所知 阴间并没有自己特有的文字 都是用诵体书写公文 至于为什么用的是诵体 而不是其他 这点后文自有交代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昨天不是做梦 不会是禁贼了吧 就在赵有亮胡思乱想的时候 黄家仙和小饺子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亮子不好意思 我还是没能给你找来好手 说到这里 黄宇忽然停住 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赵有亮手中的令牌 亮 亮子 能把你手里的东西 给我看看吗 这么小的事情 赵有亮怎会拒绝 随手把令牌丢向黄宇 黄家小哥 你这话说的 别说是看看 送你都行 说话间 赵有亮已经找来酒精和纱布 给大黄狗消毒包扎 最后还顺手用纱布 在大黄狗头上 打了个蝴蝶捡 如此一来 本就猥琐的流氓狗 瞬间变得更猥琐了 不只是猥琐 简直就是变态 众所周知 用酒精消毒是很疼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 即便如此 大黄狗也没冲上来 抱走赵有亮 确切地说是 目光始终没离开过 那块神秘的令牌 如此诡异的情景 让赵有亮更加坚信 大黄狗是被砸傻了 亮子 必须实话实说 自从认识以来 赵有亮还是第一次 见到黄狗这么严肃 因此赶忙把昨天 做的怪梦说了一遍 黄家小哥 你说奇怪不 梦醒了 居然真多了这么个东西 就在这时 熊霸从牌位上显出身形 晃悠着脑袋 大步走了过来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昨天的二位 就是地府英差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长杰少爷 别看长杰长得奇怪 但人家是北国长家嫡系后裔 所以熊霸这种散修 叫他少爷真没错 长杰依旧是那副蛋里 升蛆卡一半的样子 有气无力地开口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蛆 这可哪说理去 黄狱显然是相信熊霸眼光的 因此也不用长杰证明 他只是纳闷 鬼差灯门拘魂 为什么没带赵有亮走 还把象征身份的令牌 留了下来 琢磨了半天 黄家仙还是没有丝毫头绪 干脆就放弃了 不管怎么说 赵有亮没死 总是好事 并且心心念念的四大剑 这不就齐了吗 剑 齐 印 令 用阴差令发号施令的话 哪个孤魂野鬼敢不听话 莫说是孤魂野鬼 就算是百年鬼王 也得琢磨琢磨 一念至此 黄羽不禁兴奋起来 对着赵有亮双眼放光 亮子 你相信我吗 赵有亮回答得毫不犹豫 相信 当然相信了 黄家小哥 你说这话啥意思 黄羽点头 既然相信我 那就把这宝贝借我一天 为兄一定给你找个最好的清风教主来 事先说好 这件宝贝十分珍贵 珍贵到超乎你的想象 你要是不放心交给我 我也不会怪你 清风教主是五大仙家之外的一种 民间传说中的幽名之仙 又未知引路者 也在出马仙之列 并且还是四梁之一 清风二字一般指的为 男性凶魂 而与之相反 对女性的凶魂称为燕灵 类似于藏地赞神那样的凶死作祟者 赵友亮看着越来越严肃的黄羽 也不自觉地跟着严肃起来 可惜装不过半秒 便扑地笑出了声音 黄家小哥 你说远了 啥稀是珍宝 不稀是珍宝的 我这么说吧 就咱俩这关系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以后别说那话了啊 赵友亮这番奇葩的语言 算是彻底把黄家先绕进去了 好半赏之后 总算反应过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是这么用的吗 能用来形容 朋友之间的关系吗 好吧 你开心就好 尽管暗自吐槽 但黄羽内心还是十分感动的 从此以后 彻底地把赵友亮当成了兄弟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的那种 黄羽这次离开 并没带走小饺子 因此 赵友亮一边准备晚上 陪赶识人下目的事情 一边逗小家伙玩耍 小家伙显然十分喜欢 待在赵友亮身边 因此 任凭赵友亮拨弄 只是趴在他肩上 闭目享受着 然而 写好了时 意外再次发生 只见大批的警察 将杂纸扑包围 并且二话不说 就把他带上了警车 看着一左一右 把自己夹在中间的警察 赵友亮满脸地问好 我说这位同志 我又咋地了 这两天也没出镇子 更没做坏事 甚至连句脏话都没敢说 警察并不理他 只是满脸严肃地警惕着 仿佛赵友亮是极端恐怖分子 等到了派出所 负责审问赵友亮的是 民警小赵 见到是熟人赵友亮紧张的心情 总算稍稍放松 赵哥 能透露透露不 又抓我进来干啥 我真是良民 在民警小赵的心里 是十分相信赵友亮的 这种相信并非没有根据 而是在审问之前 已经大量走访 并调取了出入镇子的监控记录 所有一切都能证明 赵友亮并没有离开过 之所以兴师动众地抓他过来 完全是其他镇上 又有一家人被害了 凶案现场 和上次的不说一模一样 也算是丝毫不差 只是现场没有赵友亮的照片而已 亮子 你真不记得 这张照片是谁给你照的了 取出第一次那张照片 民警小赵放到了赵友亮的面前 同时帮他打开了手铐 赵友亮简直是欲哭无泪 此时的他甚至觉得自己 比斗鹅斗圆 赵哥 我真不知道是谁给我照的 要是知道都不用你问 我早就过去 打得他满地爪牙了 这特么不是坑爹吗 民警小赵 虽然相信赵友亮 但也不得不走完流程 亮子你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照的 然后放在店里 被别人偷走了 赵友亮文言 仔细琢磨了许久 随后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自己照相 从来都是把美颜开到最大 不然照出来 自己看着都觉得恶心 你瞅瞅这张 不但没开美颜 角度也不对 这么赵显得 咱下巴太大了 民警小赵 知道问不出什么 或者说赵友亮 就是被人故意陷害的 所以民警小赵干脆就不问了 只是例行公事 将赵友亮暂时关在派出所里 等过24小时就把他放了 听到要关自己24小时 赵友亮顿时急了 一来午夜之前 他必须赶回杂纸铺上香 二来上香之后 他要去陪着赶世人下墓 这可是说好了的 他赵某人 纵使有再多毛病 但是有一宗好 那就是一诺千金 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必须做的 哪怕是死 也要陪着赶世人死在古墓里 赵哥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了我吧 今晚 只要过了今晚 你管我多久都行 就当先欠着 咱们以后加倍还 加倍关刑部 然而 法律起事儿戏 小赵只能耸耸间表示爱莫能助 赵友亮着急出去的同时 外面的人更加着急 尤其是隐约知道 扎纸铺内幕的人 比如问米婆婆 孙掌柜 还有镇掌和几大姓的代表 怎奈这次赵友亮涉嫌的事情 太过严重 任凭他们如何求情 都是一个结果 就这样 一直耗到了将近天黑 尽管大黄狗和小饺子望眼欲穿 赵友亮始终都没有回来 回来的是 求情无果的镇掌等人 镇掌显然是心急如焚 在杂纸铺门前来回踱步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才好 亮子如果回不来的话会死人的 真的会死人的 没有人回答镇掌 包括问米婆婆在内 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 她老人家也是毫无办法 眼见着最后一缕阳光就要消失 问米婆婆叹息一声 事到如今 只能老婆子 我在这待一晚上了 你们都回去吧 希望他们能容忍这一晚 其余人显然知道 问米婆婆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可除了棺材铺的孙掌柜之外 并没有人劝说 相反的 他们倒是希望问米婆婆能留下 脸上满是期盼 孙掌柜见状大发雷霆 畜生 你们都是畜生吗 老姐姐要是留在铺子里 不就等于用自己的命去帮你们填 你们就这么忍心吗 你们还有点忍心吗 尽管被孙掌柜骂得抬不起头来 但是村长等人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其中一个大姓的代表 甚至甜不知耻地对问米婆婆说道 老神子 你就放心去吧 你的家人 他本想说你的家人 我们会照顾好的 可猛然想起问米婆婆根本没有家人 因此 只能信信地不再说话 孙掌柜见状 本想上去暴打那人一顿 可就在这时 问米婆婆忽然朝他撒出一把黑米 孙掌柜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随机立刻晕倒在地 失去知觉 问米婆婆依旧坦然 坦然地走进杂志铺里 从里面关好了大门 你们都回去吧 把老孙头带回去照顾好 如果觉得良心不安 那就多给亮子点钱 当时老婆子我用病换的 亮子那孩子可怜 他家里需要钱 就怕问米婆婆反悔的村长等人 闻眼赶忙连连答应 老沈子你放心吧 我们至少给亮子凑十万 二十万 总之绝对不会亏待他就是了 杂志铺里的问米婆婆并没有回答 只是传出一声淡淡的叹息 这一夜 因为镇长提前通知 所以家家户户都早早地门窗紧闭上床睡觉 所有的生意也都不得经营 总之 就像古代的萧靖那般 入夜之后 街上再也见不到一个人 而且镇长还警告了每家每户 夜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出门查看 谁敢违反规定 死了活该 小镇上的居民 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这里邪乎 因此自然听话 甚至把自家的狗都戴上了口罩 目的就是防止它乱叫 引来灾祸 开始的时候一切还好 并没有什么害人的事情发生 直到午夜的钟声敲响 先是狂风呼啸 吹得大树摇曳 那不断摆动的树影 落在窗户上 就像是奇形怪状的恶魔 紧跟着暴雨倾盘下 玻璃球大的雨点打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爆裂声 接着就是惊雷滚滚 滚滚的惊雷 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 一直徘徊在小镇的上空 当风声 雨声 雷声达到顶点时 却猛地戛然而止 就在小镇居民极其不适应 从烦躁到安静的时候 一段虚无缥缈 满是诡异的女人 戏腔响起 正是那场着名的 探骷髅 响人生空自盲 空自盲 你的形容在哪乡 这一堆白骨欠 谁埋葬 唱枪过后 便是女人尖锐的笑声 笑声中 满是无尽的怨毒 小镇居民听到之后 无不静若寒蝉 一些老人 甚至恐惧地全身颤抖 他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我们会死的 我们都会死的 另一边 扎纸铺 扎纸铺前院 大黄狗瑟瑟发抖 眼中满是恐惧 恐惧地盯着 忽明忽暗的铺子 明暗之间 就仿佛在阴阳之间穿梭 扎纸铺后 邪唐仙紧靠在一起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生出些许的安全感 要不是有熊霸在 他们怕是 早就和上次一样 一哄而散 即便熊霸 长洁 也害怕到颤抖 忽然一阵狂风吹来 光当一声吹开了窗户 吹得指人沙沙作响 隐约间 指人随着狂风飞起 一边阴冷地笑 一边齐齐朝着 给人偶上香的 问米婆婆飘来 婆婆却视若不见 只是恭敬地磕头 肯求着念叨 我知道 当年是我们祖上部队 我知道 即便百年过去了 你们依旧怨气不散 老婆子也不求 你们能够原谅 只求你们 忍耐这一晚行吗 你们把我的命 拿去吧 只要忍耐这一晚就行 话说到这里 整座小镇忽然停电 瞬间陷入一片漆黑 黑暗中 那具女性人偶 似乎活了过来 机械般地低下头去 对着跪拜的 问米婆婆惨笑 偶尔落下的闪电光芒 映沉的人偶更加恐怖 大口大口的黑血 从她嘴里滴落 惨白的双手 一点点伸向 问米婆婆的脖子 等到一切安静 小镇重新恢复 电力供应的时候 扎指铺里也安静下来 两排指人 依旧在原来的位置 那尊女性人偶 也似乎从未移动过 只有问米婆婆 仰面朝天 瞪大了双眼 倒在两排指人中间 脖子上赫然出现 一双乌黑的手印 此时若是有人掀开 女性人偶的盖头 一定会发现 她依旧在凝小 棺材铺内 等昏迷的孙掌柜醒来 立即看向墙上的挂钟 发现是凌晨两点时 不禁泪流满面 老姐姐 就在这时 感识老者 带着三个年轻人 走了进来 此时的她 已经不是平日里的装扮 而是赤脚麻衣 一手拿着铃铛 一手拿着阴骨 见到孙掌柜的样子 就是一愣 老哥哥 您怎么了 为什么刚才 我们进不来镇子 而且 而且那瞬间 镇子里的阴气太重了 简直就像是个万人坑 还有 赵老弟呢 他怎么没在您这里等我们 孙掌柜并没有回答 只是擦干眼泪 默默地拿起木锤 棺材钉和木斗 想了一下 提笔写了一封遗书 放在了桌子上 大概意思就是自己死后 所有的一切 都归赵有量继承 办完这一切 孙掌柜长长地呼了口气 量子有些意外 今晚来不了 我陪你们去 放心 我会帮量子完成他的承诺 遇到危险我店后 你们走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赶诗人已经知道 孙掌柜是个行内的高手 因此立即点头同意 众人就这么趁着夜色 踩着泥泞不堪的道路 静止朝着深山去了 赵有量被放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十点 心急如焚的他 拿着民警小赵给买的早餐 一溜猛跑回到杂纸铺 一边跑一边暗想 千万别出事 可千万别出事 然而 等他进了小镇 便发现气氛异常地沉重 尤其是路过问米婆婆的店铺时 居然发现 门上挂着白花 两侧摆着花圈 赵有量瞬间带立原地 一时间就像当初 被父母遗弃那样 不知所措 婆 婆婆 婆婆她怎么了 回答赵有量的是镇长 此时的他装得悲痛欲绝 量子你可回来了 你不知道 昨晚你没回来 是老婶子帮你看的铺子 结果 结果一早起来 就有人发现 他老人家死在了铺子门口 我们就是想送去医院抢救 都没机会了 说到这里 村长和昨天知情的几人 装模作样地 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 恶号临头 赵有量整个人都傻了 要知道 自从到了这里后 对他最好的 就是问米婆婆 正是老人家的慈祥 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使得赵有量 对这里有了家的感觉 而且赵有量 已经把问米婆婆 当成亲奶奶 总是想着 要是能多赚点钱 养父治病够了 就都给婆婆 可是如今 如今子欲养而亲不待 天下间的悲怆 莫过于此 接下来的几天里 赵有量过得浑浑噩噩 仿佛一具 没有灵魂的形式走肉 机械般的白天 给问米婆婆手灵烧纸 晚上被镇长派人 强行送回杂纸铺 幸亏是习惯使然 还能像这机器一样 暗示给两个人偶 烧香上供 这期间 皇家仙始终没有回来 熊霸他们又不知道 那王问米婆婆 究竟经历了什么 再加上嘴笨 主要是熊霸嘴笨 至于长洁 他还是只会说那句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调躯 这可乃说理去 因此只是甘着急 不知道怎么劝说赵有量 怎么才能让他 重新振作起来 这样的状态 一直持续到 问米婆婆下葬 赵有量终于在 迎春嫂的劝解下 好了一些 不过这七天的折腾 使得他明显消瘦 整个人如同是 大病了一场那般 特别提不起精神 一边喝着迎春嫂 特意为自己煮的 鸡蛋瘦肉粥 赵有量这才想起 另一个重要的人 孙掌柜 大姐 孙叔去哪了 这几天 我咋没看见他呢 按理说 婆婆这最后一场 她不会不来送送的 说到这里 赵有量猛然停住 疼得一下 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孙叔他不会病了吧 病得很严重吧 不行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正在忙碌的迎春嫂见状 赶忙一把 将赵有量按住 乱琢磨啥呢 孙叔他没事 好像是出门了 哦对了 这是他给你的信 你这几天人不忍鬼不鬼的 我就没着急给你看 接过信件之后 赵有量赶忙打开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忽然有种 极其不好的预感 在信中 孙掌柜只是说 自己替赵有量 陪着赶世人办事去了 多则七天 少则一天就会回来 如果真要是回不来 那自己的所有家产 都由赵有量继承 信的最后 事无巨细地 交代了银行卡在什么地方 房契在什么地方 以及银行卡的密码等等 当然 上述那些都是双份 一份属于孙掌柜 另一份则是问米婆婆的 信的落款旁边 用只有开了阴阳眼的人 才能看到的字 写着这样一句话 亮子 你是老实孩子 叔和老姐姐都不在了 就是担心你会吃亏 记住叔的话 这镇子里没有好人 你万一 万一要是能逃过 扎纸扑的纠缠 记得赶紧离开这里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回来 看完这封遗嘱一般的信件 赵有量再次痛哭流涕 算算日子 今天刚好是孙掌柜 离开的第八天 这么说 这么说他 岂不是凶多吉少 再也回不来了 一念至此 本就极其虚弱的赵有量 立刻晕了过去 吓得迎春嫂 赶忙喊来接放邻居帮忙 一起救治赵有量 当赵有量再次醒来 映入眼帘的是 大黄狗那张狗脸 四目相对之下 双方都被对方的 瞅下了一跳 于是齐齐转过头去 嫌弃地直揉眼睛 狗 狗哥 谢谢你陪着我 片刻之后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 两位亲人的赵有量 忍不住主动开口缓和关系 谁知大黄狗并不领情 甚至没有搭理着丝 自顾自地摇着大屁股 上街调戏母狗去了 大黄狗刚离开 就见迎春嫂端着热汤 满脸的惊喜 哎呀 亮子你可醒了 你昏迷的这半天 可是急坏了镇长他们 迎春嫂的话 让赵有量有些迷茫 镇长 我和她不熟她急什么 迎春嫂呵呵冷笑 显然十分看不上镇长等人 还能急什么 急杂止铺没人管 没人上香呗 不然你以为呢 要不是这样 你就算死了 他们都不带问的 这群人哪 我是看透了 迎春嫂的话没说完 就听镇长的声音 从后门传来 大侄女 你年纪轻轻地 看透啥了 能跟叔说说不 说话间 就见镇长和几个 大姓氏的代表 走了进来 当然 他们都走的后门 至于扎纸铺前门 就算打死他们 也不敢靠得太近 即便看到 来的都是大人物 泼辣的迎春嫂 依旧没给他们好脸色 并且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一个寡妇人家 还能看透啥 看透有些人 还不如狗呗 说完之后 便扭着西腰风臀 继续忙活去了 只留下镇长几人 面面相去 幸亏赵有亮在 并且也不想迎春嫂 得罪这群实权人物 赶忙起身招呼 各位领导来了 快点进来坐 我家脏 平时也不爱收拾 你们别嫌埋太就行 镇长文言 赶忙放下手里 拎得黄桃罐头 假惺惺惺地过来 搀扶赵有亮 亮子 你快别忙活了 好点没 听说 你闹病了 我们老哥几个就商量着 一起过来瞅瞅 赵有亮文言 脸上装出 受宠若惊的样子 这倒不是她知道了 问米婆婆死的内幕 而是刚才迎春嫂 已经说了 镇长来看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这点小病 怎么还惊动 几位领导了 罪过罪过 放心吧 我没事 休息三两天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一阵 丝毫没有营养的尬聊 经历过类似事情的 读者老爷 应该都深有体会 片刻之后 一个中年人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那啥亮子 因为这次留婆婆走得急 她还有两万块钱 在咱们集体放着的 你是她的继承人 我们是特意送钱来的 书中暗表 之所以从答应老人家的 二十万变成了两万 是因为死无对证 因此 这群丧良心的东西 私下商议 干脆给赵友亮打了个折 打到骨折 就这么硬生生地 从二十万变成了两万 赵友亮虽然不知道 具体的内幕详情 但隐约之间 觉得这钱自己不能收 就算打死都不能收 于是拼命推脱 找各种理由推脱 眼见着赵友亮死活不要 镇长几人心中暗爽 这样岂不是更好 他们连两万块钱都省了 心中高兴之下 将赵友亮一阵猛夸 什么现代的好青年 镇子里居民的楷模等等 要不是年龄严重不符 就差夸赵友亮是三好学生 优秀少先队员了 等到镇长一行离开之后 一直待在厨房里的迎春嫂 才走了出来 见面便对着赵友亮 好一阵的数落 亮子你是不是傻 他们给你钱你为啥不要 再说了 那钱还是留婆婆留给你的 又不是他们的 你当他们会这么好心 假借婆婆的名义给你钱啊 他们要是有这样的好心 太阳都能转着圈出来 赵友亮又不傻 怎能不知道 眼前这泼辣的俏寡妇 都是为了自己好 不过他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拒绝 只能实话实说开口解释 姐 我也不知道 自己为啥不要 就是觉得不能要 打死都不能要 看着一脸严肃的赵友亮 迎春嫂忽然有些走神 片刻后 赶忙借口说 炉子上煮着东西呢 快步离开 离开时轻声说道 嗯 既然觉得不能要 那就不要 姐支持你 没钱 穷点都不怕 攒凭本事 卖力气自己赚 帮赵友亮做好的午饭后 迎春嫂便回自己的店里了 得先腌肉 穿穿 准备好晚上的生意 生活嘛 可不就是这样 就算放下一切 也不能放弃赚钱 当然是那种干净的钱 不然的话 还能怎样 没有钱的话 不说消费奢侈 就连温饱 治病都办不到吧 总不能靠借钱活一辈子 再说了 谁能借你一辈子钱 那得多有钱的清点 这便是咱们普通人的生活 迎春嫂离开后 百无聊赖的赵友亮 便拿出藤椅 斜躺在店铺门口 和大黄狗排成一排一起晒蛋 当然还是老规矩 人家大黄狗明目张胆地光着晒 他赵友亮只能隔着裤子晒 暖暖的阳光照在人的身上 本来就容易犯困 更何况赵友亮身体虚弱 不过即便是迷迷糊糊的 这小子也没忘记跟大黄狗扯蛋 我说狗哥 咱生命的这几天 你咋还胖了 大屁股都圆了 都吃啥了 不会又上街胸 小伤小贩了吧 谁不给你肉吃 你就追着他咬啊 不是我说你 你这暴脾气得改改 不然的话 早晚有一天得被打狗半的打死 然后丢到野外喂狗 不知道是听懂了赵友亮的话 还是嫌他烦 总之大黄狗连蛋都不晒了 摇了摇了地直奔大街而去 狗都不理他了 赵友亮的世界也彻底清静了 于是干脆摆烂睡觉 反正小镇居民大多知道 杂纸铺的规矩 根本没人乱闯 就在赵友亮迷迷糊糊 享受太阳公公的温暖的时候 忽然感到一片阴影 笼罩在自己头上 这次也懒得睁眼 就这么闭着开口 买纸人隔着门选 选好了告诉我 要是闲逛的麻烦让 你挡着咱晒蛋晒脸蛋了 来人原本是怒气冲冲 可听了赵友亮的话后 却愣在原地 因为这次的态度 让他想起一位固友 这里的固友 可不是已经过世 那个病故 而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心态转变之下 来人收起之前的怒气 仔细打量起 闭着眼睛的赵友亮 你还别说 真是越看越有味道 那位固友的味道 咦 奇怪了 这小子的身上 真有他的味道 自言自语之后 来人就像发现了 新大陆那般更加好奇 忍不住伸手 扒拉赵友亮的大脑袋 小子快醒醒 你惹祸了知道不 赵友亮从小到大 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因此最怕听到的 就是惹祸两个字 闻言顿时一惊 睁眼打量来人 却是一个身穿皮棉袄的老头 面目面目略显猥琐 但令人奇怪的是 猥琐之中 又带着一丝威严 总体来说 就像个玩世不公 游戏人间的大人物 赵友亮赶忙起身 给来人让座 脸上满是陪笑 大爷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睡迷糊了 您老光临小店有事啊 咋地 家里死人了 要买纸人啊 赵友亮说完 老头心中顿感腻挽 这小子说话 怎么这么气人呢 和自己的那位固友 简直一模一样 伤嘴就诅咒别人家死人啊 这要是不打他一顿 都对不起自己 这么多年的修行 老头刚想施法 捉弄一下赵友亮 可又勉强忍住 因为细想之下 还真不能怪这混蛋 小子嘴臭 人家开的就是扎纸铺 来这里不买纸人 还能干啥 闲逛吗 来扎纸铺闲逛 这人得多有病 而且 来扎纸铺买纸人 不是家里死人 还能是啥 娶媳妇也用不上啊 深吸口气 老头伸手将赵友亮 扒拉到一边 自己则舒舒服服地 躺在了藤衣上 我说小子 你认识黄雨波 赵友亮一愣 因为对方直接提到了 黄小哥的本名 那就说明 这老头也是门内人 貌似还是个大前辈 一念至此 赵友亮的神情 更加恭敬 恭敬地近乎于谄媚 各位读者老爷 可以想象成 把媳妇都献给 小鬼子的翻译官 认识 当然认识 大爷 您来找黄家小哥的话 可不巧 他没在家 有啥事情 我能转达不 对于赵友亮当前的态度 老头子显然十分满意 行 你比老头子那位 固有强多了 至少会说几句人话 既然这样 我也不逗你了 直接说吧 他是不是帮你 找清风教主去了 眼见老头 连这么私密的事情 都清楚 赵友亮更加认定 来人厉害 赶忙回答 对呀 都走了七八天了 大 大爷 您遇到黄家小哥了 听到赵友亮承认 老头子发出一声冷哼 并从藤椅上 缓缓站了起来 果然是因为 你个臭小子 我家那孩子 才深陷淋雨 实不相瞒 为了给你 请厉害点的清风教主 那傻小子 居然傻乎乎地 去招惹那头疯鬼 现在可好 被人家扣下回不来了 细说起来 老头子 我倒是不怕那头疯鬼 只是解铃还 虚细凌人 事情既然因你而起 那就由你去解决吧 说完之后 老人一甩衣袖 转身离去 腾椅上 只留下一张地图 非常古朴的地图 地图上标注着 一个非常明显的位置 想来就是 对方口中疯鬼的所在 看着手中的地图 赵友亮一脸的迷茫 赶忙对着 老头离去的方向大喊 大爷 您先别着急走行步 咱们加个微信呗 然后你把位置发给我 咱不太会看地图 老者已经走远 自然不会理会赵友亮 而且赵友亮喊完之后 忽然意识到 自己连手机都没舍得买呢 根本就没有微信 情急之下 赵友亮赶忙关了铺子 拿着地图 朝烧烤店跑去 他想问问迎春嫂 这个本地人 认不认识地图上的地方 以前的时候 遇到事情 还能请教问米婆婆和孙掌柜 可是如今 二老都不在了 想到两位老人 赵友亮猛地心中一痛 脚步亮呛之下 险些跌倒 勉强稳住身形 等到胸前那剧烈的 疼痛感消失后 赵友亮才继续往前跑 亮子你不好好 在家养着 跑我这干啥来 迎春嫂一边抱怨 一边赶忙给赵友亮 搬来凳子 让她坐下 因为担心皇家小哥 赵友亮赶忙把地图掏出来 指给迎春嫂看 姐 你认识上面的地方不 这是哪里 我着急过去 特别急的事情 迎春嫂一个俏寡妇 能在社会上生存 当然不是傻子 相反 人家聪明着呢 自从上次闹鬼事件后 她就意识到了 赵友亮不是普通人 如今 见她急成这样 隐约意识到了 应该又是邪乎的事情 因此也不多问 而是拿着古朴的地图 详细看了起来 亮子 嫂子虽然不会看地图 但这个地方应该是疯狗 你瞅 说到这里 迎春嫂将地图 平铺在赵友亮面前 这一片山像不像扑人的疯狗 狗嘴下面这一大块洼地 咱们当地人叫它疯狗 老辈子时候是个踩石场 朝廷罪犯 劳动改造的地方 朝廷罪犯 听到这四个字 赵友亮一愣 满脸的茫然 迎春扫点头 就是朝廷罪犯 电视剧里不是有吗 古代谁要是犯事了 就发配到宁古塔 与披甲人为奴 咱们这就是宁古塔 注意附近 赵友亮满脸的恶然 原来自己这是被流放了呀 我说怎么到这里后 更倒霉了 暗自吐槽的同时 赵友亮继续问道 嫂子 咱们阵子到疯狗澳有多远 现在去的话 晚上能赶回来不 迎春扫缓缓摇头 远着呢 得有二三百里 再加上进山都没有路 别说晚上了 一天能走个来回就不错 这么远啊 赵友亮闻言有点傻了 因为他每天都要准时 给人偶上香 所以根本不能在外面过夜 可黄小哥又不能不救 赵友亮再也受不了 亲朋离自己而去的感觉了 与其那样 还不如换他自己去死 就在赵友亮下定决心 准备不管铺子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 不正是以前和赶氏老者 一起来过铺子 那个叫赵洪伟的年轻人吗 见到赵洪伟 赵友亮狂喜不已 因为他知道 这人也和孙掌柜一起下幕了 如今他回来了 那就说明 孙掌柜也回来了 洪伟洪伟 我在这呢 赶紧过来 其实赵洪伟就是来找赵友亮的 因此 见他招呼自己 赶忙上前 不等赵友亮开口 赵洪伟便满脸悲伤主动说道 赵老板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这次下幕 我家老四和孙掌柜他们斗 都死了 所有人都死了 只有我自己 是老四用命就回来的 啥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诈文恶号赵友亮 还是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迎春嫂和赵洪伟 又是掐人钟 又是拍背 好一阵后赵友亮才缓过劲来 一把抓住赵洪伟的领口 大声问道 孙叔他咋死的 咋就会死呢 赵洪伟理解赵友亮的心情 因此也不介意他态度不好 任由赵友亮发泄够了 能听得进句话了 才沉声回答 墓里有粽子 大粽子 我们逃的时候 老四说 那东西是金甲石 赵掌柜你应该知道 金甲石的厉害 所以我们才会都折在里面 但是有件事我至今想不明白 分明是一个文官墓 怎么会出现金甲石的 特殊解释一下 关于僵尸的种类 按照不同门派的规矩 有很多种划分的方式 每种方式对僵尸的称呼 也不相同 比如在 粤维草堂笔记 中阴体外毛色而区别 有白僵 黑僵 油尸 不化骨等等 子不语的 非僵 一则中 僵尸还有能飞上天的 秦中木道 中僵尸更是如厉鬼叶叉一般 被称之为黑胸 归纳了一下 僵尸在清朝时期 就已经形成了六大等级 依靠变成僵尸的实现长短 以外形和行动方式划分 依次为白僵 黑僵 也有红僵一说 跳僵 飞僵 拔 磨六级 还有根据僵尸体重来划分的 蓄子不语中 又分为游诗 浮诗 不化骨三种 甚至根据诗变情况 后世归纳出18种诗变 本文中的金甲诗 则是另一种体系的称呼 指的是 生前是百战将军 死后运气不散藏在胸中 再加上埋在了特殊的地方 而形成的一类僵尸 传闻中 这种金甲诗的恐怖程度 仅次于传说中的帝师 帝师指的是一代帝王 死后变成的僵尸 那种小王还不行 最少要求是大一统的王朝 或者统领国土面积 极其广阔的藩王 现在的赵有亮 虽然不懂上述内容 但按照普通人的逻辑 也知道金银铜铁的等级划分 金 当然是最厉害的 稍稍平息情绪之后 赵有亮含泪问赵洪伟 你以后有啥打算 要是没地方 去就先在我这住着吧 哎 赵洪伟显然也是个重情重义的 文言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给你送馅的 马上就走 回家请更厉害的老司过来 找金甲诗报仇 报仇两个字 深深地说到了赵有亮心里 行 等你回来了 咱们一起去找金甲诗报仇 我要给孙叔报仇 注意 宁古塔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海陵市长厅镇古城村 从顺治年间开始 宁古塔成了 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 本文中对相关地理位置 可能有些改动 主要是为了行文需要 赵洪伟离开之前 不知道是可怜赵有亮 还是真的有两个手机 反正死活要给他留下一个 盛情难却之下 赵有亮只能勉强接受 并本着来而不往非离也的原则 回赠了人家一大把烤肉 让赵洪伟带着路上慢慢吃 送走了赵洪伟后 赵有亮又琢磨着 得去救皇家仙 因为现在身边没有其他人 只能跑回去和熊爸 长杰商量 长杰还是老样子 不等赵有亮开口便开始叙道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区 这事情哪说理去 赵有亮听得头疼 赶忙摸摸对方肥瘦的脑袋 已是安慰 同时将事情的经过 讲给了熊爸 相对于长杰 这位百年熊仙 显然相对靠谱 就算是靠谱吧 听完之后 毫不犹豫地大声嚷嚷道 必须去救 啥也不说了 俺们现在就去疯狗澳就赢 关键时刻 幸亏携唐仙中的蚂蚱精 出言阻止 熊老大您先别急 疯狗澳里的家伙 可不好对付 另外 另外距离这么远 有亮他根本就去不了 说到这里 蚂蚱精悄咪咪的指了指 杂指铺前堂 那可咋办 咱总不能不管黄于老弟吧 熊爸性格急躁 说话全是嚷嚷 实在不行俺自己去 大不了跟那疯鬼拼了 已经几次听到疯鬼的赵有亮 不禁好奇 熊大哥 你们说的疯鬼 究竟是啥东西 特别邪乎 比皇家小哥还厉害 熊爸是蟒夫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也就比长节强一些 所以 这个问题 只能由蚂蚱精代为回答 邪乎 咋不邪乎呢 这么说吧 但凡是我们这样开了灵智的 根本就不敢靠近疯狗 那头疯鬼是真疯啊 见谁揍谁 完全不讲道理 也就是皇家小哥背景雄厚 所以疯鬼 只是把他抓起来 没敢加害 熊爸听得连连点头 骂着你这么说 俺不合你抬杠 疯鬼虽然邪乎 但是在皇家面前还不够看 都不用黄左老爷子亲自动手 随便出来个二代的 都能收拾他背负的 说到这里 熊爸的大脑袋 难得得灵光一闪 亮子 这么说 皇家是故意考验你呢 你要是能凭自己本事 把小语救出来 那他家就承认 你是皇家的出马弟子 如果救不出来 皇家自己会出手 但是 你和小语的缘分 也就尽了事先说好啊 他走俺也走 到时候 你可不能怪俺不念旧 赵有亮文言苦笑 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不过同时也放下心来 至少皇小哥没有危险 自己不用着急去封狗傲 至于还在皇羽手中的令牌 赵有亮根本就没在乎 还是那句话 他这个人 虽然有不少毛病 但却一诺千金 重情重义 人都不在了 要宝贝做什么 皇家小哥 要是被家族带回去的话 令牌就当送他留个念想 抱着这样的心态 赵有亮又重新回到烧烤摊 帮迎春嫂干活 宋胖子死了 这边连个烧烤师傅都没有 赵有亮只能临时顶上 虽然没专业地学过 但从小自力更生的他 什么都会除了生孩子 可能是最近怪事频发的原因 今夜烧烤摊的生意依旧不好 三三两两的客人走光后 不到夜里十一点 便没有人了 迎春嫂心疼赵有亮大病出狱 因此便顺势收摊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然而赵有亮并没有着急回家 而是选择蹲在街边等着 等那辆英灵车 这可不是他活够了找死 而是想再看一眼 问米婆婆和孙掌柜 看看这两位关心 爱护他的老者 即便是上不去车 看不到远远的送送也好 俗话说得好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临近半夜十一点的时候 赵有亮终于见到 那辆纯白的大巴 缓缓驶来 赵有亮赶忙对着英灵车连挥手 那样子 就像我们普通人等公交车那般 然而 英灵车不是公交 更不会有人挥手就停 完全无视英切的赵有亮 就这么从他眼前开了过去 赵有亮顿时大急 刚想跑过去追 却被一只大手猛地拉住 浮身无量 小伙子 你不要命了 那台车不干净 不是公交 大半夜的被人拉了一下 倒是把赵有亮吓了一跳 回头看时 原来拉住自己的 是一个陌生的老道 不等赵有亮开口 老道已经满脸的震惊 你 你不是活人 你没有杨寿了 本就因为对方耽误自己追公交的 赵有亮闻言大怒 大半夜的怎么说话呢 谁不是活人 你见过死人 自己满街跑的 老道的回答十分干脆 更是让赵有亮无言以对 只见他一脸的认真严肃 点头郑重回答 见过 还见过不少 赵有亮 行吧 你赢了 眼见着自己追不上英灵车 赵有亮也懒得跟老道扯淡 决定回家睡觉 可是老道却不依不饶 拉着赵有亮的胳膊不放手 小兄弟 平道是正规的毛山弟子 不是骗子 刚才冒昧之处 还请见谅 你的杨寿真的耗尽了 你早就应该死了 可是鬼差为什么没有抓你 赵有亮见老道 不依不饶 便更加生气 要不是 看他一脸的正气 真的不像坏人 赵有亮早就用拳头招呼了 没完了是不 放手 你给我放手 用出全身力气挣脱 赵有亮扭头朝着杂纸铺走去 老道本来还想追 可当看到铺子时立即止步 浮生无量 怎 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地方 就在犹豫的时候 赵有亮已经进了铺子关好了门 老道无奈 只能大声说道 小兄弟 平道明天会来找你的 道士说完 回答他的不是赵有亮 而是一个女人阴冷的笑声 笑声虚无缥缈 像是从杂纸铺里传出来的 又像是在老道士的身后 虽然是出突然 但老道显然是有真本事的 冷笑一声 飞速取出一张黄符 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呵 何妨妖孽鬼鬼祟祟 给道爷我出来吧 大声呵斥之后 老道开始急速送念咒语 我是天目 与天相拙 金如雷电 光耀八吉 彻剑表里 无物不服 吉吉如律令 咒语完成的瞬间 老道士手指中间夹着的火符 砰得一声燃烧起来 随后朝着正前方甩出 福禄果真命中一团黑影 并且熊熊燃烧起来 眼见自己这么轻易 便灭了恶鬼 老道士不免有些放松 可就在这时 又有一团黑影在他身后出现 并且宛如绳子一般 缠住了老道士的脖子 强烈的窒息感袭来 老道士瞬间脸色惨白 幸亏他没吹牛 真的是正统毛山传人 摸索之间 从腰间取出一块 有黑的方形木块 反手朝着身后拍去 惨叫声响起 黑影立即烟消云散 摆脱束缚的老道弯下腰 好一阵剧烈的咳嗽 就在这时 老道忽然感觉 有个人影将自己笼罩 猛抬头 正看见一张苍白的女人脸 双眼上翻 完全没有黑眼珠 老道大惊 怎么还有 刚想动手 却被女鬼单手掐着脖子 拎到了空中 就在老道无力反抗的时候 一个笔直 阴挺的身影忽然出现 正是消失许久的王友才 此时的王友才 已经模样大变 最显着的 便是那双金色的眼睛 女鬼见到王友才出现 立即吓得连连后退 甚至都不用王友才出手 便尖叫一声 丢下老道消失不见 王友才显然不屑于去追女鬼 而是抬手点在老道的眉心 睡 言出法随 老道居然就真的这么站着睡着了 王友才行事干净利落 掏出一本道书 放在了老道的怀里 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明日借你之名将道书 交给此间主人 切记 说完后头 也不回地走进了黑暗中 几分钟过后 老道是忽然醒来 满脸的我怎么了 女鬼呢 我怎么睡着了的疑惑 琢磨一会儿后想不明白 便捡起掉在地上的雷击木 也就是那个方形的黑色木头 亮呛着走出了阵子 一夜无话 等到第二天早晨 赵有亮刚打开铺子营业 就看到老道站在自己门口 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由派出所的明警小赵陪着 小赵笑呵呵地开口 亮子 倒也说你们之间有些误会 所以特意让我来说说 讲完上面那句话 明警小赵故意压低声音 在赵有亮耳边说道 这位道也有真本事 不是江湖骗子 是上面派来 协助我们处理你那件案子的 那种特殊部门里面的人 懂吗 对人家客气点 至少别得罪他 你知道要是得罪这种人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听了小赵的话 赵有亮对老道的态度 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无他 这不正是自己苦求无果的高人吗 问米婆婆告诉过赵有亮 他要是能跟着真正的高人修行 才有机会摆脱扎纸铺的控制 正是因为找不到 万不得已之下 才请得邪堂线 而且 一旦跟着老道学了真本事 也能去救皇家小哥了 抱着上述的念头 赵有亮对老道 那叫一个谄媚 其谄媚程度 相当于古代青楼的老宝 遇到大金主上门 就差把整个身体都贴上去了 还有道爷 昨晚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您老可别生气 那啥 咱家铺子有毛病 不能进生人 我这就把凳子搬出来 哦对了 你还没吃早饭呢吧 我这就去买 油条豆浆行不 豆浆明是放糖 还是放盐 赵有亮的热情 倒是让老道有些不习惯 暗中开启法眼 确定这丝不是中邪 才放下心来 福生无量天尊 小友不用客气 捏 没等老道说完 赵有亮已经把藤椅搬了出来 二话不说 就把老道按在藤椅上坐着 半躺着 此时要是有个盆在倒点热水的话 赵有亮甚至都能给老道 来得太是足了 道爷 您刚才说啥 我没听清 道爷您贵心 这副样子的赵有亮 弄得老道十分无奈 但也只能开口回答 出家之人不提俗家姓名 评道道号道号 提起自己的道号 老道是显得有些难为情 不过还是咬着牙说了出来 评道乃茅山派第46代弟子 道号茅台 民警小李 显然早就知道了老道士的道号 因此 还能勉强忍住不孝 可第一次听的赵有亮 简直就是震惊了 啥 啥玩意儿 道 道爷 麻烦你再说一遍行没 老道士显然是个耿直的人 虽然自己也修得大脸通红 但还是开口 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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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再说一百遍 频道的道号也是茅台 看着老道士极赤白脸的样子 赵有亮几乎是咬破舌尖 才勉强没笑出声音 不过 肩膀还是一抽一抽的 同时心中暗想 我究竟要不要拜这个老道为师呢 他咋看起来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 另外 另外 我要是拜茅台为师 道号不得叫二锅头啊 二锅头 其实还能凑合 道爷 要是给我起个闷倒驴的道号 那以后还怎么出门见人 见面打招呼的时候 人家无论是叫我闷道友 还是驴道友 貌似都不怎么好听 这里特殊解释一下 闷倒驴和二锅头一样 都是种白酒品牌 闷倒驴以酒精度高而得名 意思是 就算给驴灌下去一杯 驴都得立即趴下 老道士显然不知道 短短的时间里 赵有亮已经想了这么多 稳定住自己心神后 开口问道 小友 平道这次登门 还是为了昨晚的事情 虽然不知你 为何会阳寿丧尽依然健在 但长此下去 绝非好事 可否把生辰八字 给平道一关 赵有亮心中有求于人家 当然不会令习生辰八字 给了老道后 老道士 只是稍稍掐指一算 便双眉微皱 居然是无鬼童子命 还是绝户的童子 赵有亮闻言恶然 傻乎乎地开口 道爷 我是无鬼童子命 好多人都说过 可啥是绝户的童子 老道士干脆 也不顾赵有亮的心情 开始实话实说 绝户童子 便是终身无后 啥 啥玩意儿 听到终身无后这四个字 赵有亮彻底不淡定了 您的意思 是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了呗 户口本到我这一页就没了 全剧中 经过民警小赵的好一番劝说 赵有亮总算从沉重的打击中 稍稍缓过神来 哭丧着脸 对着老道士问道 道爷咱问问你 这么多年 你给别人算命的时候 有没有算错过 一次也算 事实又一次证明 茅台老道 绝对是个耿直的人 完全无视了赵有亮 那近乎哀求的目光 用三十七度的嘴 说出了零下一百多度的话 频道虽然不经于补算推演 但行走时间这么多年 还真是一次都没算错过 这番话落在赵有亮的耳朵里 就如同咔嚓一个炸雷 正好劈在一个差点死了 刚缓过半口气的人的脑门上 于是 赵有亮哼都没哼一声 就这么软软地倒了下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 入墓地正好是茅台老道 那张严肃的大脸 道爷 你离我远点呗 我看你害怕 那啥 我这绝户的童子 还有救吗 童为男人 其实老道十分理解赵有亮的心情 不过耿直的他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亮子 古往今来 能够逆天改命的 没有几人 哎 小事可改 大事的话 难 除非你能遇到那种真正的大能 那种言出法随的存在 道爷 按你这么说 我不是只能放弃治疗了 茅台老道深深点头 嗯 还是那句话 除非运情逆天 遇到真正的高人 肯出手点拨你 运情逆天 听了这四个字 赵有亮是真的一点希望 都不报了 他自己的运气自己知道 那可谓是倒霉 他骂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什么走路平地摔 睡醒了 发现嘴歪 那都是家常便饭 甚至放个屁 都能砸伤自己脚后跟 喝凉水都塞哑 倒霉到这种程度 还指望运情一天 洗洗睡吧 如果是其他人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 一定会心灰意冷 一蹶不振 但咱们的赵有亮 从小变苦惯了 可谓是在不间断的打击 和折磨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片刻之后 便将光棍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 自己给自己打气 算求 爱砸砸地吧 不就是找不到媳妇吗 咱还省钱了 不用给彩礼了 正好攒钱给我八支病 公妹妹上大学 就在赵有亮 即将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 民警小赵的嘟囊声 忽然传来 也不是每个女孩 都要彩礼吧 有很多不要的 至少我结婚的时候 我岳父岳母就没有 赵有亮 那傻狗哥呢 狗哥在不 别只顾吃屎了 帮咱送客 在没弄明白 赵有亮的情况前 执着而认真的 毛台老道 当然不会走 赵有亮无奈 只能将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 都讲了一遍 毛台老道听得愕然不已 再次仔细打量 一番诡异的杂质铺后 轻声叹息 浮身无量天尊 频道没想到 小兄弟的经历 居然如此坎坷离奇 其中太多事情 都是频道看不透 也解决不了的 关于你说的 想要拜师修行 请恕频道不能答应 因为频道还没到 可以收徒收业的境界 不过相见就是有缘 这部无名道书 是我偶然间所得 就送你慢慢研究吧 赵有亮失望之余 接过道书仔细一看 发现果然是老物件 古宣纸的页面 麻线装定 并且很多字迹 都已经模糊不清 就算没有模糊的部分 赵有亮也不认识几个 因为都是繁体字不说 还都是手写的草书 即便是失望至极 但赵有亮还是客气地 把道书收进怀里 毕竟这是人家 茅台道士的一片好心 再者说 茅台道人跟自己 非亲非故的 这只是第二次见面 能做到这样 就算不错了 眼见再无其他事情 明警小赵便陪着老道 一起离开 一边走 小赵一边替赵有亮 感谢对方 道爷谢谢您 谢谢您给了量子道书 他是个好人 就是命太苦了 出人意料的是 老道听了小赵的话后 一脸的茫然 道书 什么道书 小赵警官 你说的什么 老道我怎么听糊涂了 见茅台道人这样的反应 小赵还以为 他是做好事 不想留名吗 于是笑笑没有多说 另一边 神秘的网友 才正远远地观望 喃喃自语 大兄 我的身份 实在不适合与你见面 会给你带来无边的灾伙 自己保重 说完后 就像是普通人 沉入流沙那般 一点点地沉入到了大地里 此时的杂纸铺内 赵有亮正看着 刚得到的道书 抓耳挠腮 那样子像其了第一次 听量子物理的我们 唉 你看我这倒霉命 好不容易得本书 还就只认识封面上的几个字 这可咋整 不过这是啥破名字 怎么会叫 老子想你住 是不是错别字啊 应该是老子想你 然后空格 然后试着字吧 难道这本书的作者 叫老子想你 看到是这么不靠谱的作者名 赵有亮立即失去了 对这本书的信心 想想不怪赵有亮 我们代入一下 假如有一天咱们去探险 历尽千辛万苦之后 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武功秘籍 可仔细一看 写这本古代秘籍的人 居然叫老子想你 咱们还会照着练功播 不当场给他撕西碎 都算脾气好的 也幸亏赵有亮脾气好 再加上他勤俭节约惯了 这才没把秘籍撕碎 而是随手放在了枕头下面 再怎么说 也是人家茅台道爷的一片好心 留着吧 唉 看来修行的这条路又断了 我可咋样才能把黄小哥救出来 金甲师金甲师听起来就厉害的邪乎 有一句话说得好 有眼不识金香玉 这句话刚好形容此时的赵有亮 他刚刚勉强认出的那四个字 根本就不是什么作者名字 而是书名 更不是什么老子想你着 而是老子想尔柱 我们中华道门的三大经典之一 还是已经失传了的经典 老子想尔柱 顾名思义是对于《道德经》的详细解释 传说中他的作者是道教创始人张道林 也就是四大天师之首的张天师 但同时又有说法 认为这本书是东汉末年太平道的领导者张角所写 因此此书的作者至今都有很多争议 可惜的是 就是这么一本道家经典 到了现代已经失传 准确地说 应该是仅在清末时期 于敦煌墨高窟中发现残卷 因被英国考古学家带到英国 现保存在他们的物馆中 曹 而王有才 假借茅台老道之手 给赵有亮的这本则更加珍贵 上面除了《道德经》的注解外 王有才还把自己知道的道家法术 尽数记录在其中 虽然王有才并不是道家传人 甚至可以说和道家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他的身份尊贵 存在的时间够长 所以涉猎极其广泛 时间匆匆转眼入夜 赵有亮光好杂志铺后 便来到了烧烤摊帮忙 此时的迎春嫂 已经找好了烧烤师傅 同时还雇了一个服务员 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忙碌 再加上心疼大病出狱的赵有亮 干脆不让他干活 只是让他在一边坐着 亮子 你要是饿了想吃啥的话 自己让后厨给你考 姐就不管你了 赵有亮文言连连点头 就这么一边看着形形色色的时刻 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 就在这时 黑车司机小李一面走来 哎呦 亮子你也在啊 太好了 快跟我一起喝点 正愁一个人喝酒没意思呢 我请客 既然有人请客 赵有亮当然不会舔着脸 吃银春嫂的白食 立即笑呵呵地凑了过去 礼貌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发财了 听了赵有亮的调侃 小李哈哈大笑 可不就是发财了吗 不瞒你说 今天遇到个超级大方的客户 拉他去疯狗奥那边 正常价300左右就走 结果人家豪爽地塞给我600 所以才回来晚了 现在过来吃点东西 小李边说边把刚赚到的钱 从兜里掏出来 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亮子你随便吃 随便喝 都算我的 听了小李的话 赵有亮不禁纳闷 怎么又是疯狗奥 那不是疯鬼抓了皇家小哥的地方吗 一天之中 听到这么多次 难道只是巧合 眼见赵有亮不说话 也不点菜 只是傻乎乎地坐着 黑车司机小李忍不住调侃 咋地了亮子 羡慕我运气好了 赵有亮这才缓过神来 笑呵呵地回应 可不是羡慕吗 你也知道我那铺子 一天到晚的没生意 赚不了几个钱 看着赵有亮故作懊恼的样子 小李笑得更加开心 就你那扎纸铺 还是别赚钱的好 你要是想赚大钱 除非一夜之间 咱们镇上的人全死光 按道理说 小李只是在开玩笑 可不知为何 赵有亮听了之后 全身猛地一颤 随即耳边响起一个 阴瑟瑟的女人声音 快了快了 你们就要都死光了 哥哥哥哥 我去 谁 赵有亮顿时吓了一跳 起身四处张望 他这番举动 也把小李吓了一跳 我去 亮子你咋地了 怎么一惊一乍的 心有余计的赵有亮 并没有看向小李 依旧是扑冷着脑袋 左右寻找 李 李猫 你刚才没听见什么声音吗 黑车司机小李一愣 声音 哪有什么声音 咱们后面的马胖子 放屁算不 因为镇子不算大 所以来吃烧烤的大多数人 都互相认识 小李口中的马胖子 就是镇长的儿子 小镇上这名的地痞流氓之一 马胖子虽然是地痞流氓 但是却不敢招惹小李 因为小李纯属是滚刀肉 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那种 这也正印证了那句话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因此 即便听见小李故意损自己 马胖子也只能笑脸相迎 并且端着扎批杯 来到这桌坐下 李哥你又逗我 来 我敬你一杯 干了杯中酒后 马胖子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坐在座位上狂嗅鼻子 李哥你闻到没 啥玩意这么臭呢 嗅来嗅去 马胖子最终把目光落在了前上面 小李刚拍桌子上的六百块钱 就是这把钱臭了 和死猪的味道一样 小李闻言笑骂 马胖子 你是不是混大发了 居然敢说钱臭 另外 你吃过死猪啊 还和死猪一样臭 我看你就像那死猪 虽然小李没有在意 但马胖子的话 却引来赵有亮的注意 因为就在小李掏出钱来的时候 他也闻到了淡淡的腐臭味 好奇心驱使下 赵有亮拿起一张放在鼻子下面 仔细嗅了嗅 还真有一股恶臭 哎呀我去 李孟你不会拉枯兜子 然后沾钱上了吧 怎么可能 小李闻言明显不服 学着赵有亮的样子 拿起钱来嗅了嗅 我都好几个月没拉枯兜子 卧槽 真是臭的 咋这么臭呢 马胖子健壮哈哈大笑 李哥你看 我说你不信 非要亮子说才行 哦对了 说起钱 发臭我倒是想起一个故事 还跟出租车有关呢 你要不要听听 众所周知 人喝了酒之后都话多 因此 马胖子也不等小李和赵有亮回答 便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死人也会打车 你们信不 不信吧 那我就好好给你们讲讲 话说几年前 有个开出租跑夜活的 就是他们为了省租车钱 租来车之后 俩人开 一个白天开一天 一个晚上开一夜 马胖子的口才极好 故事讲得会声会色 原来是开夜车的那个司机 每天晚上都能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接到同一个客人 更奇怪的是 这个客人每天还都在同一个地方下车 并且 那个下车的位置十分偏僻 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旁 司机起初并没在意 还为自己能接到固定的客人 沾沾自喜 可一周之后 他就有些怕了 因为这个客人上车之后 从来都是坐在后排 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 低着头也不说话 即便是司机主动开口 被问得急了 便嗡嗡着 随便应付几声 下车之前还是不说话 直接塞给司机 一张百元大钞 等到司机找给他零钱 客人便头也不回地 走进小树林深处 司机有时候问他 什么时候回城里 自己可以来接 大晚上的荒郊野外 打不着车 客人只是呵呵呵地笑 还有客人给的钱 司机发现钱是臭的 尸体腐烂的那种味道 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坐车客人身上 也发出了同样的味道 越来越浓 恐惧之下 司机决定报警 第二天 警察来到客人下车的小树林 仔细翻找后 居然真的发现了一具尸体 最恐怖的是 尸体正是那打车的客人 并且 司机找给客人的零钱 一分不差的 都在尸体兜里 马胖子讲完 小李瞬间吓得面色苍白 他打架不要命 不代表不怕鬼 就像是很多 大无畏的英雄人物 也怕蛇一样 天生的本能而已 卧槽你带的马胖子 你故意吓唬我是不 皮痒了是不 马胖子哈哈大笑 哎呀妈 李哥你也有怕的 我还以为 你啥都不怕呢 几人又扯了几句后 小李可能是真害怕了 酒也不喝了 早早的便嚷着要回家 还非要赵有亮送他回家 并且把那六百块钱 都存在了迎春嫂的烧烤摊 说是留着以后慢慢吃 赵有亮无奈 只能和迎春嫂打个招呼后 去送小李 同时忍不住好奇开口问道 李茂 今天你拉的客人 有啥奇怪的吗 他臭不 这话一出口 小李瞬间差点哭了 亮子你别吓唬我了行不 我是真怕呀 因为 因为我拉的那个人确实也臭 赵有亮听了先是一愣 随后大喊一声卧槽后 丢下小李 就往烧烤摊跑 你大爷的礼貌 知道前些性 还给大姐 你给我等着 本就害怕的小李 见到赵有亮 丢下自己跑了 顿时欲哭无泪 亮子你别走啊 先送我回家行不 眼见赵有亮没有回头的意思 小李只能鼓足勇气 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 等赵有亮气喘吁吁地 回到烧烤摊 发现一切正常后 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看到她这副样子 迎春嫂不禁好笑 咋了亮子 你家大黄狗在后面追你呢 她下次再欺负你告诉姐 姐拿刀扇了她 迎春嫂性格泼辣 因此说话向来大声 被其他酒客听到后 立即引起哄堂大笑 起哄说道 嫂子你别扇狗了 来扇了我吧 我保证不反抗行不 这虎狼之词一说出口 时刻们的笑声更大了 甚至有人吹起了流氓哨 泼辣的迎春嫂 怎么会灌别人臭毛病 文言立即拿出菜刀 刚才谁说让我杀了的 来来来脱裤子吧 我现在就帮你进身 起哄的人见状顿时耸了 别呀嫂子 我闹着玩的吹牛的 于是笑声更大了 此时的赵友亮并没心情开玩笑 而是赶忙把提刀的迎春嫂 拉到一边 姐 刚才小黎给你的钱呢 赶紧拿给我看看 迎春嫂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开口说道 放柜台里了 怎么了 那小子给我的 不会是假钱吧 要是假钱 老娘就杀了他 说到这里 迎春嫂自己都笑了 笑的同时 打开抽屉 寻找刚才那些百元大钞 坏了量子 都放一起分不出来了 我检查过是真钱没问题 你找他们干什么 赵友亮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把所有的百元大钞 一起装进自己兜里 嫂子 这些钱我先装走了 等会回家拿别的钱给你 咱俩换几张花 赵友亮的举动 落在迎春嫂眼中 显然是误会了 他还以为赵友亮想借钱 没好意思开口 然后找的别角理由 不过 作为聪明的女人 迎春嫂知道 男人都是好面子的 因此也不说破 只是笑着点头 今天烧烤摊的生意很好 所以一直忙活到上香之前 赵友亮才回到铺子 按规矩 做完所有事情后 赵友亮躺在床上 看着手里的钱发呆 他在电影里看过 如果真有鬼的话 鬼会顺着这些钱过来抓替身 这也是赵友亮 非要和迎春嫂换钱的原因 现在 摆在赵友亮面前的问题 是该怎么处理这些钱 因为分不出来的原因 所以赵友亮手中 足足有1200块 如果是按照标准的 教科书籍的做法 赵友亮应该把这些钱 都放进寺庙的功德箱里 如果真有鬼 并且鬼顺着钱来做怪的话 让他跟佛祖硬刚去呗 谁惨谁知道 可坏就坏在赵友亮太穷了 穷到每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 更别提捐给寺庙了 不是有那句话吗 死不可怕 穷死才可怕 也不知道 我要是用这些钱换功德箱里的 人家和尚能给换步 就在赵友亮白日做梦的时候 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我这虽然没有佛祖 但不是有那两尊邪性的人偶吗 就把这些钱放在人偶那里 恶鬼真要是赶来 不管他们谁能打得过谁 我都不吃亏 说干就干 赵友亮立即从床上爬了起来 三步并做两步 走到两尊人偶面前 先是假惺惺地拜了拜 然后把十多张百元大钞 尽数塞进了女性人偶的鞋里 做完这一切 赵友亮便心满意足地拍着屁股 回屋睡觉去了 殊不知 这注定是个无眠之夜 就在赵友亮躺下睡着之后 被他放在枕头下面压着的到家经典 散发出淡淡的青色光芒 同时闪耀光芒的 还有大黄狗送他的仙旗 光芒像有灵性那般 赵友亮的大脑袋 与此同时 一个须发揭白 先锋道鼓的老人 出现在了赵友亮的梦里 不断地对他讲着什么 赵友亮虽然听不清晰 但却觉得十分舒服 就像整个人飘在云端那般 又像是婴儿待在母亲的肚子里 随着老人不断地讲解 赵友亮的呼吸频率越来越慢 这可不是他要死了 而是渐渐地转变为胎息状态 一个修道者梦寐以求的状态 同时 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小知识 就像是放电影那般出现在赵友亮的脑子里 其中最多的便是道家法咒 梦境外面 赵友亮满脸的笑意 满脸的得知意 迷迷糊糊之间 赵友亮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忽然觉得有些冷 于是左翻一下右翻一下 用被子将自己紧紧包裹 我是不是忘记关窗户了 喃喃自语过后 忽然感觉有个东西 急速冲进自己房间 蹭得一下蹦到床上 还用力拉自己的被子 经历了臭钱的事情 本就有些害怕的赵友亮瞬间睡意全无 我去 脏东西 来害我了 砰得一下睁开双眼 入目的却是大黄狗 此时的流氓狗眼中满是恐惧 就像是肉师来的那晚一样 有了精力的赵友亮 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好 脏东西真的来了 赶忙掀开被子 让大黄狗进来 一人一狗紧紧相拥 就像是即将被迫分开的恋人 狗 狗哥 是不是要闹鬼了 大黄狗哪里会开口说话 根本回答不了赵友亮 只是和上次一样 扑的一声将狗爪子 塞进了赵友亮嘴里 用实际行动让这次闭嘴 赵友亮下意识地舔了一下 嗯 还是老味道 有点咸 本着绝不吃亏的原则 赵友亮立即予以反击 将自己上完厕所没洗的手 扑的一下塞进了狗嘴里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总之在交换仪式完成后 外面忽然大风呼啸 鬼影重重 随后便有个东西 架着阴风 狠狠地撞在了扎纸铺的门上 然而这个东西 显然不知道铺子的恐怖 砰的一声闷响过后 惨叫一声被反弹了回去 与此同时 两排指人瞬间活了过来 咔嚓一声集体扭头 星红的眼睛紧盯着大门的方向 呵呵呵呵呵 随之而来的 便是女性人偶体内传出的笑声 铺子外面的东西没意识到 自己要倒霉了 听到笑声后 不退反镜 再次朝着大门撞来 想要穿墙而过 就在这时 大门忽然自己打开 那东西撞了个空 就像我们普通人 无处泄力那样 踉呛着摔进了铺子里 不等那东西反应过来 所有指人忽然以极快的速度 将它围在中间 仿佛木桩一般 直挺挺地向前倒去 压着那东西疯狂撕咬 就像是一群丧尸撕咬普通人类 呵呵呵呵 那东西的惨叫声 和女性人偶的诡异笑声 同时响起 听起来更加阴森恐怖 直到此时 那东西才意识到 自己惹到了不能惹的存在 惨叫一声 将指人尽数推开 以极快的速度 逃到了扎纸铺的外面 然而 这些诡异的指人 显然不想就这样放过对方 齐齐以诡异的姿势 冲向门口 就在这时 地上那条用骨灰化的生死线出现 仿佛一堵无形的 烧得通红的铁墙 将指人尽数拦住 出不去的指人立即发狂 机械般地扭动着身躯 各个关节都呈现出反人类的形状 如同被困在笼子里的凶兽那样 不断地在狭小的杂指铺里游荡 徘徊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即将天明 持续到第一缕天光 即将洒下来的时候 杂指铺后屋 终于听不见响动的赵有亮 这才敢把狗爪从嘴里吐出来 一边呸呸 一边轻声问道 狗哥 脏东西是走了不 咱们现在安全了没有 别看大黄狗平时横得厉害 但关键时刻 比赵有亮还怂 将他的手从自己嘴里吐出来后 干呕几声 才用大屁股猛地 一撞赵有亮 赵有亮猝不及防 立即从床上掉了下去 扑通一声 摔得屁股剧痛 哎呀我去 流氓狗你过分 话没骂完 就被大黄狗那凶残的眼神吓了回去 对方的意思十分明显 你小子给狗爷 我去前面看看 赶不去就揍你 在大黄狗的淫威下 赵有亮只能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那般 迈着小碎步 一点点的朝前挪去 同时小声嘀咕 流氓狗你等着 等亮给我神功大成 一定踹碎你的狗蛋 让你每天 没事就拿出来晒 当赵有亮好不容易挪到了前屋 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除了指人以诡异的姿势站着外 其余所有物品 尽数被打翻在地 就像是被小偷翻找过那般 尝试着碰了一下其中一具指人 见对方没咬自己 赵有亮总算放下心来 狗哥狗哥出来吧 危险解除了 原本畏畏缩缩的大黄狗文言 瞬间恢复成流氓狗的姿态 昂首挺胸 夺着方部走到赵有亮身边 就在这时 刺耳的铃声忽然响起 顿时吓得大黄狗脸色惨白 嗖的一声窜到赵有亮怀里 一人一狗 就这么以公主抱的姿势 站在指人中间 片刻之后 反应过来的赵有亮率先开口 狗 狗哥不用怕 刚才想的 应该是我定的起床闹铃 丢了面子的大黄狗 瞬间暴怒 也瞬间从赵有亮怀里的小甜甜 变成了大疯狗 将赵有亮按在地上 就是一顿惨无人道的暴揍 打得他哭爹喊娘 哎呀妈别打了 狗哥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以后都不用闹铃了 再也不敢用了 许久之后 惨烈的殴打总算结束 大黄狗这才心满意足地 上街调戏母狗去了 只留下赵有亮一个人 忧怨地躺在地上 脸上满是泪痕 划痕 刚刚听见赵有亮惨叫的 街坊邻居们 纷纷朝着杂纸铺的方向 投来同情的目光 并教育自己的孩子 听见没 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好好学习的话 只能给别人打工 还要每天被狗揍 又过了许久之后 赵有亮才艰难地爬了起来 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那般 开始收拾倒了的桌子椅子 并把指人摆放回原来的位置 有句话说得好 只要人还没死 那生活总要继续 处理好自己伤口的赵有亮 迈着坚定的步伐出门而去 静止走向包子铺 嗨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本钱的话 怎么继续生活 看着淒淒惨惨的赵有亮 包子铺老板杠头书的目光中 满是同情 同情之下 连早餐前都没有 亮子 刚才又被狗揍了 唉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知道打不过狗 还惹他干啥 你瞅瞅这揍的 都破相了 赵有亮无言 唯有话悲痛为食欲 使劲地朝着自己嘴里塞包子 杠头书见他这副 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 眼中同情的神色更浓 于是继续开口安慰 亮子你也别太难过 阵子上 谁没被你家的大黄狗揍过 只是你被揍得最贫乏而已 哦对了 有人比你还惨 昨晚马胖子那个流氓 也叫了一晚上 应该是因为不务正业 被他跌打了 迟到快天亮才消停的 马胖子就是镇长的儿子 昨天给赵有亮和小李 讲鬼故事的那个 人都是一样 自己倒霉的时候 要是知道 有人比自己还倒霉的话 心情就会瞬间舒畅很多 赵有亮便是如此 哈哈 杠头书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那胖子早就该揍了 每天就知道横行相礼 欺男罢女 就在赵有亮开心地 听杠头书讲述的时候 另一边某个不知名的大山里 小饺子人力而起 小爪子抱拳 对着自称灰六爷的老者 不断地磕头作衣 嘴里吱吱吱地叫个不停 像是在祈求着什么 灰六爷依旧精神绝朔 朴实的衣裳 没有丝毫褒褶皱 看着不断对自己跪拜的小老鼠 脸上满是宠溺和无奈 你这小崽子咋这么烦人呢 老祖宗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出马仙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全凭个人缘法 那个叫赵有亮的孩子 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仙缘 你叫老祖我怎么帮他 说到这里 灰六爷一把抓起 还在磕头的小饺子 放在了自己肩膀上 再说了 老祖宗 我不是帮了那孩子两次了吗 给他一张福禄 送他一面仙旗 也就能帮这么多了 世间一切自有缘法 过多介入旁人的因果 对双方都不好 听了灰六爷的话后 小饺子目光闪烁 他也是现在才知道 大黄狗叼回来的仙旗 是自己老祖宗赏赐的 或者说暗中支持赵有亮的 否则的话 仙家宝贝又不是大白菜 大黄狗怎么会轻易得到 再者说 如今这社会 就算是大白菜 你在街上都捡不到吧 眼见这小饺子 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灰六爷露出笑容 行了 就这样吧 你喜欢和赵有亮 那孩子一起玩 老祖宗我不管 记得别招惹铺子里的东西就行 麻烦 说起扎纸铺里的东西 灰六爷双眉微皱 小饺子一边吱吱吱叫着 一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犹豫一下后 再次对着灰六爷叫了几声 同时还伸出小爪子 给自家老祖宗捶肩膀 灰六爷一边闭目享受 一边露出无奈 你这小崽子倒是真性情 看来是跟定照有亮 那孩子了 你就不怕危险吗 随时可能会丢命的 还是那句话 扎纸铺里的东西很麻烦 灰六爷说完 小饺子并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琢磨一会后 才重重点头 吱吱吱吱 灰六爷见状哈哈大笑 眼中满是欣慰 也罢 这才是我灰家子弟该有的样子 无惧生死 有情有义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诉你 想要彻底解决杂纸铺的事情 除非请出少将军 不过他和小先生一样 已经许久不问世事了 就连老祖宗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提起小先生 灰六爷的眼中满是思念 说起神秘的少将军 此时还隐秘身形 在小院的遗址上玩耍呢 身边跟着一条头顶黑锅 眼神闪躲 蠢萌蠢萌的大长虫 阿帖 哎呀妈 咱咋忽然打喷嚏了 一想二骂三感冒 八爷八爷 一定是有人想咱了 被称作八爷的大长虫文言 眼中满是腻歪 想你 谁会想你个小瘪犊子 要说 是想小先生的时候 顺便骂你一下 我还能信 是 是吗 被称作少将军间 小瘪犊子的男人 显然是被大长虫 说得没自信了 男人虽然人到中年 但脸上还竟是天真烂漫 或者说傻乎乎的 和他身边的大长虫一样傻 哎呀妈 八爷 咱发现咱退休走了 不应该十五年就申请退休的 注意 应该再抓几年坏银 咱在的时候治安多好啊 连老鼠都不敢入户偷油吃 中年人的这句话 大长虫倒是没有反驳 因为人家说的是事情 不过也是废话 有回家家主约束着 乃至老鼠敢入户偷东西吃 不但不敢偷东西 小老鼠们还自发地组织起来 夜里出门打羹巡逻 就等着发现坏人后 去给邵将军 也就是这个中年男人报信 换点零食吃 这样的情况下 治安想不好都难 主一 关于警察工作满十五年 就能正式退休 并不是笔者胡说 而是国家有相关的规定 只不过提前退休的话 退休金会少很多而已 邵将军显然是闲不住的 眼见大长虫不搭理自己 便主动开口 八爷八爷 前几天把我小木刀 捡走的那个孩子 看着傻乎乎的挺好玩 你拖着我去找他玩去行不 大长虫文言 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不去不去 不许去 小先生咋交代的 不能参与别人的因果中 会给别人招来灾祸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数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先缘 老实待着吧 邵将军文言 立刻垂头丧气 不过低头的瞬间 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另一边 闲着没事的赵有亮 研究了一夜的道书 结果还是只认识老子 想你这五个字 既然丝毫没有成果 赵有亮原本就想放弃了 可却惊奇地发现 只要自己捧着道书 便感觉暖暖的 就像是在寒冷的室内 泡热水澡 于是赵有亮干脆 像官二爷读春秋那样 时刻不离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抱着暖宝了呗 时间飞快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早晨 听到起床的闹铃声 赵有亮赶忙一把按住 惊恐之余 幸亏大黄狗没有进来揍自己 这才稍稍放心 起床洗漱 开门营业 一切都是按照规矩来 诶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流氓狗呢 一宿都没回来 睡在母狗家了 要知道 大黄狗从没有夜不归宿的坏习惯 即便是欺负母狗 也是完事之后 滴了裤子就走 纳闷之中 赵有亮来到狗窝前 弯腰低头朝里面看 狗哥你好 狗哥你在家吗 出来一起吃屎啊 我去 还真是一宿没回来 就在赵有亮自言自语的时候 忽然感到一阵杀意 从自己身后传来 猛然心惊 赶忙满脸产妹的缓缓转身 狗 狗哥早 狗哥吉祥 出现在赵有亮身后的 正是满脸不善的大黄狗 不过大黄狗似乎有些疲惫 整条狗都显得无精打采 可能是看到赵有亮态度恭敬 所以大黄狗没搭理 他便自顾自地钻进狗窝睡觉去了 不大功夫便有憨声传来 躲过一劫的赵某人 一边缓缓后退 一边轻声嘀咕 看来昨晚上没少遭他母狗啊 这家伙累的 说话间就到了铺子前门 刚想出去吃早餐 却被一个脸色惨白 亮亮呛呛的人影拦住 正是黑车司机礼貌 见到小李狼狈的样子 赵有亮哈哈大笑 你这是咋地了 昨晚也没闲着呀 此时的小李都快哭了 哪有心情和赵有亮开玩笑 亮子别闹 我遇见鬼了 啥玩意儿 赵有亮闻言一惊 到底咋回事 快点跟我说说 小李显然是惊魂未定 在赵有亮的搀扶下 才坐在了门前的藤衣上 喝了一大口热水后 开口说道 昨晚 因为臭钱的事情 所以小李昨晚早早就收车回家 他是真的怕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小李的媳妇带着孩子 长期住在娘家 家里就他自己一个人 一桶泡面 一瓶啤酒 就是小李的晚饭全部了 刚想开吃 却听到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小李无奈起身 谁啊 轻点敲 门敲坏了 你给陪啊 说话间房门打开 门外站着的 正是镇长儿子马胖子 死胖子原来是你啊 大晚上的找我干啥 找揍是不 因为是熟人 小李一边说一边转身 都没好好招呼马胖子 可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忽然发现不对 现在又不是冬天 怎么马胖子全身冒寒气呢 就像是寒冬腊月 你在二十多度的屋里 抱着一个刚从外面进来的人 这人一定是从里到外都透着寒气 哎呀我去 胖子你刚从冰箱里爬出来的 小李一边说一边转身 只觉得马胖子的脸今天特别白 就像是砧板上的猪肥镖 马胖子咧嘴一笑 露出明晃晃的牙齿 李莽 以前你总是不服我 现在服不 马胖子的话 使得小李一愣 随即就气笑了 马胖子你咋地了 发烧了 还是欠揍了 咋地 不服打一架呀 打就打 不信我这副样子 还打不过你 马胖子说完 便一拳朝着小李脸上砸去 小李猝不及防 顿时吃亏 不过打架不要命的他 也立即就展开反击 哎呀卧槽 马胖子 你是来挑衅的是不 今天不打死你个王八犊子 老子李子就倒过来险 惨烈地互相殴打过后 小李成功地 骑在了马胖子身上 碗口大的拳头 一下一下地 朝着对方大脸猛砸 马胖子被打得哭爹喊娘 别打了 别打了 李老大我服了 这特么的 还有天理吗 我都变成这德性了 怎么还能被人揍 马胖子越说越委屈 忽然发力将小李 从自己身上掀了下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小李也懒得追他 只是心疼 被打翻的方便面和啤酒 一边骂骂咧咧地开始收拾 一边嘟闹 马胖子你等着 以后老子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听小李说完 赵有亮满脸的疑惑 不就是 和马胖子打一架吗 也没有鬼啊 咋地 你把马胖子打死了 小李显然还是心有余悸 亮 亮子 马胖子就是鬼 我昨晚揍他的时候不知道 刚刚才知道的 说完后 担心赵有亮不幸 拉起他 就往马胖子家的方向跑 亮子 你到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等到了马胖子家的胡同口 远远地就看见 围满了大群的警察 镇长和镇长媳妇 则坐在地上哭天枪地 我弟儿子 你年纪轻轻地 咋就先走了 你这一走 我们老马家 不就绝后了吗 就在赵有亮惊讶的时候 明警小赵 已经走了过来 亮子 你也来看热闹了 最近你们镇上这是怎么了 几二连三的死人 这马胖子死得太奇怪了 那么大的体格子 居然被人整个塞进了 冰箱的冷藏箱里 今天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冻在了透明的冰块里 四四方方的 脸朝外 使劲瞪着眼睛 不是吧 真死了 赵有亮文言 瞬间猛了 那 那昨晚上 小李遇见的 真的是鬼 可是一个活人 怎么能把鬼揍了呢 鬼不是应该摸不到的吗 由于赵有亮的声音很小 明警小赵并没听清楚 亮子你说什么呢 大点声 我没听清 没事没事 赵有亮赶忙连连摆手 并拉着黑车司机 小李转身就走 赵哥你忙着 我们先回去了 回家纸铺的路上 一个问题在赵有亮脑海中 挥之不去 按照马胖子这个死法 肯定是遇到脏东西了 不然的话 就算再变态地杀手 也不可能把一个 二百五六十斤的人 硬是塞冰箱冷冻里 可是脏东西 为什么会找上马胖子的 前段时间那三只恶鬼 不是已经被收拾了吗 赵有亮把心中的疑问 说出来后 就见小李哭丧着脸 从兜里取出一张百元大钞 那种带着腐臭的钱 赵有亮一愣 你还偷偷留了一张 前天不是都存在烧烤摊了吗 小李文言疯狂摇头 不是我留的 我傻啊 是马胖子来我家 跟我打架时候 从他兜里掉出来的 我刚才就想和你说来着 一着急给忘了 他兜里掉出来的 赵有亮文言仔细回忆 瞬间明白了原因 原来是马胖子 前天闻完了钱 趁着赵有亮和小李没注意 装自己兜里一张 所以他才会被恶鬼索命 恶鬼先来的 自己扎纸铺 被纸人们打跑之后 去了马胖子家 杠头叔昨晚听到的惨叫 不是他爹叫于马胖子 而是马胖子 被恶鬼折磨时候发出来的 一切都屡顺之后 赵有亮不免暗自感慨 马胖子一声贪财好色 坑蒙拐骗 最后终归死在了贪字上 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不知为何 说起色的时候 赵有亮忽然想到迎春嫂 天地良心 可不是咱赵某大白天的发春了 而是盈盈有些担心 为什么会忽然担心呢 大事不好 马胖子这死鬼 被小李打跑之后 不会是跑到了迎春嫂家吧 毕竟他活着的时候 就对这位成熟性感的 撬寡妇垂贤三尺 也干过大半夜 敲人家门的事情 要不是迎春嫂坡了 直接拿菜刀把他砍跑了 没准就真让马胖子得手了 一念至此 赵有亮立即朝着迎春嫂家的方向跑去 不明所以的小李 下意识地紧紧跟着 亮 亮子你慢点 这是咋地了 赵有亮没心情搭理他 只是一个劲儿的狂奔 等跑到迎春嫂家楼下的时候 抬头就看到 二楼那敞开的窗户 坏了 真出事了 姐他平时在家 都是不开窗户的 就算开着 也不会开得这么大 还是那句话 寡妇门前是非多 尤其是迎春嫂这样年轻妖娆的 翘寡妇 别看他性格泼辣 大大咧咧的 其实内在是个保守 洁身自好的人 所以迎春嫂一个人的时候 都十分小心 万万不会开着窗户睡觉的 一念至此 赵有亮飞速地跑上二楼 砰砰砰地用力敲门 姐 姐你在家不 眼见没有回应 赵有亮学着电影里的样子 抬脚踹门 光当一声闷响后 紧跟着妈呀一声惨叫 赵有亮后面的小李健壮 都猛了 亮子 你是想把门踹开 这特么是钢的防盗门 你是不是活 其实不用小李说 赵有亮已经知道 自己操作失误了 一边疼地抱着脚跳 一边对着小李说道 快 快扶我去烧烤那边 姐他有一把备用钥匙 藏在那边呢 关于备用钥匙的事情 是迎春嫂悄悄告诉赵有亮的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但如今情况紧急 赵有亮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你都这样了 还来回跑啥 我去吧 已经意识到 舒适的小李转身就跑 具体在哪呢 快说 等到小李回来 拿着钥匙打开房门 正见到迎春嫂 穿着睡衣倒在地上 姐 情急之下 赵有亮根本就顾得上男女有别 立即一拳一拐地跑过去 查看情况 伸手试探鼻息 幸亏只是晕倒了 赵有亮赶忙抱起迎春嫂 往楼下走 同时对着小李喊道 别傻愣着了 快去开车 小李虽然打架不要命 但属于刚毅不土 柔异不如的那种人 因此才能和赵有亮是好朋友 听到赵有亮 吼他也不生气 赶忙一溜烟地跑回家发动汽车 小镇距离县城不远 也就20公里的路程 再加上 现在不是柏油路 就是水泥路 因此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到了医院 其实没到县医院的时候 迎春嫂就醒了 只是身体虚弱 说不出话 经过医生检查后 没发现什么毛病 只是诊断为惊吓过度 打了些能量合计 与镇静安神的吊针后 便直接让他们回家了 因为刚才人多 再加上迎春嫂没恢复过来 所以赵有亮没问发生了什么 如今车上救他们三个 赵有亮便轻声开口 姐你怎么了 怎么会晕倒在家里的 一向豪爽泼赖的迎春嫂文言 脸上居然露出惊恐的神情 亮 亮子 姐要说 姐昨晚撞鬼了 你能信吗 那个鬼 那个鬼 还是熟人 骂胖子 尽管小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听到马胖子真的变鬼了 还是吓得一个机灵 手一抖 差点没把汽车开沟里去 稳住汽车 稳住心神后 小李哭丧着脸开口 信 咋不信呢 我昨晚也遇到了 还和他打了一架 还把他揍了 原来是昨晚烧烤摊吃饭的人特别多 所以迎春嫂忙活到后半夜两点才到家 刚刚洗完澡 就听见有敲门声 寡居的迎春嫂向来谨慎 先隔着猫眼向外看去 却见到一脸苍白 甚至脸上都挂着冰霜的马胖子 一边奇怪于 没到冬天他 为什么是这副样子 迎春嫂一边大骂 死胖子 你是不是又欠砍了 要来找事情是不 赶紧滚 要是不滚 老娘明天就去公安局告你 要说这马胖子 确实是个糊涂鬼 听了迎春嫂的话 还真就被糊住了 刚想善善地转身离开 又猛然想起来 老子不是死了吗 不是变成鬼了吗 那还怕个屁的警察 别说警察了 就算我爹来 今天都不好使 想明白之后 马胖子宁笑出声 对着屋里大声吼道 臭婊子你仔细瞅瞅 老子是啥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老子睡定你了 虽然嘴上说得很 可马胖子不得不面对 一个现实的困难 那就是迎春嫂 要是不给他开门 他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是说鬼都能穿墙吗 为什么我就不行 刚被小李胖揍一顿的马胖子 越想越觉得委屈 于是一咬牙一跺脚 猛地朝着防盗门撞去 我穿 啊 咕咚一声闷响后 马胖子被防盗门弹了回来 摔得四仰八叉 外面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惊动了隔壁邻居 邻居出来一看是马胖子 吓得赶忙关门回去 倒不是看出这货是鬼 而是知道惹不起 马胖子本身就是地痞流氓 他爹又是镇长 要知道 在偏远地区 镇长就是这一片的土黄地 说句难听话 欺负你你都没地方说理去 窝囊邻居的表现 倒是让马胖子 有了一丝做鬼的尊严 哼 算你识相 满意地转过头来 再次面对无法穿越的防盗门 老子就不信了 说话间 马胖子一脚狠狠地踹了上去 他想明白了 反正自己已经死了 还怕什么疼 担心什么骨折 可劲造吧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马胖子 居然成功了一半 之所以说是一半 那是因为 门虽然没有踹开 但大腿却穿门而过 哎呀 这样也行 就在马胖子纳闷的时候 忽然一阵剧痛 从腿上传来 原来是房间里面的迎春嫂 拿着擀面杖 对着他踹进去的大腿猛轮 打得扑扑作响 哎呀妈好疼 剧痛之下 马胖子赶忙把大腿缩了回来 抱着又蹦又跳 哎 既然大腿能进去 那手也应该能伸进去 老子在里面把门打开不就行了 说干就干 趁着屋里的迎春嫂没反应过来 马胖子猛然伸手 还真就穿过去了 大喜之下赶忙开门 随即满脸迎笑地 一蹶一拐地逼近迎春嫂 小婊子 老子看你这次往哪跑 眼前的荧幕 已经把迎春嫂吓坏了 也就是他性格坚强 要是换做一般的女人 怕是早就吓晕了 马胖子 你 你不要过来 迎春嫂边说边缓缓后退 直到被逼到了窗户边上 眼见着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迎春嫂刚烈的性格彻底爆发 老娘就算死也不能被你玷污了 说完后猛地打开窗户 就想跳下去 这也是赵有亮来的时候 看到窗户是开着的原因 马胖子怎会容忍主书的鸭子再飞了 一个箭步上前 拉住迎春嫂就往卧室里转 小婊子 看老子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眼见着迎春嫂还是拼命挣扎 又喊又叫 担心有人过来 坏了自己好事的马胖子 忽然发狠 抓着迎春嫂的头发 将她的脑袋重重朝着门框撞去 迎春嫂瞬间两眼一黑 就这么晕了过去 听完迎春嫂的讲述 开车的小李有点急了 嫂 嫂子 这么说你吃亏了 让那死胖子占便宜了 特么的 早知道的话 老子直接打死他多好 不对 死胖子已经死了 听了小李的话 迎春嫂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随后 看向赵有亮 亮子 嫂子要说 自己没吃亏 你信不 赵有亮被问得一愣 下意识地连连点头 信 咋不信呢 姐你骗谁也不能骗我啊 迎春嫂显然对赵有亮的回答十分满意 俏丽的脸上飞红一片 在我昏迷之前 隐约看见你家大黄狗冲进来了 对着马胖子 就是一顿暴走 然后姐就彻底晕了 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敢肯定 自己真的没让那死胖子占了便宜 啊 这样啊 要说别的狗有这么神奇 赵有亮和小李一定不信 但要是发生在大黄狗身上 那就没毛病 用司机小李的话说就是 那大狗比人都聪明 比流氓都霸道 小李甚至一度怀疑 他和大黄狗一起考小学数学的话 自己一定考不过狗 就在小李自嘲的时候 赵有亮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难怪大黄狗一夜未归 原来是预感到了什么 暗中保护迎春嫂去了 难怪清晨看到他的时候 他会显得那么疲惫 本就不多的毛 又被薅下去不少 一切问题都捋顺之后 只有一件事情 小李还弄不明白 亮子 马胖子他都变成鬼了 为啥还干不过我 难道 难道鬼没那么邪乎 都是瞎说瞎唬人的 这么深奥的问题 显然已经超出了赵有亮的知识储备 只能轻声嘟囔一句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你要是真想知道 去乱分岗 睡几晚上不就行了 没准还能吵鬼 收点保护费呢 小李本就怕鬼 文言脑补一番 后立即吓得脸色煞白 亮子别闹 我哪敢呢 其实 关于为何马胖子会挨揍 开始的时候 还不能穿墙的问题 佛经中 把类似这样的状态 叫中阴身 或者说 类似佛家讲的中阴身 只能死到投胎之间 这个过程中的状态 而鬼 则是死后不肯投胎的一种状态 书写到这里 给各位读者老爷 讲点没用的封建明信小知识吧 所谓前因已谢 后因未至 中因现前 前因已谢指 此期寿命已尽 后因未至 亦未尽 就一般而言 人死后皆有中因身 然大善大恶者则无 佛家的这种观点 和道门是一样的 在道家的学说中 叫善恶力判 也就是 大善或者大恶的人死后 会被地府立即审判 根本就不会做任何停留 审判之后 大善之人 一般都会轮回 至三善道之首的天神道 当然也有 留在地府当官的 就比如各个地方的城隍 甚至是十殿炎罗中的几位 而大恶之人那没得说 按照生前的罪孽 立即打入十八层地狱中 对应的一层 等三人回到小镇上 赵有亮 先把迎春嫂送回到家里 又请了一个 关系不错的大姨 帮忙照顾 毕竟男女有别 她自己一个大小伙子 和俏寡妇独处一世 算怎么回事 赵有亮就算不在乎自己名声 也得为人家迎春嫂考虑不适 安顿好迎春嫂 赵有亮谢绝了小李 继续送自己的好意 徒步朝着杂纸铺走去 路过熟食店的时候 还奢侈地买了 二十块钱的熟大肠 自己一边走一边吃了几口 剩下的没舍得吃 是留着奖励大黄狗的 毕竟人家救了迎春嫂 保住了这可怜人的清白 到了杂纸铺门口时 果然见到大黄狗正 仰面朝天地 躺在地上晒蛋呢 赵有亮一脸谄媚地 靠上前去 哎呦狗哥忙着呢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 好吃的回来了 原本不想搭理这丝的 大黄狗文言 顿时来了精神 也不晒蛋了 一咕噜爬了起来 可当看到赵有亮手里的 大肠时 立即露出嫌弃的表情 还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然后摇着大屁股寻街去了 这一幕 看得赵有亮愕然不已 我去 大肠不是挺好吃的吗 我都吃了 怎么狗还嫌弃了 难道我活得真不如一条狗 想着想着 赵有亮忽然委屈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 确实活得不如狗 被拴在这倒霉的杂纸瀑布说 还得被狗欺负 另外 人家大黄狗不说 后宫母狗三千 几时总是有的 反观自己绝护命 这辈子注定找不到女朋友 卧槽 越想越委屈的赵有亮 决定化悲痛为食欲 三两口就把狗都不吃的 大肠吞了下去 爱咋咋地吧 活一天算一天 有些颓废的赵有亮 懒散地躺在藤椅上 掏出赶诗人 给的手机打给了自己妹妹 不过在电话接通的瞬间 他赶忙 装出精神异异的样子 因为不想让妹妹知道 自己过得不好 不想让她担心 妹子 你挺好的吧 我是你哥 哥有手机了 嗯放心 哥挺好的 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工作也不累 没事还能遛狗玩 嗯呢 放心吧 哦对了 哥给你打的钱你收到没 放心话 不够了就跟哥说 爸的我也给打过去了 不用惦解 兄妹俩的感情相当好 甚至好过亲兄妹 最后还是赵有亮心疼电话费 才掐着点主动挂断 而电话的那端 赵有亮的妹妹 却没在学校准备考研 而是在人才市场里找工作 他实在是心疼自己哥哥 尽管赵有亮一直强调 自己很好 他想早点参加工作 给赵有亮 给家里减轻负担 他想通过自己努力多赚点钱 给赵有亮 把彩礼钱攒够了 哎 这便是赤裸裸的生活 这便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另一边 砸纸扑 打完电话后的赵有亮 更加百无聊赖 于是开始躺在腾椅上 胡思乱想 想着想着 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马胖子是被大黄狗吃了 还是跑了 要是跑了的话 今晚会不会出来继续害人 一念至此 赵有亮就不淡定了 因为按照马胖子的德行 今晚 要是还出来的话 不是去找小李报仇 就是去祸害迎春嫂 而自从孙掌柜和问米婆婆去世后 上述二人已经是 她在小镇上最亲的人 不行 得找大黄狗去问清楚 赵有亮立即起身 朝着街上走去 逢人就问 看见我家的流氓狗了吗 幸亏大黄狗足够出名 不大功夫 就在路人的指点下找到了 看到赵有亮来找自己 大黄狗明显地一愣 随即满脸的不耐烦 汪汪汪 神奇的是 赵有亮居然读懂了流氓狗的意思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赵有亮原本就怕大黄狗 再加上有囚鱼人家 就更不敢放肆了 一脸胖翻一关的谄媚笑容 点头哈腰地开口 太君 您在这看花姑娘 小母狗呢 耽误您一会儿行不 咱想问问您 你昨天把那个死胖子咬死没 不知道是赵有亮说得太复杂 还是大黄狗通灵得不够 总之 他的狗眼中满是茫然 就在赵有亮想要补充说明的时候 大黄狗忽然全身颤抖 满眼惊恐地盯着赵有亮的身后 这画面赵有亮熟啊 分明是遇到脏东西的样子 而且 通过大黄狗的惊恐程度上来看 简直堪比第一次遇见灰六爷的时候 如今的赵有亮 已经深知灰家家主的厉害 一边缓缓转身 一边心中暗响 卧槽 这次 我是不是死定了 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 赵有亮都想立即给来鬼跪下了 反正也不丢人 因为大黄狗已经跪下了 就在赵有亮转身屈膝的时候 猛然看到来的并不是鬼 而是一个牵着大狗的中年人 中年人气度不凡 一看就是久居高位 只不过 他的威严中 还带着一丝不太聪明的样子 其实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中年人牵着的大狗 实在太威武雄壮了 要不是长了一副狗的样子 你说 他是牛赵有亮都不反对 既然来的是人 赵有亮果断将刚要弯曲的膝盖 重新绷直 满脸讨好的开口 这位大哥 咱们认识啊 你找我有事 看着赵有亮这副产妹的德行 中年人笑得十分开心 家里丢东西了 出门找找 顺带遛狗 哎我说哥们 跪着的这条狗 是你家养的呀 他是公的母的 要是母的 让他跟咱的窝里横配 一下子呗 放心咱不收配狗钱 等生小狗了 咱俩平分就行 中年人边说边取出滑子 自己点了一根 然后又点燃一根扑一声 塞进窝里横 也就是他牵来的大狗的嘴里 琢磨一下 再次取出两根 分别递给了赵有亮 和大黄狗 别客气 抽掌 听到人家要配自己 又看了看对方的大体格子 大黄狗 险些没下晕过去 赶忙仰面朝天的 躺在地上露出狗蛋 示意自己是公狗 前台词是同性相斥 实在是爱莫能助 见到中年人 和他牵着的窝里横 没有生气 大黄狗这才敢颤抖着 重新爬起来 又颤抖着 用嘴叼住对方丢过来的滑子 因为贫穷 赵有亮哪里会抽烟 主要是不舍得买烟 本来是想拒绝的 但是看到大黄狗 都哆嗦着叼在嘴里后 拒绝的话 赶忙咽了回去 对于流氓狗 那欺软怕硬的德行 赵有亮可是深有体会 既然他不敢拒绝 眼前的中年男人 那这人得邪护到什么样子 退一万步讲 就算中年男人不邪护 他牵着的这条窝里横 也不是自己和大黄狗 能惹得起的 貌似真要是打起来 自己和流氓狗 都不够人家吃个半饱 尴尬地接过滑子 又尴尬地等了好久 赵有亮才尴尬地开口 大 大哥 我没火 能借个火波 中年人先是一愣 随后做恍然大物状 将一个纯金的打火机 丢了过去 哎呀妈这事闹得 没礼貌了 底烟不给火 纯属是白扯 说完顺口溜后 中年人开口埋怨 你这是几等烟民啊 出门不带烟也就算了 火也不带着 啥也不是 算求 这个打火机就送你吧 咱自己做的 嘿嘿 厉害吧 眼见中年人又暴力 又不太聪明的样子 赵有亮更加不敢得罪人家 赶忙像被驯化的伪君一样 连连点头 就差说高 太君实在是高 乐 一口烟熙下去 呛得赵有亮就想咳嗽 不只是他 大黄狗同样如此 可是他们又不敢真的咳嗽出来 只能用手使劲捂住自己的嘴 于是 整个身体都一抽一抽的 像两条不能呼吸的癞蛤蟆 中年男子健壮 指着对面的一人 一狗哈哈大笑 笑得那叫一个肆无忌惮 窝里横你瞅见没 他俩好像傻 被称为窝里横的大狗文言 立即配合着中年男人 一起大笑 只不过那笑声听起来 实在太吓人了 比狼嚎都吓人 但奇怪的是 即便是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周围行人 商贩 也仿佛看不到他们一般 甚至连赵有亮和大黄狗 都一起看不见了 见此情景 赵有亮更加意识到 中年人的可怕 也更加的谨小甚微 等到中年人笑够了 赵有亮才谄媚地开口 那啥大哥 您刚才说家里丢东西了 丢的啥 用我帮您找找播 中年人文言豪气地一挥手 不用 咱随手做的一个半成品 丢了就当送给你了 你拿着玩吧 你这孩子挺有意思 能带我去你家里待会不 说到这里 中年人猛然停住 满脸腻歪地骑上大狗 转身就跑 驾驾驾 大狗大狗向前冲 你可千万别放松 哎呀妈 八爷这么快就找来了 自言自语过后 中年人以极快的速度 对着赵有亮说道 那傻小子 记也我 掐指一算你快死了 千万记住 遇到邪护事情就提咱 你是跟咱混的 不管方方面面的 都保证好使 说话之间 中年男人已经骑着大狗 消失在赵有亮眼前 中年人消失后 周围的行人 商贩 立即就能看到 他们这一人一狗了 哈哈 亮子你什么时候 学会抽烟了 哎呦 大黄狗也会啊 不过 他为啥要跪着抽烟 这姿势 抽烟过瘾啊 一根顶两根 要是放在平时 有人敢这么 调侃大黄狗的话 他早就冲上去胖揍了 但刚刚经历 中年人的事情 大黄狗显然还没 从阴影中走出来 于是 任凭赵有亮拉着 灰溜溜地回到了杂质铺里 到家之后 一人一狗 才敢长长地松了口气 狗 狗哥 刚才那人是谁啊 咋把你 把咱俩 吓成这逼德行 大黄狗 汪汪汪 赵有亮一脸地问好 狗哥 你能说普通话不 大黄狗 应该是嫌弃赵有亮蠢 大黄狗干脆不再理他 摇着屁股走回狗窝 默默安抚自己 惊吓过度的心灵去了 赵有亮见状不敢打扰 只能躺在藤椅上瞎琢磨 那大哥先说丢东西了 又说算是送我了 可是我也没头没墙啊 真奇怪 对了 人家还给我个打火机 好像是金的 赵有亮赶忙起身 将打火机掏出来 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结果也是白咬 因为 他根本就不知道 纯金是什么口感 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下意识地 模仿电视里的情节 不过这点小事 难不倒从小就独立的赵有亮 他拿着打火机直奔小镇上 唯一的金店 让赵有亮吃惊的是 金店鉴定之后 居然直接给出六万的价格 想要购买 我去 还真是金的 赵有亮不傻 当然不会傻乎乎地 真把打火机卖了 即便是穷死了 都不能卖 一来再见到中年人的时候 没法交代 二来那个看起来 有点傻的中年人 明显是个神仙 神仙给的宝贝拿去卖钱 得喝多少假酒 才能办出这样的蠢事 离开金店后 心情澎湃的赵有亮 忽然十分后悔 甚至长子都悔清了 因为他居然忘记了 问中年人的姓名 不知道人家的姓名 遇到邪乎事情怎么提 你就算提了邪乎东西 也不能谢 狠狠地删了自己两下 赵有亮懊恼恼不已 我是猪 我特么的真是猪 深深悔恨的赵有亮 只顾着低头走路 没想到 居然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抬头看正是小镇的居民之一 亮子你 也来给镇长家帮忙啊 唉 谁能想到 小马年纪轻轻地就走了 还死得这么邪乎 听了这人的话 赵有亮才意识到 自己到了镇长家门口了 人家刚死了儿子 今天办买事呢 嗯嗯 我来看看 能帮着干点啥不 赵有亮一边随口应付 一边朝着院子里看去 这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一具尸体 直挺挺地躺在棺材上面 对 就是棺材上面 而不是里面 并且从外形上看 那人绝对不是马胖子 因为马胖子已经动成四方块了 他家就算再有钱再有势力 也不可能把方块重新拉直了吧 别的不说 技术手段都不支持 最诡异的是 周围的人 似乎根本就看不见那具死事 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 赵有亮特意将刚赶过来 猫库耗子 假慈悲的小李 拉到身边 小李见到赵有亮 顿时面露喜色 压低声音问道 亮子 你也来打探情报了 我也是 不弄清楚 马胖子的鬼魂还在不在 我担心啊 赵有亮没说 自己是恰巧路过 而是开口反问 礼貌 你朝棺材那边看 能看到啥 小李一惊 亮子 你可别吓唬我 千万别告诉我 马胖子的鬼魂 在那瞪咱们呢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小李还是扭头看去 当只能看到 大红的棺材后 才松了口气 亮子 你故意吓唬我是不 听到小李这么说 赵有亮完全确定 那具尸体 只有自己能看见 因为自己 已经开了阴阳眼 现在关键问题是 那具死尸 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怎么会压在 马胖子的棺材上 就在赵有亮琢磨的时候 只见尸体猛地坐了起来 干枯的脸 散乱而稀松的黄发 居然是具僵尸 僵尸对着赵有亮咧嘴 露出一口乌黑 尖锐的碎牙 赵有亮大惊 赶忙拉着小李就走 小李莫名其妙 不过还是紧紧跟着 亮子你咋地了 这就着急回去 咱们不继续刺探情报了 赵有亮一边急行 一边压低声音开口 不用刺探了 我确定确实有鬼 小李 于是立即加快脚步 甚至跑到了赵有亮的前面 等重新回到杂纸铺 小李才哭丧着脸开口 亮子 今晚我住你这儿行不 我可不敢回家 一个人睡了 这句话刚好符合赵有亮的心意 文言轻轻点头 礼貌 今晚咱们都不睡 去姐家楼下守着 赵有亮口中的姐 当然指的是迎春嫂 小李文言瞬间明白 亮子 你的意思是 咱们守株待兔 嗯 赵有亮深深点头 行 小李咬牙说道 反正弄不死胖子的话 他就得弄死我 特么的 跟死胖子拼了 那啥亮子 昨天马胖子就会穿墙了 我担心自己打不过他了 小李担心的 正是赵有亮担心的 不过他 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没事 我有仙价 说完后 就让小李在门口等着 自己则是进了后院 将所有事情说了一遍后 熊爸咧嘴笑了 亮子放心吧 今晚熊哥我陪你去 俺虽然不敢说 有多大本事 但对付一个刚死的生魂 还是有把握的 熊爸表态后 骂炸金也跟着开口 刚死的 也敢惹咱们堂口 老虎不发威 把咱当病猫是不 这点事情都不用熊老大出马 我们弟兄们就给办了 得到自己仙家的保证 赵有亮顿时信心十足 行 那今晚就麻烦几位老神仙了 我这就去炒几个菜工上 吃饱喝足了 咱们就过去 书写到这里 特殊解释一下 出马仙一般都是 以类似灵魂的状态 待在堂口里的 当然也有例外 就比如黄羽和小饺子 只有这样才能在弟子邀请的时候 瞬间上身 帮弟子出马看事 转眼间就到了晚上 让赵有亮没想到的是 迎春嫂居然坚持要出探 亮子 姐真的没事了 你也知道 耽误一天 耽误不少钱呢 赵有亮无奈 只能和小李一起帮着迎春嫂忙活 期间赵有亮几次想把钱还给对方 就是换的那些臭钱 怎奈迎春嫂坚决不收 直说就当他给老人看病 给妹子上学的了 赵有亮无奈 只能将这份情深深地记在心里 就在赵有亮帮忙上菜的时候 忽然愣在原地 因为他看到 压在马胖子棺材上的那具尸体 出现在了马路对面 手中还拖着半截人 只有上半身 当然也不是人 而是鬼魂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 朝着马胖子灵堂的方向走去 走过的地方 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赵有亮看到尸体的时候 尸体也注意到了赵有亮 朝他咧嘴一笑 阴森而诡异 就在这时 迎春嫂忽然拉了一下赵有亮 亮子你看啥呢 赶紧上菜啊 没看啥 没看啥 赵有亮这才慌忙收回目光 将手中的肉串 给客人送了过去 这位是个熟客 认识赵有亮 更认识迎春嫂 因此开起了玩笑 哎呦亮子 我看你这几天 一直来帮忙啊 咋地 这是准备入坠了 哈哈 你和迎春妹子 办喜事的时候 哥哥一定早早过来捧场 赵有亮闻言 本想开口反斗对方几句 可抬头的时候顿时大惊 因为那具尸体 不知何时 已经拉着半截灵魂 到了熟客的身后 熟客下意识地 打了个寒颤 哎呀 咋忽然冷了 喝凉啤酒喝的 不等赵有亮说什么 就见尸体用手指粘着血 在熟客身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 随即再次对赵有亮咧嘴一笑 就这么拉着手中的半截灵魂 走向了马胖子家的方向 低头再看熟客时 就见对方的额头明显黑了许多 当然 这种黑不是脏了的意思 而是类似覆盖上了一层黑气 只有拥有阴阳眼的人才能看到 这样的面相 专业人士称为黑云压城 预示着此人离死不远了 赵有亮向来一起 对待身边人从来都是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主要是他真的没钱 陈 陈大哥 你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吧 姓陈的熟客 还以为赵有亮是逗自己玩呢 文言哈哈大笑 不舒服呗 心里不舒服 眼瞅着迎春妹子 就被你骗到手了 咱吃醋 哈哈哈哈 要是别人这么闹 泼辣的迎春嫂 早就破口大骂了 可面对熟人陈哥 这位俏寡妇 却出奇地容忍 甚至可以说是尊重 哥你又逗我和亮子 我和他差着岁数呢 咋可能在一起 好好喝酒吧 哦对了亮子 一会儿陈哥吃完 绝对不许收钱啊 哥帮我的太多了 就像迎春嫂说的那样 姓陈的大哥 的确帮了他很多 其他不说 这个烧烤店 没有陈大哥的帮助 就根本开不起来 只有做过餐饮的人才知道 干这行有多难 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各种部门 各种检查 比如食品卫生 消防 工商 城管等 任何一个部门应对不好 对于这样的小店来说 都是灭顶之灾 除此之外 还有社会闲散人员的捣乱 男人开店尚且如此 更别说迎春嫂这样 没有丝毫背景 甚至连男人都没有的 翘寡妇了 就在迎春嫂最难的时候 正是这位陈大哥 挺身而出 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 只是单纯地同情迎春嫂 这苦命的女人 因为在镇里工商所当领导 所以三教九流 都给陈大哥面子 就这样迎春嫂的小店 才能顺利营业 才能开得这么红火 听了迎春嫂的讲述 赵友亮心里更加着急 这么好的人 要是被脏东西给害死 那还有天理吗 抱着这样的思想 赵友亮找个理由 暂时离开了烧烤摊 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后 立即请先上身 云所深山行人少 鼓动修真彻夜寒 清泉缭绕半仙客 香烟腾腾土真言 妙法高深平度士 茶盐致病震灵潭 悬贯开楚金龙虎 道横县处不虚传 有请老神仙降临 赵友亮念的这段 正是出马弟子 用的正规请先咒 咒语完成后 一阵阴风扑面而来 随即一个弹形的虚影 浮现在赵友亮头顶 来的却是奇怪的长洁 不等赵友亮开口 长洁已经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你说这哪说理去 赵友亮 他的本意是请熊爸过来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来的却是长洁 不是赵友亮瞧不起人家 而是这个蛋 貌似真没什么用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蛋蛋仔 咋是你来了 熊大哥他人呢 骂着他们呢 长洁就像听不见 赵友亮的话一样 依旧我行我素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你说这哪说理去 见他这副样子 赵友亮彻底无语了 本想把长洁请回去 换熊爸过来 可是赵友亮学义不经 只会请先不会送先 请先咒 还是人家黄语离开时 刚教他的 这可怎么办 赵友亮本想跑回家换个神仙 但是又担心自己 不在这里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意外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顶着长洁这颗蛋 回到烧烤摊 当然 别人是看不到长洁的 不然的话 赵友亮这造型 得被大家笑死 假借着敬酒的理由 赵友亮坐到了 陈大哥对面 哥 以前不熟 我敬您一杯 陈大哥是个红脸汉子 也就是热心肠 闻言豪爽的一饮而尽 喝呗 亮子 咱们以后慢慢出 赵友亮本想借着这个机会 问问长洁 能不能把陈大哥 后背上的死字抹去 没等他开口 就见这颗怪蛋 忽然瞪大了双眼 只冷起来 紧盯着陈大哥不放 就在赵友亮 期待长洁 接下来的表现时 这货又软啪啪地 啪了下去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你说 这哪说理去 赵友亮 卧槽 我真是傻逼 我就不该对淡淡 咱有啥期待 就在赵友亮 懊恼的时候 又是一阵阴风吹来 蚂蚱精的身影 在阴风中时影时现 赵友亮见了大喜 赶忙在心中提问 老神仙 你咋来了 知道我这儿出事了 蚂蚱精笑着摇头 咱这点道横 哪能未卜先知 是熊大哥 见你把长家仙请走了 打发我过来瞅瞅 咋地 真有事儿了 赵友亮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悄悄伸手 指向了陈大哥 蚂蚱精顺势望去 看见那个血淋淋的死字 顿时打惊 催命家 这人得罪了啥邪乎东西 怎么会中了催命家 亮子你听我的 咱们别多管闲事 能用催命家的东西 咱惹不起 咱们堂口 都过来 也惹不起 啊 赵友亮闻言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自己看见的那具尸体 居然这么邪乎 不过他还是心有不甘 老神仙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蚂蚱精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是那句话 就算把咱们堂口 所有人马都叫齐了 也弄不过人家 亮子听我的 千万别多管闲事 很多东西 都是咱得罪不起的 说到这里 蚂蚱精猛然停住 因为他想起来 赵友亮的身后 可是有徽家和皇家 徽家的关系是小饺子 皇家当然是皇小哥 于是犹豫着补充说道 你要真是想救这汉子 除非请出皇 徽两家的高人 提到高人 赵友亮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徽六爷 因为别人他也不认识 老神仙 徽六爷行不 要是把六爷请来 能对付这东西不 听到徽六爷三个字 蚂蚱精满脸的惶恐 亮子别闹 这点小事 把六爷请来的话 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 不用六爷 只要能请来 他孙子那辈分的就行 赵友亮文言 顿时燃起希望 老神仙 你是说小饺子就可以 我怎么没看出来 小饺子这么厉害 蚂蚱精文言 苦笑着摇了摇头 小饺子都是六爷 他老人家的时代之后了 说句大不尽的话 你应该知道 六爷那一脉生孩子的速度 赵友亮不傻 文言立即反应过来 可不是吗 老鼠平均二十多天 就能生一窝 母老鼠长到三个月左右 就能生了 这样算下来的话 简直恐怖 唉 既然小饺子不行 那就只能想办法 求求徽六爷了 虽然他老人家 很大程度上 都不屑于管这样的小事 一念至此 赵友亮本想问 徽六爷住哪的 但是转念一想不对 人家徽六爷 跟自己非亲非故的 凭什么三番两次的帮自己 就好人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甚至有道德绑架 康他人之楷的嫌疑 做好事的原则 是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不能要求别人出手帮 就像是捐款 你遇到个可怜人急用钱 你还没有钱帮助 总不能找个有钱人 求着人家替你捐吧 这简直就是臭不要脸 念头通达之后 赵友亮决定 不能抢求别人 还是得自己拼命 于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陈大哥 今天咱们喝通宵 让姐和小李都陪着 谁也不许回家 赵友亮这么做 可不是缠久了 而是找个理由 把这三个危险分子聚在一起 免得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到时候 要是顾此失彼的话 赵友亮要后悔一辈子的 陈大哥显然是个豪爽的人 没有因为赵友亮年纪小 还是个外来的打工人 有丝毫轻视 一愣过后 立即豪爽地答应下来 并掏出手机 给家里打电话请假 喂老婆 你和孩子先睡 不用等我了 我跟亮子喝酒喝通宵 就在迎春妹子烧烤这儿 陈大哥的爱人 显然是个贤惠温柔的女人 文言没有生气 只是温柔的叮嘱 行 反正明天周末 你也不用上班 但是也少喝点 年龄在这儿呢 不只是你 让亮子也少喝点 都得注意身体 男人怕的都不是犯魂 而是李家嫂子这样的绕纸柔 果然 陈大哥听了 语气更加温柔 就连脸上也竟是柔情 知道了老婆 你放心吧 我少喝 也让亮子少喝 我不在家 你可把门关好了 要是忽然有啥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不关机 看着陈大哥两口子的温馨 赵有亮不免又想起了 自己绝户童子的命运 有些黯然神伤 等人家两口子挂断电话后 感慨地说道 陈大哥 你和嫂子的感情真好 陈大哥文言笑得甜蜜 主要是你嫂子好 能理解哥哥我 唉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因为哥的臭脾气 总是得罪人 所以你嫂子跟着我 没少吃苦 也没少担惊受怕 说话之间 迎春嫂和小李一起走来 一个端着肉串 一个搬来两箱啤酒 小李自然能猜到 赵有亮让喝通宵的原因 迎春嫂虽然不知道 但也欣然同意 乐呵呵地过来陪着 只是和李家大嫂一样 叮嘱着 都多吃点少喝点 免得伤身体 以唠嗑为主 她的这番姿态 自然又引来陈大哥的善意调侃 直说谁娶了迎春大妹子 一定有福了 又贤惠温柔又能干 迎春嫂罕见的有些不好意思 端起酒杯 连着敬了陈大哥三杯 谁能想到就在刚刚 她还劝三个男人少喝点的 时间飞快 转眼就到了后半夜两点 其余酒客都已经散去 赵有亮四人 也从临街搬到了烧烤店里继续 当然 在这期间 赵有亮回了杂志铺一次 一切都按规矩办完后 重新回来的 眼见着没了外人 赵有亮犹豫一下 还是将留下三人喝酒的原因 讲了出来 当然主要是讲给陈大哥听的 毕竟小李和迎春嫂 都见过鬼了 她本以为陈大哥会不信 或者干脆当成玩笑 谁知人家听完之后 只是愣了一会儿 随后没有不信 也没有慌张害怕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行亮子 大哥知道了 大哥谢谢你 你尽量帮大哥度过这一关吧 其实大哥倒是不怕死 就是担心 我要是死了 你嫂子和孩子 没人照顾着 会被人欺负 会吃苦 陈大哥的豁达从容 倒是让赵有亮愣住了 个 你 陈大哥猜到了赵有亮想问什么 因此笑着打断 哥就出生在这里 祖辈都在这里 一些事情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 更知道这世界上 真有说不明白的东西 就比如 最近接连发生的命案 实不相瞒 我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 说我们这些人都有罪 祖上缺了大德了 有些东西 一定会回来报复的 所以大哥信你 亮子 陈大哥的话 引起了赵有亮三人的好奇 赵有亮就不必说了 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迎春扫野事后嫁过来的 不了解小镇的过去 至于小李 则属于小镇上的少数族裔 一些核心事情 根本就没资格知道 陈大哥 咱们这个镇子咋地了 为啥这么闲门 你方便给我们讲讲不 陈大哥文言苦笑 喝下一杯啤酒后 才开口说道 集体的事情哥也不知道 因为年头太久了 据说祖辈们做的缺德事 发生在民国时期 甚至是军阀混战那会儿 只是我爹活着的时候 念叨过几句 根据陈大哥所知 在建国前 这里原本就是个小村子 叫提头岭 一共住着五十几户人家 那时候 还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 提头岭 提头岭 十户九不宁 代代死一半 无后死干净 意思是说 住在提头岭的这些原住民 每一代都会死一半的新生人口 比如 这家生了四个孩子 有两个注定会发生意外 如果哪家没有孩子 那老一辈注定横死 全家死绝彻底消虎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传闻和这五十多户人家 做的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有关 具体什么事情 所有人都记会陌生 只有村长 也就是现在的镇长一脉清楚 十户九不宁 代代死一半的情况 直到二十多年前 有高人主动出手帮忙后 才得以改观 虽然每年还是有不少人横死 可也不至于那么邪乎了 就连旁边这座全省最大的监狱 都是在高人提议下才修建的 而修建的目的 也是为了镇压扎纸铺里的东西 当然 上述这些都是民间传言 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 听了陈大哥的讲述 赵有亮三人久久无言 他们也终于对扎纸铺的恐怖 和小镇的诡异 有了清晰的认知 与此同时 宁春嫂也更加担心赵有亮了 陈大哥 按你这么说 亮子他 他是不是特别危险 陈大哥深深点头 嗯 光我知道的 像亮子这样的小青年 死在铺子里的 就有八个了 可惜我就是个普通人 帮不上亮子 今晚反倒是让亮子费心了 几人正说话间 屋里的灯光 开始忽明忽暗 又有阴风呼啸而入 吹得门窗啪啪作响 有了之前的铺垫 几人立即意识到鬼来了 因为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只是不知道 来的是马胖子 还是那具神秘的尸体 悬念没持续多久 众人忽然发现 两只湿漉漉的脚印 急速游远急近 朝着烧烤店走来 赵有亮有阴阳眼 立即看到那脚印的主人 正是昨天 还不会隐身的马胖子 此时的他 全身都是寒霜 又有融化的液体 从身体里流出 这才在地上 显现出一排 湿漉漉的脚印 是马胖子 他来了 听了赵有亮的话 其余三人立即紧张起来 就连迎春嫂 都拿起菜刀宁神戒备 亮 亮子 马胖子在哪呢 姐怎么看不见他 赵有亮 一边将其余三人 忽在身后一边回答 就在门口站着呢 你们没有阴阳眼 当然看不见 听到自己居然 看不见对方 原本还有点 信心的小李 差点哭了 玩犊子 马胖子 这是彻底变成鬼了 那咱们咋和他打 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门口的马胖子 已经鸣笑着走了进来 哈哈 还想打我是吗 永远不可能了 还有你赵有亮 虽然你有阴阳眼 但老子 劝你别多管闲事 不然老子 连你一起带走 马胖子的狂妄 自然激怒了 隐藏在赵有亮身上的 蚂蚱精 就像他自己说的 对付厉害的不行 但对付一只 刚死的生魂 他还不怕 别说是生魂了 前段时间 第一批害赵有亮的 酱头师 不就是这些邪堂 先给弄死的吗 赵有亮为此 还损失了不少的羊兽 蚂蚱精大怒的同时 立即显出模糊的身影 大胖子 你挺狂啊 以为自己是鬼 就没人能收拾你了 听过我们仙家吗 蚂蚱精边说 边扬起藤条 朝着马胖子抽去 今天不打你个皮开肉战 都对不起我们仙家的名胜 马胖子根本就没想到 赵有亮居然是出马弟子 道横差距之下 脸上立即被藤条 抽出一道贯穿的伤痕 疼得马胖子呲牙咧嘴 捂着脸惨叫着后退 赵有亮你居然有仙家护体 这不可能 有啥不可能的 我家亮子金跪着呢 说话之间 蚂蚱精又是一鞭子抽了下去 按道理说 我们出马仙 都是仙盘道 谈判 谈不拢了 才召集人马开干 可你小子实在太狂了 本老仙不打你都对不起自己的手 盘道原来的意思 是指一个出马堂口 出于某种目的 向另外的一些堂口 进行试炼的行为 盘道大多出现在弟子立堂的时候 弟子的仙家利用盘道 用来考验领堂师傅 和他堂口仙家的实力 主要目的是选择一个 能让他们幸福的堂口 和师傅立堂 而蚂蚱精口中的盘道 就像两拨小混混打架之前那样 互相提提人 探探对方底细 要是有共同认识的人 那大家就别打了 好好谈谈 把事情解决了就好 被蚂蚱精抽得 如同陀螺的马胖子 立即显出形体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因为迎春嫂三人 依旧看不到蚂蚱精 所以不免疑惑 亮 亮子 马胖子他这是怎么了 自残呢 还是装得逗我们玩呢 赵友亮一边紧盯着前面一边回答 是我的仙家抽他呢 你们看不见仙家而已 原来是这样 三人文言总算稍稍放心 原来亮子的仙家这么厉害 看来我们是有救了 和上述三人不同 赵友亮深知 更厉害的那具尸体 还没来呢 蚂蚱精可是说过 即便自己堂口所有仙家都来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注意是所有仙家 当然包括熊霸和黄雨 俗话说得好 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蚂蚱精抽得愉快的时候 一只干枯的手忽然出现 一把抓住了藤条 正是赵友亮刚才还担心的尸体 尸体的另一只手 依旧拖着那半具灵魂 灵魂显然极其痛苦 不断地惨叫着 哀嚎着 仔细一看 却是马胖子的爹 也就是小镇的镇长 因为尸体没有刻意隐身 所以其余三人也都能看见 惊恐的同时 看清那半具哀嚎的灵魂 顿时更加惊恐 镇 镇长 镇长也死了 马胖子更是大怒 快放了我吧 我和你拼了 然而 在极大的实力差距下 马胖子刚冲到尸体面前 就被踹飞出去 尸体拖着镇长的上半身 一个闪烁 就到了马胖子面前 不知从何处 招来一柄巨大的闸刀 不顾马胖子剧烈挣扎 将它放在闸刀里 咔嚓一声 闸成了两段 见此情景 赵有亮四人终于明白了 镇长为什么会是现在这副样子 做完上述事情 尸体抓住镇长爷俩的头发 就这么将他们一起 拖在地上 脸上尽是满足的宁笑 眼见如此惊悚的一幕 包括赵有亮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吓傻了 邪堂仙骂炸金 更是连自己的藤条都不要了 尖叫一声朝着远方逃走 亮子你坚持住 我这就回山里找救兵 赵有亮知道 以邪堂仙的德行 根本就不会回来了 所谓的找救兵 只是逃跑的借口而已 眼见着尸体一点点地扭过头来 赵有亮几人顿时更加紧张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只见长洁忽然飘到尸体的面前 无精打采地和尸体四目相对 如此一来 现场的气氛更加诡异而沉重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雀 你说这可哪说理去 赵有亮无言 满脸的黑线 迎春嫂三人则是满脸的问号 尸体一愣 随后一拳轰出重重地打在了蛋上 长洁惨叫着飞了出去 光当一声撞到墙上后 滚出很远很远 可即便如此 长洁还是坚持着诉说自己的苦闷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雀 你说这可 最后几个字没说完 便双眼一臂晕死过去 赵有亮 于是烧烤店里的气氛更加怪异了 恐怖之中带着少许的黑色幽默 打晕了蛋蛋仔之后 尸体再次一点点地转过身来 虽然速度缓慢 但却给人一种重型液压机那般 无法抵抗的压迫感 仿佛这天下没有任何东西 能阻止他的动作 别说阻止尸体了 此时的赵有亮四人 自己都动不了 不但动不了 甚至连开口说话也做不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们牢牢捆绑 束缚 尸体就这么在几人绝望的目光下 拖着镇长父子的半截身躯 任凭他们哀嚎惨叫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陈大哥面前 四目相对之下 陈大哥甚至能闻到 对方身上传来的腐朽气息 尸体伸出一只干枯的大手 缓缓地抓向了陈大哥的脖子 完了 陈大哥闭上眼睛 放弃了无谓的挣扎 老婆孩子的样子 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 孩儿他娘 我对不起你 我不在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咱们的孩子 尸体可不在乎陈大哥的留恋 掐住他脖子的手 骤然发力 陈大哥立即面色惨白 双眼上翻 显然是已经不能呼吸 就在这时 刚刚被一拳打晕的长杰醒了过来 也不能算完全清醒 晃晃悠悠地飘了起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从尸体的头顶飘过 扑的一声落在 扣在了赵有亮的头上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一条蛆 这可去哪说里去 神奇的是 长杰重新附身赵有亮后 他居然能说话了 虽然还是不能移动 赶忙对着尸体大喊 不要 你不能伤害陈大哥 他是好人 赵有亮喊完 让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尸体居然真的停止动作 歪着脑袋看向赵有亮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回忆着什么 片刻后轻轻点头 不但真的放开了陈大哥 还伸出干枯的手 将他身后血红色的死字抹去 不过抹去死字的同时 又重新写了一个大大的一字 做完上述一切 尸体便停下所有动作 就这么静静地 盯着赵有亮的双眼 一种旋而又旋的感觉传来 赵有亮居然明白了尸体的意思 赶忙连连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尸体文言立即转身 抓着头发 拖着镇长父子俩 沿路离去 留下的只有两串长长的血迹 和镇长父子凄厉的惨叫 惨叫声中 夹杂着马胖子最后的遗言 赵 赵有亮 我想起来了 就是他杀的我 就是他杀的我 马胖子口中的他 当然指的就是尸体 等到尸体彻底走远 赵有亮四人终于恢复了正常 心有余悸的彼此对望 久久无言 直到午夜三点的钟声响起 四人才总算回过神来 惊吓过度的小李 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亮 亮子 刚才那东西究竟是啥 赵有亮苦笑着摇头 我也不知道 陈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亮子 谢谢你 你救了哥一命 陈大哥边说边重重地抱住赵有亮 赵有亮有些不好意思 大哥您客气了 其实我也没做啥 姐 你也没事吧 迎春嫂尽管性格坚强 但终归是个女人 此时依旧脸色苍白 身体轻微颤抖 听到赵有亮和自己说话 才总算镇定一些 光当一声 将一直拿着的菜刀丢在地上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哎呀亮子 可吓死姐了 见此情景 陈大哥赶忙以目示意赵有亮 让她过去安慰 赵有亮犹豫一下 还是没敢把这美丽的翘寡妇 抱在怀里 只是递过去一张餐巾纸 让对方擦泪 姐没事了 别哭了 都过去了 嗯 迎春嫂轻声答应 一边擦泪 一边略带不好意思地说道 陈大哥 亮子 我被吓哭的事情 可别说出去 怪丢人的 劫后余生的三人文言 脸上都露出笑意 陈大哥更是出言安慰 谁敢笑话你大妹子 你可够坚强的了 我家你嫂子都总说 你俩要是换换的话 她都熬不过来 等到迎春嫂彻底稳住心神 这才轻声问赵有亮 亮子 刚才那怪人 尸体 是啥意思 又在陈大哥后面 写个一干啥 他和你说啥了 你就说知道了 赵有亮苦笑 姐 我也不知道 自己为啥会懂那尸体的意思 他是告诉我 一共可以答应我 放过三个人 陈大哥算第一个 所以就在大哥 后面写了个一 哦 原来是这样 黑车司机小李连连点头 等等 亮子 你刚说他答应你 一共可以放过三个人 那他一共想弄死多少人 赵有亮文言满脸的凝重 这个阵子 十世九空 赵有亮的话 就像是炸雷一般 重重地劈在了 其他三人的脑门上 使得他们久久 回不过神来 那怪物这么凶 咱们招他惹他了 另外我敢确定 当初我开车去封狗傲的时候 拉的不是他 经小李这么一提醒 赵有亮等人 才想到事情的起因 赶忙开口询问 小李你确定 确定给你那些脏钱的 不是刚才那个怪物 事关重大 小李认真回忆一会儿 才开口回答 确定 肯定确定 绝对不是他 我虽然没看清具体的脸 但拉的是个小年轻 刚才那个怪物虽然都干了 但依稀能看出原本应该是个小老头 他们绝对不是同一人 眼见着小李说得如此肯定 赵有亮不惊纳闷 这就怪了 既然没招惹过刚才的怪物 那他为啥要把镇子的人都弄死 陈大哥 你说刚才那怪物 是不是镇子组上惹的祸 就和前几天那三个恶鬼一样 都是回来报复原住民的 陈大哥摇头 实不相瞒 要是组上的仇人还魂报仇 我们这老几家 都能有种特殊的感觉 刚才那个怪物 绝对不是 就这样 事情再次陷入僵局 越是这种时候 赵有亮就越是思念孙掌柜 和问米婆婆 如果他们两位老人家还在 至少能有人商量商量 回到自己的杂志铺后 赵有亮一夜没睡 一来想不明白 为什么尸体会给自己面子 二来实在是担心他说过的话 时事久空 赵有亮不是圣母 但也绝对不是变态冷血 在镇子生活的这段时间 说实话 绝大多数居民对他都很好 不说已经走了的问米婆婆和孙掌柜 还有现在的迎春嫂 李茂 陈大哥 以及公用电话的大姐 每个人都是真诚善良的 如果就这么看着他们被害死 赵有亮良心不安 不行 我得做点啥 抱着那本老子想你了写的书 赵有亮琢磨了很久 最后下定决心 明天一定要去封狗奥看看 一来看看能不能找到阻止尸体杀人的办法 二来尝试着就皇家小哥出来 迷迷糊糊间赵有亮睡着之后 又一次梦见了那个先锋道鼓的老人 老人依旧是盘坐在他的面前 给他讲着玄而又玄的东西 咕咕咕咕 雄机爆笑 新的一天开始 按照惯例 赵有亮先给灰六爷他们的牌位上香 然后打开扎纸铺的门准备营业 此时的天还没有大亮 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 远方传来的哭声 应该是镇长的老婆 也就是马胖子的妈 说来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短时间内丈夫 孩子都死了 赵有亮一边感慨一边洗漱 同时不忘对着狗窝的方向嘟囔 狗哥 狗哥 你起来没有 早上是我给你做点吃的 还是你自己上街去敲诈 话音刚落 就见大黄狗晃悠着大屁股走了进来 在厨房里溜达一圈 发现尽是清汤寡水后 便自己上街了 如此一幕 再次使赵有亮生出人不如狗的感慨 他自己的早餐很简单 大米粥 小咸菜 这些年来 为了多攒点钱 给养父和妹妹 赵有亮就是这么过来的 甚至大多数时间都不舍得吃早餐 刚端起碗 就听铺子门口传来司机礼貌的声音 亮子 你起来了吧 你家大黄狗不在家吧 又是一个被狗咬怕了的 赵有亮笑着回答 不在家你也不能走前门 从后门进来吧 片刻后 小李拎着两袋包子 出现在赵有亮面前 哎哟 还是亮子你勤快 自己做饭了呀 我还把你的也带过来了 说话间 小李也不见外 放下包子后 自己去厨房拿碗装粥 吸溜了一大口后 才嘟囔地说道 亮子 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疯狗啊 虽然赵有亮也决定去了 但还是被小李说得一愣 去那干啥 你不怕了呀 怕 当然怕了 小李哀声叹气地放下碗筷 可我总觉得 昨晚那个僵尸 是我招来的 他要真把全镇的人都弄死了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就算不管别人 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你一共就撒名额 不能都给我们家吧 看到赵有亮那鄙视的眼神 小李更加确定了 人家不可能 把剩下的两面死名额 都给自己 其他人不说 迎春嫂就固定站了一个 俗话说得好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谁碰我衣服 我砍他手足 没毛病 亮子 你能陪我去不 喝光一碗粥后 小李可怜巴巴地问道 不等赵有亮回答 陈大哥豪爽的声音 从后门传来 小李你 还是不了解亮子 其实不用你说 他自己都准备去的 见到这位人后豪爽的老大哥登门 赵有亮赶忙起身迎接 哥 你咋也这么早 陈伟一边将手里的食盒放下 一边笑呵呵地回答 咱不都差不多吗 没想到你也这么早 饭都做好了 看来 我家你嫂子 白让我给你带过来了 说话间的功夫 陈伟已经打开食盒 里面的早餐 可比赵有亮自己做得丰盛多了 不知道小李也在 你们俩一起吃吧 我吃过了 赵有亮知道 和陈大哥这样豪爽的人交往 不用嫁客气 因此果断放弃了自己的西周 端过食盒大吃起来 完全没有和小李分享的意思 小李无奈 只能继续喝西周 吃包子 哥 你也想去封狗奥吧 听了赵有亮的问话 陈大哥深深点头 理由和小李一样 就算不管别人 也得管自己的老婆孩子 要是他们 有个三长两短 我自己活着也没意思 不如陪他们一起走 吃过早饭 司机小李便拉着赵有亮 和陈伟一起出发 目标正是封狗奥 赵有亮还特意把红衣喇嘛 给他的转经轮带在了身上 因为黄宇告诉过他 带着这宝贝 能暂时解除赵有亮 离开杂纸铺的距离限制 小李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亮子 陈哥 咱们早点过去 到那边先找个地方休息会儿 等天黑再出来 上次给我凑钱的那个怪人 就是我晚上十点左右 在半道上捡的 捡的是出租车行业的黑化 意思是半路上拉的客人 行 小李你记得 他在什么地方上的车波 陈大哥一边将烟点着了 递给小李一边问道 至于赵有亮 陈伟知道他不抽烟 所以没给 记得 咋不记得呢 关键是 那人给的太多了 现在才知道是索命钱 二百多公里的距离 对当代的路况来说 不算远 也不算近 可能是昨晚经历的太多 没睡好的原因 开到一半的距离时 小李便有些扛不住了 陈伟见状便主动承担起驾驶的任务 让小李去后面休息 赵有亮则一直坐在副驾驶 另外 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因此 即便想代劳 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车子又行驶了一会儿 赵有亮和小李 便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感觉车速忽然慢了下来 赵有亮睡得迷迷糊糊 睁眼正看到前面堵车了 同样醒过来的小李下车查看 回来后骂骂咧咧 这不到没催的吗 前面堵得老长了 一眼望不到头 只能慢慢等着 和小李的伙计火了不同 陈伟明显沉稳很多 不用着急 反正咱们到地方了也是等着 就怕回来太晚 亮子的店铺会出事 听了陈伟的话 赵有亮立即回答 哥你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咱们来之前 我请熊哥把店里的事情 跟黄小哥家里说了 然后黄小哥家里回话说 会来人帮着震一晚上 那就好 那就好 陈伟连连点头 你店里的东西一旦闹起来 得比昨天那僵尸还凶 对于陈伟所说 赵有亮深信不疑 因为他把臭钱塞在人偶脚下那碗 脏东西就去过 最后还不是被指人给打跑了 虽然不确定 是不是杀人的尸体 想着想着 赵有亮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看来黄小哥的家族 应该很厉害 其他不说 单是能镇住自己的杂纸铺 这点就无人能比 至少在赵有亮认识的人中 还没有赶进铺子的 更别说镇压一晚上了 不知道前方的路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总之一直堵到深夜还没放开 幸亏小李的车里 有方便面 矿泉水之类 这样三人才没忍机挨饿 随着时间临近午夜 赵有亮的心思便飞回杂纸铺 希望别有啥意外 我相信黄小哥的家人 此时的杂纸铺内 可比赵有亮想象的温馨和谐多了 只见门前毫无征兆地 出现两个身影 其中一位老者身穿皮袄 嘴里叼着长长的烟袋 正是前几天来过 给赵有亮地图的皇家长辈 他的真实身份 是当代皇家家主 黄左 黄左身边站着的身影白袍白发 晚风吹来衣衫烈烈 仿佛折仙将士 脑后又有一柄展开的金色折扇悬浮 脸上净是温柔的笑意 任谁见了此人 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叹一声 好一个陌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正是五大出马仙中 长家当代组长 万龙山主人常怀远 看着眼前的杂纸铺 常怀远无奈一笑 黄左老哥果然好雅兴 居然约小弟来这里饮酒 不知事先通知过此地主人没有 黄左哈哈一笑 随手推开了杂纸铺的大门 怀远老弟你还是这么客气 咱们老哥俩前来何用通知 进去就是 忽然出现的不速之客 自然惊醒了 正趴在自己窝里睡觉的大黄狗 大黄狗嗖的一下冲了出来 刚想呲牙咧嘴教训人家 可等看清来人后立即描怂 狗脸上满是谄媚 夹紧尾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对着黄左和长怀远磕头 磕得喷喷作响 那虔诚公顺的姿态 即便是最孝顺的孝子贤孙见了 都要直呼内行 黄左性格挥谐 见到大黄狗的举动 不禁哈哈大笑 没看出来 你倒是个懂事的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睡你的觉不用管我们 我们自有别人接待 说话间一挥衣袖 便将大黄狗轻轻地送回了他的狗窝 可即便如此 大黄狗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不断磕头 仿佛游影一般 根本停不下来 对于大黄狗的礼貌 黄左也很无奈 只能由着他随意 刚想迈步进入杂质铺里面 却见地面猛然出现一道灰线 婴儿手臂粗细 正是前文多次阻拦指人的生死线 黄左叹息一声 缓缓摇头 生死线格阴阳 一步迈过寸断肠 哎 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 常怀远文言轻轻点头 佛家有言 众生皆苦 我等若不是德先生怜悯 如今也是这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在苦海中苦苦挣扎罢了 听长家家主提起先生 黄左立即收起 玩世不恭的态度 和常怀远一起对着天空抱拳行礼 行礼过后 两大家主如履平地般地 跨过了这令无数修行者 胆寒的生死线 黄左笑着对杂质铺的后院说道 行了 我们来了 你们也可以过来了 酒菜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说话间 就见熊爸带着邪堂仙们一阵忙碌 将事先备好的酒席 快速端了上来 餐桌就放在了两尊恐怖人偶的正前方 忙碌完之后 所有仙家才在熊爸的带领下 给黄左 常怀远磕头行礼 荒野小兽拜见两位家主 家主先服勇响 常怀远绝世公子 生平最不喜欢别人跪拜自己 因此立即轻轻挥手 将熊爸等人尽数拖了起来 不用客气 诸位随意就是 正说话间 就见捏了八戒的长截 从后院飘了出来 静止飘到了常怀远的怀里 张口还是老样子 不过这次多说了两个字 伯父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蛆 这事情哪说理去 常怀远轻轻抚摸着长截 脸上满是宠爱 伯父知道 你心里委屈 乖孩子 好好修行 终有一日 你会乘风而起 扶摇直上 伯父说的 也不知道常怀远听懂没有 反正在常怀远说完后 便飞了起来 朝着后院飘去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蛆 这事情哪说理去 看着可怜巴巴的常怀 常怀远竟是心疼和无奈 与此同时 黄左开口 怀远老弟 常怀这孩子 还不见好啊 嗯 常怀远轻轻点头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相信 这孩子总有一天会脱离苦恶的 黄左 常怀远 以及常怀之间 平平无奇的对话 听在熊霸等人耳中 却是宛如惊雷 他们以前虽然知道 常怀是常家嫡系 但没想到 居然是万龙山主人的亲者 这等身份 在整个北国修行界 就是宛如太子一般的存在 看来 以后还要 对这奇怪的蛋 对常怀少爷再尊重一些 万万不能有一点 失去礼数的地方 不然的话 北国血龙的怒火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别说一般人 就算百年老鬼 千年鬼王都不行 别看这位万龙山主人 温文尔雅 宛如书生一般 实际上却是杀伐之主 真正的杀伐之主 月照尸山 血海翻龙的名声 不是吹出来的 而是这位 一拳一拳轰杀出来的 上一个敢怀疑 万龙山主人杀性的家伙 如今都投胎好多年了 熊霸是个操汉子 心里藏不住话 尤其是他十分喜欢 或者说同情长杰 因此 在知道长杰 和万龙山主人的关系后 立即忍不住开口 长家老左 俺 俺想跟你说件事行不 即便熊霸神经大条 但是面对长怀远 这样传说级别的人物 还是不免紧张 长家家主 能体会到熊霸的心情 因此笑得更加温和 有事情说 无需客气 你既然和我家者平背论交 咱们就不算外人 听到长怀远这么说 熊霸紧张的心情 瞬间舒缓许多 长家老左 昨天长杰老弟 跟着量子去平事的时候 被僵尸给揍了 一拳就给打猛了 弹壳都差点给打碎了 哦 原本已经将酒杯 端起一半的 北国血龙文言一愣 下意识地停止了动作 不过 瞬间便重新面带微笑 长杰本就是出山历练 难免磕磕碰碰 无伤大雅 不经历挫折的话 历练起飞无用 哦 俺知道了 是俺见识短 小气了 熊霸没想到 传说中的杀伐之主 会如此大度 退下的同时 心中更加敬佩 俗话说得好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长杰挨揍的事情 原本应该到此结束 但是一旁伺候的邪堂仙 动了坏心思 他们已经知道了 昨晚发生的一切 更知道了 那头怪尸 要杀死镇上的所有生灵 既然是所有生灵 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 要是不趁机 坑死那头怪尸 自己岂不危险了 这样的坏心思下 一尊邪堂仙啪啪下下地 站了出来 看那样子 却是一头被修炼而成 被便是狼狈的被 传闻中一种极其狡猾的物种 起 起禀长家老祖 小兽也有事情禀告 长怀远儒雅依旧 轻轻点头示意 被随意就好 万龙山主人的君子气度 使得被胆气烧壮 长家老祖 昨天那头僵尸 可不仅仅是打了贵府少爷 还说 还说长杰少爷 不过失条去 长家满门 不过是一群臭长虫 他早晚有一天会 打上长家祖地 把长家满门 连带长家身后那位先生 一起杀光 听贝京前面的话时 万龙山主人 并没有丝毫反应 若是没有这种度量 也就不配被北国所有修行者 一起尊称为龙君了 但是 当听到后面的话 尤其是连身后那位先生 一起杀光的时候 两声冷哼同时响起 一声自然是长怀远发出的 另一声则是黄左 要知道 先生乃是万龙山主人的逆龄 是五大出马仙家共同的逆龄 谁碰谁死 死无葬身之地的那种 果然 冷哼之后 万龙山主人长身而起 宛如染血的利剑一般 杀意倾泻而出 受到这股杀意的冲击 几个邪堂仙 差点下尿出来 即便是道横最高的熊霸 都忍不住瑟瑟发抖 至此 他们才对月照尸山 血海翻龙这句话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长家家主目光如刀 凝视贝京 如刚刚所言当真 巨大的压力下 被惊吓得差点实话实说 幸亏他们一族天生狡诈 这才勉强忍住 回 回禀常家老祖 小兽聚聚属实 绝无半点虚假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长怀远的一袭白袍 无风自动 满头白发 引有变成血色的趋势 连说三生好之后 才重新恢复原样 并缓缓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众所周知 怒火与杀意 就像火山一样 压制得越久 爆发得越恐怖 此时的万龙山主人 就是如此 甚好 恰逢常某修行之中 遇到困惑 刚好去拜访那头僵尸 与他品查论道 请教一番 只希望他不要望风而逃 能够不吝赐教 黄左冷笑 怀远老弟 稍后老哥哥和你同去 哈哈 看来是咱们这些老兄弟 许久不出来走动 是东西不是东西的 都已经忘记先生的威严 也该杀几个 让他们明白明白了 还是那句话 因为先生是 北国五大仙家 共同的逆龄 所以 背经的话 瞬间点燃了 两大家主的怒火 圣怒之下 他们倒是忽略了一个细节 背经一个区区晚辈散修 怎么会知道先生的存在 另一边 山路上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道路才重新畅通 负责开车的陈伟 对单独坐在后座的小李说道 兄弟你可看着点 要到上次 你遇到脏东西的地方 提前说一声 咱可别错过了 知道知道 事关自己老婆孩子 小李自然不会有半点马虎 赶忙打起精神 仔细看着车外 就在这说话之间 外面忽然出现浓浓的大雾 能见度瞬间变得极低 即便是有车灯照射 也看不清前方十米的距离 怎么会忽然下雾了 安全起见 陈伟不得不放慢了车速 也就在这时 隐约可见前方路旁 有一个垂着头的人 对着汽车不断地招手 后座的小李猛然一惊 颤巍巍地开口说道 陈 陈大哥 你慢点 上次我拉的就是这个家伙 就在这儿也是这个时间 那啥 咱们拉着他不 和小李相比 陈伟的胆子显然大多了 虽然同样害怕 但至少态度坚决 拉 为啥不拉 不拉他的话 咱们干啥来了 今天就算死 也要弄明白 他到底是啥东西 为啥要害咱们 行 小李咬牙连连点头 可当汽车即将停在 那东西身边时 小李忽然带着哭腔开口 那 那啥 陈大哥 亮子 我问个事 按照咱们目前这个做法 外面那东西 上车了 是不是只能挨着我坐了 亮子 你不能让他坐你大腿上吧 初听小李的话 同样紧张的赵友亮 并没反应过来 稍一琢磨后才明白 陈大哥在开车 自己坐在副驾驶 外面的东西上车后 可不就只能挨着小李坐了 至于让他坐在自己大腿上 赵友亮 立即对着小李 没好气地怒喷 滚 等到汽车停稳 那人果然直接坐在了后座 坐到了小李的边上 完全不顾 小李已经瑟瑟发抖 脸色惨白 到疯狗傲 说完上诉四个字后 便不再言语 只是将头低锤 顶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近距离观察之下 小李发现 这人脖子上的动脉的地方 居然有两个明显的血洞 虽然不再向外流血 但却有蛆虫不断地爬进爬出 这么恶心的情景 使得小李差点没吐出来 赶忙捂着嘴 不再看向这边 汽车前排 陈伟勉强稳住心神 尽量不看后视镜 同时轻声对赵有亮说道 亮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在来之前 赵有亮就想好了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文言回答得毫不犹豫 陈哥听他的 你就朝着疯狗傲开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好 陈伟文言 立即发动汽车 朝着目标地静止而去 副驾驶的赵有亮 则是悄悄念动 请先上身的咒语 云锁深山行人少 鼓动修真彻夜寒 悬贯开除金龙虎 道横县处不虚传 有请老神仙助我 暗中念完咒语后 赵有亮在心中默默祈祷 来的是谁都行 就算请不来熊大哥 邪堂仙也行 可千万别是淡淡仔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发生了 只见一个淡形的虚影 出现在了赵有亮头顶 也不管周围环境 自顾自地开口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一条去 你说这事情 找谁说理去 长劫出现的瞬间 原本安静 坐在后座的东西 忽然躁动起来 仙家 出马仙 你们想害我 那东西喊完后 立即化作一道黑烟 飘到车外 陈伟反应极快 见此情景 立即靠边停车 赵有亮在车停住的一瞬间 便冲了下来 朝着黑烟逃走的地方追去 陈伟 小李紧随其后 亮子等等我们 你一个人太危险 赵有亮不傻 当然知道危险 尤其是自己请来的 还是淡小弟 不过如今情况紧急 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一边追一边 对着自己头上趴着的淡开口 长劫老弟 你先精神点 想想办法 抓住前面那个家伙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听了赵有亮的话 长劫似乎多少有些反应 勉强只冷起肉弱的身躯 抬头看向前方的黑影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一条去 你说这事情 找谁说理去 赵有亮 算求 看来淡小弟是指望不上了 只能靠自己努力 赵有亮终归只是个普通人 就算跑得再快 也不可能追得上轨 就在绝望的时候 前方忽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细看之下 不正是临阵脱逃的蚂蚱精吗 蚂蚱精见到赵有亮就是一愣 尤其是发现对方顶着弹 张牙舞爪地朝自己冲来 还以为赵有亮是来抓自己的 于是蚂蚱精妈呀 一生转身就跑 他深知 以自己的所作所为 要是被赵有亮抓住的话 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与此同时 赵有亮看到蚂蚱精 倒是狂喜无比 即便是发现蚂蚱精转身就跑也是一样 他以为蚂蚱精是想将功赎过 帮自己追前面的鬼呢 老神仙拜托您了 赶紧抓住他 只要抓住他 就是大功一见 以后三天之内的头香都是您的 赵有亮说的头香 当然不包括给灰六爷他们的部分 单纯地指挟唐仙这些人 可即便如此 蚂蚱精的心思也活跃起来 抓住那只小鬼 就是大功一见 他说的可是大功啊 大功应该足以抵扣 本仙家之前的错误了吧 自己应该能光明正大地重回堂口了 要知道 对于蚂蚱精这样的野仙来说 一个稍微好点的堂口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更别说如今赵有亮的堂口剑 令 其 应齐全 又有皇家 长家嫡系作证 只要能跟着混下去 功德自然少不了 运气稍好 再会做人的话 长 皇两家长辈稍稍赏赐一点 对自己来说都是受用无穷 一念至此 蚂蚱精顿时打起精神 嗷嗷蹦着朝鬼魂追去 亮子你就瞧好吧 本仙家不把那脏东西抓回来 就跟你信 眼见蚂蚱精追了上去 赵有亮干脆停在原地 呼呼喘气 他发现自己越追越远 所以再跑也是屁又没有 赵有亮刚停下 陈伟和小李就追了上来 同样的气喘吁吁 亮 亮子 咋不追了 追丢了 不等赵有亮开口解释 就见蚂蚱精已经兴高采烈地 把鬼魂拎了回来 亮子 本老仙抓住他了 哈哈哈哈 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赵有亮 自然极会做人 见状赶忙开口夸奖 老神仙 你真厉害 等回去我一定把你刚才的英勇事件 好好跟皇家小哥说说 对于赵有亮的态度 蚂蚱精显然十分满意 不过他还是试探着问道 亮子 昨晚本老仙临阵逃走的事情 赵有亮闻言假装一愣 临阵逃走 谁临阵逃走了 昨晚咱们不就商量好了吗 请您事先在这埋伏着 等着赌这小子呢 听完赵有亮的话 蚂蚱精高兴地连连拍手 对对对就是这样 亮子 你这人真是太好了 本老仙喜欢你 啥也不说了 以后咱也们好好处 下次 下次 要是再遇到危险 我逃命时候 一定尽量带着你 蚂蚱精如此 赵有亮自然顺坡下驴 对着他连连傻笑 老神仙 大眼睛双眼皮的 一看就是讲究人 一阵商业互吹之后 一人一蚂蚱 相对黑黑见笑 蚂蚱精一脚 踹在鬼魂屁股上 将他踹倒在赵有亮面前 小别独自老实点 我家亮子问你 什么就乖乖交代 不然的话 老神仙我吃了你 这鬼魂显然刚死不久 压根没什么道横 充其量也就比曾经的马胖子 厉害一点点 不然德华 也不会被赵有亮追着跑 更不会这么轻易 就被蚂蚱精给抓回来 老 老仙家您放心 我一定有啥说啥 绝对不敢隐瞒 书外 正文八千字已满 想各位老友了 想和大家唠会课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最近总有老友私信我 说这本书阅读人数太少 担心我不赚钱 小弟在这表个态 大家不用担心 就算不赚钱 我也有其他办法 养活老婆孩子 不会委屈了他们娘俩的 还有不管这本书赚不赚钱 我都会认认真真的 写下每一个字 甚至每一笔 保证日更八千 直到把我想讲的故事 完整地讲完 只要各位老友愿意看就行 最后 有个小小的请求 如果各位时间允许 记得每天都打开咱家这本书 看完最新章节 这样 系统会给多给我点流量 一天下来 我能多挣二三十块钱 看完后 记得点一下催更按钮 谢谢大家了 千言万语画作一句话 有各位新朋老友的陪伴真好 这个冬天都不觉得冷了 借玉拜上 鬼卯年 贾紫月 新丑日 这只鬼魂 果然和他自己承诺的一样 甚至都不等赵友亮问 便竹筒捣豆子 一般将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 他就是附近的村民 平日里 以进山挖野人参为生 这种职业在当地叫做放山人 当然 他们不只是挖野人参 遇到其他的珍贵药材 也会采摘 总之就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这一日 他拜过家里供奉的 山神老把头之后 便带好工具 和足够的干粮进山 墓地正是封狗傲附近 因为这边属于深山老龄人 既罕至 所以能挖到珍贵药材的 几率更大一些 谁知这人的运气 实在不算好 一连几日都颗粒无收 眼见着带的干粮 要吃光了 便准备原路返回 其实对于赶山人来说 毫无收获才是常态 要是人参和珍贵药材 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话 也就不值钱了 因此 他们这行和古董行一样 都属于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的那种 然而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在他下山的时候 居然鬼使神差地走错了路 误入到一片乱坟岗中 就在放山人暗骂晦气 准备寻找正确的路时 却惊喜地发现 前方不远处 居然有一株血灵芝 血灵芝是一种珍稀的菌类植物 也被称为草木之灵 只生长在人类墓地里 注意 必须是人类的墓地 其他生物死亡 埋葬的地方不行 其形状独特 像是一把把红色的小伞 给人一种玄奇的感觉 传说中 血灵芝具有不朽之力 被认为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桥梁 根据近代研究发现 这种植物 可能利用了坟墓中 所蕴含的独特能量滋润生长 坟墓中的特殊气息 是血灵芝的必须养分 这种互动 是一种超越现代科学认知的生命之谜 惊喜之余 放山人飞速走进查看 确定真的是血灵芝后狂喜 赶忙对着大山三寇九拜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开始挖掘 唯恐一不小心 破坏了血灵芝的完整 影响价格 可就在这时 一只干枯的大手 忽然从土里伸了出来 掐住放山人的脖子 按在地上 然后一只僵尸破土而出 吸干了他的血液 可怜的放山人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大山里 因为死的冤枉 再加上 又是被僵尸这种天气低焰的东西 害死的 所以他的灵魂连转世投胎都做不到 而是变成了树地灵 白天的时候 被家里供奉的山神老把头召回 晚上又要自己跑到死的地方去 日复一日地这样重复着 这也是他每天夜里 都会出现在路边打车的原因 其实类似的灵异事件并不少见 就像很多影视剧中演的那样 跳楼死的 还会每天定点跳楼 上吊死的 依旧每天准时上吊 甚至被杀的 都会每天场景重现 这都是怨气不散的表现 想要把自己遭受的痛苦传递出去 或者期待着 有人能看到真实场景 然后替自己报仇深渊 听完冤魂的讲述 小李壮着胆子问道 这么说 害我们镇上人的事情 和你没有关系 冤魂听了 赶忙连连摇头 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 我每天只能两点一线地徘徊 根本就离不开这里 怎么会到处乱跑害人 关于灵异的事情 赵有亮三人都是小白 只能将目光看向蚂蚱精 蚂蚱精见状 顿时成就感满满 捋着类似胡子的 一撮绿毛 摇头晃脑 那样子 根据本老仙的分析 这小鬼没有说谎 呵呵 有本老仙 再他也不敢说谎 得到肯定答案的赵有亮 立即对着蚂蚱精 又是一阵马屁如潮 拍得蚂蚱精飘飘然然 只觉得 越看赵有亮越顺眼 越看越舒服 要不是赵有亮 如今有皇家 回家坐后台 甚至都会主动提出 任他当干儿子 即便认不了干儿子 蚂蚱精 还是想多为赵有亮 做点事情 谁让人家这么懂事 这么乖呢 亮子 你还有啥需要老神仙 我帮忙的没 尽管说 只要没有危险的事情 老神仙我都一不容辞 既然蚂蚱精主动开口 那赵有亮 当然借颇下驴 老神仙 老神仙 您看能不能让这小鬼 带着咱们去他死的地方看看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付那头奇怪的尸体 听到是想找那头僵尸的麻烦 刚还大包大揽的蚂蚱 瞬间怂了 就在蚂蚱精琢磨 怎么措辞拒绝 才能不丢面子的时候 鬼魂开口了 这位小兄弟 那头僵尸害死我就离开了 你去了也看不着啥 不但走了 还把雪灵芝也给吃了 哎 他要是不吃的话 还能给媳妇托梦 让他去摘 这样他们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 也能好过点 鬼魂的话 倒是让赵有亮三人 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为了老婆孩子 才来拼命的 从这角度讲 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和必曾相识 因此 赵有亮说话的语气 都柔和了许多 先是将阵里 那句怪诗的样子描述一遍 然后开口问道 是不是和害死你那头一样 鬼魂听得连连点头 随即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就是他 就是这头畜上 还请小哥出手灭了他 这样我就能散去怨气 重新转世投胎了 求求你了小哥 赵有亮文言满脸的尴尬 无他 因为自己根本就打不过人家 赶来这里 完全是抱着试试看 大不了一死的态度 书外注解 山神老把头 采生人的信仰之神 山神指的是老虎 老把头指的是一个叫孙良的人 有些人将他们合二为一 就是餐把头 是挖餐的鼻祖 传说 最早闯进长白山挖餐的 是山东来洋人孙良 他和张璐一起挖餐 张璐迷路后 孙良找了七天七也没找到 最后连累带饿死在山里 后人因孙良心地善良 对朋友讲义气 特别尊敬他 就传说他成了神 掌管着长白山 保护放山人 不遇狼虫虎豹 那些老放山人说 给山神老把头生了纸骂 磕了头 胆子就大了 有餐把头保佑 什么都不怕 鬼魂看出赵友良的囧态 立即满脸的沮丧 知道自己指望不上对方了 眼见着鬼魂垂头丧气 赵友良有些愚心不忍 老神仙 除了弄死那头僵尸 还有其他办法能让这位大哥转世美 骂扎经回答得十分痛快 有 当然有了 不管是道家 佛门只要是真正的高人 都能超度鬼魂 五大出马仙家中 二代以上的核心弟子也行 骂扎经这番话 对于赵友良而言说了 等于没说 因为上述那些人 他根本就不认识 更请不来 要是能请来的话 他自己也不至于混到如今这种地步 连杨兽都混没了 就在赵友良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李忽然烟瘾犯了 陈哥你带火没有 我的丢车上了 陈伟文言立即摸兜 发现自己的打火机也没带过来 只能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 赵友良见了 下意识地把自己的黄金打火机掏了出来 我有 边说边打着了想给小李点烟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打火机点燃的瞬间 先是传出一个破罗般的声音 显然是事先落好的 抽烟没有火 纯属瞎白扯 有火没有烟 把那烟屁捡 嘿 巴扎嘿 不伦不类地顺口溜过后 点燃的火苗 居然脱离打火机飞了起来 看似缓慢 实际上眨眼之间 就落在了鬼魂的身上 呼的一声 将鬼魂烧成一团人形火炬 啊 惨叫声响彻整座山林 突发的一幕 震惊了所有人 尤其是同为灵体的蚂蚱精 顿时吓得抱头鼠窜 直到跑出近百米 才敢停下来 回头查看情况 这 这是咋地了 亮子 你拿的那是傻宝贝 怎么老先我见了 就觉得胆战心惊的 这时候的赵友亮 哪有性情搭理蚂蚱精 飞速脱下衣服 朝着被点燃的鬼魂盖去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然而当赵友亮的衣服 落在鬼魂身上时 居然扑了个空 对方就这么被烧没了 甚至连渣都没剩 这 怎么会这样 在赵友亮满心愧疚的时候 刚才那鬼魂 居然再次出现 只不过变透明了 变干净了 身上的臭味 镜属消失不见 就连脖子上 被僵尸咬出来的俩血洞也没了 样子大便的鬼魂 跪在地上 使劲给赵友亮磕头 谢谢小哥 谢谢小哥 帮我洗滴怨气 我终于能转世投胎了 说完这番后 不等赵友亮反应过来 就见两个虚影 从远处高个儿来 那个词赵友亮熟啊 都听过两遍了 阴阳两界有罪打 要你生来你就生 阎罗让人三更死 绝不留人到五更 该死的不该死的 都抓紧时间上路吧 黄泉路上无客栈 还需尽早启程 赵友亮暗想 这不是梦里请我喝酒的 那两个怪人吗 那个小牌子 也是他们给的 眼见是熟人 赵友亮刚想开口打招呼 却被蚂蚱精紧紧拉住 此时的蚂蚱精 已经吓得全身颤抖 就差大小便失禁了 亮 亮子 小心点 别乱说话 这两位可是阴差大人 还有 你最好赶紧躲起来 你没阳寿了 可别顺路 把你也带走 之所以说顺路 那是因为 两个阴差 明显是来引渡打车的鬼魂的 说话的功夫 介于虚实之间的阴差 已经飘飘荡荡地 到了众人面前 脸色冷酷异常 竟显地府的威严 哗啦一声 将手中的铁链 套在鬼魂身上 白衣高个子的立声开口 时辰一道 跟我们走 哎呀我去 赵大人 原来是阴差话 都没说完 忽然见到满脸笑意 不停朝自己挥手的赵友亮 如果仅仅是赵友亮也就罢了 大不了打个招呼赶紧溜 关键是 他手里拿着的那个黄金打火机 给鬼的感觉 怎么这么熟悉 这么让鬼烦 这么吓鬼呢 万般无奈之下 两位鬼叉瞬间收起了刚才的威严 丑脸上努力挤出 自认为最慈祥的笑容 连鬼魂都不管了 异常亲切地凑了过来 哎哟 这不是赵大人吗 您老吉祥 大半夜的没事干 在这儿逗鬼玩呢 你要是喜欢这鬼 我们兄弟便自作主张给您留下 只要别玩死了就行 什么时候玩够了 言语一声 我们再来接他 鬼差的话和态度 令在场的人一脸猛逼 尤其是骂炸惊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妖声 这可是堂堂的鬼差啊 即便是大修行者见了 都要退避三社的地府差人 怎么再量子不对 应该是在赵大人面前这么温顺 难道赵大人属于深藏不露 以前都是逗我玩的 难怪徽家 皇家 甚至长家 都争先恐后地 把自己嫡系往这里塞 原来如此 那我之前的表现 是不是有点不尊重赵大人啊 大人他不会秋后算账吧 到时候 来个油炸蚂蚱下酒 蚂蚱精越想越害怕 甚至差点哭出来 此时的赵有亮 可没时间照顾蚂蚱精的情绪 正忙着招呼自己老朋友呢 脸上竟是讨好的笑 从小李那里 要来两根烟递了过去 真巧 两位鬼哥 咱们又见面了 你们抽着 抽着 没啥好烟别介意啊 赵有亮的这番举动 尤其是擒鬼抽烟的样子 顿时勾起两位鬼差记忆中 那段相当不美好的回忆 关于黄金打火机 主人的回忆 同时心中暗想 看来邵将军这个表兄 比邵将军还缺德啊 又缺德 又抠门 请鬼抽烟也就算了 还不舍得给个华子 尤其是对方 这剑兮兮的样子 一看就是笑面虎 笑里藏刀的那种 我俩兄弟 必须小心戒备 凡事都要做到 蒋文明懂礼貌 千万不能让他 抓住一点把柄 此时的赵有亮 并不知道 人家鬼差对自己的评价 还热情地 想给鬼差点烟呢 取出黄金打火机 砰的一声点燃 刚刚那破罗般的声音 再次响起 抽烟没有火 纯属瞎白扯 有火没有烟 把那烟屁剪 嘿 巴扎嘿 眼见着赵有亮 伸过来的黄金打火机 两位鬼差下的连连后退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像是古代罪臣 看到宣布斩首自己的圣旨 赵大人客气 赵大人不必 下官承受不起 两个鬼差一边说 一边随手招来 一只头上长脚 脚尖燃烧着鬼火的孤魂野鬼 拎起这只倒霉的小鬼 用他头上的鬼火 把嘴里的烟点着后 飞起一脚 把一脸猛逼 瑟瑟发抖的小鬼 忧了出去 赵大人 我们兄弟习惯了这样点烟 让您老见笑了 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赵有亮多会做人 赶忙连连摆手 不见笑 不见笑 两位大哥这样点烟 才较有品位 比我们这群土包子强多了 赵有亮说完 骂扎金 小李 李大哥三人赶忙随身附和 唯恐得罪这两传说中的鬼叉 如今的双方属于麻杆子打狼 两头怕 因此 在互相恭维下 气氛倒是十分和谐 最后还是 两个鬼叉实在受不了 主动开口引入正题 赵大人 您看天也不早 要是没什么其他事情吩咐 我们兄弟就先告辞了 还是那句话 这只小鬼 您带回去玩吧 什么时候玩够了 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地府就行 天地良心 赵有亮怕鬼都来不及呢 哪里有玩鬼的爱好 文言立即拒绝 刚想着恭送鬼叉离开 却猛然想起 皇家小哥 还在那头封鬼手中呢 于是赶忙开口 两位大哥 小弟有件事 想求你们帮忙能行不 要是为难的话没事 当我没说就行 因为存在着美丽的误会 两位鬼叉敢说不行吗 赶忙连连点头 赵大人有事就请吩咐 咱们都是一家人 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自家事情一起干呗 看到两位鬼叉这么好说话 赵有亮一度怀疑 他们是赝品 不过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 管他赝品还是高仿 只要能救出皇家小哥就行 赵有亮将自己的请求 说出来后 两位鬼叉 反倒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原来只是收服一只 百年老鬼啊 专业对口 一边连连答应 一边静止朝着 疯狗傲的方向飘去 赵大人你放心 区区小事 就交给我们兄弟了 莫说只是区区一头疯鬼 就是疯狗 我俩多帮您 把他训成精吧 鬼叉果然说到做到 就见他们压着一个披头散发 面目猙獰的大鬼欲风飘来 大鬼旁边之人 正是赵有亮朝思暮想的 皇家仙黄宇 黄小哥 心情激动之下 赵有亮一溜小跑赢了上去 本想给黄宇一个大大的熊豹 可不知为何 到了镜前却没敢下手 只是兴奋地询问 黄家小哥 你没事吧 这几天没遭罪吧 疯鬼没欺负你吧 不等黄宇开口 一旁的疯鬼 听了赵有亮的话 顿时暴怒 要不是被鬼叉用枷锁牢牢锁着 怕是已经扑过来 撕咬着祸了 即便如此 依旧怒目原睁 不断地朝前扑 任凭两个鬼叉 如何用铁链抽打 都是没用 你这司为何如此讲话 我与黄宇兄弟轻如手足 好吃好喝招待 还唯恐不周 怎会欺负 不让他离开 只是不想 他出马入室 遇到危险 说到这里 风鬼恍然大悟 黄宇贤弟 就是因为你这司 才出马入室的吧 老子吃了你 岩碧更加疯狂地朝着 赵有亮猛扑 那样子像急了 虽然被粗大铁链拴住 却不停咆哮 前冲地葬骚 不愧风鬼之名 眼见着风鬼如此 两位鬼叉顿绝地 在赵有亮面前丢了面子 大怒之下 高举因死法器哭丧棒 几下之后 便将风鬼打得遍体鳞伤 即便如此 风鬼依旧咆哮不休 距离之下 居然险些拉断了 勒住自己脖子的铁锁 要知道 这铁锁可是足足有婴儿手臂粗细 还是鬼叉的随身法器 见到如此恐怖的情景 在场的人再也不敢 将风鬼想象成疯狗 而是当成了暴怒 不甘心被人束缚的雄狮 高傲的狮王 见到风鬼被鬼叉殴打 黄鱼显然于心不忍 但碍于双方身份 又不敢开口劝说 只能求助地看向赵有亮 赵有亮不傻 立即心领神会 再次从小李手中 要来两根烟 一脸谄媚地 分别递给鬼叉 两位大哥辛苦 别忙活了 先抽着 也别和风鬼生气 他都疯了 咱和他生气犯不上 在鬼叉认定中 赵有亮可是那位大人物的表兄 因此 他的面子自然要给 不仅要给 还必须多给 给足 趁高高地 因此 立即停止了对风鬼的殴打 改为大声呵斥 哼 今天要不是看在赵大人的面子上 定然抓你这丝 回去上刀山下油锅 打入十八层地狱 要是正常人 正常鬼 此时早就本着 好汉不吃眼前窥的原则 暂时忍耐了 就算心里不服 也要等鬼插走了 再对赵有亮打击报复 但风鬼就是风鬼 非但没有停止 朝赵有亮猛扑 还对着他破口大骂 谁要你秋青 猫哭耗子 假慈悲 你们这样的官家人物 各个都是两面三道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别以为本将军 不清楚你们的龌龊心思 今天就算拼了命去 也要杀死你这家伙 给黄羽先帝 搏个自由之圣 严毕不知用了什么秘法 居然在枷锁的镇压下 幻化出一个 黑气缭绕的大手 静止朝着赵有亮的脖子 抓去 因为事发突然 就连两位鬼叉都没反应过来 赵有亮已经被大手 拎到了空中 老子摔死你 风鬼爆喝一声 就像成人摔蛤蟆那样 将赵有亮朝着地面狠狠砸去 另一边 杂止铺内 已经将怒火完全压在心底 就等着找僵尸理论的 两大出马仙家主 如今正端坐在桌旁举杯共饮 熊霸和几只邪堂仙 则分别站在他们身后 小心伺候着 时间飞快 转眼间已经到了子时 没收到香火供奉的杂止铺内 忽然刮起了呼啸的音风 吹得老是灯泡摇曳 吹得门窗啪啪作响 风起的同时 凄惨的唱戏声从四面八方飘渺而来 又只见 大鬼族 小鬼盼 牛头马面 压定了去世的亡魂 巷带链链 悲惨惨 阴风绕 遍体冷 我心胆皆寒 唱枪过后 所有的指人立即活了过来 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紧盯着正在对影的黄 长两位家主 呵呵呵呵的冷笑声 回荡在整个杂止铺内 如此情景 看得黄左都是一愣 这么重的怨气 白衣长怀远轻轻点头 这里发生惨案的时候 你我还未有幸跟随先生 如今细算 已经过去了一百一十年之久 他们心中的怨气积压难消 倒也可以理解 就在这简短的对话间 指人已经动了起来 杂止铺里的电灯忽明忽暗 每一次熄灭在点亮 他们便距离酒桌更近一步 几个呼吸过后 已经将酒桌团团包围 涂着腮红的脸上 净是诡异的笑容 见此情景 熊霸赶忙带着邪堂仙们转身戒备 紧紧盯着外圈的指人 不敢有丝毫放松 说句实话 要不是有黄左 长怀远坐镇 除了熊霸外那些 邪堂仙早就跑了 他们深知自己的精良 所有邪堂仙加在一起 怕是都打不过这里的一只指人 更何况 还有这么多 眼见着指人越逼越近 熊霸和邪堂仙们节节败退 无奈之下 黄左只能端起酒杯 将里面的酒水泼洒而出 酒水以酒桌为中心 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 如同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那般 将所有指人隔绝在外 不过即便如此 指人还是用力地 朝着里面的众人挤来 挤在酒水形成的玻璃罩上 挤得面部扭曲变形 蹭动的时候 甚至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见此情景 黄左再次一愣 这么凶 难怪需要官府修建炼狱 监狱 镇压 难怪连续献祭了八条 无鬼童子命 看来不是官府不想一劳永逸 实在是这里太邪门了 感慨过后 而是端起酒杯对长怀远开口 行了不管他们 怀远贤弟 你我继续饮酒 好 长怀远笑着举杯回应 随后一饮而尽 那豪爽的样子 加上儒雅的气度 像极了意气风发的少年书生 不清楚他底细的人 实在很难将这位翩翩公子 与杀伐之主联系在一起 几杯酒过后 那凄惨的唱腔再起 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有言来你是听 休把我当作了妖魔论 我本屈死一冤魂 我忙将树枝摆窑洞 抓一把沙土扬灰尘 随着唱腔响起 棺材上的那对人偶 居然奇迹飘了下来 并一点点地朝着两大家主走来 行径之间 铁链拖在地面上 发出和重犯脚料一般 哗啦啦的声音 而且 两尊人偶 居然完全无视黄左 泼洒出来的酒圈 挤开了邪塘仙 就这么阴风惨惨地 站到了两大出马仙家主面前 黄左无奈 叹息一声站起身来 北国皇家知道你们心中冤屈 本也不愿参与此事 怎奈今日事出紧急 不得不亲自过来拖延一日 还请给个薄面 说完后端起酒杯 将里面的美酒 尽数倒在了地上 要是其他冤魂 听到皇家家主这么说 这么做的话 要么退走隐忍一日 要么跪拜诉说冤情 恳请对方帮忙 这都是正常操作 但两尊人偶 就如同没听见那般 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掀起的阴风更大 吹得邪塘仙站立不稳 吹得常怀远白衣烈烈 眼见如此 黄左有些生气 干脆坐了下来 对着两尊人偶似笑非笑 呵呵 敬酒不吃吃罚酒 黄左身为皇家当代家主 这一发怒自然威严无比 刚还拼命向前拥挤的指人 瞬间感到恐惧 吓得开始后退 同时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可即便如此 两尊人偶依旧不为所动 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静静地看着 见此情景 不仅黄左怒了 就连常怀远病脚的白发 已经有一缕引荐血红 月照尸山 血海翻龙的沙发之主 岂会真是个好脾气的书生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又有一尊大人物降临 朴实但却干净的衣裳 从容地气度 正是赵有良认识的第一位高人 吴大仙家中徽家的家主 雷中怒仙挥无命 眼见挥无命到来 黄左 常怀远立即笑着起身相迎 黄左称呼老弟 常怀远则叫六哥 几个邪堂仙 更是在熊霸的带领下跪拜磕头 山野小兽 拜见挥家老祖 老祖先服勇响 挥无命卑微出身 最理解底层人的不容易 因此笑着一挥衣袖 将熊霸他们尽数脱了起来 不用客气 该干啥干啥就行 此时常怀远已经扶住 挥无命的胳膊 引着他坐在黄左身边 六哥 您既然来了 就一起喝点 算起来 我们兄弟也有十年未曾相见了 挥无命轻拍常怀远 扶着自己的手 笑呵呵地回应 是啊 十年了 今天咱们老哥仨 就借此机会 不醉不贵 不过在这之前 六哥 我还要先和这二位说句话 长怀远文言面露思索 六哥 你是说他们 他们指的是两尊人偶 嗯 灰老六一边点头 一边走到了两尊人偶中间 叹息一声 轻轻说了十四个字 命里有时中虚有 命里无时地君求 两尊人偶听完之后 凄凉的唱腔 从女性人偶体内 飘渺而出 听说是包大人 查看阴山 不由得洗在心间 哭啼啼走上前 开恩一线 哭啼啼哀告 我心中却有其冤 诡异淒凉的唱词中 两尊人偶 重新飘回到了棺材上 这次 阴风停止 杂志铺里的灯光 也不再闪烁 连纸人也都回到了 自己的位置上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黄左健壮满脸的疑问 灰老弟 这是咋回事 你跟那俩东西说啥了 灰无命并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两尊人偶脚下的棺材 若有所思 随后才回到自己位置坐下 笑呵呵地说道 哎 今天咱们老哥仨不醉不贵 这炖酒喝得十分畅快 直到荆棘暴晓方才结束 三位家主出门离去的时候 看向狗窝的方向 不禁失笑出声 尤其是黄左 一边笑 一边无奈地摇头 你这狗子如此之理 我们三个要是不赏赐 你点什么的 都会被外人讲究小家子气 原来是大黄狗 还在狗窝里一直磕头 从昨晚磕到现在 从刚入夜磕到天亮 如今 想必是已经磕迷糊了 已经晃晃悠悠 东倒西歪 可即便如此 也没有停止过半秒 依旧继续磕 使劲磕 狗脸上满是讨好和谄媚 就像黄左说的那样 此时的三大家 主要是不赏赐点好处给流氓狗 真的会良心不安 第一个出手的是 年岁最长的黄左 稍一琢磨 丢出一个布袋 看你乖巧讨喜 这个袋子就送你储物吧 大黄狗满脸的惊喜 磕头磕的频率更快了 随后 是徽家家主徽无命 还是那句话 五大仙家中 徽家出身最卑微 因此最能理解 底层的不容易 卖不上前 轻轻拍了拍大黄狗的脑袋 随手写出一段道诀 递给了大黄狗 这段道诀 是徽无命最卑微的时候 用数千族人性命换来的 虽然如今已经看不上眼 但对他和整个徽家来说 却有着极深的意义 当然 当年徽无命得到的是半本道书 给大黄狗的 只是其中几段口诀 这不是徽家家主小妾 而是道不可清传 徽家家主之后 白衣长怀远笑着 掏出一方艳态 古朴而淡雅 长某除了先生赏赐的 随身配兵外 平日里并不虚他物 因此更不曾随身携带 此物还是机缘巧合下所得 长某待在身边 炼自尽心时言莫所用 今日便送给你吧 日后还需好自为之 说完后 三大家主一起笑着离去 大黄狗健壮 赶忙从狗窝里爬出来 一直送到门口 并且对着三大家主的背影 又磕了好大一会儿 这才晃晃悠悠地 艰难地爬回自己狗窝 无他 实在是磕头磕太久了 迷糊得厉害 没磕兔都说明大黄狗坚强 大黄狗被赏赐的一幕 自然落到了后面仙家的眼中 熊霸心大 倒是没觉得什么 只是感慨 大黄狗真会做人 做狗 几个邪堂仙 则是羡慕不已 早知道这样自己也磕了 别说磕一晚上 就算磕一个月也行啊 唉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白白浪费了 思索之间 几个邪堂仙按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将磕头 列为必修课之一 再有机会遇见大人物 一定磕他的天崩地裂 海枯石烂 另一边 三大出马先家主 并行很远 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也不知道会无命 和另外两位说了什么 反正黄左 常怀远 没提去找怪师麻烦的事情 同时 血龙还感慨地说道 难怪灰六哥会建议 我将长劫送来修行 原来如此 长劫化龙之 我一定带他登门叩拜六哥 灰无命一如既往地随和 连连白手说不用 等到三大家主各自回去之后 北国五大出马先家族 同时发出一条奇怪的命令 自己家族所有嫡系族人 不得参与杂志铺中的任何事情 为令者轻则驱逐 重则废去修为 打入轮回 当然 现在已经在杂志铺出马的黄语 长劫 小饺子三人除外 此时的疯狗傲附近 就在赵有亮 要被疯鬼活活摔死的时候 他始终藏在怀里的小木刀 忽然自己飞了出来 发出和打火机同样的声音 小刀小刀天上飘 砍人先扎自己腰 七伤道 走你 随后 就在所有人愕然的目光中 搜的一下 在赵有亮腰上扎了一刀 滑得呲呲冒险 然后带着他的鲜血 朝着疯鬼胳膊重重砍下 这一下要是砍石了 疯鬼这条手臂就算彻底废了 直到这时 黄语和两大鬼差 才终于反应过来 不要 两个字 从他们三人口中同时发出 两位鬼叉嗖的一声 闪到赵有亮旁边 将落下来的他牢牢接住 赵大人 您没事吧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少将军不得把我们地府给掀了呀 黄语则是见鬼叉接住赵有亮后 掏出一把木书 朝着木刀丢去 囚徒大哥 你还不快点躲开 囚徒是疯鬼的名字 也是他自己起的 至于本来的姓名 疯鬼从没有和别人说起过 因此任何人都不知道 疯鬼只是疯不是傻 文言立即趁着木书和木刀 撞在一起的功夫拼命闪躲 怎奈有因私枷锁在身 想快也快不了 木书 木刀撞在一起后 木书连半秒钟都没坚持住 便砰得一声化作木屑 木刀只是稍一停顿 便继续朝着疯鬼斩下 并且 这次目标还换了 不是对着手臂 而是静止 斩向了脖子 眼见着必无可避 疯鬼干脆双目紧闭 完了 某家死定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只见赵有亮猛地 挣脱鬼叉的公主豹 嗖的一声窜了过来 伸手紧紧抓住木刀 刀哥刀哥别误会 自己人 木刀似乎听懂了赵有亮的话 不过还是轻轻一阵 挣脱开赵有亮的手 飞到疯鬼面前 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这才心满意足地重新飞回 落在赵有亮的手中 与此同时 众人又听到了那个臭屁 不靠谱的声音 刀出必伤人 伤人又伤魂 欧夜 所有人 连续几次听到这个声音 赵有亮忽然想起 这不是给我打火计的 那个大叔吗 原来 原来这把木刀 也是他的 难怪他会说 丢了东西出门找找 又说不找了 就当送给我了 看来这位大叔是高人啊 就在敬佩高人的同时 腰间一阵刺痛传来 赵有亮这才想起 小刀是先割的自己 然后才去砍那疯鬼 哎呀妈好疼 咱以前只听过七伤拳 什么时候又有七伤刀了 难道以后用这宝贝之前 都得先给自己妖子来一下 这也太费妖子了吧 只是费妖子也就算了 关键是还费衣服 一下连礼带外就都割透了 换一套的多少钱 唉 这便是穷人家孩子的悲哀 不心疼自己的妖子 心疼钱 除了花钱之外 让赵有亮干啥都行 就在赵有亮胡思乱想的时候 回过神来的鬼叉 挥无奇铁链狠狠抽在疯鬼身上 混账 你差点给我殷私地府 惹来天大麻烦 鬼叉说的天大麻烦 指的是赵有亮 差点被摔死的事情 这货可是邵将军的表兄 以邵将军无理都要闹三分的性格 他表兄 如果当着殷差的面前 被鬼摔死了 那不得把鬼门关给拆了 因此 两位鬼叉越想越后怕 越后怕就打得越狠 片刻之后 已经抽的疯鬼皮开肉绽 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处好地方 可即便如此 疯鬼依旧高昂着披头散发的脑袋 腰杆挺得笔直 不哼不哈不求饶 如此英雄姿态 看得赵有亮敬佩不已 所以都不等黄语开口 便主动替疯鬼求情 两位大哥算了 小弟我又没咋电 犯不上跟疯子一般见识 再者说 把你二位累着 就更不好了 那啥 没啥是二位 就先回去吧 剩下的小弟自己处理 鬼叉当然要给表兄面子 文言果真挺手 一番客气话后 便带着被打火机烧过的灵魂离去 临走前 还不忘对着疯鬼冷哼 今天算你走运 有赵大人替你求情 否则的话 呵呵 赵大人 这疯鬼桀不遜 您玩的时候 千万别伤到自己 他身上的枷锁 和这条抽魂链 就给您留下了 以防万一 这么体贴入微的鬼差 使得赵有亮感动不已 眼含热泪地目送了很久 很久 等到鬼差彻底走远之后 赵有亮才将目光看向了疯鬼 疯鬼依旧高昂着头颅 桀骜不遜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快点动手就是 赵有亮无奈一笑 先是将鬼差给自己留下的铁链 也就是抽魂链缠在自己身上 又把疯鬼身上的枷锁取下 囚徒大哥是吧 啥大事 还要杀要寡的 咱俩又没仇 你不愿意来小弟堂口 就算了 不至于打打杀杀的 行了 要是没啥是你回去吧 我和黄语小哥也回家了 都是误会 俗话说得好 真诚是最厉害的必杀技 赵有亮这番低姿态 倒是把疯鬼弄不会了 你 你真的 就这么放我离开 我刚才可是差一点 就把你摔死了 赵有亮一脸都无所谓 我不是没死吗 事情过去就拉倒呗 倒是囚徒大哥 你因为我还挨了顿打 对不起 说完后 不再理会疯鬼 就这么拉着黄语 带着蚂蚱金等转身离去 黄小哥你不知道 这几天你没在家 发生老多事了 我给你慢慢讲 黄语一边听 一边扭头对呆呆 站在原地的疯鬼 欠然一笑 囚徒大哥 我也和你说句对不起 小弟实在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另外 亮子是好人 我和他投缘 才愿意出马的 你不用担心 等到赵有亮一行 走到汽车旁边 疯鬼终于反应过来 咆哮一声 化作狂风紧紧追赶 疯鬼本就气势十足 再加上劈头散发的样子 就像是一头暴怒的雄狮 冲了过来 这一幕 顿时把赵有亮吓了一跳 赶忙掏出小木刀 凝神戒备 同时把上衣掀了起来 露出两侧白花花的腰部 没办法 他实在是穷怕了 心疼衣服 只能提前做好 被割妖子的准备 囚徒你想干啥 还想打架 没完了是不 谁知人家囚徒 根本就没打架的意思 而是抢过赵有亮扛的枷锁 把自己给锁上了 就在赵有亮不明所以的时候 囚徒昂着头 傲然地说道 我这人最不愿欠人情 所以无需你放 等我道横够了 能自行挣脱枷锁 便是和你清算之时 哼 还是那句话 赵有亮长期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 最懂人情世故 有时候装傻冲愣 不过是保护色而已 换个角度讲 我们现实生活中交朋友 也愿意交个实在人 不愿意和心眼太多的人一起 赵有亮故意装傻冲愣 也就是这个目的 因此 咱们的亮子瞬间明白了 风轨的深意 也不说破 而是客气地 将风轨请上汽车 并且 将身上的铁链解下 缠在了风轨身上 美其名曰 还是把风轨绑起来安全一些 实际上 则是将这根抽魂链 送给风轨当兵器了 赵有亮的深意 风轨当然懂得 一愣之后叹息一声 主动隐藏身影 附在了黄羽身边 蚂蚱精和长杰 则附在赵有亮身上 一行人开着车赶回小镇 到了杂纸铺门口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 远远地 就看到大黄狗正 头顶钢盔 懒洋洋地趴在门前 没错就是钢盔 像急了小日子特种兵的造型 那是真狗 赵有亮立即见兮兮地 跑到镜前请安 泰君 您老咱这晒蛋啊 小弟不在的时候 昨晚没出啥事吧 原本不想搭理赵有亮的大黄狗 在感受到风轨的气息后 立即蹦了起来 呲牙咧嘴地耍横 同时不停地大声咆哮 汪汪汪 赵有亮担心 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赶忙开口介绍 泰君别开枪 都是自己人 这位是囚徒大哥 囚徒大哥 这是我养的流氓狗 养我的流氓狗 我穷到吃不上饭的时候 都是在他后面混吃的 介绍完之后 赵有亮也不过多停留 而是带着一身的挂件 静止到了后院 至于小李和陈大哥 则各自回家休息 相约晚上去迎春嫂的烧烤摊 在商议 怎么对付那头奇怪的尸体 进了供奉仙家牌位的偏方后 疯鬼不用谎语说话 便主动附在写着 清风教主的牌位上 至此 四梁终于凑齐三位 分别是皇家的皇羽 徽家的小饺子 以及囚徒这位清风教主 看着唯一空缺的四梁牌位 皇羽脑中闪过灵光 脸哄带痘的 请长杰附身骑上 长杰倒是没有提出异议 或者说压根不会提出异议 还是念了巴基地重复着那句话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区 这可乃说理去 就在长杰附在牌位上的一瞬间 赵有亮忽然有种特别温暖 特别满足的感觉 就像是寒冷的冬天 在外面冻了一夜 忽然回到温暖的室内 又喝了一碗热乎乎的八宝粥 同时 他的感官也变得更加敏锐 无论是视觉嗅觉还是听觉 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原来还能这样 赵有亮难难自语 这就是修行带来的好处吗 琢磨的时候 只见迎春嫂 从后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亮子 你回来得正好 赶快跟姐去村口迎接贵宾去 新镇长组织的 让没事的人尽量都去 迎接贵宾 姐你什么时候这么听镇长的话了 后一句则是赵有亮的调侃 新镇长人特别好啊 提起新镇长 迎春嫂立即满脸的厌恶 好什么 和信马那个差不多 都是一丘之合 镇长选来选去 还不都是他们五大家族轮着来 咱们去迎接贵宾 可不是给镇长面子 而是那贵宾真的是贵人 大好人 听迎春嫂如此评价 神秘的贵宾顿时引起赵有亮的好奇 姐 你认识那个贵宾 迎春嫂是极脾气 一边拉着赵有亮往外走一边回答 嫂子也没见过贵宾的样子 不过她确实是个大好人 镇子外面的小学知道吧 那就是这位贵宾 二十年前免费给咱们修建的 不只是学校 还有旁边的养老院也一样 另外 学校里的老师 养老院里的工人 都是这位贵宾 自己出钱请的 如果不是这样 你当为啥孩子们上学不要钱 无保护养老不要钱 还真以为是镇长做的好事啊 我呸 听了迎春嫂的介绍 赵有亮立即对这位神秘的贵宾 充满了好奇和敬重 毕竟在如今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 肯如此无私奉献的人 真的少之又少了 当迎春嫂拉着赵有亮 赶到镇子门口时 只见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 上至八十岁的老人 下到刚会走的孩子都来了 能有如此规模 明显不是新镇长组织能力强 而是那位神秘的贵宾 确实深得人心 最让赵有亮感到神奇的是 就连自家的大黄狗 也在欢迎队伍中 而且难得的没有欺负人 而是老实芭蕉地看着远方 眼中满是期待 等等 期待 难道流氓狗认识贵宾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件事情就更神奇了 又过了一会儿 新任的郭镇长 已经组织人拉好欢迎的横幅 周围墙上 更是贴满大红的欢迎标语 甚至准备好了锣鼓鞭炮 根据周围居民的议论 据说即便上次县长来的时候 都没有这次隆重 热闹 在千呼万唤中 一辆汽车终于远远地驶来 赵有亮虽然出身穷苦 但出于男人的天性 对车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因此知道 驶来的车并不是什么豪华座驾 只是一台普通的家用轿车 如此寒酸 上面的人 当然不可能是所谓的贵宾 事实证明 不止他这样想 前面负责维护交通的 镇政府工作人员 也是这么想的 拦住汽车后 似乎说了什么 于是这台家用轿车 便听话地靠边停车 随后 除了开车的司机之外 又从里面出来一个大人 和一个孩子 刚得到加强的赵有亮 眼力极好 顿时被来人的风采吸引 只见来人身穿一席长衫 但青色 干净而整洁 一手捧着书卷 一手拉着身边的孩童 男人看起来 也就三十几岁的样子 长得简直就像 神话电影里走出来的仙人 非风神俊朗四个字外 无法形容 两鬓的斑白 非但不显苍老 许多成熟的魅力 男人手拉的孩子 是个小和尚 可爱到爆炸的那种 单手和时 始终放在胸前 小和尚似乎十分害羞 要不是有男人拉着 怕是早就躲到他的身后了 此时此刻 赵有亮心中 有种强烈的感觉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们苦等的贵宾 只是这些人 有眼不识泰山 或者以物定人 所以忽略了 就在赵有亮琢磨自己 要不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时候 男人已经领着小和尚 缓缓走来 步履之间 竟是气度从容 和爱而不失威严 那样子 就像帝王微服私访 看遍自己的大好山河 君临天下 此时的赵有亮 已经被男人的风采 深深吸引 一时间看得入神 也就是在赵有亮入神的功夫 男人已经走到 距离欢迎队伍 十多米的地方 一阵呜呜呜的声音 将赵有亮唤醒 左右一看 居然是自家大黄狗发出的 此时的大黄狗 表现得更加奇怪 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前面的男人 眼神中哪有半点平日里的凶狠 有的只是想念 尊重又敬畏 看流氓狗那样子 像是想要上前亲近男人 却又不敢 所以急得直哼哼 就在这时 男人也看到了大黄狗 立即笑着招呼 大黄 二十多年不见了 你还好吧 听到男人主动开口 大黄狗顿时绷不住了 立即含着泪 飞速跑到男人的脚边 不断地用身体 在男人腿上蹭来蹭去 表达着深深的思念 大黄狗作为小镇一霸 他的举动立即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所有人齐齐将目光望了过去 这一看不要紧 马上就被男人的绝世风采吸引 再也挪不开目光 其中最惊讶的 就属新任的郭震掌 仔细揉了揉自己眼睛 又从衣服掏出一张照片反复对比 这才啊的一声喊了出来 随后赶忙一溜小跑赢了上去 华 华先生 真的是您吗 二年不见 您的样子 居然一点都没有变 不对不对 反倒是更年轻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有眼无珠 居然没认出来 男人显然记忆力极好 一眼就认出了郭震掌 立即笑着伸手 十年不见 一向可好 好好好 见男人居然还认识自己 平时眼睛长在头顶的镇掌 居然满脸的兴奋 那样子 简直比他能当上镇掌还要高兴 甚至兴奋到不知所措 好久说不出话来 幸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看着奇怪 过来开口问询 郭震掌 这位是 新任镇掌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对着人群大喊 乡亲们 乡亲们都安静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要迎接的贵宾 华先生 咱们这的学校 养老院 孤儿院 就是这位先生 免费给咱们修建的 听到郭震掌的喊话 人群先是安静了几秒 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久久不息 这位姓华的先生 虽然是个大人物 但为人处事 却异常地低调 拉着他身边的小和尚 一起给热情的小镇居民 深深地鞠了一躬 给大家添麻烦了 华先生的举动 再次让人群安静下来 片刻后 小镇居民们 才七嘴八舌地表态 不麻烦 不麻烦 您能来 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麻烦 更有好事者大喊 镇长 你今天一定要招待好华先生 放心吃喝 公款随便用 只要是用来招待先生的 花得再多 我们都不告你 公款要是不够 我们各家各互凑 总之绝对不能怠慢了先生 这人一说完 其余人立即附和 就是就是 先生是大好人 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人 先生难得来一次 咱们要是招待不好的话 那还算人吗 这位神秘的华先生 实在太受小镇居民拥戴了 以至于他已经离开 前来欢迎的人群 还是久久不愿离去 甚至包括大黄狗 和他的狗仔子们 如此景象 使得赵有亮更加好奇 于是亲身问身边的迎春嫂 姐 这位先生 迎春嫂似乎知道 她想要问什么 立即笑着开口 亮子你不知道 华先生除了帮咱们盖学校 盖养老院外 还是个神医 绝对的神医 我听老人说 她二十多年前来的那次 可是救了咱们镇上 许多人的命 并且 人家看病从来不收钱 你说这样的人 咱们不欢迎 那得欢迎啥样的 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赵有亮听的连连点头 迎春嫂说完后 不知什么时候 靠过来的小李 接着开口 亮子我跟你这么说吧 如果这位华先生 现在说自己造反了 让咱们帮忙 咱们镇上立即就得有 三分之二的人跟着他走 此时赵有亮口中的华先生 客气地谢绝了镇长 和热情居民的痴情 带着小和尚 一起到了他投资的学校 在校园角落里 最不起眼的位置 有一间二层小楼 这便是华先生落脚的地方 小楼是学校建成之后 小镇居民 自己凑钱给华先生盖的 目的便是希望先生 能尝回来看看 回来的时候 能有个家落脚 因此 即便先生二十多年 都没回来过 这座小楼 依旧还是每天都会有人打扫 一丝不苟地打扫 唯恐沾染任何尘埃 小楼上的牌匾 据说是省文联主席亲自写的 就叫不染仙尘 二楼的书房里 先生一边喝茶 一边对着身边的小和尚开口 无心 我们二十年没有回来了 你早就想家了吧 可爱到爆炸的小和尚 连连点头 嗯嗯 早就想了 虽然出家人以四海为家 可小僧就是想念小院 说到这里 小家伙忽然停住 略带不好意思地 对着先生开口 不过哥哥在哪 哪里就是无心的家 先生文言 溺爱地揉了揉小家伙的光头 就在这时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 随即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老人虽然气度雄浑 但总是给人一种 玩世不恭的感觉 就像是电影里的老顽童 不过这位老顽童 显然十分尊重先生 在他面前 更像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 如果赵友亮 现在见到老顽童的话 一定会破口大骂 哎呀 你个老杂毛 你为啥要把老子 骗到这倒霉的杂质铺来 你这是存心害我啊 没错 这个老顽童 正是杂质铺 那位神秘的老板 只是在骗照友亮来的时候 化妆成了一个老道 老顽童走到书桌前后 轻声开口 先生 茶冷了 需要我给您再泡一壶吗 先生看着老顽童面露无奈 说了几次 莫皇前辈不用和我如此客气 我知道你想搭忌了 想去找他玩 去吧 只要记得我们 不能沾染任何因果就行 你也不想被带回祖地 不能再出来吧 一下就被先生 看穿心思的老顽童 难得的大脸一红 先生放心 老头子我知道规矩 绝对不多管闲事 不沾染任何因果 您要是没别的吩咐 老头子 我就去找大忌了 先生微笑 去吧 老顽童离开后 小和尚乖巧地开口 那摩阿弥陀佛 小僧去给哥哥煮茶卷 言必便迈着小短腿 跑到了书房之外 接下来的几天里 赵友亮再也没见过 那位神秘的先生 不只是赵友亮 其他小镇居民也都没看见 据说先生 一直在那座小楼里 没有出来过 即便是偶尔出来 也是安静地站在教室外面 笑着看里面的孩子学习 听他们朗朗地读书声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自从先生来了以后 赵友亮觉得 小镇的气息变了 原来的时候 总感觉阴冷而诡异 可先生来了之后 立即变得温暖起来 其他不说 至少那具奇怪的尸体 再也没有出来害人 为此 赵友亮还特意 趁着马家父子下葬之前去看过 那具尸体也没在棺材盖上躺着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之间便是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的小镇居民 开始三三两两 呼朋唤友地来到烧烤摊 赵友亮比小镇居民来得还早 此时已经在帮迎春嫂忙活了 过来喝酒的熟客 见到赵友亮便开口调侃 亮子 你这么勤快 老板给你发工资不 不等赵友亮回答 便有其他的人起哄 能在迎春嫂这大美女身边干活 还要啥工资啊 就是嫂子不用我 要是用我的话 我也免费帮忙 这话说完 立即引来所有人的哄堂大笑 赵友亮面嫩 被逗得不敢回对 迎春嫂可不惯着他们 行啊 你小子想要帮忙就来呗 老娘欢迎 不怕你家里那头母老虎散了你就行 迎春嫂这话一出口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可能是因为神秘的先生到来 小镇气息变化的原因 今晚来吃烧烤的人特别多 多到赵友亮回铺子上完香回来 居然还有几桌客人没走 要知道 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多了 没走的客人中 就包括开黑车的小李 不过他已经吃完喝完 正帮迎春嫂忙活呢 李茂 你媳妇跟孩子还在娘家呢 没回来啊 听了赵友亮的话 小李一边擦桌子一边回答 没让他们回来 回来干啥 你不是不知道 咱们这太邪性 还不如在娘家住着呢 说起邪性 小李忽然感到全身一冷 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哆嗦 我去不会真这么邪门吧 怕啥来啥 赶忙转身四顾 幸亏什么都没看见 小李看不见 但是有阴阳眼的赵友亮看见了 只见之前出现过的英灵车 从远处缓缓驶来 车身惨白 车头挂着大大的白花 最吓人的是 英灵车居然停在了 正对着烧烤摊的路边 看到赵友亮神情不对 细心的迎春嫂 赶忙开口询问 亮子 你怎么了 赵友亮担心迎春嫂害怕 怎么会实话实说 因此连连摇头 没事姐 可能是最近几天没休息好 有点累 说起没休息好 英春嫂顿时心疼赵友亮 扎纸铺的规矩她懂 每天都要早早起来开门 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等着上香 再加上来自己这里帮忙 赵友亮不累才奇怪了 想到这里 英春嫂心中愧疚 都怪姐 亮子你要是不来帮姐 也就不用这么累了 眼见英春嫂误会 赵友亮赶忙开口解释 姐你说啥呢 跟我还见外 我在你这白痴还打包早饭呢 这你咋不说 赵友亮的态度 让英春嫂心中一暖 同时还有种异样的感觉 涌上心头 行了亮子咱不说了 以后咱姐俩就互相照顾 那必须的 赵友亮一边故作臭屁的回答 一边用眼角余光盯着英灵车 问米婆婆说过 只要这车出现 就一定会死人 而且不装满意车的话 英灵车绝对不会离开 就在赵友亮暗自紧张的时候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英灵车的后门打开 里面的鬼魂 一个个面无表情地走了下来 身体左右摇晃 看起来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张半仙 马家父子 被恶鬼害死的那六个人 甚至包括问米婆婆 都在其中 他们就这么排着队 被一个全身白袍 看不清面目的人驱赶着 晃晃悠悠地朝着烧烤摊走来 然后一个挨着一个地坐在了空桌上 依旧如同风铃那般 左右摇摆 面无表情 此时的赵友亮 终于按耐不住 脸色大变 甚至下意识地挡在了迎春嫂身前 通过赵友亮的举动 年轻的俏寡妇知道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即开口询问 赵友亮一边下意识地后退 一边回答 姐 鬼 好多死人 他们就坐在那边的空位置上 听了赵友亮的话 迎春嫂顿赶紧被发凉 亮 亮子 我怎么看不见 你可别吓胡姐 两人虽然已经尽力压低了声音 但还是被最近的小李听到 哎呀 我去不是吧 亮子你真的看见了 这小子一边说 一边躲到了赵友亮身后 满脸的惶恐 此时的赵友亮 可没心情搭理小李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问米婆婆 毕竟这位老人是他最亲近的人 如今居然变成这样 看着看着 赵友亮忽然发现 老人家虽然失去了意识 甚至都闭着眼睛 但是嘴唇却艰难地动了一下 看那口型分明是说 亮子 赶紧跑 在赵友亮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驱赶鬼魂来这里的白袍人 忽然看了过来 吓得赵友亮赶紧转移目光 装着自己没有阴阳眼的样子 为了效果逼真 甚至主动和还在喝酒的客人 开起了玩笑 田大哥 都喝这么多了还喝呢 不怕回家挨嫂子骂啊 然而不等田大哥回答 白袍人率先发出了 虚无缥缈的声音 死 这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这话一出口 赵友亮立即察觉 周围的人脸色变了 原本还是红光满面的他们 居然齐刷刷地蒙上了一层死灰色 包括自己身边的银春嫂和小李 如果说别人要死 赵友亮可能不管 甚至装着不知道 毕竟现在的他没啥本事 斗不过阴魂厉鬼 但涉及到身边的人 尤其是银春嫂 赵友亮万万做不到袖手旁观 立即将心一横 跺脚轻生送念 云锁深山行人少 鼓动修真彻夜寒 清泉缭绕半仙刻 香烟腾腾土真言 妙法高深平度是 茶盐治病镇灵潭 玄冠开处金龙虎 道横县处不虚传 有请老神仙降临 赵友亮本意是请黄羽上身 最不计把蚂蚱惊请来也行 不出意外的是 意外再次发生 只见一颗生躯的蛋缓缓出现 并且无精打采地 趴在赵友亮头上 开口还是老三样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这事情哪说理去 不止长节觉得没地方说理 此时的赵友亮也是如此 那傻蛋蛋仔 要命的时候 咱先干点正经事行不 你能对付对面那只鬼吗 对付不了的话 能不能赶紧回去 把皇家小哥换过来 赵友亮说完 长节居然有了反应 无精打采地支棱起上半身 瞪着大小眼 朝对面的鬼魂看去 没错 这货不但长得像条 发育不良的区 还是大小眼间斗鸡眼 反正一看就知道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长节看向神秘白跑鬼的同时 白跑鬼也正看着 这颗奇怪的蛋 并且再次说出了刚才的话 死 你们都得死 话一出口 本来就粘了巴基的长节 顿时更粘巴了 甚至原本还算洁白的蛋壳 都蒙上了一层灰色 见此情景 赵友亮立即意识到 自己的蛋小弟 根本就不是恶鬼的对手 甚至也会被恶鬼杀死 内疚的同时 赶忙再次开口 蛋蛋仔 你快跑回家 把皇家小哥 还有熊大哥 他们都喊来 难得的是 这次长节再次回应了赵友亮 哦 炎壁 这就么缓缓地飘了起来 缓缓地朝着杂纸铺的方向飘 就像这气球 还是漏了一半气的那种 赵友亮甚至怀疑 按照长节目前的速度 想要飘回杂纸铺 起码得天亮 可即便如此 刚飘出末多远的长节 居然又飘回来了 在赵友亮愕然的目光中 不紧不慢地开口 刚才你让我都喊谁过来着 我给忘了 赵友亮 为了防止长节再忘 再飘回来 赵友亮一边紧盯着 对面的白跑鬼 一边拿出纸笔 飞速写下皇小哥 熊大哥等一串的名字 反正就是要把自己的 整个堂口都调动过来 跟对面的恶鬼拼命 将写好的纸粘上唾沫 扑的一声 贴在了长节的蛋壳上 蛋蛋仔麻烦你快点 不然真的会死人的 哦 长节回答的 依旧是不紧不慢 然后就这么不紧不慢地 飘向扎纸铺 可这次还是没飘出去多远 便在赵友亮绝望的目光中 又飘回来了 见此情景 赵友亮简直是欲哭无泪 蛋蛋仔 蛋爷 我叫你蛋爷还不行吗 要命的时候 能不能别闹 真会死人的 尽管赵友亮心急如焚 但长节依旧是那副 不紧不慢的样子 说话更是软弱无力 不紧不慢 你给我叫爷啊 那量子你别怕 你太爷来了 也不用费劲飘回去了 这几只倒霉鬼倒霉了 啥 在赵友亮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忽然感到一阵春风和煦 没错 北国的深秋 居然忽然刮起了暖暖的春风 不仅是春风 赵友亮甚至有种感觉 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 世界仿佛变亮了 当然并没有真的变亮 只是给人的感觉 随即所有的亮光 尽数汇集在烧烤摊的对面 只见那里缓缓走出两个人影 一大一小 大手拉着小手 大人气度从容 虽然笑得温和 但给人的感觉 却是帝王出行 君临江山 不容任何丝毫的顶撞和亵渎 小孩则依旧羞怯 依旧可爱到爆炸 正是那位神秘的华先生 和他身边的小和尚 见此情景 赵友亮忍不住下意识地开口 先生 男人微笑着点头回应 一步步地带着小和尚 朝这边走来 更让赵友亮不能理解的是 刚还坐在对面 空桌旁边的鬼魂 居然尽数站了起来 包括那恐怖的白袍人 随即 琪琪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排着队 低着头 急匆匆地返回到了英灵车里 英灵车就这么忽然消失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鬼魂的动作 落在赵友亮眼里 就像是他们 唯恐自己丑陋的样子 冒犯到走来的先生 所以才双手掩面 匆忙回避 而走来的先生 似乎毫不在意这些鬼魂 只是带着小和尚 走到一个空位置坐了下去 与此同时 听见赵友亮 喊先生的迎春嫂 赶忙询问 亮子 你刚和谁说话呢 先生 哪位先生 前几天来的那个大好人 迎春嫂的话 倒是把赵友亮问愣了 赶忙开口反问 姐 先生 就坐在对面 你看不到吗 啊 迎春嫂满脸的惊讶 左顾右盼 亮子你没逗姐吧 我怎么看不到先生 另外 先生要是真的在 你赶紧请他走啊 咱这不是有鬼吗 可别让鬼害了先生 面对如此神奇的情景 赵友亮一时间 都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同时他还发现 不只是迎春嫂 看不到先生 其余人同样如此 不然的话 还在吃饭的那几桌 早就起来围过去迎接了 就在赵友亮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不该过去 和先生打招呼的时候 先生那温柔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想过来就过来吧 不用惊讶 他们都看不见我 哦 赵友亮闻言 赶忙连连点头 同时飞速地轻声叮嘱 迎春嫂 姐你别说话听我说 赶紧让所有人都走 你看着找个理由 别问为啥 听我的 我以后和你解释 赵友亮之所以这么做 一来是怕周围喝酒的人 言语粗鲁 冒犯了先生这个大好人 二来自己过去之后 在别人眼里 那就是对着空气 自言自语 不得被说成魔证了 或者撞邪了呀 到时候 大家在跑过来关心 自己还怎么和先生 好好说话 迎春嫂显然特别信任赵友亮 闻言立即行动 搁几个都喝差不多了吧 别喝了 早点回家吧 我要收摊了 时刻们闻言一愣 随后纷纷起哄 咋地了大美女 有生意都不做了 不赚钱了 还是着急回去 和亮子二人事件 面对起哄迎春嫂笑骂 别乱讲话 嫂子是过来人 倒是无所谓 可耽误了亮子 找对象就不好了 行了 听我的都赶紧回吧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得早收摊回家歇着去 还在喝酒的 都是成年人 闻言立即想到 迎春嫂是来那个了 于是齐齐露出理解的笑意 知道了知道了 马上走 大美女 算账 回家好好休息 这几天都早点收摊 面对着众人的善意 迎春嫂笑着一一回应 今天是我的错 你们的账单都按八折算 没喝好的 改天再来喝 打发走了所有人 甚至连小李也被撵回去后 赵友亮赶忙一溜小跑地 坐到了先生对面 拘谨地坐下 像个面对校长的小学生 一开口先道歉 先生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说着说着 甚至下意识地起身 鞠了一个躬 先生依旧和蔼可亲 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好意 坐下吧 随一点就行 哦对了 你希望她 也能看见我是吗 让她也一起过来吧 说话间 迎春嫂果然立刻 就看到了先生 先是一愣 随后惊呼 您 您真的来了 那啥 我这就去烤肉 烤所有好吃的 亮子 你可千万拉住先生 别让先生跑了 走了 先生 在咱家吃不好的话 咱姐俩会被全镇人指着几辆骂的 看着热情似火的迎春嫂 先生微笑 不用忙了 过来坐吧 还有你长洁 也来吧 听到话九难招呼自己 长洁立即眼泪汪汪地飘了过来 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这事情可乃说理去 看着软啪啪 还大小眼尖斗鸡眼的长洁 先生也很无奈 放在自己腿上 一边抚摸一边安慰 一切都是经历 你终归会有画龙的一天 长洁显然十分相信眼前这位先生 闻眼眼泪汪汪地连连点头 此时的赵友亮 还处在深深的激动当中 因此没注意到 先生说自己的淡小弟会画龙 不过话说回来 以赵友亮的性格 即便长洁没出息 始终这样 他也不会嫌弃 反而会更加照顾 至于神秘的先生 为什么会魄力和赵友亮相见 其中还有着更深的原因 简单地聊了聊家常 先生长生而起 友亮 带我去杂纸铺看看吧 一转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 先生虽然说得简单 但赵友亮立即意识到 自己的杂纸铺 绝对和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且 镇子外面的监狱 就是先生命人修建的 没错 就是命人 赵友亮有种感觉 任何人都不配眼前的先生 用请这个字 除非他自己谦虚 杂纸铺和烧烤摊不远 隔了一条街而已 因此 只是一会儿几人便到了铺子门口 赵友亮轻声提醒 先生 我这铺子有点邪性 关了门就不能再开 而且除了我之外 不能进别的活人 您看 虽然已经意识到先生厉害 绝对不会是普通人 但赵友亮拿不准 先生究竟厉害到了何种程度 这才小心翼翼地轻声提醒 先生显然体会到了赵友亮的好意 轻声说了句无妨后 便推开了扎纸铺的大门 这一瞬间 屋里立即刮起呼啸的音风 传出凄厉的惨嚎 所有的指人瞬间活了过来 并且瞪着星红的眼睛 看向门口的方向 大事不好 赵友亮瞬间紧张不已 赶忙把先生连同迎春嫂 都护在身后 然而令赵友亮震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 活过来的指人 见到神秘的先生 居然齐齐地低下头去 要不是关节不灵活 他们甚至会跪在地上 与此同时 先生轻轻将赵友亮 从自己眼前拉开 迈步朝着正中间的两尊人偶走去 看着先生的背影 这一瞬间 赵友亮明白了很多 原来扎纸铺的规矩中 其中一些是专门为 眼前的先生定下的 而不是那两尊人偶 比如 每天都要在地上铺好黄纸 新的黄纸 并且任何人都不准 走在黄纸上 包括赵友亮自己 这黄纸 便是给先生专门准备的 因为不知道 先生何时会来 所以每天都要换成新的 同样 指人必须面朝门口摆放 也是因为先生 指人要随时准备 恭迎先生的到来 书中暗表 以上这些 还真被赵友亮猜对了 另外第一次的时候 徽家家主徽无命 之所以亲自来找他 并不单纯是因为 赵友亮救了小饺子 和这位神秘的先生 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徽家家主隐约 知道一些杂纸铺的事情 虽然不多 但至少知道 先生曾在这里驻足 所以才不反对 小饺子跟着赵友亮 所以才会建议 常家把长劫主动送来 其实这世间 任何事情都有因果 只是我们没看透 或者没看到而已 哪有莫名其妙的爱 就如同没有 莫名其妙的恨一样 就在赵友亮恍然的时候 先生已经拉着 那超级可爱的小和尚 走到了两尊人偶面前 钱文说过 人偶是供奉在一具 高高的棺材上 赵友亮每天上香的时候 都需要爬梯子 因此 人偶和先生相比 居然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就在赵友亮觉得 十分不妥的时候 又一件令他 合不拢嘴的事情发生了 那尊女性人偶 居然缓缓地蹲下身子 显然是不敢见远 不敢让先生仰视自己 那尊男性人偶 虽然没有蹲下 但却缓缓地消失不见 他原本站立的地方 只留下一滩血泪 同样流出血泪的 还有那尊女性人偶 此时的他 再也没了之前 那种诡异和阴森 完全就像背负齐渊 终于遇到大人物 可以哭诉的普通女人 面对如此情景 先生身后的可爱小和尚 双手合十送念 纳摩阿弥陀佛 先生则是轻声叹息 叹息过后 先生便带着小和尚 转身离去 空中只留下他温和的声音 友亮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 别急 一切总有揭晓的那天 杂纸铺并不是 我设下的局 他有自己的千古其冤 我只是在二十年前 偶然路过 心中不忍 才做了一些事情 声音过后 等赵友亮回过神来 先生和那可爱到爆炸的小和尚 已经消失不见 同时 赵友亮意识到 先生已经远离了小镇 因为那种春风和煦的感觉不见了 整个小镇恢复到之前的那种诡异 阴森 即便意识到 先生已经远离 但赵友亮 还是忍不住追了出去 可惜的是 漆黑的夜色中 哪里还有先生的影子 只是看到大黄狗 对着先生离去的方向不停叩拜 狗眼中热泪滚滚 同时落泪哭泣的 还有飘在空中的长节 就在赵友亮失落 茫然的时候 身后的杂纸铺 忽然砰得一声门窗紧闭 铺子里的灯光 忽明忽暗地急速闪烁 通过投在窗户上的影子 赵友亮仿佛看到 指人们群魔乱舞 女性人偶长发飞扬 呵呵呵呵 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约定已经完成 我们终于可以放手报仇了 呵呵呵呵 随着女性人偶诡异的笑声 笼罩着整个小镇的气息 瞬间变得更加阴森恐怖 这恐怖的气息 甚至让赵友亮不寒而栗 片刻后 忽然惊叫出声 大事不好 姐还在铺子里面呢 就在赵友亮 想要不顾规矩 强行打开杂纸铺大门的时候 只见昏迷的迎春嫂 忽然被什么东西 从窗户里丢了出来 赵友亮接住迎春嫂的同时 女性人偶 那诡异的声音再次传来 念在先生啃现身见她 我饶她一次不死 呵呵 呵呵呵呵 幸亏迎春嫂并无大碍 不一会儿便醒了过来 赵友亮送她回家后 自己躺在床上 久久无法入睡 最近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多到赵友亮不知所措 茫然无助 百无聊赖之下 赵友亮拿起那本老子 想你这随便翻翻 神奇的是 好多内容她居然看懂了 并不是认识了上面的字 只是一种旋而又旋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的 赵友亮虽然纳闷 但也没有细想 反正短短的十几天里 在她身上发生的奇怪事情太多了 也不差再多这一件 翻了一会儿手里的古籍 赵友亮便开始昏昏欲睡 那样子 就像是学习时的我们 不出预料的 梦中依旧有个人 给赵友亮讲古书上的内容 不过这次的讲解人却换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道庄老者 而是神秘的先生 先生犹豫一下才开口 友亮 你可知修行者口中的见到三绝 相见便是有缘 我请无心传你其中的 无我 希望这一件 能保你平安度过接下来的劫难 至于另外的君子和帝王 就看你个人的原法吧 先生说完后便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他身边 那个可爱到爆炸的小和尚 小和尚对着赵友亮羞涩一笑 随后将胸前挂着的面甲 扑的一声扣在了自己脸上 再然后 再然后这个可爱的小和尚 全变身成一尊魔王 血月高悬 阴风呼啸 还有一尊巨大的 流着血泪的佛像 悬浮在魔王的身后 于是 针对赵友亮地狱般的训练 便正式开始了 可能是昨晚梦中 练剑太辛苦 反正到了早晨 即便闹钟都没能吵醒赵友亮 还是头顶钢窥的大黄狗 亲自出嘴 将这丝从床上拽了下来 哎呀妈 太君你慢点 疼 我这就起来 这就起来干活还不行吗 按照规矩做完一切后 赵友亮这才开始研究 大黄狗头上的钢窥 带着这玩意儿 使原本就奇丑的流氓狗 看起来更猥琐了 太君 你脑袋上的屎盆子 哪来的 自己在垃圾堆里捡的 还是在谁家抢来的 赵友亮边说边在钢窥上弹了一下 恶然发现 这玩意儿不是铁的 倒像是块质地偏软的石头 其实本来就是 其实是长家家主 送给大黄狗的那方厌台 宝物随心 到了大黄狗手中 就变成了钢窥 被这撕扣在了自己的狗头上 眼见赵友亮 居然敢谈自己脑瓜崩 大黄狗大怒 对着赵友亮呲牙咧嘴 赵友亮本能地想耸 可忽然想到 昨晚梦中修炼的剑法 好奇心驱使下 赶忙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然后对着大黄狗叫嚣 太拒你欺人太甚 今天我和你拼啊 大黄狗怎么会灌着赵友亮 短暂地愣神后 熬一嗓子扑了上去 于是 于是赵友亮悲剧了 哎呀妈啥破剑法 怎么连狗都打不过 狗哥狗哥饶命 我服了 再也不敢了 哎呀妈狗哥别挠脸 上次伤还没好利索呢 许久之后 把自己打累了的大黄狗 才终于放过赵友亮 晃悠着大屁股 赵友亮哼哼唧唧地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的悲愤和委屈 就像是刚被自家男人 抱作一顿的小媳妇那般 此时此刻 他终于理解长劫的心情了 哎呀妈 我一个大男人居然打不过狗 这事儿可上哪说里去 赵友亮一边自怨自怜 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朝早餐店走去 刚坐下 还没等要东西吃 便听到林桌的轻声议论 哎 昨晚老齐一家子都横死了 今早才被人发现呢 一家死绝 连个给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了 这人说完后 他同桌的人跟着叹息 可不是吗 据说是脏东西给害的 刚消停没几天 怎么又这样了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听了两人的对话 赵友亮顿时一惊 难道是 那具奇怪的尸体又出来了 不行 我得过去看看 于是 赵友亮连早餐都没吃 便静止朝着死绝的老齐家走去 然而还没等他走到 便被以民警小赵为首的 一群警察给堵住了 赵友亮一愣 随即满脸无奈地开口问道 赵哥 别告诉咱又死人了 又和我那张照片有关系 我又得被你们带回去调查 不只是赵友亮无奈 知道他冤枉的民警小赵 同样如此 亮子你别生气 没办法 该走的程序 还是要走的 不过这次不用关你一天一夜 只要陪着我们去案发现场一趟就行 听说不会被关一天一夜 赵友亮郁闷的心情 总算好了一些 上次就是因为自己被关 问米婆婆才去世的 赵友亮可不想同样的悲剧 再次发生 上了警车之后 因为都是熟人的原因 警察们没给赵友亮臭脸 甚至都没给他戴手铐 亮子你不用这么愁眉苦脸的 我们都知道 凶暗和你没关系 上次那位道爷还记得不 是他让我们带你过去看一下 你说这事情邪乎不 死人就像是被野兽咬的一样 有一个甚至整张脸都被啃没了 那才叫吓人呢 赵友亮自然对那位道爷印象深刻 一来人家给了自己一本秘籍 虽然是本十分不靠谱的秘籍 老子想你这 就算仿造古籍 也不用这么不专业的吧 扯淡 除了秘籍外 老道人的道号 也让赵友亮印象深刻 茅台 加上那本不靠谱的秘籍 使得赵友亮一度怀疑 这位道爷就是爱搞笑 故意斗自己玩的 想着想着 赵友亮心中忽然产生疑问 赵哥 我们镇上和附近 总是这么接二连三的死人 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为啥你们看起来都是见怪不怪的样子 明警小赵文言苦笑 亮子你自己不都说了吗 就是见怪不怪 习惯了 不瞒你说 我们整个部门 从省里到市里 都知道咱们这邪乎 而且据说一个大人物 还特意叮嘱过我们的顶头上司 最顶头的那种 说到这里 小赵用手指了指京城的方向 告诉我们顶头上司十二个字 见怪不怪 尽力而为 适可而止 要不是这样的话 就这么频发命案 我们早就集体被处分 开除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赵有亮点头 示意自己明白了 同时 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 在他脑中闪过 明警小赵口中的大人物 一定是昨夜离开的那位先生 除了先生 赵有亮实在想不出 有其他大人物 会关注这座不起眼的小镇 新的案发现场 距离小镇二十多里的路 因此 警车很快就到了 赵有亮被压着下车后 一眼就看见了 茅台老道 正拖着罗盘寻找着什么 与此同时 茅台也看到了赵有亮 立即快步走了过来 福生无量天尊 今日又要麻烦小有 还请小有勿怪 如今形势比人强 赵有亮就算想要怪罪也不敢了 更何况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 从来不会轻易得罪人 因此 立即笑脸相迎 道爷您别客气 能帮上您 帮国家破案 咱荣幸还来不及呢 麻烦啥 说吧 要我做什么 听到赵有亮这么说 茅台老道的眼中满是欣赏 小有 你什么都不用做 平道只需借你一缕气息 严毕就这么朝着赵有亮虚空一抓 随即便把所谓的气息 丢在了罗盘上 经济其真名 使人知知 一知鬼明 邪不赶钱 三呼其鬼明 鬼怪极绝 上天鬼 下地鬼并煞 极鬼皆有姓名 子知 三呼鬼明 万鬼听令 害人者身在何方 引路 咒语完毕后 罗盘上的指针 开始疯狂转动 最后静静地指向一个方向 茅台老道 见状大喜 浮身无量天尊 真的有用 严毕便带头 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一边走一边 给赵有亮讲解 小有 平道今日忽然想起 这凶手拿过你的照片 因此 身上或许还残留着你的气息 所以才把你请来 借助气息施展 寻鬼诀 刚才一试 真的可以 赵有亮陪笑着连连点头 能帮上 道爷您就好 那我就算没白来 那啥 不用我干啥了吧 您要是没啥事 我就先回去了 赵有亮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就是个努力活着 努力赚钱 养家糊口的小人物 能照顾好身边的亲人就不错了 可不想多管闲事 更没想过 做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因此 自然借机开溜 赶紧回到镇上 处理自己的事情 谁知茅台老道 却将赵有亮一把拉住 小有 你可不能走 气息一物 虚余则散 散去之后 还需重新向你见 所以 在找到真凶之前 你要一直跟在频道身边 就这样 赵有亮不得不硬着头皮 继续被迫营业 即便心中不爽 但脸上依旧挂满了讨好的笑容 道爷 你让我留下 我当然得留下帮忙 不过 咱们事先说好 天黑之前我必须回去 我那间铺子 茅台道人 显然那已经知道了 杂纸铺的诡异 立即点头表示理解 就这样 两人一千一厚地 朝着前方继续寻找 并且没让警察跟着 在这样的灵异事件面前 普通人根本就帮不上忙 即便警察也是如此 除非是特殊部门的特殊警察 装备浮枪 浮弹的那种 这里特殊解释一下 浮枪 浮弹是道法和科技结合的产物 说的简单点就是 道门高人把浮禄刻在了现代武器上 只是制作起来极其困难 并且需要真正的高人才能制作 因此数量稀少 更别说量产了 赵有亮和茅台老道 两人就这么根据罗盘的指引 走走停停 半天功夫过后 已经到了人际罕至的大山深处 披荆斩棘之下 赵有亮类的筋疲力尽 反观人家茅台老道 依然屁事没有 赵有亮双手扶在膝盖上 弯着腰不停地喘气 我说道爷 咱们还得走多远 再远的话 我怕天黑前回不去了 茅台老道双眉紧锁 拖着罗盘在附近来回走动 片刻之后 开口回答赵有亮 应该就在附近了 咱们再找找 半个时辰后 如果还找不到 咱们就回去 明天再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半小时后 罗盘终于指引者两人 在一个冒着寒气的 巨大山洞门前停了下来 茅台老道看了看周围的地形 又抓起地上的土 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面色凝重 九阴之冬 老猫伏地 聚阴气而受阳气冲 结阴湿冰冷 湿如在冰窖中 这个山洞 居然是仅次于你扎纸铺的仰尸地 看来真是僵尸骇人 茅台老道一边说 一边取出一张符录 夹在两根手指中间 迎风一晃点燃 随后念动咒语 朝着山洞里丢去 探西探东探阴阳 乐 燃烧的浮露 刚飞出去不远 便砰的一声 炸成一团火花 紧跟着便是一声 若有若无的咆哮 从山洞里传来 果然是僵尸 果然在这里 自言自语过后 茅台老道扭头 看向赵有亮 一路行来辛苦小友了 小友你先回去 剩下的事情 交给频道就好 要是没找到僵尸的话 茅台老道这么说 赵有亮一定转身就走 可如今找到僵尸了 赵有亮又开始担心起 茅台老道的安全 犹豫一下开口说道 道爷 你有把握 对付里面的东西吗 不行我留下跟你一起吧 虽然我没啥本事 但多个人 总比少个人强势不 赵有亮的真诚和善良 使得茅台老道 对他更加欣赏 福生无量天尊 有亮你放心回去就行 区区一头僵尸频道 还是能够应付的 放心吧 听对方这么说 赵有亮才一步三回头地 朝着小镇的方向走去 临走前 把自己的手机号 给了茅台老道 道爷 您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就给我打电话 我尽量过来帮你 俗话说得好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尤其是这种 没有路的荒山 不知道摔了多少跟斗之后 赵有亮终于到了 山下的公路旁 看着已经见晚的天色 赵有亮简直欲哭无泪 这样的偏远地段 是绝对打不到车的 玩犊子了 就在赵有亮心急如焚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 扭头看时 只见远处车灯闪烁 亮子这边 我没走 等你呢 正是民警小赵 赵哥 你 你什么你 快点上车吧 我要是不等着 你咋回去 小赵笑呵呵地开口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道爷呢 当赵有亮 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后 小李叹息一声 也不知道 咱这破地方咋地了 邪乎事情就没断过 算了不说了 哥送你回家 等到了自家杂纸铺门前 就见到黑车司机 李茂正在门口徘徊 赵有亮下车后 立即迎了上来 哎呀妈亮子 你可回来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等我干啥 赵有亮一边关上店铺的大门 一边随口问道 咋地 请我喝酒啊 哪有心情喝酒啊 小李一边帮赵有亮收拾东西 一边苦笑着开口 亮子 老齐一家子 昨晚死光了你知道了吧 是不是那个奇怪的尸体又出来了 我害怕啊 说起那句奇怪的尸体 赵有亮同样担心不已 走 咱一起去解的烧烤店 到了那边再说 正式入夜之后 来吃烧烤的人不算少 大家一边喝酒 一边议论着 接二连三死人的事情 特么的 咱们这地方太邪性 这段时间都死多少人了 要不是没钱 我早就想搬走了 这人说完 另一人苦笑 搬走就行 你想多了 我早就听老人说过 以前因为害怕搬走的人 都没好下场 要么发生意外 客死一箱 要么就是有不得不回来的理由 结果回来之后 活不过几天 还不如不搬走呢 哎 这声叹息之后 整个烧烤摊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吐死胡悲的情绪 笼罩了所有人 这样压抑的气氛下 就连一向胆大泼辣的 迎春嫂 都有些害怕 下意识地靠近身边的赵有亮 轻声开口 亮子 你说是不是那个东西又回来了 迎春嫂口中的那个东西 自然指的是 杀死马家父子的尸体 赵有亮缓缓摇头 姐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赵有亮的承诺 使得迎春嫂心中一暖 随即觉得 那东西 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 深吸口气后 扭腰摆臀 满面带笑地 开始招呼客人 听到他们对话的小李 也跟着苦中作乐 亮子 你别只保护迎春嫂啊 能不能顺带着 连我一起保护一下 咱除了生孩子不会 干别的不比迎春嫂差 不信你试试 说完后 故作扭捏地 朝着赵有亮 抛了一个媚眼 这一幕 可是把赵有亮恶心坏了 骂了一个滚字后 继续忙碌手中的事情 因为心中害怕 小李自然不敢远离赵有亮 于是死皮赖脸的 没话找话 亮子 你有啥办法 能让我也看得见鬼吗 看见总比看不见好 至少鬼要是真的来了话 也好有个防备 您还别说 能让普通人 看见鬼的方法 赵有亮真知道 以前的时候 棺材铺的孙掌柜 和他说过 室内打伞 眼皮上抹湿泥 弯腰从胯下往后看等等 这些方法都行 不过从目前 他们的条件上来看 最有效的 便是把锅底灰涂在眼皮上 故事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杠筋会抬杠 弯腰 从自己胯下往后看 不是更容易 笔者只能说 有这样想法的人 考虑问题太不全面了 如果长时间地 保持上述姿势 你不迷糊吗 就算不迷糊 在大庭广众之下 始终撅着屁股 会不会被人当成神经病 会不会被无良的熟人 狠狠在屁股上踹一脚 退一步讲 就算是不挨踹 鬼要是真的来了的话 你撅着大屁股 怎么和他决斗 放屁绷吗 再者说 小李这个大老爷们 撅着屁股行 那迎春嫂 这个俏寡妇怎么办 她要是撅着的话 嗨嗨 画面太美 不便描述 小李在听到抹锅底灰能见鬼后 赶忙伸手 在煎饺子的锅下面用力蹭 然后把灰镜数 抹在自己的眼皮上 瞬间 一个丑陋的烟熏妆 呈现在赵友亮眼前 东张希望地看了半天 这才满脸疑问地 对着赵友亮开口 亮子 我都抹灰了 咋还看不见鬼 你不会是逗我玩的吧 赵友亮无奈 现在附近也没有鬼 你能看见个啥 再说了 你抹的这个 纯粹是煤气灌熏的 不是锅底灰 锅底灰指的是草木灰 就是烧柴形成的那种 还得生了许多年 烧过各种柴的老锅 哦 这样啊 小李文言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随即又沮丧起来 现在这年头 哪里还有烧柴的 根本找不到好不 两人的对话 刚好被过来的迎春嫂听见 并且只听到了后半段 找烧柴的老锅干啥 咱们后院不就有吗 我对店时候 前任店主留下的 现在还每天都用他煮肉呢 小李文言大喜 立即屁颠屁颠地 朝着后院跑去 不大功夫过后 便捧着一把锅底灰 又跑了回来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赵有亮把找锅底灰的目的 说给了迎春嫂听 迎春嫂的想法 倒是和小李一样 能看见鬼 总比看不见好 最少在他害自己的时候 能有个防备 于是毫不犹豫地 从小李手中沾了一点 分别涂抹在自己的双眼上 人每做什么都好看 人家迎春嫂涂抹完后 那才是真正的烟熏妆 不仅显得双眼更大了 同时还有种寒情默默的感觉 相比之下 再看小李的算了 看他干啥 纯熟给自己添赌 亮子 这样真的能看到鬼 迎春嫂一边拿着小镜子 给自己精修妆容 一边随口问道 我也不确定 看着对近贴花黄的迎春嫂 赵有亮有些心旷神疑 这些是孙叔活着时候告诉我的 我没试过 提起棺材铺的孙掌柜 赵有亮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次英灵车上 所有鬼魂兜下来的时候 居然没看到孙掌柜的灵魂 难道他没有死 想到这些赵有亮不禁兴奋起来 孙叔要是没死的话 那会在哪里 不会是被困在墓里了吧 不行 我得打电话问问 着急下 赵有亮立即拿出手机 拨给了唯一的幸存者 赶诗人赵洪伟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另一头的赵洪伟 听到是赵有亮后 十分高兴 赵老板 你终于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我已经请了我们这边 最厉害的几位老司 过几天就回去找金贾师报仇 配合着赵洪伟说了几句后 赵有亮说出了自己打电话的目的 洪伟 你确定孙叔他真的死了 赵洪伟被问得一愣 赵老板 你说的是孙掌柜 确定 当然确定 我亲眼看到他为了保护我们 被金贾师咬住脖子吸血 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刚刚燃起希望的赵有亮 十分失落 哦 没事 我就是确定一下 你抓紧时间回来吧 咱们一起去找那畜生报仇 两人又聊了几句后 心情低落的赵有亮 便匆匆挂断 细心的迎春嫂 看他这副样子 立即开口安慰 亮子别想了 事情都过去了 要是孙叔他再天有灵 也不想见到你不开心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便临近午夜 喝酒的人都走后 迎春嫂 赵有亮三人 也就收摊回家 幸运的是 这段时间并没有看见鬼 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回到自己铺子 赵有亮按照规矩上完箱 便回房间躺着 可是辗转反侧的 就是无法入睡 就在这时 黄宇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亮子你来 别出声 到后院来 赵有亮知道 黄宇是个稳重的君子 不会无缘无故地喊自己 尤其是在这大半夜的 赶忙胡乱穿好衣服 直奔供奉着 仙家牌位的偏房而去 一进门 正看到所有仙家 都趴在窗户上 瞪大眼睛看着外面 幸亏有好几扇窗户 不然的话 还真趴不下这么多人 好奇心驱使下 赵有亮也加入到了观望的大军中 细看之下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那辆惨白的英灵车 正停在马路对面 曾经说 都要死 那个白袍人 正驱赶着昨天刚死的 老齐一家上车 并且 这辆英灵车更大了 如果说之前 只是个中等巴士的话 现在已经晋级到 双层56座大巴 这就意味着 短时间内 还会有更多的人横死 就在赵有亮心中惶恐的时候 黄雨轻声开口 亮子 仔细看 看英灵车的后座 赵有亮一眼看去 惊恐地发现 迎春嫂居然坐在那里 就是刚刚才和 自己分开的迎春嫂 此时的她 和别的鬼魂一样 面色惨白 浑浑噩噩 甚至紧闭的双眼中 还在不断地躺出黑鞋 坐在座位上 左右摇摆晃荡 完全是一个不安的灵魂 而她没注意到的是 坐在迎春嫂前面的 却是下午才和她分开的道人 茅台老道 怎么会这样 赵有亮立即就想出去查看情况 可却被熊霸一把抱住 亮子你别急 听小语说完 黄雨理解赵有亮的心情 立即开口问道 亮子 你和那个女子分开多久了 尽管心中着急 但赵有亮知道 黄雨不会无地放逝 因此耐着性子回答 刚刚才分开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黄雨文言 脸色更加凝重 亮子 如果我告诉你 那女子已经在车上很久了 你能相信吗 至少从我们看见开始 她已经在英灵车上一个时辰了 赵有亮就算读书少 也知道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刚刚还和自己在一起的人是谁 一念至此 赵有亮不禁几倍声寒 眼睛中满是惊恐 慌乱 可即便如此 赵有亮还是试图从熊霸的怀里挣扎出来 无论如何 她要弄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不能放弃迎春嫂不管 亮子 冷静 见此清景 黄宇赶忙出言安慰 你现在出去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但救不了那女子 自己也会搭进去 英灵车 不是我们能够招惹的 即便黄宇这么说 但性情中人的赵有亮 怎会放弃 依旧奋力挣扎 熊大哥放开我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姐给救出来 看着已经彻底失去理智的赵有亮 黄宇无奈地朝着熊霸点了点头 熊霸会议 抬手将赵有亮敲晕 与此同时 憨憨的熊霸感慨着说道 亮子这人形 关键时刻 能为朋友两肋插刀 其余仙家 显然十分认同熊霸的话 下意识地轻轻点头 其中包括 依旧带着枷锁的风轨 囚徒 也是目前所有仙家中 道行最高的一个 短暂的沉默后 囚徒轻声开口 小宇 英灵车到底是什么 这东西 和英私地府是什么关系 黄宇一边紧盯着外面的英灵车 一边开口 具体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这东西 是最近二十几年才出现的 而且每次出现的地方 都会在短时间内 横死很多人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 布庄满王魂他 绝对不会离开 会一直在附近徘徊 据说曾经有位慈悲的 道家高人 试图驱赶过英灵车 挽救当地的居民 可是 可是 熊霸性子急 见黄宇不说 赶忙追问 小宇你倒是讲啊 可急死暗了 黄宇叹息 可是那位道家高人 自己都被英灵车收了 不只是他 还包括他师门中的所有道长 甚至包括他世俗中的亲人 三族之内的所有知青 正说话间 只见英灵车缓缓启动 居然静止朝着 扎纸扑的方向开来 大事不好 见此情景 黄宇赶忙招呼熊霸 熊大哥快 快把堂上供奉的令牌拿来 黄宇口中的令牌 便是英差送给赵有亮的那块 憨憨的熊霸反应较慢 没有第一时间去拿 反倒是愣愣地问道 令牌 小宇你让那宝贝干嘛 等等 你的意思是 英灵车是冲着咱们来的 大事不好 等熊霸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 蚂蚱精已经高举令牌 递给了黄宇 接过令牌后 黄宇同样将其高举过头 口中急速送念 人来隔重指 鬼来隔坐山 千邪弄不出 万邪弄不开 以先生之名 勒令 黄宇念完避鬼咒后 一道清光从令牌里面发出 将杂指扑后院围拢在其中 然而 等黑光蔓延向前院的时候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狠狠地弹开 同时又有凄厉的惨笑 从女性人偶体内发出 伴随着惨笑的 还有那诡异的戏曲唱枪 声能挤 死叫长 有谁逃无常这桩 这烟渣臭腹 把换身躯抛却无真相 讨得来富贵皮囊 富贵皮囊 只不过王侯尊长 不知道是唱枪的原因 还是黄宇的避鬼骤起了作用 总之 外面的英灵车 先是缓缓停住 然后掉头 朝着杂指扑前院去了 并直挺挺地 停在了杂指扑门前 随后车门打开 仅剩下上半截身体的马家父子 惨叫着爬了出来 似乎是被什么驱使着 静止爬向杂指扑的大门 身后留下两道长长的血痕 艰难地爬到门前后 便开始拼命地撞门 即便是头破血流 都不敢停下半秒 如此赤裸裸的挑衅 自然激怒了杂指扑里的东西 只听那女人的笑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害人 随即喷的一声 杂指扑大门自己打开 刺骨的阴风从里面呼啸而出 站成两排的指人们 进阶宁笑 瞪着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盯着外面的阴灵车 与此同时 马家父子在神秘力量的驱使下 静止朝着铺子里面爬来 一边爬 一边发出凄厉的惨嚎 似在害怕 又似乎想要把自己承受的痛苦 进阶发泄出来 马家父子朝着铺子里面爬的时候 指人则是机械般地朝着门口迎去 双方再一点点互相接近 呵呵呵的冷笑声 和马家父子的惨叫声 响彻整座小镇 就在双方即将接触的时候 他们中间地方忽然出现一条 婴儿手臂粗细的灰线 正是隔绝扎纸铺的生死线 凡是接触到生死线的东西 无论是马家父子还是指人 立即就像碰到烧红的烙铁那般 惨叫着弹飞出去 见此情景 铺子外面的英灵车 先是收了马家父子 然后缓缓后退 就这么一点点地消失在诡异的夜里 铺子里 指人们看着生死线色色发抖 而从女性人偶体内 发出的诡异笑声则越来越尖锐 如哭如诉 等赵有亮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顾不得其他 赶忙拿起手机 给迎春嫂打了过去 电话没接通之前 赵有亮及的原地踱步 姐 你可千万别出事 电话接通后 那边传来迎春嫂慵懒的声音 亮子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干嘛 有事啊 听到迎春嫂的声音 赵有亮瞬间便忍不住眼中含泪 就连声音都都有些颤抖 姐 你没事吧 我 电话那端明显的一愣 我没事啊 昨晚回来就睡下了 怎么了亮子 确定迎春嫂平安 赵有亮总算放下心来 姐你没事就行 我也没事 那啥 我就是做噩梦了 有点担心你 我挂了呀 姐你多睡会儿 这边赵有亮是放心了 但那边迎春嫂 反而担心起来 亮子你到底怎么了 有啥事就跟姐说 要不这样 姐这就起来做早饭 做好了给你送去 有事情 咱当面说 迎春嫂的话 正合了赵有亮的心意 因此赶忙答应 毕竟没见到人的话 她始终放心不下 昨晚看到的事情 实在是太诡异了 迎春嫂明明好好的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英灵车里 赵有亮一边琢磨 一边按照规矩开门营业 路过狗窝室 发现大黄狗居然没在里面 不是吧 这么早就出去耍流氓了 傻不傻 这个点母狗都没起来了 你跟谁耍 就在赵有亮 自言自语吐槽大黄狗的时候 黄宇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亮子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赵有亮知道 人家是为自己好 再加上确定了迎春嫂梅事 因此更不计较 黄小哥 你这是说的啥话 啥对起对不起的 事情过去就拉倒呗 哦对了 我真想问你呢 将迎春嫂梅发生意外 告诉黄宇后 这位皇家嫡系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陷入了跟赵有亮 刚才同样的思索中 不过人家黄宇可比赵有亮想得全面 如果迎春嫂梅事 那英灵车里的是谁 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东西 换个角度讲 如果迎春嫂发生了意外 真的被迎灵车收走了 那刚才和赵有亮通话的又是谁 一念至此 黄宇除了提醒赵有亮要多加小心外 暂时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只能等迎春嫂来送饭的时候 暗中仔细观察 然而 等来的第一个人却不是迎春嫂 而是满身疲惫的大黄狗 这家伙依旧是头顶着钢盔 晃悠着大屁股从门外走了进来 见到大黄狗 赵有亮赶忙点头哈腰的上前招呼 没办法 他实在是被揍怕了 太君早 太君您辛苦了 太君您米西了没有 要是没米西 那就饿着吧 因为赵有亮的态度恭敬 恭敬得近乎于谄媚 所以 只靠表情分析 对方意思的大黄狗并没搭理这祸 哼了两声后 就钻回狗窝里睡觉去了 亮子 你不觉得大黄今天有点奇怪吗 似乎很累的样子 细心的黄羽轻声问道 赵有亮文言满脸的意味深长 嘿 大早上的就出门耍流氓 能不累吗 也就是流氓狗体力好 换做别的狗早就累死了 时间到了临近七点的时候 迎春嫂终于姗姗来迟 手里拎着丰盛到夸张的早餐 一边走 还一边打着哈欠 显然是没有睡足 这可不是迎春嫂懒 而是做烧烤的都这样 常年初摊到后半夜两三点 客人全走了后还要收拾 等回到家都快天亮了 所以上午时候必须补觉 不然的话 就算身体再好 也经不住这样常年累月地熬着 亮子 快点趁热吃吧 大黄呢 让她也赶紧出来吃 自从上次大黄狗英雄救美之后 迎春嫂对她的态度明显好了许多 不但不追究她糟蹋自家羊的事情 还总是用好东西投味 这也算一笑敏恩仇吧 其实不用迎春嫂喊 闻到香味的大黄狗 自己就出来了 这流氓狗对迎春嫂的态度 和对赵有亮的简直是大相径庭 看着年轻的翘寡妇 狗脸上满是谄媚 甚至没敢直接动嘴吃东西 而是讨好的围着人家不停地摇尾巴 直到迎春嫂笑着拍了拍她的狗头 大黄狗才心满意足地 开始低头风卷残云 看着狼吞虎咽的一人一狗 迎春嫂露出会心的微笑 亮子 大早晨地给姐打电话 真没事 赵有亮闻言 赶忙把嘴里的食物使劲咽了下去 没事没事 真没事 就是做噩梦了 想我姐了 听赵有亮这么说 迎春嫂还以为她是油嘴滑舌 笑骂了一句小眉正经的 行了亮子 既然真没事 那姐就回去不叫了 你也是 店里没事也多睡会儿 嗯嗯 赵有亮连连点头 就像是小鸡啄米 姐 你确定没有哪里不舒服 在赵有亮反复地询问下 迎春嫂终于正式起来 不舒服 没啥太大感觉 就是有点心慌 困 没精神 就算睡着了也睡不沉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 可能和姐这几天来 那个有关系 说到这里 迎春嫂翘面微红 呸了一口后 转身离去 等迎春嫂走远 赵有亮才开口问暗中的黄宇 小哥你看出来啥没 姐她没事吧 黄宇缓缓地在赵有亮身边出现 犹豫了一下 措辞一番才轻声开口 亮子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那女人 已经丢了一魂二魄 知道赵有亮 只能算职场小白 黄宇趁机讲得十分详细 作为她的出马弟子 一些常识 还是必须要懂得 众所周之人 共有三魂七魄 三魂即胎光 爽灵 幽金 七魄为狮狗 符始 雀鹰 吞贼 非毒 除慧 臭废 云即七千云 胎光 属之于先天 长玉得人清静 久居人参 则能长生 爽灵 属之于五行 长玉人积谋万物 令人辛劳气散 多生祸福 灾衰形害之事 幽金 属之于地 长玉人好色世欲 令人会乱昏暗 搬着睡眠 精华枯竭 而名声黑不鬼路 简言之 三魂中的胎光 属于先天 如果能够长时间 存在于人体内 则有助于人的长寿 爽灵属于后天五行 它是人能独立思考 万事万物 改造世界的根本 幽金 则属于地 是人类的欲望 七情六欲的象征 它常常引发 人们对色欲的追求 令人沉迷于淫欲之中 导致精气浩劫 产生各种罪恶 和黑暗的行为 最终被天地 寄入黑不鬼路之中 黑不鬼路 是阴间死人的名部 各位读者大人 可以理解为我们阳间中 类似档案之类的存在 至于七魄 则是人的欲望所生 如果人身消失 七魄也随之消失 关于七魄的具体 只能以及影响 笔者就不过多赘述 免得不喜欢的读者大人 看着心烦 根据黄语所见 迎春嫂现在的状态 按照民间的说法 就是丢魂了 丢了三魂中的胎光 以及七魄中的 腐蚀和雀阴 昨晚在英灵车上 见到的迎春嫂 便是这一魂二魄 凝聚而成 丢魂后 短时间内 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也就是迎春嫂 现在表现出来的症状 但是时间久了的话 这个人轻则吃傻 重则一命呜呼 啊 听了黄语的话后 赵有亮顿时大吉 那可咋办 哦对了 不是说能招魂吗 小哥你会不 黄语点头 招魂并不是什么 高深的术法 我当然会 不过刚才那女子 迎春嫂的魂魄 已经进了英灵车 我招不回来 别说是我了 就算更厉害的修行者 都不行 除非 除非请出佛道 两家的真正高人 或者我们北国 五仙中的二代长辈 以他们的道横 或许可以试试 当然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毕竟英灵车 这种东西太邪门 出现的次数十分稀少 所以 即便是我黄家 也没有多少记录 可以查询 作为依据 这里特殊解释一下 北国五大仙家 历史悠久 其中胡家的胡三太爷 甚至成道于 风神大战时期 所以 黄语口中的二代长辈 指的是以当代家主 为基准的二代 而不是上古时期的 第二代血脉 听了黄语的话 赵有亮 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丢下碗筷 呆呆坐在凳子上 满脸的绝望 笑 小哥 按你这么说的话 解他不是没救了 黄语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将鬼叉给的令牌 递到了赵有亮手中 把这个宝贝 给刚才的女子 有她镇压着 短时间内应该没事 以后 咱们慢慢想办法救她 总会有希望的 赵有亮文言哪敢犹豫 立即紧紧 攥着令牌 朝迎春扫家跑去 唯恐慢了的话 会再失去一位 真正关心自己 爱护自己的人 赵有亮走后 肩上扛着枷锁 身上缠着铁链的 疯鬼囚徒出现 凝视黄语片刻后 才开口问道 宇帝 你为何要欺骗 咱们的出马弟子 虽然我看不出 为何如此 但那女子 根本就不是丢魂 这么简单 英灵车 哎 事情麻烦了 囚徒说完后 不等黄语开口 蚂蚱惊 便惊呼出声 不是丢魂 那车里的女人是啥 外面的是啥 他俩谁是真的 剩下的那个 到底是啥 赵有亮终归是个 未经人事的小伙子 面对迎春嫂 问她 为什么要送自己礼物 一时间居然 支支吾吾的 不知怎么回答 看她这副样子 迎春嫂的俏脸上 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行了亮子 别为难了 姐不问了 你给的姐一定收着 一定一直随身带着 那啥 刚才吃饱没 没吃饱姐 再给你做点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再加上气氛有些暧昧 所以 即便是泼辣的迎春嫂 也有些受不了 赶忙转移话题 赵有亮文言连连摆手 一个劲地说 吃饱了 随后刚想找个理由离开 便听到外面 传来敲门声 来了来了 大早晨的谁啊 迎春嫂一边走过去 开门一边问道 等门打开 外面站着的 居然是新任镇长郭正德 见到房间里的赵有亮 这位名为 正德实际缺德的镇长 笑得十分暧昧 大早晨地去找亮子 发现他没在家 一琢磨 就是在迎春大妹子这 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要是普通老百姓 见到镇长登门 一定热情中 带着惶恐的迎接 但迎春嫂性格颇辣 又从内心里 瞧不起这样的伪君子 故而没给镇长一点好脸色 会说话就说 不会说话别说 什么叫一才就在我这脸 咋店 你是怀疑 我跟亮子好上了呗 就算好上了 又关你啥事 你还能给随点礼啊 郭正德被迎春嫂对的一愣 虽然心中暗恨 甚至琢磨着 怎样打击报复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寡妇 但脸上却笑得更加温和 不知情的 真会以为她是个忠厚长者 爱名如此的好官呢 妹子你这话说的 我可没有这意思 就是随口一说 别误会 那啥 不请老哥我进去坐坐啊 赵有亮不想因为些许小事 得罪父母官 犯不上 赶忙笑着 将堵在门口的迎春嫂拉开 镇长来了 快点里面坐 我姐是和我生气呢 可不是对您 您别往心里去 终于找到台阶下的镇长 立即跟着赵有亮 来到客厅坐下 都这样了 迎春嫂就算再不愿意 也要给赵有亮面子 只能板着翘面 忙活着泡茶 郭正德的心里 显然瞧不起赵有亮 这个外来户 和迎春嫂这个小寡妇 没客气几句 便直接进入正题 亮子 我听说刘婆婆的铺子 和孙掌柜的铺子 都留给你了 直接说吧 那两间铺子我看上了 想买过来 给家里侄儿做点小买卖 我也不多给你 两间一起三十万行不 我知道比市场价低 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咱们以后慢慢错 郭正德给的价格 哪里是低于市场价 简直就是腰斩 那两间临街的铺子 要是正常出售的话 任意一间 都能卖七八十万不止 要知道 赵有亮所处的镇子 不是普通的小镇 而是紧挨着 全省最大的监狱 里面的狱警 武警等工作人员 再加上络绎不绝 过来探监 或者办事的 人流之大 可想而知 有流动人口才有经济 经济上去了 商铺价格 自然跟着水涨船高 听了郭正德 这么黑心的报价 都不等赵有亮回答 迎春嫂立即急了 咣当一声 放下端来的茶盘 单手插腰 指着郭正德怒斥 我说信郭的 你是不是欺负亮子年轻 不懂市场 你这不是明争眼录的 欺负老实人吗 两间铺子三十万 你咋想的 这和抢劫有啥区别 要不这样 我出三十万 你卖我两间一样的行物 一间都行 眼见着迎春嫂 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郭正德顿时大怒 装都懒得装了 一拍茶几猛地站了起来 你们一个随时会死的外来户 一个婆家死光的臭寡妇 我能给你们出三十万就不错了 别给脸不要脸 今天我把话放这儿 就三十万 多一分都没有 你们要是敢不卖我 呵呵 咱们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 弄不了你们这样的 我姓郭的 岂不白混这么多年了 收完后 便在迎春嫂那满身怒火的眼神中 呵呵冷笑着起身离去 在光荡一声关上门前 还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就给你们三天考虑时间 三天之后 要是不卖我 你们就等着人才两空吧 迎春嫂是个暴脾气 反应过来后 立即开门追了出去 对着郭正德的背影 破口大骂 奇怪的是 一向不喜欢惹事 总是选择稀释宁人的赵有亮 并没有阻止 直到郭正德走远 迎春嫂骂累了 赵有亮才将他劝回屋内 迎春嫂喝了口水后 怒气总算稍稍消散一些 这才好奇地问赵有亮 亮子 今天你咋没拦着姐 咋地 不怕得罪大人物 不怕惹祸了 赵有亮文言无奈一笑 姐 我不想惹事 那是不想给我霸添麻烦 你知道我家穷 经不起任何意外 一点点的意外 都可能让我好不容易 才有的家散漏 所以我从来不敢惹祸 但现在 人家都欺负上门了 我还能咋样 总不能任凭他 把我往死里欺负吧 说到这里 赵有亮深吸口气 将身子做得笔直 没遇到我爸之前 因为流浪 所以我总是被野狗追着咬 我总结出一个道理 咱得尽量躲着那些疯狗 但如果 是被堵在死胡同里 实在躲不开了 那就放开了 跟疯狗拼 狗疯 咱一定要比狗更疯 狗咬我一口 我就咬他十口 总之必须一次就打负他 或者直接弄死他 这样 以后我们才能安全 才能踏实地过日子 说完后 赵有亮便起声告辞 姐你不用担心 信郭的 如果真非要欺负咱 不给咱活络 我会想办法对付他 赵有亮的想法 正是我们千千万万 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我们只想小心翼翼地活着 尽管会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困难和不如意 只要能过得去 人人也就算了 可一旦真是被欺负得 无路可退 兔子急了还登婴呢 更何况是人 赵有亮虽然想到信郭的 会找自己的麻烦 但没想到 对方如此地急不可耐 晚上 他正帮迎春嫂经营烧烤摊的时候 远远便看见 陈伟笑着走来 也就是一直不求回报 帮迎春嫂 被尸体在后背 写了个死字的那位 哎呦陈大哥 您今天怎么自己来的 等会儿忙得差不多了 我陪您喝点 赵有亮一边笑着招呼 一边帮陈伟擦干净凳子 请他坐下 陈伟顺势拉住赵有亮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亮子 你是怎么把信郭的得罪的 今天这叫一个气急败坏 呵呵 听到陈伟询问赵有亮 自然不会隐瞒 把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咋了陈大哥 姓郭的 要找我麻烦 原来是这样 陈伟一边点头 一边开口 亮子 你是我们镇子的活护身符 他就算气急败坏 也不会直接针对你 他是想找大妹子的麻烦 算是杀鸡锦猴吧 今天下午找我们开会了 让各部门 集中整顿镇上的餐饮行业 主要是烧烤 还要求我们工商税务 食品卫生 城管三家一起呢 这不就是故意 针对大妹子的烧烤摊吗 毕竟咱们镇上 就这一家烧烤 听到姓郭的 居然真的这么不要脸 赵有亮顿时脸色阴沉 刚想开口说什么 却听陈伟继续说道 不过亮子 你也不用担心 姓郭的说完 就被我堆回去了 迎春妹子寡妇人家 本就不容易 查人家干嘛 这不纯属吃饱称的 没事找事吗 你知道城管所所长 跟我是磕头弟兄 我这一说 他也反对 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陈伟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为了自己不惜顶撞阵掌 他赵有亮还能说什么 只是深深点头 将这份情牢牢记在心里 陈伟起身 轻轻拍了拍赵有亮的肩膀 亮子 我和你说这些 别跟迎春大妹子说 免得他担心受怕的 另外哥说 这件事也不是让你领情 只是提醒你 以后注意点 别让信郭的 抓住傻把柄 借题发挥 行了 哥得回家了 你嫂子包了饺子等我呢 要不是你得帮大妹子干活 哥就喊你一起了 就在陈伟转身要走的时候 迎春嫂已经端着一盘肉串走了过来 哥你咋刚来就走 肉都烤好了 折啥急 要是没啥急事 就坐这吃呗 不用亮子干活了 让他陪你喝点 在陈伟笑着拒绝中 迎春嫂坚决把烤好的肉串 让他打包回去 只说是给家里的孩子吃 等陈伟走远 迎春嫂才轻声问赵有亮 亮子 哥干啥来了 刚来就走 找你有事啊 赵有亮并没有告诉迎春嫂实情 只说陈哥路过 顺便待了一会儿 因为他担心告诉迎春嫂后 这暴脾气的俏寡妇 会立即拿着菜刀 找姓郭的算账去 人家毕竟是公职人员 是领导 到时候要是报警 定迎春嫂一个寻衅姿势的话 就麻烦了 迎春嫂显然十分相信赵有亮 听到真没事 便自顾自地忙活去了 就在这时 城管的执法车停在了烧烤摊前 赵有亮赶忙迎了过去 没办法 开门做生意 必须方方面面都得注意 尤其是直接管自己的部门 执法车上下来的 正是城管所所长 也就是陈大哥的拜把兄弟 这人显然同样是个直脾气 不会拐弯抹角的那种 招呼赵有亮上车后 轻声开口 亮子 我看陈哥刚走 他一定和你说了 我过来就是提醒你一件事 这地方按规定 确实不能在外面摆摊 你让迎春大妹子换个地方吧 别等那坏种 暗中指使人举报你们 到时候 我不好处理 行了就这事 你继续忙吧 我走了 看着远去的城管执法车 赵有亮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温暖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暗中帮助自己 关心自己 整理好心情后 赵有亮借着干活的机会 来到迎春嫂身边 姐 咱这生意越来越好了 地方是不是有点不够 要不要换个大典的店铺 迎春嫂没听出赵有亮话中的生意 可不是吗 这都因为没有位置 连着走了几拨人了 姐也想换个大典的地方 就是没有合适的 要么房租太贵 要么位置太偏 眼见迎春嫂上套 赵有亮赶忙开口 不行就搬到刘婆婆的店里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还能给你要房租啊 明天我就找人帮忙收拾收拾 简单地重新装修一下 那边敞亮 比这边大三倍还多呢 亮子你真这么想的 听了赵有亮的话后 迎春嫂心中一暖 下意识地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静静地看着赵有亮 赵有亮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忙借故避开了双方的对视 避开了那双满是柔情的大眼睛 装着无所谓的开口 那必须的 要是不给姐做点啥 我每天这么白吃白喝的 也不好意思啊 看着故作姿态的赵有亮 迎春嫂笑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笑 行亮子 我听你的 另外 姐也不占你便宜 具体事情以后再说 明天 你找人简单装修下吧 花多少钱 直接跟姐要就行 姐这两年还有点积蓄 时间就在二人商量 怎么重新装修 才能既省钱又好看的时候 匆匆而过 知道的清楚 他们是在研究装修店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小两口装修新房呢 姐 事情就先这么定 我得回去给那俩祖宗上香了 再晚会出事情的 迎春嫂点头的同时 立即想到 之前在杂纸铺里打工的几个小年轻 他们可是没来多久 就纷纷横死了 亮子他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不行 明天得早点起来 带着亮子去城隍庙拜拜 老人们都说 城隍庙可灵了 希望城隍姥姥他老人家 能保佑亮子平安 长命百岁 说起城隍庙 在当地可谓是香火鼎盛 不夸张地说 远超附近的道观和寺庙 也就供奉着黑妈妈 祝医的九顶铁沙山 和供奉着勇武大将军的将军庙 能够比拟 城隍庙是二十多年前 一位叫臣妇的人商 出资重修的 里面供奉的城隍 是一尊老妇人的形象 一手拿着长长的金香玉烟杆 一手拿着城隍大印 根据老人所言 进了城隍庙祭拜的时候 不能喊城隍爷 得喊姥姥才行 可究竟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 只知道城隍姥姥十分慈悲 灵验 谁家要是有个大势小情的 进庙里念叨念叨 一般都会管用 当然 仅限于那种朴实无华的心愿 你要是求着自己成为亿万富翁 或者美国总统之类的 不用来城隍庙 在家睡一觉就行 梦里什么都有 于是第二天一早 赵有亮刚收拾好 杂纸铺里的事情 就听迎春扫在门外喊自己 匆忙出门迎接的赵有亮还有些担心 姐 你今天咋起得这么早 不会是昨晚遇到啥邪乎事了吧 迎春扫笑着摇头 咱又没做过亏心事 邪乎事咋会总找咱 今天就是来带你去城隍庙的 去里面白白城隍姥姥 请他老人家大发慈悲 护你平安 迎春扫说完都不等赵有亮回答 黄雨的声音紧跟着在他耳边响起 亮子 你必须去 对你有好处 其实早就该建议你去了 都怪我一时间没想到这点 还有 进了城隍庙 一定要态度恭敬 如果城隍大人肯慈悲怜悯 你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城隍庙距离小镇很远 至少已经超出 赵有亮能自由活动的范围 因此 他只能将红衣喇嘛 给他的转经轮带在身上 拿起转经轮的同时 向来谨小慎微的赵有亮 忽然暗中问黄雨 小哥 我带着和尚的东西 进城隍庙能行不 城隍姥姥会生气不 对于赵有亮的心系 黄雨十分欣赏 文言笑着回答 亮子你放心吧 城隍姥姥是真正的大神 怎么会在意 区区一见佛门法器 有一句话你要记住 高僧不悔道 高道不贬僧 城隍姥姥他虽然非僧非道 但心胸 修为却远超许多佛道高人 总之 你一定要尊重就是了 黄雨这么语重心肠的叮嘱 使得赵有亮心中 对这位城隍姥姥更加好奇 为了表示出足够的尊重 临行前 赵有亮还特意洗了个澡 从内到外都换上了干净衣服 沐浴更衣 尽心拜神 因为路途较远 迎春嫂特意打了辆车 谈好价钱刚要上车 可却被在一旁等货的小李看到 哎呀大姐 亮子 你俩这是干啥呢 出门用车找我不就行了 找别人干啥 咋地 把我当外人了呗 小李一边说 一边不由分说地 将赵有亮二人 拉进自己车里 同时对着这台车的司机说道 哥们不好意思啊 我熟人 这个司机显然认识小李 闻言只是笑着点头 迎春嫂的性格虽然泼辣 但却特别理解别人的不容易 就像那句话说的 只有自己淋过雨 才知道帮他人撑伞 因此 非要给小李车费 不然的话 宁可不做 小李 却是百般推托 直说经历了这么多事 再要你们的钱我还是人吗 眼见着两人僵持不下 最终赵有亮当了何事老 姐 李茂 你俩就别客气了 依我看就这样 姐你不用给钱 咱今晚清理帽来吃烧烤不就行了 再叫上诚哥 咱们四个好好喝点 赵有亮的提议 立即被全票通过 事情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司机李茂 是个嘴闲不住的人 一路行来 赵有亮又从他口中 听了许多关于 城隍姥姥的事情 比如这位城隍姥姥 曾经托梦定下规矩 自己的庙里 永远不许卖香烛 或者其他祭祀用的东西 前来祭拜 念到事情的人可以自带 甚至不上香都行 城隍姥姥会一视同仁 总之就是不赚老百姓的香火钱 另外 城隍姥姥有三不帮 第一懒人 求不劳获的不帮 第二吃男怨女不帮 也就是为了所谓的爱情寻死觅活 甚至都不考虑自己爹妈感受的人 第三贪官污吏 地痞流氓等不帮 死了活该 通过司机小李的讲述 城隍姥姥的形象 在赵有亮心中逐渐立体起来 他老人家 一定是个性格直爽 极恶如仇的老太太 等到了城隍庙 赵有亮发现这里果然香火鼎盛 来往的香客 简直络绎不绝 具体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 赵有亮三人 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才终于随着人流 进到了庙里 正像小李说的那样 进来之后 真的没人售卖香火蜡烛 幸亏迎春嫂早有准备 赶忙将自己带来的高香点燃 随后拉着赵有亮一起 恭敬地对着面前的塑像 三叩九拜 虽然大家都是默默地许愿 但不用猜也知道 迎春嫂的祈求 一定是赵有亮能够平安 不会被诡异的扎纸铺给害死 赵有亮则是祈求 自己养父能够康复 迎春嫂能够平安 妹妹能够顺利考研 自己不会被扎纸铺给害死 可刚许下愿望之后 赵有亮忽然发现不妥 自己的要求 是不是太多了 有点贪得无厌了 于是稍一琢磨 便把最后一个愿望给删除了 也就是关于自己的那条 城隍老了 只要我爸 我妹 迎春姐他们三人 能健康平安就行 求您了 就在赵有亮用极低的声音 改了自己的愿望后 他似乎隐约听见 有个声音从城隍塑像上传出 好孩子 难得 难得 赵有亮文言一愣 难道城隍姥姥 真的显灵了 他本想抬头看看 高高在上的雕像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这样不礼貌 是对城隍姥姥的不尊重 只能勉强忍住 不过磕头磕得更想了 注意 黑妈妈 天下所有出马仙 保家仙之首 地位几乎等同于胡佳的胡三太爷 同时也是整个北国道门的总护法 道场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九顶铁沙山 赵有亮那响亮的磕头声 立即引起其他相克的注意 要不是此时大家都在城隍庙里 别人一定会认为赵有亮是中邪了 迎春嫂更是担心地轻声问道 亮子 你咋地了 赵有亮也不回答 这会儿就只想着星辰则灵呢 就盼着刚才那个神秘的声音 能再次开口 答应自己的请求 事实果然没让赵有亮失望 就在他连续磕了九十九个响头 磕得自己眼貌惊心 几乎贵都贵不稳的时候 刚才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行了孩子 一撕一撕就得了 按道理说 姥姥我都不应该帮你 甚至应该直接把你给收了 不过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 姥姥我就点你几句吧 赵有亮 你本是第六殿阎罗身边的鬼童子 因为贪玩私自转世轮回 所以才会承受无边的苦难 以后记住 千万不要进供奉这阴司神卫的庙 其他的地府管事 可没姥姥我这么好说话 遇见你后 一定会立即把你抓回地府受审的 到那时 你小子可得遭罪了 说到这里 城隍姥姥的声音忽然停住 因为他察觉到了 赵有亮怀里的那把小刀 被称为少将军的神秘人 送给赵有亮的小木刀 你这孩子倒是有点福气 居然还认识 我家的那个小瘪犊子 既然这样 姥姥说回刚才最后一句话 供奉这阴司神卫的庙 你可以随便进了 只要别让第六殿阎罗 亲自给抓住就行 不但可以随便进 有困难了 就举着你怀里的小刀和他们说 所有阴神 应该都会给你几分面子 当然 姥姥我这除外 嘿嘿嘿 说到这里 城隍姥姥姥停顿一下 才继续开口 至于你们镇上的破事 你不用求姥姥我 姥姥我也绝不会管 他们那些人 祖上缺了大德了 自作孽不可活 英灵车的事情 那邪门玩意儿 不是我们阴司的东西 他自成一体 姥姥我不方便管 你爹生病那是 你抓紧时间去白家祖地 找他们家主白无味 就说是蚂蚁姥姥 请他出手救人的 因为城隍姥姥说的太多 信息量太大 所以赵友亮短时间内 根本消化不完 他暂时就记住了最后一句 因为这句话 实在是让他太过惊喜 养父的病能治好了 狂喜之下 赵友亮更加拼命地磕头 看那样子 都有直接把自己磕死的趋势 激动地一边哭 一边大声喊着 谢谢城隍姥姥 谢谢城隍姥姥 姥姥的大恩大德 赵友亮永远不敢忘记 以后每逢出一十五步 以后每天我都给您磕头上香 回家便给您立牌祭拜 对于赵友亮这样怪异的举动 其余相克先是一愣 随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因为类似的事情 以前也发生过 虽然极少发生 这说明 慈悲的城隍姥姥 答应了这小子的请求 城隍姥姥显灵了 于是在短暂的沉默过后 庙里的所有香克 都开始喷喷磕头 磕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也就是在这个功夫 迎春嫂满脸惊喜地问赵友亮 亮子 城隍姥姥真显灵了 真答应你事情了 赵友亮兴奋地一边哭 一边连连点头 嗯嗯 姥姥慈悲 姥姥显灵了 姥姥答应 请人治好我爸的病了 啊 那真是太好了 迎春嫂知道 这才是赵友亮的最大心愿 自然替她开心 亮子 城隍姥姥对你的好你 可得千万记着 千万不能忘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赵友亮一边哭着点头 一边缓缓退出城隍庙 到了门口后 再次磕了三个响头 磕得头破血流 才转身离开 等回到车里 三人都是唏嘘不已 感叹着城隍姥姥真是慈悲 比其他只知道享受香火 不知道干活的神仙强多了 等到彻底冷静下来 赵友亮开始暗自回忆 城隍姥姥的话 我原来真是童子 还是第六殿阎罗的童子 第六殿阎罗赵友亮一边琢磨 一边拿出手机 准备百度 当然 他不舍得用自己的流量 蹭得司机小李的热点 第六殿汴成王 十殿阎王之一 司长焕大地狱 即王死成 农历三月初八日诞辰 汴成王的前世 是南北朝的平远将军碧元兵 碧元兵从小为人仗义 武艺高强 任南朝留宋正元将军 后随夫入位 被刺绝须昌侯 加封平南将军 掩周刺石等 碧元兵死后 被玉皇大帝赤封为 第六殿阎罗变成王 凡世人忤逆不孝 怨天犹地者 发至此欲 被小鬼分尸 追打 火烧 刑满后 发往第七殿 书写到这里解释一下 正因为赵友亮 是第六殿阎罗身边的鬼童子 第六殿阎罗俗家姓碧 所以 在赵友亮问米的时候 桌子上才会出现一个繁体的碧子 只不过是被赶来的网友 才擦掉了而已 以上内容 详见本书第0025章 问米的后半段 终于弄明白 自己为什么是 无鬼童子命的赵友亮 不禁暗自感慨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童子就童子吧 我怎么还是个绝户童子 难不成是偷偷转世的原因 还有被称为邵将军的那个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男人 究竟是什么身份 怎么好像全世界都认识他 确切地说是 全世界的鬼都认识他 不但认识 还似乎都十分怕他 除了刚才的城隍姥姥之外 正在琢磨的赵友亮 忽然被迎春嫂的问话打断 亮子 城隍姥姥说 扎纸铺的事情没 你 你不会被那邪门的铺子害死了吧 为了避免迎春嫂担心 赵友亮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姐你放心吧 城隍姥姥说 把我平安了 他老人家就是不愿意管镇子里的事情 说他们祖上缺了大德了 死了活该 哦对了李茂 你是本地人 知道你们祖宗 到底干了啥坏事不 以至于把慈悲的城隍姥姥 都气成这样 开车的礼貌被问得一愣 我们祖上缺德了 这事情 我可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隐约听老人念叨过 很久之前 我们这的人 确实集体报复过一段时间 后来就忽然没落了 难道和城隍姥姥说的缺德有关 一路无话 等赵友亮一行回到镇子上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 远远的就听见吹吹打打的声音 原来是居民们 正给横死的老旗一家烧纸人纸马 这是北国殡葬风俗之一 那便是在正式下葬的前一天 先把纸人纸马 以及纸扎的宝库等烧过去 寓意着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也有事先准备好一切 提前打点鬼叉的意思在里面 司机小礼好热闹 因此 禁止把车停在了人群的后面 赵友亮和迎春嫂无奈 只能跟着下车观看 只见冲天的火光中 所有被丢进去的东西 瞬间焚烧殆尽 和别人不同的是 赵友亮又见到了脏东西 先是那具奇怪的尸体 忽然出现在远处 对着这边的人群不停地凝笑 就像是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随后多次出现的英灵车 从另一个方向缓缓驶来 静止停在了不远处的地方 车里坐着的鬼魂们 似乎短暂地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 不停地流出黑色血泪 眼见着诡异的一幕 赵友亮赶忙拉着迎春嫂 和李茂一起离开 他们两人知道 赵友亮有阴阳眼 有见他这么慌张 立即猜到了事情大概 亮子 不会又有脏东西出来了吧 赵友亮轻轻点头 嗯 还不止一个 李茂 迎春嫂文言立即紧张起来 三人下意识地加快脚步走回车里 并静止将车开到了烧烤摊前 直到此时 总算能松一口气 小李轻声抱怨 特么的 这么一弄我又不敢自己在家了 迎春姐 今晚我和亮子一起在你这帮忙行不 迎春嫂笑呵呵地答应 行啊 当然行了 免费的劳力 不用白不用 另外 咱不是说好了吗 今晚姐请你吃饭 哦对了 记得给陈大哥打个电话 把他也请来 一边忙碌着出摊 赵友亮一边询问小李哪家装修的比较好 性价比高的那种 小李文言立即大包大揽 这点事还麻烦别人干啥 我就能干 亮子你不知道吧 之前 我家就是干装修的 后来 我爸走得早 买卖才彻底黄了 等明天我算算得用多少料 都需要啥料 咱们一起买齐了 然后再找几个小工就开干 书写到这里 给各位老友解释一下 为什么生意倒闭叫黄了 那是因为 古时候的人讲究 凡事都有规矩 做生意的规矩 是开张的那天 门外要贴喜报 大红纸上要写着 开张大吉四个字 如果一家买卖没经营好 也要有一个告示 这时候 就要用一张黄纸 写上收拾大吉贴在门上 表示这买卖不干了 并不像现在这样 贴得是旺谱出对 久而久之 人们不光是将一家商店的官门 说成是黄了 并且把凡事没有办成的事情 也通通说成黄了 可能是小镇居民 在给老齐家帮忙后 很多都没着急回家的原因 总之 今晚烧烤炭的生意格外地好 因此 陈大哥 小李二人 没着急拉着赵有亮喝酒 而是一起帮着忙碌 这便是朋友 忙碌中 只见一个不速之客 在前呼后拥下静止走来 正是新任的郭镇长 此时这个伪君子 可没有一丝威胁 赵有亮那会儿的嚣张 而是满脸虚伪的笑 远远的就主动和吃烧烤的人 打招呼 极力地表现出 我很亲民的样子 甚至主动招呼 迎春嫂和赵有亮 生意不错 恭喜发财 我来给你们捧场了 不会不欢迎吧 长期在社会底层 摸爬滚打的赵有亮 深知对付这种人 不能冲动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被对方抓住把柄 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赶忙阻止了 就要发飙的迎春嫂 主动上前招呼 看您说的 镇长大人亲自光临 我们热烈迎接都来不及呢 哪敢不欢迎 快点请坐 镇长你们吃点 啥 今天我给您免单 眼见赵有亮如此 郭镇长笑得意味深长 亮子 这样就对了 还是那句话 以后咱也俩慢慢处 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书是啥样人了 说到这里 郭正德故意看了一眼陈大哥 眼神中颇有挑衅的意思 你说是不是 老陈 陈大哥显然不爱理他 并且也没惯着这位镇长 故意装着没听见 转身继续忙活去了 郭正德见此 眼神中闪过一丝阴毒 不过转眼便恢复正常 哈哈 既然亮子说请咱们了 那咱还客气啥 想吃啥就点 听到郭正德这么说 跟他同来的人立即起哄 然后那是真不客气 转眼之间 便点了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等赵有亮拿着菜单到了后厨 正迎上迎春扫那埋怨的眼神 亮子 不是姐小姐 你请姓郭的干啥 咋的 怕了他了 大不了姐这烧烤贪不干了呗 到时候 咱姐俩去别的地方继续干 又不是离开这就活不了 他郭正德就算再厉害 也管不了全中国吧 说到一起去别的地方干 迎春扫脸上快速闪过一丝红润 不过暗中使坏的赵有亮 并没注意到 而是笑嘻嘻地 对着迎春扫开口 姐你放心 反正他们吃不成 就算我请 又能咋样 吃不成 迎春扫文言一愣 随后下意识地 朝着外面的摊位望去 亮子 姐没看出来 这群人着急走啊 为啥吃不成 此时的赵有亮 已经一脸的坏笑 趴在迎春扫耳边轻声说道 姐 你现在悄悄去扎纸铺 把我家的流氓狗喊来 让他咬郭正德那群人 流氓狗就怕你 准行 狗把他们咬跑了 他们还吃个屁 回家吃屎去吧 迎春扫听了再次一愣 不过立刻便轻笑出声 行 姐这就去 亮子你可真缺德 不过姐喜欢 哈哈 赵有亮这么做 可不是因为单纯的缺德 或者是想报复郭正德 而是另有深意 成长经历的原因 他见多了太多的社会阴暗面 深知郭正德这次来 可不仅仅是想占他们便宜 吃顿烧烤这么简单 这顿烧烤 要真是让他们吃了 不管是花钱了 还是免费的 都会很麻烦 其他不说 明天这群人给你来个 集体食物中毒的话 迎春扫就算有十张嘴 也解释不清 更别说人家有权有势 可能都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这就叫做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小心提防之下 赵有亮才不得不关门放狗 并且赵有亮担心 流氓狗不给自己面子 不听话 所以才让迎春扫回家去请 要说流氓狗不愧是小镇一霸 一点没让赵有亮失望 片刻功夫后 便嗷嗷叫着冲了过来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将郭正德按在了地上 对着这貌似忠厚的家伙 就是一阵暴揍 又抓又挠又咬 眨眼功夫便揍得郭正德哭爹喊娘 哎呀妈好疼 你们都愣着干啥呢 还不赶紧帮忙 与郭正德同来的人文言 非但没敢上前阻止大黄狗 反而下意识地远离一些 作为资深本地人 他们深知大黄狗的厉害 就算自己这些人 抄家伙一拥而上 也不是大狗的对手 打不过大黄狗不说 而且事后 你就等着他挨个上门报复吧 这可是小镇居民 被狗欺负了几十年 祖祖辈辈用血和泪 总结出来的惨痛经验 最关键的是 大黄狗主打的 就是一个不讲武德 但凡得罪他的 那必须诸连九足 换句话说 必须把你一家子都咬一遍才算完 上至八十岁老人 下至不会走的孩子 总之一个都别想跑 如果仅仅是大黄狗也就算了 仔细防着点 躲着点 总能避免被伤害 吓人的是 一旦得罪了大黄狗 那镇上所有的狗 都会偷袭你们一家人 前赴后继 不死不休的那种 这样一来 谁还敢惹他 活得不耐烦了吗 还是被全镇的狗 追着咬光荣 如此一来 都不敢出门工作 或者上学 别说工作上学了 上街买米 买面都做不到 不让大黄狗报复回来的话 就等着饿死在家里吧 上述便是大黄狗 纵横小镇无数年 无人敢惹的原因 还是那句话 小镇居民苦狗久矣 眼见着郭正 得被狗做得凄惨 反应过来的人 赶忙喊赵有亮 亮子亮子 还不赶紧管管你家的狗 再这样下去 郭正长怕是快不行了 如今的赵有亮 正沉浸在 人杖狗式的快感中 因此故意装着没听见 还是一旁的陈大哥 实在看不下去 喊了一声赵有亮 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行了狗哥 差不多就行了 您老消消气 赶紧放了阵长吧 然而赵有亮实在高估了 自己在大黄狗心中的地位 他说完后 非但没管用 还被大黄狗熬的一声 扑倒在地 在周围人愕然的眼神中 连他和郭正德一起猛揍 哎呀妈狗哥饶命 我是友军啊 哎呀太君别打脸 上次伤还没好利索呢 幸亏迎春嫂心疼赵有亮 赶忙出面 把大黄狗轰走 狗口逃生的赵有亮 这才在迎春嫂的搀扶下 哼哼唧唧地站了起来 至于伤得更重的郭正德 则是被和他一起来的人 驾着送往了医院 平时耀武扬威的这群人 在大黄狗冰冷地注视下 愣是连句狠话都没敢说 更别提讨要医药费的事情了 郭正德这伙人 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他们走远后吃饭的人 立即发出哄堂大笑 胆子大的和喝多的 甚至拍手叫好 齐齐夸奖大黄狗 这次算为民除害 大黄狗在人群的喝彩声中 高昂着狗头 摇着大屁股回家去了 那样子颇有试了服衣去 身藏身与民的侠者气概 可能是大黄狗抱住了郭正德 众人心中痛快的原因 这天大家都喝到 很晚才逐一散去 等赵有亮收拾完 烧烤摊 回到杂纸铺 天都快亮了 当然 这期间他回来过一次 没忘记给两尊人偶上香 就在赵有亮刚想上床睡觉的时候 黄语那温柔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亮子你回来了 今天城隍大人回应你了吗 听到黄语的话 赵有亮暗骂自己一声糊涂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忘记和皇家小哥说了 于是赶忙把事情经过 快速讲了一遍 如此大的信息量 听得黄语一愣一愣的 更别说其他闲家了 就连一向冷酷高傲的囚徒 也听得十分入神 真没想到你 居然是第六殿盐军身边的童子 还有 城隍大人提起了少将军 你怀里的木刀 是少将军他老人家送的 虽然不知道 黄语为什么这么在意少将军 但赵有亮还是如实回答 嗯 不只是木刀 黄金打火机也是他送我的 原来如此 黄语听完深深点头 难怪这柄木刀 居然差点斩杀了囚徒大哥 难怪这个打火机 居然能烧去深入灵魂的怨气 既然是出自少将军之手 那一切就都不奇怪了 先后多次听人提起少将军 尤其是少将军 还这么神奇 赵有亮再也按捺不住心中好奇 黄小哥 少将军到底是干啥的 难道是传说中的神仙 可既然是神仙 为什么要叫他少将军呢 黄语文言苦笑 亮子 你问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能这么告诉你 少将军绝对是大人物 那种大人物眼中的大人物 厉害到一句话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不止是人 少将军一句话 可以改变任何存在的命运 神仙妖魔都在此恋 除了那位神秘的先生 被所有真正的大能者 视为禁忌一般的先生 听了黄语的话 赵有亮彻底震惊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那个看起来玩世不恭 甚至还有点傻里傻气的中年人 居然这么厉害 黄小哥 您的意思是 如果少将军肯帮我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 包括英灵车和这间破铺子 黄语文言深深点头 亮子 如果传说没有错的话 以少将军的性格 若是肯屈尊将林扎纸铺 前面那两位 两尊人偶 即便在凶 都得连夜扛着棺材搬家 至于英灵车 根本就不敢出现在少将军 目光所及之内 我去 不是吧 这么夸张 对于扎纸铺和英灵车的邪性 赵有亮深有体会 因此才有点难以置信 赵有亮话音刚落 不等谎语回答 另一个让人充满安全感的声音响起 正是小饺子的老祖宗 当代挥家家 主挥无命 哈哈 不是夸张是缺德 大吉那小瘪独子太缺德了 阴阳界第一祸害 岂是浪得虚名 别说是英灵车了 就算十大英帅 看见他都头疼 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 亮子你知道 地府全体阴差最大的愿望是啥不 说来好笑 他们最大的愿望 是怨神州太平繁荣 怨世上再也没有邵将军 哈哈哈哈 见到挥家家主到来 所有人赶忙躬身行礼 拜见挥家老祖 老祖先服勇响 挥无命一如既往地平易近人 行了行了不用多礼 我最不习惯别人给我行礼 都放松点 我只是过来看一眼 马上就走 唉 要不是小崽子担心赵有亮 非要我过来瞅瞅 我可不敢违背先生的话 随意沾染因果 挥家家主口中的小崽子 自然是已经在和赵有亮亲密的小饺子 看着一人一属亲切的样子 挥家家主满脸的慈祥 暗自叹息一声后再次开口 也罢 念在你和我家小崽子这么有缘的份上 我就多说两句 赵有亮 你是第六殿阎君的鬼童子 私自转世 注定这辈子会多灾多难 受尽人间疾苦 暗场里说 你绝对活不到儿立之年 然后就会被地府拘魂 深陷十八层地狱 受尽折磨 想要破局 唯有得到邵将军的认可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只要求得邵将军做你的引路人 到时候 你想死都难 确切地说 就算你想不开了自杀身亡 地府都会一脚把你给踹回来 行了 严禁于此 小饺子就交给你了 别让他失望 别让你身边的这些孩子们失望 我走了 说完后 挥家家主就这么消失在众人面前 众人赶忙躬身相送 久久不敢起身 直到确定 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真的走远 这才面面相去 主要是挥家家主的话实在惊人 什么叫即便自杀 都会被地府给踹回来 这不等于 有了不死之身吗 然而此时的赵友亮所想 却和仙家们不一样 黄小哥 我问你个事情 刚才六爷说 别让你们失望是啥意思 黄语微笑 作为你的出马仙 你越厉害 我们就跟着水涨船高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能成佛作祖 那我们自然受益无穷 反之你如果横死 那我们 算了不说了 量子你 不用有压力 跟着你是我们自愿的 这一夜 赵友亮久久无眠 他想了太多太多 尤其是看着躺在自己枕头边上 睡得冒鼻涕泡的小老鼠 不行 就算是为了小饺子和黄小哥 我也不能横死 我死不要紧 不能耽误了他们 一念至此 赵友亮下定决心 等天亮了 先请黄小哥带着自己去找白家家主 请他给自己爸治病 然后再去一次九道沟村的小院遗址 万一能在那里 遇到少将军呢 就算死皮赖脸 也要请这位大人物 做自己的引路人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赵友亮立即把自己的想法 说给黄语听 黄语文言自然同意 不过却说出了一条 让赵友亮失望的消息 量子 请白家家主的事情 怕是得等几天 据我所知 他老人家不在家 行一天下去了 哦 这样啊 那我就先去小院 万一运气好 能遇到少将军呢 对了 黄小哥 你知道少将军喜欢啥不 我也好提前准备 黄语苦笑 那种大人物的事情 我哪里知道 不过新城则灵 你只要保持一颗真心就好 依旧是乘坐李茂的汽车 李茂依旧不肯要钱 不过这次 赵友亮却偷偷把车费 放在了李茂的衣服兜里 还是那句话 都不容易 互相理解呗 临近中午的时候 赵友亮终于到了九道沟村遗址 按照记忆 走到上次捡到小木刀的地方后 赵友亮便将带来的贡品 尽数摆放整齐 然后常跪不起 和他一起来的小饺子 也跟着跪在了赵友亮的身旁 至于司机礼貌 则被赵友亮 安排在附近一个饭店里 慢慢吃喝 当然 所有的花销赵友亮 已经偷偷富过了 这一跪便是几个小时 跪得赵友亮两条腿 都失去了知觉 可即便如此 直到日落西山传说中的 少将军也没有露面 看来 他老人家不在这里 赵友亮一边说 一边想要站起来 但是因为跪得太久 扑通一声摔了下去 直到许久之后 才能艰难起身 对着空地深深鞠躬后 赵友亮才带着小饺子 失望地转身离去 还是那句话 他失望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怕自己真要是横死了 会耽误黄渝等仙家的修行 等到赵友亮彻底走远 一条头顶黑锅 同样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大长宠 缓缓出现 正是邵将军口中的八爷 北国常家的常八爷 万龙山主人常怀远 最疼的小兄弟 这孩子非要找小别独自干啥 找那缺德玩意儿能有啥用 难道是被坏银欺负了 可惜先生不让咱多管闲事 可要是不管的话 我家小杰也送去他的堂口了 是不是说不过去 想了一会儿 大长虫做贼 一般从自己身上 取下一块鳞片 朝着赵友亮丢了过去 那鳞片如同有灵性一般 静止粘在了赵友亮右手的手背上 与此同时 头顶黑锅的大长虫 轻声嘟囔着消失不见 就帮他这一次 先生知道了 应该不会怪小八我的 先生最疼我了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吧 别看刚才那条 头顶黑锅的大长虫 蠢萌蠢萌的 实际身份 却是轩辕皇帝 亲口风筝的万蛇共主 厉害着呢 因此 他给的那枚鳞片 绝对是好宝贝 也就是说 赵友亮在无意间 又得到了一场大机缘 等小李拉着赵友亮回到小镇 夜幕已经降临 因此 他们干脆都没回家 直接来到迎春嫂的烧烤摊帮忙 赵友亮帮着做开门营业的准备 而小李则是趴在桌子上 写写算算 预估新店装修所需的各种材料 就在赵友亮擦桌子的时候 迎春嫂忽然把他拉住 亮子 你手背上怎么长的东西 黑不溜秋的是啥 脏东西没洗干净 迎春嫂看到的脏东西 正是那条大长虫 送给赵友亮的鳞片 赵友亮先是一愣 随后低头一看 可不是吗 用手搓了搓 发现不是脏东西 而是直接长在自己肉里的 卧槽 不会是皮肤病吧 看这样子咋 有点像牛皮选呢 要知道 穷人最怕的就是生病 因此 情急之下的赵友亮 赶忙拿出手机 开始百度 仔细对照各种皮肤病的图片 研究半天 得出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自己手背上的东西 不是牛皮选 坏消息是赵友亮 压根就没弄明白 这玩意儿是啥 看着着急的赵友亮 迎春嫂赶忙开口安慰 亮子别怕 就算是皮肤病 也没啥 等明天一早姐 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真是皮肤病的话 大不了用激光烧去呗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不是啥大事 迎春嫂的安慰 确实起了作用 赵友亮闻言稍稍放心 对啊 就算是皮肤病又能咋地 反正也没长在脸上 就算长在脸上了 又能咋地 反正 自己这个绝护童子 注定找不到女朋友 想到自己 将会是户口本的最后一页 赵友亮 不免又开始黯然神伤 就在此时 一副烟熏装模样的小李 凑了过来 看得赵友亮一愣 李茂 你又抹锅底灰了 小李被赵友亮问得 有些不好意思 挠着脑袋善笑 最近邪乎事太多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正在尬笑间的小李 忽然停住 随即对着赵友亮身后说道 哎呦道爷 您也来吃烧烤啊 看着您面生 不是本地人吧 小李的话 使得迎春嫂先是一愣 随后面露惊恐 李茂你和谁说话呢 不会是在故意吓唬姐吧 迎春嫂的表现 同样使得小李一愣 随后同样下的面色惨白 就连说出来的话 都相差不多 姐 这么一个大人 站在那你看不见吗 你可别吓唬我呀 说话的功夫 赵友亮已经转过身来 正看到茅台老道 淒淒惨惨地站在自己身后 道爷 你这是怎么了 茅台老道满脸痛苦地开口 小友 我已经被脏东西所害 又被强行驱赶进了英灵车 全靠着师门赐给的一件重宝 才能暂时脱离 时间有限 我说你听 有你照片 并且连续作案那个东西 是一头特殊的僵尸 门内人称之为倒行者 倒行者所过之处 防倒污塌 没有东西能拦得住 还请小友 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给警察 他们自有办法 联系频道的师门 派出高人应对 话说到这里 茅台老道脸上的痛苦神色更甚 就像是在极力地抗拒着什么 因此 语素也再次加快 还有你身边的女子 她 可惜的是 没等这句话说完 茅台老道便嗖的一声消失不见 就像是一粒尘埃 瞬间被强力吸尘器吸走了那般 茅台老道消失后 便见到英灵车 缓缓在烧烤摊对面的马路上驶过 车上的鬼魂都惨绿着脸 留恋地盯着车外的一草一木 哎呀我去 用人工方法开了天眼的小李 顿时下的眼面就跑 跑到厨房里 瑟瑟发抖 迎春嫂依旧不明所以 颤颤巍巍地开口询问 亮 亮子 到底咋地了 你们看见啥呢 赵友亮用最精炼的语言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完后 立即拿出手机打给了民警小赵 他本以为这么悬而又悬的事情 对方根本就不会信 谁知道电话那头的小赵 只是郑重地问了一句 亮子 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吧 赵友亮一愣 没啊 这种死人的事情 我会拿来逗你玩吗 小赵沉默片刻才开口说话 行了 我知道了 亮子 这件事记得不要跟别人说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叮嘱完后 民警小赵便挂断了电话 只剩下赵友亮一个人沉思 导行者是啥东西 听起来就挺邪乎的样子 还有这么邪乎的东西 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为啥会拿我的照片陷害我 咱压根就不认识他好不好 更没得罪过他 可怜的赵友亮哪里知道 出现在凶案现场的照片 是酱头师偷偷拍的 用来施展猫酱后 阴差阳错地 被棺材钉穿在了导行者的脚上 这才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误会 问米婆婆也是因此才会丧命 以上内容 详见本书第0030章 传说中的倒霉体质 眼见着赵友亮发呆 依旧有些害怕的迎春嫂 轻声开口 亮子你没事吧 想啥呢 赵友亮这才回过神来 结我没事 琢磨那个叫导行者的脏东西 为啥会陷害我呢 这可真是 人要倒霉了 喝凉水都赛哑 啥稀奇古怪的事情 都能找上我 就在赵友亮感慨的时候 殊不知他又要倒霉了 因为此时他口中的倒霉者 正抓着茅台老道留下的罗盘 对月咆哮 目光看向的 正是小镇的方向 因为罗盘上 还残留着赵友亮的气息 茅台老道 就是借用他的气息 才找到的倒霉者 接下来的几天里 这座被诅咒的诡异小镇 难得的迎来一段平静的时光 没有任何突发事件 没有脏东西出没 更没有死人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问米婆婆留给赵友亮的铺子 基本改造完毕 因为有内行人小李帮忙 所以装修花的钱 也就仅仅是预算的一半不到 另外赵友亮也没舍得花钱 去看自己手背上的皮肤病 更没用激光烧掉 不然的话 就真的成了网上的那段笑话 我二爷经过百年修行 好不容易到了金丹期 结果被医生诊断为胆囊结石 做手术给取出来了 这天中午 闲着没事的赵友亮和大黄狗一起 并排躺在店铺门前的藤椅上 并排着晒蛋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 一人一狗不大功夫 便昏昏欲睡 就在此时 一道阴影笼罩在这一人一狗的头上 影响了他俩的晒蛋大夜 无奈之下 赵友亮只能不耐烦地睁开眼睛 家里死人买纸人的 隔着门自己选 可千万别进去 进去了狗挠你 哎呀卧槽 鬼 惊叫声中 赵友亮蹭地一下 从藤椅上蹦了起来 一把抱住身边的大黄狗满脸的惊恐 我 我说道爷 害死你的人又不是咱 你来找我干啥 另外答应你的事情 我都做到了 给警察报信了 不怪赵友亮如此表现 因为来人正是茅台老道 任谁发现 已经死了的人 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都会是他这样的反应 老道看着惊恐的赵友亮 脸上露出无奈 福生无量天尊 小友就是赵友亮吧 小友误会了 频道并非我那位嫁和稀有的兄长 我是他的双胞胎兄弟 频道法号算了 不提也罢 今日前来 只是为了感谢小友 为我兄长报丧 区区小物 聊表寸心 老道士说完 从怀里取出一方古朴的红木盒子 递给了赵友亮 随后便衣袖飘飘地 朝着镇子外面走去 行径之间 宛如御风飞行 足不沾地 自有一番仙佳气度 然而 这种仙佳气度 却在赵友亮 问出下面这句话后 被彻底地击碎了 道爷 您大老远来的 别着急走啊 另外 以后有事了 我咋找你道爷 咱们留个电话呗行不 您叫啥呀 之所以这么喊 这么问 是因为赵友亮仍不死心 依然想找一个真正的高人 带自己修行 摆脱扎纸铺的纠缠 尽管在他心里 第一选择是那位神秘的少将军 可终归虚无缥缈 安全起见 总得准备第二套方案不适 然而赵友亮的话 却如同击中了老道的命门一般 使原本飘飘欲先的他 一个亮呛 差点跌倒 尤其是那句 您叫啥 短暂的犹豫过后 老道是满脸不情愿地走了回来 憋了半天 才在赵友亮耳边轻声说道 福生无量天尊 小友对我那兄长有传讯之恩 有问频道不能不打 频道法号毛坑 啥 啥玩意儿 赵友亮闻言彻底震惊了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心中暗想 毛坑 你确定这个道号是认真的吗 不是故意搞笑逗玩的吧 茅台就够奇葩了 如今又来个更奇葩的 你们师父 真是个起名小天才 看着赵友亮那 惊讶到何不拢嘴的样子 老道显然已经猜出他内心所想 毕竟遇到这样的情况 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 为了解释清楚 老道赶忙取出纸笔 将自己的道号和手机号 一起写了下来 频道法号毛坑 乃是坑枪有力的坑 不是小友脑中想的那个字 福 福生无量天尊 眼见老道都快急了 再加上人家已经解释得够清楚 赵友亮赶忙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并且拼命忍住笑意 连连点头 因为他知道自己 一旦笑出来的话 很可能会挨打 就算老道有涵养 当时不揍自己 那早晚有一天 也会秋后算账 看赵友亮极力忍耐的样子 毛坑老道满脸的无奈 随后一挥衣袖转身就走 只不过这次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气度从容 小友你想笑就笑吧 憋得太久 容易气机不顺 影响修行 其实 其实频道早就习惯了 看着老道那肖瑟的背影 赵友亮尽管十分同情 但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同时暗自琢磨 自己如果真能败 这位老道为师 一定不能让师爷 给自己起道号 不然的话 按照师爷的德行 只不定会想出 啥让人喷饭的名字 赵友亮一边杞人忧天 一边将毛坑老道 送给自己的红木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块雷基木 柱一 做成的令牌 背面是三毛真君 柱二 的画像 正面则是N 刻两个转字 书中暗表 这块令牌 是毛山派专门用来 送给帮助过自己弟子的人 持有令牌者 能得到毛山派的一次帮助 当然 不能提出太过分的要求 注意 雷基木 顾名思义 就是被雷基的树木 枣木 桃木 柳木 杨木 槐木 深木等 被雷基中之后 都可以称为雷基木 不过成为雷基木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被雷基中之后 依然存活 不然就不能称为雷基木 此外 如果是人工引雷的话 也不算雷基木 自然界中 被雷基的树木非常少 雷基桃木和雷基枣木 更是可遇不可求 他们是道教高人 制作法器 不可多得的材料 诸二 三毛真君 又称三毛君 道教毛山派 创教祖师 三毛真君 原是出生在 咸阳南关的三兄弟 大毛君毛银 自身书 十八岁时 就弃家赴 北越恒山读老子书籍 一经 福尔内休基六年 后面见西王母 受玉佩金当之道 太极玄真之经 四十九岁时 学成得道而归 中毛君毛顾 自继委 汉景帝十举孝连 累千至五位太守 三毛君毛中 自思河 汉宣帝十千洛阳令 后拜为五更大夫 西河太守 毛银飞升后 两兄弟均弃官还家 求凶于东山 毛银乃受以延年不死之法 两兄弟修道三年 佩服九转还丹后 以飞升成仙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时间转眼到了晚上 幸运的是 小镇依旧宁静 因此 今晚来吃烧烤的人 络绎不绝 面对着滚滚客源 迎春嫂笑颜如花 一边开心地忙碌着 一边对着身边的赵友亮 轻声开口 亮子 要是一直能这样多好 要是总能有这么多人 咱们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装修新电花的钱赚回来 哦对了亮子 今天忙完你先别走 咱们把这个月的账算一下 算账 赵友亮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姐 你自己回家慢慢算就行了 叫我干啥 看着傻愣愣的赵友亮 迎春嫂发自内心地笑了 还能干啥 把你该得的那份给你呗 总不能白用你房子 有白让你每天帮忙吧 别着急拒绝姐 你都是大人了 也该给自己攒点老婆本了 提起赵友亮 咱老婆本的事 迎春嫂莫名其妙地 有些情绪低落 行了先不说了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言必整理心情继续忙碌 提到老婆本 难受的不止是迎春嫂 还有赵友亮 她一边苦笑 一边暗自琢磨 人家能娶到媳妇的咱老婆本行 我这都是户口本最后一页了 还在那玩意儿干啥 就在赵友亮胡思乱想的时候 只见郭震掌在前呼后拥下 朝着烧烤摊走来 虽然依旧是满脸的疤痕 上次被大黄狗挠的 但显然已经没有答案 郭震得十分小心 反复确定 大黄狗不在附近后才 坐到了空位置上 对着赵友亮皮笑肉不笑 赵友亮无奈 只能走上前去招待 反正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再者说自己连鬼都见不少了 还会怕他一个活人吗 其实有些事 有些人比鬼可怕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白鬼夜行我在其中 未曾有半分惶恐 如今看透人心善恶 却瑟瑟发抖 深感人不如狗 哎呦 镇掌您来了 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 我回去之后 就饿了那缺德狗三天 看他以后还敢咬您不 郭震得久经人情世故 当然知道赵友亮 是在跟自己扯淡 还把大黄狗饿了三天 大黄狗把你饿了三天还差不多 整个小镇谁不知道 你赵友亮 就是个人仗狗式的短命鬼 尽管心中瞧不起赵友亮 但郭震得却没表现出来半分 反而笑得更加亲切 上次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亮子你还提他干什么 说还能跟狗斤斤计较吗 狗这个字郭震得说得极重 显然意犹所指 亮子 书这次来就是想问问 上次我说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三天都过去了 说到这里 郭震得笑得更加意味深长 从家包里取出一份公告 递给了赵友亮 哦对了亮子 今天镇政府开会研究决定 明天开始展开多部门联合的 食品卫生安全检查 书先告诉你一声 你跟迎春那丫头 可得准备好了 别等明天我们来的时候 查出什么问题 到那时候 就算书想帮你们也做不到了 毕竟那么多眼睛看着呢 别看郭震得 一副我对你好样子 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有句话说得好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人家诚心找你麻烦的话 你就算做得再好也是白费 鸡蛋里都能给你挑出骨头来 赵友亮显然是听懂了 郭正德话中深意 不过他不准备逆来顺受 而是立即用出自己的方式反击 故意提高音量 高到附近所有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镇长 您想买孙叔和婆婆留给我的铺子的话 十万块钱实在太少了 能多给点拨 您知道我命苦 我爸得了绝症住院呢 我妹妹还在上大学 钱对我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不是这样 十万块我就卖给您了 说上述这些话的时候 赵友亮满脸的祈求和悲伤 就像是面对大地主 黄世仁的杨白劳 当然这悲伤有些是装出来的 但大部分是真的 因为这就是他面临的实际情况 面临的悲苦生活 赵友亮的话 立即引来周围时刻的一阵哗然 无他 都觉得郭正德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赵友亮 这个可怜的外乡人了 就像我们前文讲的 两间铺子中的任何一间 都价值七八十万 你郭正德打包药 一共才给人家十万块 打饭要饭的呢 欺负人都没有这么欺负的吧 咋地 你郭正德还当如今是万恶的旧社会呢 你当个镇长就能只手遮天了 我神州百姓中 自古就从不缺正义之事 即便是在这个被诅咒的小镇里 也是一样 周围吃烧烤的人 虽然暂时敢怒不敢言 但却纷纷对着郭正德 投去愤怒 鄙视的目光 当事人郭正德压根没想到 赵友亮会跟自己玩这么一套 眼见犯了众目 情急之下赶忙开口辩解 赵友亮你可不能乱讲话 我什么时候说 只给你十万了 我说的是三十万 说到这里 郭正德立即意识到坏了 自己主动钻进赵友亮下的套里了 这么一说 倒是证明了 人家赵友亮说的 就是说实话 自己确实是欺负人 强买强卖 果然 周围人群听到之后 立即发出阵阵虚声 有脾气耿直的 更是呵呵冷笑 两间铺子给三十万啊 真有钱 可我怎么听说 一间就值七八十万 要不然 量子你先别买 弄个公开近拍吧 家里实在着急用钱的话 我们先给你凑点 有人带头 其余兄有正气的人 也纷纷跟着开口 就是就是 这价钱也差得太多了 绝对不能卖它 欺负人也不带这么欺负的 量子你急用钱就跟也几个说 我们虽然没啥钱 但大家凑凑不就多了 把眼前的难关应付过去 房子慢慢愈好的买主 听了众人的话 赵友亮心中意暖 同时发现这些给自己仗义直言的人 都是后搬来的 只是搬来的时间不同而已 至于土生土长的做地户 也就是原本那五十户人家的后人 则是下意识地凑到了郭正德身边 看来孙叔给自己的信中并没有乱说 他们这五十户 真的没什么好人 一边想着 赵友亮一边对郭正德 发出最后一击 故意一不小心 将检查公告掉在了地上 这张纸随风而起 刚好落在了旁边喝酒的人脚下 这人弯腰捡起来看完后 满脸怒气地递给了其他人 甚至有不畏强权的汉子 站起来大声朗读 读完之后 众人看向郭正德的眼光 更加愤怒了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赤裸裸的以权谋私吗 就是故意欺负赵友亮 这个外来的打工人 故意欺负迎春嫂 这个没有靠山 甚至都没有男人的可怜寡妇 我说郭正长 你还能多少要点脸不 镇上唯一的屠夫张大哥 已经拍案而起 对着郭正德一伙人怒目相向 明天不是检查吗 你先来检查我 要是我哪做得不好 你们就把规矩改改 特么的 我就不信还没王法了 还能让你们这群人 折腾出花来 张屠夫的话 立即引起共鸣 一来是仗义直言 激起了大家胸中的正气 二来其他人中 也有许多人 没少受到郭正德 这伙本地人的欺负 共情之下 自然群情激愤 眼见着事态 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郭正德站起身来 愿读得看了一眼照友亮后 什么也没说 便转身离去 郭正德这一走 以他为首的座地户 立即跟着离开 剩下的 自然都是支持 赵友亮的小镇居民 对郭正德一伙人的 哄笑声中 迎春扫眼 含热泪开口 谢谢也几个 帮我和亮子说话 没别的 今晚不管吃多少 都算我们请 要是不怕 你们家里的母老虎发威 喝通宵 我和亮子都陪着 好 大妹子爽快 那我们可真不客气了 众人闻言再次哄笑 琪琪吆喝着 今天必须把大妹子喝破产了 话是这么说 但并没有人这么做 等到后半夜时 众人散尽 收拾桌子的赵友亮 惊讶地发现 每桌的盘子下面 都压着钱 比起正常算账来 只多不少 一夜就在赵友亮 和迎春嫂的感动中度过 至于彻底得罪了 郭正德的事情 就算不得罪他 他会放过赵友亮两人吗 吃过早饭后 赵友亮开始了例行晨跑 还是那句令人喷饭的口号 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没屁应急锻炼身体 狗哥狗哥你也别趴着了 咱俩一起跑起来 大黄狗显然不愿意 搭理赵友亮这思 或者说 觉得他多少有点傻 邪愣了一眼赵友亮 厌恶地换了一个 稍远的地方 继续趴着 大黄狗鄙视赵某人 但是有人欣赏 这不远远就见赶世人赵宏伟 快步走了过来 赵老板 我回来了 赵友亮先是一愣 随后大喜 哎呀 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去车站接你 不用接 也不算远 赵宏伟一边说 一边将带来的土特产 递给赵友亮 赵老板 这次我们一共来了三位老司 就是为了对付那头金甲师 不过 不过老司们说 即便如此也没有把握 所以不希望你跟着下目 啊 赵友亮文言暗自心惊 宏伟 金甲师这么邪乎 嗯 赵宏伟深深点头 以前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知半解 老司们告诉我后 我才知道金甲师的厉害 传闻清朝咸丰年间 免军起义 注意 那会儿就出现过一头金甲师 结果这一头畜生造成的伤亡 居然比打仗还要多 最后 牺牲了好多辅导两家的高人 才用天雷流火 把那头畜生烧死的 赵宏伟讲的 赵友亮似懂非懂 但有一句话他听明白了 一头金甲师造成的危害 居然超过了一场战争 就在赵友亮脑补金甲师 到底有多凶的时候 赵宏伟已经起身告辞 我先走了 过来找你 就是给你送点我们那边的土特产 再告诉你一声 我们就自己下目了 赵老板保重 眼见自己留不住赶诗人 赵友亮只能高喊 红伟你们去对付那头怪物的时候 一定要叫上我 孙叔对我这么好 我要是不给他报仇 还叫爷们吗 不如把那二两肉割去 也免得走路时候摩擦咔咔响 就在赵友亮暗自发痕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是迎春嫂 魏姐 这么早有事啊 电话那头的迎春嫂笑骂 有事 当然有事了 你忘记 今天咱们烧烤店搬家了 赶紧过来 小李和陈大哥 他们都来帮忙了 赵友亮闻言 这才恍然大悟 最近事情多 自己真是忙糊涂了 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 赵友亮锁好扎纸铺的大门后 快速朝着烧烤摊方向跑去 等赵友亮赶到的时候 发现迎春嫂几人 正围在一起看着地上 小李甚至又在自己眼皮上 涂了锅底灰 好奇之下 赵友亮快步上前 诚哥 姐 你们看啥呢 听到赵友亮的声音 三人立即回头 亮子你来得正好 快瞅瞅这是啥 来到镜前 只见一只已经被打碎的大坛子 洒出一地白花花的东西 在这堆白花花的东西 中间有一张黄色符纸 符纸正面画满了奇怪的纹路 背面则画着一个诡异的脸谱 亮子 你认识这是啥不 注意 缅军起义 缅军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晚 苏 鲁 玉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 与太平天国同时期 缅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 长达15年 缅是淮北方言 意思是一股一火 缅军起源于缅子 最初安徽 河南一带有油鸣捏纸 将油脂点燃 烧油粘纸用来做法 其中多有神怪之处 笛者会在后文一一讲给各位读者大人 如今的赵友亮 虽然是出马弟子 梦里也有人传到授业 但终归还是入门时间太短 平一对比的话 也就相当于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 因此 哪里认识眼前的东西 赵友亮缓缓摇头 这几样东西分着的话我认识 碎坛子 洒出来的骨灰 黄浮 但是加在一起 就不知道是干啥的了 礼貌文言一愣 随后脸色惨白 亮子 你说这些白色的粉末 是骨灰 你确定 赵友亮点头 确定 当然确定了 再怎么说我也是出马弟子 这点灵觉还是有的 怎么 不相信我呀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李茂的脸色更加苍白 猛然转身跑到院子里 蹲在墙角大吐特吐 见此情景 赵友亮不经纳闷 不就是骨灰吗 这有什么恶心的 陈大哥 李茂他这是怎么了 此时的陈大哥 脸上满是哭笑不得的神情 亮子你不知道 在你来之前 李茂说 这些粉末 可能是谁私藏的毒品 学着电视里的样子 用嘴长了长 说真要是毒品的话 举报到公安局后 给的奖金老多了 赵友亮 他实在是没想到 看似混了巴基的李茂 内心系居然如此丰富 不经好一阵的无语 陈大哥 这坛子东西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搬家时候 李茂一不小心打碎的 应该是以前房主留下的 原本是 放在最高的那个柜子顶上 要说迎春扫现在开店的地方 原本是一处无主的房子 后来被所属的街道收回 又闲置了好多年 之所以会闲置 因为镇里的老人都说 这间房子不干净 闹鬼 两年前迎春扫 想开烧烤店的时候 因为本钱不多 为了省房租 才不得已用的这个地方 不过两年来 也没发生过什么邪乎事情 大家也就渐渐地 把闹鬼的传闻给忘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接到今年开始变几次 提出要收房租 这也是赵友亮一说搬家 迎春扫 便立即同意的原因 姐 以前的时候 你没发现这东西吗 没有 迎春扫快速摇头 要是知道房间里 摆着骨灰坛子 我早就请人处理了 以前就听说过 这房子邪性 姐从来没敢乱翻乱动过 幸亏这几年都没出事 眼见着问不出什么 也看不出什么 赵友亮便找来一个新坛子 把骨灰和那张 奇怪的符一起收起来 装了进去 行了 姐 诚哥 你们继续搬家 我把这东西带回去 问仙家应该怎么处理 既然是骨灰 那随便丢了可不行 嗯嗯 迎春扫连连点头 那就麻烦仙家了 亮子 等回头我买点瓜果梨桃的 给仙家送去 你让仙家多费心 就在赵友亮抱着新坛子 往回走的时候 忽然觉得 这坛子有些扎手 其实用扎手两个字 形容并不准确 因为这种感觉 就像手不停地 触碰那种微小的静电 或者嘴里 含着跳跳糖的那种感觉 因为最近怪事频发 所以赵友亮 已经变得十分谨慎 回到杂纸铺后 直接抱着大坛子 来找仙家 黄小哥 小哥你在吗 随着赵友亮的呼唤 只见一阵绿烟闪过 黄烟中 蚂蚱精带着几个 邪堂仙一起现身 亮子 你喊黄家公子有事情啊 他一早就带着小饺子 和熊大哥进山了 哦这样 赵友亮闻言 有些失望 因为经历几次事情 他已经不信任 这些御事就跑到邪堂仙 万一坛子里 装得真是脏东西 邪堂仙又开启 尤其是杂纸破 还这么邪门 邪撞邪 真的会邪死人的 就在赵友亮 犹豫不决的时候 风鬼囚徒的声音 忽然从牌位上传来 赵友亮 你要是信得过 本将军的话 就把手中的不安骨 放在这吧 有本将军在 这东西 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赵友亮实在没想到 风鬼囚徒 居然会主动开口帮自己 即便他已经是 自己堂口的清风教主 还真是风教主 信得过 当然信得过 有囚徒大哥您出面 小弟绝对放心 说完之后 赵友亮立即将大坛子 放在了箱岸上 又恭恭敬敬地 给囚徒的牌位上了 三只箱后 才转身离去 当然 赵友亮多会做人 再给囚徒上完箱后 也没忘了 给些唐仙们点上一根 至于为什么囚徒 会自称本将军 又为什么会叫 坛子里的东西 为不安骨 赵友亮并没有多问 因为他能感觉到 高傲的囚徒 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 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还是少问问题的好 真要是想知道的话 等皇家小哥 回来的时候再说呗 除了这段小插曲外 整个搬家的过程 倒是十分顺利 因为今天正好赶上周末 所以看到搬家后 过来帮忙的人特别多 众人食柴火焰高 更何况 还是搬个小小的烧烤摊 等到中午十二点整 新店已经开业大吉 阵阵鞭炮声中 看着崭新的店铺 迎春扫笑得 特别开心甜蜜 亮子 谢谢你 啥 姐你说啥 鞭炮的声音太大 赵友亮没有听清 只是看到迎春扫 那本就美丽的大眼睛 水汪汪的 看起来更漂亮了 赵友亮傻乎乎的样子 使得迎春扫 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没说啥 亮子你 赶紧张罗一下 今天来帮忙的人 谁也不许走 必须在咱家吃饭 姐高兴 好嘞 这次终于听清楚的赵友亮 赶忙答应 并热情地 把所有来帮忙的街坊邻居 都请进屋里 大家辛苦了 谁也不许走啊 我姐说了 马上就开饭 今天新店开业大吉 正说话间 就见先后有人送来 两株半人高的发财树 和两个巨大的花篮 谁是老板 发财树和花篮 都给你摆门口了 祝老板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看着赵友亮和迎春扫 纳闷的样子 陈大哥哈哈大笑 这是我和李茂送你们的 一点心意 图个吉利 不等赵友亮和迎春扫 说感谢的话 又有人送来一只 脸盆大小的金蝉 老板 金蝉给你直接放马台上了 恭喜老板 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这又是谁送的 就在赵友亮和迎春扫 纳闷的时候 明景小赵带着两个同事 走了进来 亮子 迎春姐 你们新店开业 怎么不说一声 幸好我们消息灵通 不请自来 哈哈 金蝉是我们哥仨凑钱 送你们的 一点心意 祝你们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 因为能主动来的 都是熟人 再加上还是周末 所以这一顿酒喝的 可谓是兵煮静欢 直到下午六点多 尽兴的众人才各自散去 要是再不散的话 就得继续晚上的酒局了 席间赵友亮 曾悄悄地问过陈大哥 为什么今天郭正德 没带人来联合检查 陈大哥被问得哈哈大笑 亮子 你故意的是不 昨天那么一闹 你让他还怎么查 针对你们的话 不更坐实 他已全谋私吗 郭正德 这人虽然坏透了 但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 属于暗地里使坏的那种 既然不能拿你们怎么样 那他还检查什么 当然就不了了之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知道自己目的达成 赵友亮笑得十分淫荡 这就叫恶人还需恶人魔 对付郭正德这样的人 必须得用点手段 所有人中 只有民警小赵没有喝酒 因为他要送一起来的 那两个同事回家 这里特殊说一下 小赵他们住在县城 然后每天来镇里派出所上班 我们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也是这样 尤其是以公职人员居多 眼见着小赵的两个同事 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所以赵友亮决定 跟他一起去送 至少到了住的地方后 能帮着从车里扶到家 当然 这之前赵友亮没忘记 带上喇嘛 送给自己的转经轮 暂时解除距离限制 对于赵友亮的提议 小赵没有拒绝 反正今晚该他值班 他送完人 还要从城里回来 一路无话 赵友亮和民警小赵 送完人回来的路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 出城十多分钟后 透过车窗 赵友亮隐约见到 前方有个高耸的大烟囱 好奇心驱使下 便开口问道 赵哥 这是啥场子 我来你们这边 时间也不短了 怎么没听说过 小赵被赵友亮问笑了 这场子可厉害 咱们早晚有一天 都得来这报道 不是吧 赵哥你逗我玩 说话间 车子已经路过场子正门 当赵友亮看清招牌后 立即把剩下的半句 验了回去 因为他分明看到 某某县火葬场的字样 赵哥你说的没毛病 咱们是早晚都要来这里报道 民警小赵 哈哈大笑 汽车又往前看了一会儿 小赵忽然开口问赵友亮 亮子 刚才你看见一个人 拖着麻袋在路边走没 此时的赵友亮 也有些久意上头 迷迷糊糊地回答 好像看到了 咋地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大晚上的 又是荒郊野外 怎么会有人 拖着麻袋在路边走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出于职业敏感 民警小赵 立即减速掉头 小赵的话 也点醒了赵友亮 对啊 大晚上的 怎么会有人拖着麻袋 在火葬场附近溜达 这要是没点啥事 谁信呢 而且众所周知的是 这时间拖着麻袋 或者皮箱的 里面装的不是人民 就是人民币 然而 不管是上述哪个 都是违法犯罪 可惜的是 两人开车来回找了两趟 却再也看不见 刚刚拖着麻袋的身影了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继续开车 朝着小赵赶去 就在这时赵友亮忽然问道 赵哥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玩意儿 不会是脏东西吧 不然咋找不着了 小赵闻言好一阵的沉默 亮子 要不咱们把警笛警灯打开吧 可能是开了警笛警灯的关系 一路行来 再也没遇到什么 拖着麻袋的身影 回到小赵后 明警小赵自然回去值班 赵友亮则禁止去新店帮忙 至于扎纸铺 他再去县城送人钱就关门了 因此并不担心 此时的扎纸铺内 被放在乡岸上的坛子 忽然开始剧烈地晃动 里面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 而且从声音判断 还不止一个 晃动的同时 坛子里冒出阵阵黑烟 坛子表面就像是快融化了一般 不断有鬼脸 努力往外挤 此情此景 顿时吓了邪堂仙们一跳 哎呀 还真是脏东西 囚徒老大 咱们该咋办 要不要把坛子砸了 让它出来 咱们在一拥而上 让里面的东西 见识下咱们堂口的厉害 囚徒是高傲的 高傲到都不屑于 搭理这群邪堂仙 颇有那种 不肯同流合污 正邪不两立的态度 因此只是冷哼一声显出身形 依旧是带着重重的枷锁 依旧是壮若风尸 大胆不安骨 竟敢在本江面前放色 颜臂一阵虎躯 身上的铁锁 立即宛如怪蟒一般 缠到了坛子上面 并发出滋滋滋的灼烧声 灼烧声和婴儿的惨叫声 同时响起 坛子抖动得更加厉害 见此情景 风鬼囚徒再次开口怒斥 还不肯安分 如等真相魂飞魄散吗 言语之间 一只黑气环绕的大手 已经幻化成形 从风鬼囚徒脑后生出 紧紧地按在了坛子上面 坛子这才安静下来 只是还有黑水 不断地从坛子里面渗出来 邪堂仙们见此情景 进阶惊讶无比 这么凶 这么邪性 这得多冤啊 都被囚徒将军镇住了 还想折腾 惊讶的不只是邪堂仙 囚徒同样如此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稍一琢磨 刚想再失手段 奇怪的长劫忽然出现 依旧是大小眼尖斗鸡眼 依旧是无精打采 一副随时会死的样子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缺 这可哪说理去 碎碎念的同时 这丝扑的一声 落在了坛子上 坛子这才彻底安静下来 不再有黑水流淌 不仅是坛子安静了 就连长劫自己都安静了 本就无精打采的他 此时已经开始昏昏欲睡 邪堂仙们见状 立即凑上前去轻声问道 长 长公子 您老人家没事吧 不怪邪堂仙们乱操心 而是他们确实担心 长劫会莫名其妙地 和坛子同归于尽 毕竟这丝平时 就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真要是这样的话 在场众仙家 就等着承受万龙山主人的怒火吧 就在邪堂仙担心 长劫会死的同时 小镇外面 白天赵有亮见过的毛坑道人 正手持罗盘 寻找着什么 当见到罗盘上的指针 忽然飞速旋转 就像电风扇的扇燕那般 毛坑道人顿时大惊 福生无量天寸 怎么会有这么多僵尸在附近 难道不止一头道行尸 说话间 毛坑老道 一手拿符 一手持剑 嘴里念念有词 月圆正在西 木剑在手你要记 七妹真火你要闭 急急如律令 咒语过后 俘虏击射而出 朝着远方的黑暗中打去 然而 在毛坑老道期待的目光中 俘虏化作的真火 并没有打中想象中的僵尸 而是被一面铜锣挡住后 喷的一声炸开 便见几个人影 先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而他们身后 分明跟着十多头僵尸 福生无量天尊 你们 这群人进阶身穿麻衣 手中拿着各种法器 射魂灵 招魂帆 隐魂罗 赶诗鞭等应有尽有 正是今天才赶到小镇的赶诗人 刚才挡住毛坑道人火福的 便是为首老司的法器隐魂罗 湘西赶诗客见过道长 道长安康 见到对方是赶诗人 毛坑老道 立即意识到自己误会了 因此赶忙还礼 适才评到鲁莽 还请诸位见谅 话说到这里 老道忽然停住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另一个方向 诸位 你们还有同伴在那边吗 赶诗人的道横 明显不及毛坑老道 因此并未察觉到什么 听了毛坑老道的话便是一愣 道长您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行五人都在这里 并没有其他同伴 听到赶诗人这么说 毛坑老道 立即手持桃木剑 朝着刚才看的地方跑去 道行尸 道行尸 如今太平盛世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存在 几个赶诗人文言 也都在为首老四的带领下 紧跟在老道身后 故事讲到这里 特殊解释一下 什么是道行尸 笔者翻遍了自己知道的 佛道两家典籍 关于这种东西的记载 几乎没有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玩意儿属于一种特殊的僵尸 具体成音不详 另外 道行尸极其霸道 他在后退着走路的时候 从不拐弯 更不会避开任何东西 凡是挡住他行进路线上的 尽数推倒 小到一堵墙 大到整个村庄中 一条线上的房子 只要是挡住他的就不行 其中最夸张的记录 鉴于明末清初的 《夜航传》一书 书中记录了道行尸 居然将长城穿了一个大洞 至于道行尸的正脸 究竟是什么样子 则没人见过 因为看见道行尸的人 都被他害死了 从无例外 另外 道行尸也从没有 被佛道两家高人降服的记录 因此无从查询 言归正传 等赶识人追上毛坑老道的时候 发现他正和一个奇怪的尸体打斗 然而这具尸体 却不是道行尸 要是赵友亮在这里定会引认出 这具尸体是害死马家父子 又在陈大哥背上 留下死字的人 最后不知为何答应赵友亮 饶了陈大哥 还承诺 可以再饶两个人 尸体明显不是毛坑老道的对手 已经被他用桃木剑 扎出好几个大窟窿 伤口边缘滋滋作响 就像是一直被废油灼烧一般 本就不是老道对手的奇怪尸体 在赶识人加入后就更加狼狈 片刻功夫过后 已经遍体鳞伤 不断发出绝望的嘶吼 随着额头上被老四钉上阵尸符 奇怪的尸体就连嘶吼都做不到了 虽然极力挣扎 但却只能站在原地不断颤抖 同时有两行血泪从他的眼中流出 老四 我们如何处理这头畜生 其中一个年轻的赶识人 开口问道 老四并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毛坑道人 此事全凭道长做主 人家赶识人谦虚 毛坑老道自然也懂得谦让 福生无量天尊 详识赶识之事 还需诸位操劳 平道静看老四手段 听毛坑老道这么说 再加上对付僵尸 确实是自己专业 老四便不再客气 唉 这样游荡在世间 他的灵魂都得不到安宁 更不能转世重生 咱们还是送他上路吧 得到老四的指令后 刚才说话的年轻赶识人 立即行动 取出一根穿心钉 朝着僵尸心脏的位置定了下去 奇怪的尸体 立即发出阵阵惨叫 显然十分痛苦 可怎奈额头上有阵尸符压着 根本动弹不了 等到整根穿心钉 完全定进僵尸体内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原本干枯的面容 居然急速恢复成普通人的样子 虽然已经略嫌腐烂 但还是能看出大概 一直没有说话的赵宏伟见了 顿时惊呼出声 孙掌柜 你怎么会是孙掌柜 什么 为首的老四 显然听说过孙掌柜 更知道 人家是为了他们赶尸人才下目的 因此 赶忙抬手 将贴在孙掌柜脑门上的 镇尸符撕了下来 怎么会这样 失去了镇尸符的控制 孙掌柜立即可以自由行动 就像普通人回光反照那般 趁着众人不备 嘶吼一声 朝着黑暗中跑去 等毛坑老道 和赶尸人反应过来 想去追的时候 孙掌柜早就消失在 无边的黑夜里了 即便没能追上 但为首的老四 似乎并不担心 因为无论任何僵尸 只要被穿心钉穿心而过 就都死定了 他只是惋惜 惋惜人家 为了帮自己寻找凄惨时 居然落得这么个 不人不鬼的下场 最后 还死在自己这群 赶尸人的手中 惋惜的同时 老四又十分奇怪 在他的印象里 从没见过孙掌柜 这样的僵尸 其余僵尸就算冰死 也不会恢复成 生前的样子 而是会立即化作 飞灰随风而去 不再留下一丁点的痕迹 就在老四琢磨的时候 毛坑老道轻声开口 福生无量天尊 多谢诸位仗义出手 如今此间试了频道 暂且告辞 若是有缘 他日我等再见 赶尸人急着下目报仇 然后寻找凄惨时 因此也没挽留 双方别过之后 便各自消失在不同的方向 另一边 小镇内 忙碌了一夜 烧烤店终于送走了 最后一个客人 看着疲惫不堪的迎春嫂 赵有亮开口说道 姐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慢慢收拾就行 今天散场早 收拾完再回去上香 都来得及 对于赵有亮对自己的关心 迎春嫂并没有拒绝 一边慵懒地打着哈欠 一边开口 有个弟弟真好 行 那姐就先回去了 每个月一来 那个就全身没力气 还真是熬不住了 说到这里 迎春嫂翘面微红 再没多说 便出门朝着自己家走去 迎春嫂刚走不久 就见大黄狗挺胸昂头 迈着官布走了进来 不知道是因为担心 赵有亮安全 所以来接她 还是因为怕耽误了 给人偶上香 所以特意来找她 通过一人一狗的日常来判断 应该是后者居多 赵有亮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赶忙一边看表 一边开口 狗哥您来了 这不没道点呢吗 您这么着急干啥 说话间 为了防止自己挨揍 赵有亮已经把干净的肉串 用干净的盘子装好 恭敬地放在了大黄狗面前 太君您先米歇 我低干活得快快低 大黄狗显然对赵有亮的态度 十分满意 不再瞪着这丝 自顾自地低头干饭去了 赵有亮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下意识地加快了 自己干活的速度 没办法 大黄狗太凶 实在是被揍怕了 就在一人一狗间 暂时和平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赵有亮还以为是有客人上门 过来喝第二顿的 因此也没抬头 便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您来晚了 烧烤室下班了 改天再来喝吧 和赵有亮的眉心眉肺相比 大黄狗就警觉多了 先是一惊 对着吹进来的风 仔细嗅了嗅后 更惊 一边警惕地盯着门口 一边狂吠着 急速后退 并搜的一下 躲在了赵有亮身后 通过大黄狗的举动 赵有亮也立即反应过来 来脏东西了 还是特别邪乎的那种 不然的话 流氓狗不会下场这必得性 谁 出来 我家太君在此 你别太过分 说话间 赵有亮已经转到了大黄狗身后 随手拎起一个凳子 凝神戒备 大黄狗瞬间猛逼 刚想再转 就见一个身影 踉呛着走了进来 满身的阴气 赵有亮见状 刚想把手中的椅子砸过去 可瞬间便愣住了 椅子举在空中 整个人都轻微颤抖 孙 孙叔 您没事真的太好了 我 我想您和婆婆 说话间 赵有亮早已泪流满面 丢下高举的椅子 扑向了孙掌柜 紧紧地把对方抱在怀里 唯恐自己稍稍放松 这位好不容易回到自己身边的老人 会再次消失 只留下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活在这座小镇上 独自面对人间冷暖 感受到赵有亮的体温 尤其是那滚烫的泪水滴在脸上 孙掌柜的神志 更加清醒了一些 亮 亮子 声音沙哑的 就像砂纸摩擦 说不出的刺耳 嗯 孙叔是我 叔你咋地了 哪里不舒服 赶紧跟我说 叔你可别吓唬我 说话间 神志更加清醒的孙掌柜 在赵有亮的怀里 挣扎着坐了起来 伸出已经干枯的 不像样子的大手 帮他擦拭脸上的泪水 亮 亮子 别哭 叔 叔的时间不多了 你 你听我说 叔已经是死人了 被金甲师咬死了 只是心有不甘 一口怨气 憋着变成了行尸 原本 原本想把镇上的畜生都带走 给老姐姐报仇 你也就能好好活下去 不会被他们欺负 可惜叔做不到了 对不起 此时的赵有亮 已经哭成了泪人 使劲地摇着脑袋 孙掌柜见赵有亮这副样子 浑浊的眼中 满是心疼 想要努力伸手 再帮他擦一次眼泪 可惜已经游进灯窟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 都没能完成 赵有亮见状 赶忙抓住孙掌柜干枯的大手 放在了自己脸上 亮 亮子 我以下的画面 你一定要记住 木里 木里有好东西 你想办法拿出来 能帮你摆脱杂质破 令 另外这个给你 吃 千万要吃 话没说完 孙掌柜抚摸着赵有亮脸颊的大手 忽然垂了下去 紧跟着他整个人急速枯萎 在赵有亮怀里 化作一层白灰 随着夜风尽数消失不见 原地只留下一根穿心钉 一本古书 和一株血灵芝 血灵芝缺了一小块 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不 赵有亮仰天悲乎 随后两眼一黑 就这么晕倒在了地上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 是疯鬼囚徒 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行了 他没事了 蚂蚱 你抱着量子 咱们回汤口 赵有亮只觉得头痛欲裂 精神恍惚 我晕了多久 回答他的是蚂蚱精 没多久 你放心吧 大黄老爷回去报信 我和囚徒将军 就立即赶过来了 咱们现在回去 绝对来得及给乾屋上香 蚂蚱精说的乾屋 指的是那两尊诡异的人偶 因为此时赵有亮还没完全清醒 故而没注意到 蚂蚱精居然叫大黄狗为大黄老爷 哦对了 量子你咋地了 咋忽然就晕了 我和囚徒将军来的时候 没发现有脏东西害你 赵有亮处在悲痛当中 自然没心情讲述刚才的事情 说了句没事后 便任由蚂蚱精抱着 回到了扎纸铺 机械般地给两尊人偶上完香 便一头躺在了床上 把自己完全蒙在被子里 失声痛哭 哭得撕心裂肺 大黄狗难得的没嫌他烦 就这么安静地坐在床边 这赵有亮 后面堂口中的邪堂仙 则在轻声议论 量子到底咋地了 咋哭得这么厉害 被人欺负了 谁他妈这么大胆 敢欺负咱们的弟子 不行 这事没完 开口的邪堂仙话音刚落 另一个邪堂仙便呵呵冷笑 我知道 欺负量子的 一定是那个新上任的镇长 前几天我就听说了 他想抢量子心得的那俩铺子 仗是欺人呗 这个邪堂仙的话 立即引来其余邪堂仙集体暴墓 哇呀呀 岂有此脸 以前都是咱们欺负别人 啥时候被人欺负过 走 现在就找他去 把他全家都迷死 迷死 这里做迷魂之意 可以理解为 类似鬼上身那种 使人神智崩溃 魂魄离散而死 眼见着刚说话的三只鞋 唐仙就要集体出动 却被上次向常家家主 告黑状的背金阻止 都别冲动 让我说一句 别忘了欺负量子的士官 虽然刚上任 咱们得先弄清 他身上的官微护体到啥样了 要是像传说中的赵青天那样 咱们别说迷他了 靠近都靠近不了 背金口中的赵青天 本名赵爱国 原来是这座城市的县长 最终升任市委书记 因清正连结爱民如子 因此 被当地人尊称为赵青天 听了背金的话 作为邪唐仙老大的骂炸精 冷笑着开口 郭正德那德行 还想跟赵青天比 我呸 就他那仗势欺人 欺男霸女的做派 比泼皮无赖也强不了多少 乃来的官微护体 放心去吧 随便去俩就得了 有了骂炸精的话 邪唐仙们总算放下心来 当即一只蛤蟆 一头菜蛇 便自告奋勇前往 嚷嚷着 不弄郭正德 一个全家死光 绝不消停 黄羽和熊霸不在 疯鬼囚徒 又是个不愿意管事的 所以 并没有人阻止邪唐仙 杂指扑前院 不知哭了多久 直到把自己哭累了 累到连思考都停止了 赵有亮才含着泪入睡 这次的梦里 没有人讲到 只有问米婆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赵有亮虽然双眼红肿的厉害 但精神已经好了很多 这也是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 磨练出来的坚强 不管发生了什么 活着的人总要继续 哭丧着脸 对于生活并没有一点帮助 只能获得别人暂时的同情 而且哭丧着脸久了 原本同情你的人 都会觉得厌烦 谁会愿意接近一个 每天都唉声叹气 哭哭唧唧的人呢 每个人的天性 都是寻找快乐 沐浴阳光 加油 别让婆婆和孙叔走了 还要为我担心 咱要好好的 赵有亮一边给自己打气 一边猛地下床 并大声地高歌一曲 钟声当当响乌鸦嘎嘎叫 起床去尿尿 顺风尿一脚 一牙妈啥东西伴着我了 赵有亮亮呛摔倒的同时 嗷嗷嗷的狗叫声响起 原来是他没注意 正好踩到了 趴在床边的大黄狗身上 确切地说是狗腰子上 关键部位受窗 使得大黄狗剧痛 暴怒 嗷一嗓子 扑到赵有亮身上 就是一通惨无人道的殴打 赵有亮一手武当 一手无脸 大声求饶 哎呀妈狗哥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哪里知道 明老人家没回狗窝 在床边趴着呢 我错了还不行吗 下次注意还不行吗 足足一刻钟过后 终于出了气的大黄狗 才摇着大屁股 上街耍流氓去了 独留赵有亮趴在地上 无声地抽气 哎呀妈 生活太难了 又过了好半天后 赵有亮才艰难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鼻青脸肿地 按照规矩开门营业 早起成练的小镇居民 见到赵有亮这副德行 已经见怪不怪 甚至还开口调侃 咋了亮子 又被你家大黄狗给揍了 你也是 没事别招惹他不就行了 看这把你打的 真要是破相了以后 可咋找媳妇 原本就因为接连遭受打击 不怎么精神的赵有亮 听到找媳妇三个字后 更黏了 就像是到了深秋 已经彻底枯萎的狗尿台 整个人全成一团 躺在门前的藤椅上 开始了摆烂模式 连早餐都没心情湿了 模模糊糊的 不知过了多久 只感觉有东西 附在了自己身上 赵有亮立即意识到 是仙家主动上身 赶忙集中精神 只见狮王一般的 清风教主囚徒 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囚徒依旧不善言辞 许久之后 才尽量放低声音 主动开口 亮子 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和我说吗 赵有亮内心里 十分敬佩囚徒面对鬼叉时 那威武不能去的英姿 于是没有丝毫隐瞒 把昨晚遇到孙掌柜之后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并从怀里取出孙掌柜 留下的三样东西 穿心钉 古书 和被啃了一小口的血灵芝 当然 此时的赵有亮 根本就不认识血灵芝 只以为是一种少见的植物 囚徒生前便是大人物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修行 可谓是见多识广 血灵芝 这可是难得的灵物 亮子你要珍惜 赶紧收起来 人心复杂 钱财不可外露 从小颠沛流离的赵有亮 当然知道人心险恶 因此 立即按照囚徒说的 把血灵芝放进怀里 囚徒大哥 你说这宝贝叫血灵芝 孙叔让我吃它 是因为它能增长到横吧 囚徒深深点头 绝世灵雾 万金难求 被咬下的那一小口 应该是孙掌柜自己吃的 剩下的绝大部分 他应该是没舍得吞服 凭着残存的神智 下意识地想着 都留给你 上述言语 再次让赵有亮眼含热泪 陷入到了 对孙掌柜和问米婆婆的思念当中 囚徒显然不擅长安慰别人 见状只是心中感慨 片刻后继续开口说道 孙掌柜是被金甲狮转化成的僵尸 生前又是黑族台关将 再加上画师初期 便遇到血灵芝这样的神物 所以才会这么厉害 孙掌柜已经如此 那灭杀他的 绝对是位高人 而那只被你用火器 黄金打火机 超度的魂魄 也是因为打扰了孙掌柜画师 才被他杀死 仇恨和残存的意识驱使下 孙掌柜才会沿着索命前的气息 回到小镇报仇 囚徒不愧是曾统兵十万威震边陲的将军 短短几句话 便把事情的真相说得八九不离十 目前剩下的问题中 只有孙掌柜为何说给问米婆婆报仇 他还没有猜到 至于赶世人下的古墓 囚徒或多或少了解一些 只不过是因为赵有亮没有问 所以不善言辞的他并没主动开口 听了囚徒的话 赵有亮豁然开朗 指着地上的穿心钉开口问道 囚徒大哥 就是这东西杀死的孙硕 囚徒深深点头 是 你如果想给孙掌柜报仇的话 可以按图所记 说起给孙掌柜报仇 囚徒接下来的话语重心长 亮子 如果按照世人正统的逻辑 你不应该找人寻仇 因为孙掌柜已经变成了僵尸 注定会按照本能行凶害人 杀光小镇居民后 还会游荡到其他地方继续杀戮 说到这里 囚徒深吸口气 但我和世人观点不同 大丈夫再是当快颜恩仇 我知亲友 无论是非对错 绝不容他人指责审判 更别说杀害 但凡敢害我亲友者 即便逃到天涯海角 本将也定然万里奔袭 将他碎尸万段 囚徒的话显然十分有效 深深撼动了赵有亮现有的世界观 片刻之后 赵有亮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却异常凝重地 将穿心钉捡了起来 放进了自己怀里 囚徒大哥 小弟知道了 眼见赵有亮这番举动 傲然的囚徒眼中满是欣赏 亮子 你不错 赵有亮收拾心情黑黑一笑 又将古书拿了起来 还是那句话 真男人从不把情绪放在脸上 而是埋在心里 不然的话你每天 摆出苦大仇深的臭脸 给谁看呢 这就像是如今社会 好男人在工作一天回家前 都会在车里 或者家门口稍作休息 目的就是将一天的疲惫 压力深埋起来 给家人一个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而不是一回到家 就把家中弄得鸡飞狗跳 紧张兮兮 有脾气 外面发去 囚徒大哥 这本秘籍 我能练吗 我的本事太低了 遇到邪乎事情 总是敢着急没办法 要是能练的话就太好了 囚徒文言 结果古籍简单翻阅 亮子 这本是台关匠的修炼之法 根据上面的记载 台关匠按照道横划分 共有五种 分别是赤族台关匠 草旅台关匠 黑族台关匠 还有银族 金族台关匠 孙掌贵生前 就是黑族台关匠 另外 银族 金族台关匠 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 又被称为送行客 因为用了这样存在做的棺木 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在黄泉路上遇到的麻烦 通过囚徒的耐心讲解 赵有亮的知识储备 再次增加 其实人死之后 到转世投胎之前 黄泉路上有许多凶险 除了大众知道的奈何桥 旺乡台之外 还有孟茴庄 恶狗庄等 笔者便用民间唱词描述一下吧 孟范庄来孟范庄 孟范庄喝的是迷魂汤 行善的人儿不入口 行恶的喝了转猪羊 从上面这段可以看出 在孟茴庄喝的东西 并不是传说中的孟婆汤 因为行善之人不入口 如果真是孟婆汤的话 那无论善恶都要喝 不然何以清除这一世的记忆 至于恶狗庄 唱词里是这样描述的 恶狗庄来恶狗庄 口似血盆牙似错 行善的人儿不入口 行恶的人儿 连骨带髓一口吞 手里没有打狗饼 怎么样躲过这恶狗庄 这也是为什么 在有些地方的殡葬风俗中 会把一张饼 和一根打狗棍 塞进死人的手里 而要是使用了银族 甚至金族台关匠做的棺木 上述那些都能避免 当然 那种大奸大恶 最不可恕的人除外 这种人别说是台关匠 就算神仙来了都拯救不了 老是等着被打进18层地狱吧 听完囚徒的讲述 赵有亮忽然觉得 台关匠还是很厉害的 最少比自己 这没有一点手段的厉害多了 囚徒大哥 我想学 我自己照着上面说的 慢慢练行步 囚徒文言缓缓摇头 同时轻声开口 台关匠虽然是正统修行的一种 但终归不是上乘 孙掌柜他沉浸其中一辈子 不也仅是黑族吗 况且 亮子 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让你慢慢修行了 说到这里 囚徒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砸纸铺 眼见囚徒的举动 赵有亮瞬间明白 可不是吗 自己都没有阳寿了 甚至可以说 已经被这倒霉的铺子给弄死了 要不是人家鬼差给表弟面子 现在孟婆汤 都不知道喝了几碗了 眼见赵有亮脸上 那肉眼可见的失落 囚徒难得的出言安慰 亮子 其实出马修行的手段 还是十分高明的 等我和小雨 帮你把堂口完备 招骑各路人马 到时候 也不是没有希望 为了鼓励赵有亮 让他有信心 和诡异的杂纸铺抗争 囚徒还特意举了个例子 亮子 你知道九道沟村的小院吗 小院的主人 我们尊称 他为龙婆老祖 传说中 他老人家就是最顶级的出马弟子 你要是能修行到那种程度 莫说区区 杂纸铺三个字 囚徒终归没敢说出口 毕竟两尊诡异的人偶 就在身后不远站着呢 你要是能到了那种程度 甚至到了龙婆老祖的万一 北国大帝将任你横行 想死都难 赵有亮十分信任囚徒 就像信任黄羽和小饺子那般 因此听完之后 立即对出马弟子这份职业 重燃信心 行 囚徒大哥我知道了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跟着你和皇家小哥好好干 咱不指望和龙婆老祖比 只要能和宋我金打火鸡 那位少将军差不多就行 这 听了赵有亮的豪言壮语 囚徒本想说些什么 可担心打击到这个刚刚重视信心的少年 于是选择了闭口不言 不知道是不是孙掌柜被灭杀了的原因 总之 接下来的几天里 小镇再次迎来难得的平静期 赵有亮依旧是不务正业 放着自己的杂质铺不管 只顾着迎春嫂的烧烤店 除了每天晚上固定去烧烤店帮忙外 白天的时候 赵有亮便待在孙掌柜的棺材铺里 照着古书上的方法 修行台关匠的本事 这一点也是囚徒建议的 既多不压身 并且 这本古籍上还记载了很多民间防鬼 驱鬼的土办法 虽然威力不大 但是盛在简单实用 时间飞逝 转眼就过去了两天 这两天中 皇家小哥和小饺子他们 始终没有回来 赵有亮问过囚徒 他们去做什么了 囚徒只说 去给堂口招兵买马 毕竟绝大部分都空着呢 并且保证 这次招兵买马 不会有任何危险 听了囚徒的话 赵有亮才稍稍放心 又问起 为什么少了两个邪堂仙的时候 囚徒倒是没有回答 囚徒不说赵有亮也没有深追 还以为是那俩些堂仙 嫌弃自己堂口捡漏 没前途 然后跑了 另谋高就去了 他们又不是没跑过 我去 原来学孙叔的本事 还是见体力活 看着自己忙活两天 才做出来的半成品棺材 赵有亮颇为感慨 又看了看时间 便洗漱 换衣服 然后静止朝着烧烤店去了 因为入夜之后 是烧烤店最忙的时间 赵有亮不去的话 迎春嫂一个人得累坏了 姐 今天生意这么好 看着几乎坐无虚席的店面 赵有亮从心里 替迎春嫂高兴 迎春嫂文言笑着回答 今天是周末 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人当然多了 亮子你快点 去批发部 先搬几箱啤酒来 姐怕咱家的不够 今晚上卖 好嘞 赵有亮答应完后 刚想往外走 却被刚想进门的 陈伟辰大哥拦住 算了 还是我去吧 亮子不会开车 好几箱啤酒咋搬回来 妹子 先拿七箱八箱的够不 陈大哥不是外人 因此 迎春嫂也没假客气 够了哥 咱家还有十几箱呢 哦对了 哥你不用给批发部钱 等明天给咱送酒的来了 我还他就行 知道了 陈大哥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亮子 你不用跟我一起 帮迎春妹子忙吧 陈大哥前脚刚离开 礼貌便笑呵呵地来到店里 姐 亮子 我来帮忙了 需要我干啥 尽管说啊 对于司机小李 赵有亮更不会跟他客气 去后处帮师傅考串吧 他自己忙不过来 好嘞 对于这项任务 小李是欣然接受 用自己的话说是 这可是好差事 每桌多烤出来一串 我就能吃得饱饱的 其实 生意的本质便是人气聚集之地 干餐饮的尤其如此 正因为有小李 陈大哥他们帮忙 再加上街坊邻居的捧场 这间烧烤店才能越干越红火 时间就在忙忙碌碌中 一点一点地过去 等到凌晨两点 最后一桌客人 才晃晃悠悠地离开 当然 在这期间 赵有亮按照规矩 回铺子上过箱 关于这点 后文中就不再赘述 陈大哥今天兴致很高 再加上明天不用上班 因此开口提议 亮子 妹子 小李 咱个四个喝点啊 先说好我请客 咱不能让妹子搭工陪盘缠 哈哈 陈伟说完这句话 立即招来迎春嫂的白眼 哥你这话说的 把妹子和亮子当外人了是不 你们每天白来给我干活 妹子请喝点酒咋了 另外你也看到了 我和亮子现在不少正 咱不说两家话行不 陈伟本就是个豪爽汉子 文言立即意识到自己错了 一边连连道歉 一边主动开了四瓶啤酒 行了 那哥就不矫情了 咱们走一个 公愁交错之间 欢声笑语不断 尤其是当李茂 讲自己遇到的奇葩客人时 更是惹得其余三人哄堂大笑 就在这欢声笑语之间 忽然有一位不速之客到来 正是新任镇长郭正德 郭大镇长难得的没有前呼后拥 只是一个人似笑非笑地 走到烧烤摊 性格泼辣的迎春嫂 刚想对他几句 却被陈伟用眼神阻止 并且主动笑着开口 郭正德 你怎么这么晚 来 一起喝点 郭正德文言也不客气 急走李茂 坐到了赵有亮的边上 倒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聊的都是家长里短 如果不知道他和赵有亮之间的事情 还会以为真是朋友偶遇 喝酒聊天呢 等到酒过三旬 趁着小李拉着陈大哥说酒话的时候 郭正德在赵有亮身边语 真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出马弟子 看来以前是我低估你了 赵有亮 咱们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 郭正德说完之后 便站了起来 还满脸笑容 亲切地拍了拍赵有亮的肩膀 行了 我酒量有限你们喝吧 先回去了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 除了陈伟假意挽留一句 其余人都没有开口 李茂甚至还对着郭正德的背影猛呸 细心的迎春嫂 注意到了郭正德的小动作 于是开口问赵有亮 亮子 姓郭的 和你说啥了 又威胁咱们了 赵有亮轻轻摇头 姐你放心吧 没有 不过他怎么知道 我是出马弟子的 奇怪了 回扎纸铺休息的时候 赵有亮已经喝得迷迷糊糊 按照习惯 将自己表弟扎的两个纸人 搬到卧室门口后 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之所以养成这种习惯 是因为在这间诡异的铺子里 只有这两尊纸人 能给赵有亮带来安全感 他便一直将这对纸人 当成门神来用 事实证明 赵有亮的谨小慎微 果然起了作用 当时间到了凌晨三点半左右 一阵阴风忽然在杂纸铺里面刮起 机灵的大黄狗立即警觉 随后满脸的惊恐 毫不犹豫地 从自己的狗窝窜了出来 蹭的一声 钻进了赵有亮的被窝里 同时还没望在里面把门关上 赵有亮醉得厉害 因此并没有醒 更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就在大黄狗刚 隐蔽到赵有亮的被窝里后 诡异的金句唱腔缭缭而来 躬身下拜 尊一声成皇老爷细听明白 人心险恶塞恶鬼 我这苦命的人儿 何处深渊来 怨念不息 怨念不息 唯有白骨千里血挨挨 唱腔过后 便是诡异阴冷的笑声 笑声中 那两尊诡异的人偶 忽然飘了起来 静止朝着杂纸铺大门飘去 呵呵呵呵 二十年期限已满 你们都要死 可就在两尊人偶 临近门前的瞬间 那道生死线 忽然腾出一道黑色火墙 两尊人偶见状赶忙停下 诡异的笑声中 十年约定已满 您还不放我们出去 为什么 女性人偶发出的声音 是如此的尖锐 朕的所有家具 都嗡嗡作响 我们不服 我们不敢 控诉声中 两尊人偶猛地 朝黑色火墙扑去 喷得一声火花四箭 尽管人偶瞬间便被弹了回来 并且发出凄厉的惨叫 但重新飘起来后 依旧再次撞了过去 如此寻反反复 一次又一次 这一幕 看得周围的指人瑟瑟发抖 恐惧之下 宛如受惊的鞍唇一般挤在一起 挤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连续几十次撞击过后 两个人偶虽然遍体鳞伤 气息奄奄 但生死线 真的被他们撞出了一个缺口 尽管只有婴儿拳头大小 但困住他们二十年的生死线 终归还是出现了破损 见此情景 女性人偶笑得更加凄惨 原来 你没有骗我们 二十年后 真的会放我们出来 只不过出来的时候 要付出代价 是吗 你终归还是不公平 还是偏心活人 我不服 我们不敢 言语之间阴风呼啸 吹得所有指人沙沙作响 指人们也更加害怕 七七发出乌液的声音 并用手捂住自己心红的眼睛 仿佛不敢面对 飘在空中的两尊人偶 不敢面对小镇 未来的凄惨 片刻之后 阴风终于停止 两尊人偶 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唯有那个阴侧侧的声音 依旧回荡在杂质铺里 我们虽然暂时输不去 但外面的活人 也休想过安宁日子 他们必须死 他们都得死 咆哮之间 便见两个指人 咯咯笑着站了出来 顶着大红的双塞 机械般地朝着生死线缺口位置挪动 片刻后 他们居然真的跨过了生死线 并推开扎纸铺的大门 朝着小镇里面走去 就在此时 满是怨毒的声音 再次从女性人偶体内发出 你们两个处上哪里去 先把那个镇压 我们的无鬼童子命杀了 只要他死了 我们出去会更加容易 咯咯咯咯 两个指人接到命令 立即颤抖着转身回来 挪动脚步 一点点地走向了杂纸铺后门 两个指人的举动 当然惊动了供奉的仙家们 邪堂仙瑟瑟发抖 蚂蚱惊急得眼珠乱转 犹豫一下后 还是决定开口 求 求徒将军 要不咱们跑吧 明比我清楚 杂纸铺的邪火 就算把咱们堂口的人都填进去 也干不过他们 与其这样白白送命 还不如留着有用之身好好休息 等将来有一天给量子报仇 求徒并没有搭理蚂蚱惊 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咆哮一声震开身上的枷锁 手持铁链站到了堂口的门前 就等着指人 要是真敢进来伤害赵有亮 那他便拼命 求徒行动的同时 无精打采的长劫也飞了起来 慢悠悠地离开自己一直镇压的坛子 慢悠悠地飞到赵有亮头顶 随后就像力气耗尽一般 扑的一声扣在了他的大脑袋上 我父母都是龙 我却是条去 你说这可哪说理去 神奇的是 当长劫扣在赵有亮头上的瞬间 一道清光从他体内流淌而出 不但包裹住了赵有亮和自己 就连整个卧室都牢牢保护起来 只不过长劫显得更加疲惫了 如果刚才的状态是无精打采 软啪啪的话 如今就是离死不远了 刚才还琢磨逃走的邪堂仙 见两位老大已经用行动表明态度 只好硬着头皮显出身形 手拿各种奇葩兵器 颤抖着站到了囚徒的身后 心中暗自盘算着 等这封鬼被指人害了 我们立刻就跑 跑得远远的 可再也不敢回来躺这里的浑水了 就在邪堂先给自己谋划后路的时候 两个指人已经到了后门外 并凝笑着 砰的一声将门推开 早有准备的囚徒健壮 立即将手中的铁链重重抽了过去 想进去 除非杀了本将 指人依旧凝笑 甚至对抽过来的铁链视若无睹 只是其中一个指人抬起手臂 便轻松地将铁链抓在手中 任凭囚徒用力往回拉了几次 居然撼动不了指人分毫 要知道 这条铁链可是鬼叉的法器 送给赵有亮之后 赵有亮转送给囚徒的 虽然在囚徒手中 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但就这么被指人轻松拉住 指人的恐怖可见一般 前文讲过 封鬼囚徒就像是一头高傲的雄狮 完全是适可杀不可辱的那种 面对两尊鬼叉的时候 都敢奋起全力击杀赵有亮 更何况两个指人 只见他干脆放开了铁链 咆哮一声 抡起枷锁冲了上去 死了 枷锁带着呼呼的进风 砰的一声 砸在其中一个指人的头顶 然而 指人却没像众人想象的那样 扑斥一声干扁下去 反而发出了类似金铁交明般的声音 闷想过后 囚徒和被砸中的指人 齐齐后退 囚徒疯狂 根本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 喷着腻血 咆哮着 冲向另一个指人 骂着 带着亮子和长姐跑 他俩独自逃生 别说本将军不会饶你 北国长家更不饶你 你不想亲眼看见月照诗山 血海翻龙吧 五大出马仙家中 长家本就代表杀伐 因此 当代的长家家主 万龙山主人长怀远 更是杀伐之主 杂志朴实可怕 但是跟上述这位爷比起来 算个屁啊 仙界知己而已 因此 蚂蚱精立即疯狂点头 囚徒将军放心 我这就带着亮子和长家少爷跑 就算我被弄死了 也绝不敢让长家少爷 受到半点伤害 说话的功夫 蚂蚱精已经驾驭着一团 黄蜂冲向赵有亮睡觉的卧室 可惜的是 刚想进去 门前放着的 网友才亲手扎的指人 忽然活了过来 就像是沉睡的战士 猛然醒来 带着一片肃杀与铁血的气息 其中一个指人猛然出拳 正中蚂蚱精面门 蚂蚱精惨叫一声道飞出去 接连撞翻了一排桌椅板凳 惨叫声中 许久都爬不起来 这 突如其来的一幕 看愣了所有人 包括囚徒和他面对的两个指人 然而 守门的两尊指人 就像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重新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 看上去似乎已经死了的长劫 忽然开口 并且难得的没说自己的口头禅 虽然声音依旧不紧不慢 有气无力 但是说出的话 却让人心头一震 你们谁愿意跑谁跑 我是不跑 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出马弟子 我大爷说过 北国长家子只有死战 仅此而已 似乎是说得太多 把本就有气无力的长劫 给累着了 因此说完后 这条区便彻底趴在蛋壳上 一动不动 短暂的沉默后 囚徒第一个反应过来 好 长劫说得好 如此才不愧为北国长家的血脉 如此才不愧于长家杀伐之名 说话间 囚徒长发飞舞 整个人不怒自威 再次将枷锁高高举起 带着呼啸的热浪 和惨烈的杀气 朝着两个指人冲了过去 囚徒再次 来站 如此情景也激起了蚂蚱精的勇气 好不容易爬起来的他 哼哼唧唧 一蹦一跳地朝着指人冲去 本老仙不跑了 本老仙跟你们拼了 蚂蚱精冲锋的同时 对着另外几只犹豫不决的 邪堂仙大吼 都瞅啥呢 大家一起上吧 就算点子再硬 还能硬得过长家老祖 我就不信 这俩畜生 真要是威胁到长劫少爷 长家老祖能忍得住不出手相救 原本犹豫的邪堂仙们文言 立即觉得太特么有道理了 只要自己注意点多坚持一会儿 万龙山长家一定会来人帮忙的 别说是长家老祖清灵 就是他那七个兄弟哪个是好惹的 尤其是长劫少爷的亲爹长家八爷 还有他妈迎龙大人 这位迎龙大人可是出了名的护犊子 一念至此 邪堂仙顿时士气高涨 挨压胡叫 骂骂咧咧 乱乱哄哄地冲了上来 当然 临近了便以油斗为主 以保命为最高原则 尽管赵有亮的堂口士气高涨 但灵异斗法并不是人多就管用 片刻后 所有仙家都被指人打得重伤倒地 只有疯鬼囚徒依旧呼啸着奋力拼杀 虽然他已经伤得极重 就在这关键时刻 宿醉的钟的赵有亮忽然翻了个身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梦呢 反正是嘟囔着说了一句 打他 门口的两尊指人文言 就如同接到命令的战争机器 立即睁开双眼 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着另外两个指人冲去 刚还大杀四方的两个指人 在这两尊面前 毫无抵抗之力的孩子 三两下便被打倒在地 抽搐着怎么都站不起来 干掉自己的对手后 网友才扎的指人 重新回到卧室门前站岗 就像是机器人又忽然关机了那般 上述一幕 看得仙家们目瞪口呆 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依旧趴在地上吐血的蚂蚱精 哆嗦了好一阵才艰难开口 不 不是吧 这样也行 老神仙 我算是长见识了 有这两尊大神在 量子还要我们这些出马仙做什么 养着娃啊 蚂蚱精说完 同样处在震惊状态中的囚徒 缓缓开口 好了 不必多言 如等速速回归排位养伤 今日之事本将会如实告诉量子 请他论功行赏 邪堂仙们知道赵有量穷 甚至穷到连杨兽都没有了 嗨嗨 能穷到这种程度的 他赵有量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因此 邪堂仙也没期望赵有量能赏赐自己 全当是囚徒随口一说 例行公事而已 等到所有仙家进阶归位 囚徒便拖着沉重的步伐 将打乱的东西收拾整齐 可刚想关闭后门的时候 一便突发 只见原本有长节镇压的坛子 忽然飞了起来 嗖的一声从门缝里挤了出去 来不及追赶 便消失在无边的夜幕里 与此同时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紧跟着发生 被打倒在地的两个纸人 开始急速缩小 缩小成了我们手掌那么大 并且不再立体 变成了两张纸片人 小短腿 大眼睛 再配上淡淡的腮红 看起来不仅没有了之前的诡异 反倒是颇为喜庆 这 就在囚徒纳闷的时候 同样纳闷的大黄狗凑了过来 紧盯着地上的两个纸片人 狗眼中满是疑惑 就在这时 地上的两个小纸片人 摇摇晃晃地 一点一点地站了起来 对着大黄狗 不停地弯腰作一 口中发出稚嫩的声音 大黄老爷 大黄老爷 汪汪汪 如此情景 使得大黄狗更疑惑了 狗脸上满是问号 尝试着用爪子 碰了碰两个小小的纸片人 发现对方 没咬自己才放松下来 被狗爪子碰到的纸片人 满脸地享受 就像被自己主人 抚摸的小猫小狗 因此大黄老爷 大黄老爷叫得更加勤快 大黄狗健壮 开心地直晃尾巴 主动趴了下来 示意两个小纸人 到自己后背上来 小纸人显然十分聪明 咿咿呀呀地拉着狗毛 奋力往上爬 等终于爬上去之后 发出一阵阵稚嫩的笑声 就像是被自己父亲 顶在头上玩耍的孩子 哥哥哥哥 大黄狗健壮更加高兴 晃悠着大屁股 拖着两个小纸人 出门玩耍去了 那样子 倒是真像带着孩子 出门的老父亲 总之 大黄狗对待两个纸人的态度 可比对赵友亮慈祥多了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更神奇的是 当大黄狗拖着两个小纸人 经过扎纸铺门前 里面的纸人和那两尊诡异的人偶 没有丝毫反应 就像是不认识他们一般 确切地说是不认识两个小纸人 等到第二天清晨 宿醉了一夜的赵友亮 终于醒来 哎呀妈脑袋烫 以后我可尽量少喝酒吧 一边说出所有酒鬼都说过的话 赵友亮一边穿衣服下床 按照规矩开门营业后 便来到后院偏房 给仙家们上香 但奇怪的是 今天所有仙家都没回应自己 就连一项话多的 邪堂仙也是如此 赵友亮哪里知道 仙仙家为了保护他 奋战了一夜 集体受伤 如今都在沉睡静养 没人和他说话的情况下 赵友亮更加无聊 晃晃悠悠地一边喊口号 一边在杂纸铺门前来回慢跑 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没屁应急锻炼身体 一二一 一二一 没等赵友亮来回跑几圈 就见到大黄狗 慢悠悠地从外面走了回来 赵友亮赶忙停下 对着大黄狗点头哈腰 狗哥走 狗哥您耍流氓回来了 狗哥您吃饭等会儿 狗哥你背上驮的啥 你儿子 你把啥玩意儿弄了 咋还生出俩纸人 赵友亮边说边好奇地凑到近前 蹲下身子 想要近距离观察一下 毕竟这样跨物种的神奇表现 可谓是千年难遇 然而 这次终归是大意了 终归是忽略了大黄狗的凶残 和嗜毒情深 没等赵友亮用手指碰到纸人 便被大黄狗嗷一嗓子扑倒在地 然后对着他的大脸就是一通王八拳 挨了暴打赵友亮这才后悔 赶忙开口求饶 哎呀妈狗哥我错了 别打了 好汤 我再也不敢碰你儿子了 就在赵友亮拼命护着自己帅脸的时候 忽然感到当下剧痛 急忙从指缝里观看 恶然发现两个小指人 正对着自己的千斤坠猛踹 一边踹 还一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哎呀我去 不是吧 赵友亮赶忙加紧双腿 避免自己的千斤坠 承受持续暴击 虽然他已经知道了 自己是绝护童子命 理论上来讲 千斤坠确实没什么用了 但是万一呢 万一有一日 真的能逆天改命 自己的千斤坠却被踹坏了 到时候 岂不是太尴尬了 这次惨烈的殴打 还是足足持续了一刻钟 才停了下来 因为大黄狗的体力极限 就是一刻钟 心满意足的他 看都没看到在地上哼哼唧唧的赵友亮 拖着两个小指人 回狗窝睡觉去了 两个小指人相当调皮 对着赵友亮做了个鬼脸后 又对着大黄狗不停地作音 大黄老爷真威武 打得量子哇哇酷 见此情景 被打怕得了的赵友亮缓了许久 才重重地吐出一个字 曹 且不说从今以后 赵友亮惹不起的人中 又多了两个小东西 另一边 长家祖地万龙山内 白衣圣雪的长家家主 正带着头顶黑锅 老实芭蕉的大长冲等在门口 显然是准备迎接贵客 这条大长冲 就是被人称作长八爷的那位 悄悄给赵友亮一块鳞片的那头 片刻之后 只见一个老人缓缓飘来 就像是没有重量一般 神奇的是 这个没有重量的老人 却不是鬼 见到老人 长家兄弟立即迎了过去 长怀远笑着开口 刘宗师许好久不见 一向安好 被称为刘宗师的老者 同样满脸的笑意 在您这位龙君面前 老头子 我可不敢妄称宗师 龙君还是如同当年那般 叫我老刘 刘掌柜的都行 和长怀远打过招呼后 这位刘宗师 又对着大长虫开口 八爷 好些日子不见 您老人家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挺好的 老十八娇的大长虫文言 连连点头 刘掌柜的 你们家小美娜也挺好的吧 二十多年没见了 她已经是大姑娘了 在一阵关于岁月的感慨声中 长怀远带头引领老者 走进万龙山 老十八娇的长八爷 则扭搭扭搭地跟在后面 万龙山迎客厅内 已经备好了丰盛的酒席 长家兄弟和来的老者 分兵主落座 至于长八爷 因为始终不肯化作人形 所以只能跳到椅子上 盘成一坨 连脖子带脑袋地 从身体中间支冷起来 对着老者不停地傻笑 长怀远先是宠溺地 看了看自己这个傻兄弟 随后对着老者举杯相邀 刘老 这第一杯酒 你我三人共进我家先生如何 听到先生两个字 刘姓老者 立即挺直了身躯 满脸的肃然 那是自然 先生对我们皆有大恩 老夫莫齿难忘 说话的同时 刘姓老者举杯 对着空中三拜 随后恭敬地将酒 放在了大厅中央的 长生牌位下面 这块长生牌位 正是万龙山给先生所立 上面并没有姓名 只是刻画了一方绿琴 八柄绝世仙剑 不只是刘姓老者 长家兄弟同样如此 长八爷在敬酒的时候 甚至眼泪汪汪 嘴里轻声嘟囔着 小先生您在哪 小八我想你了 若是外人就看到这一幕 绝对不会想到 眼前这条委屈巴拉的 大长虫 居然会是镇国神兽 万蛇共主 远超真龙的万蛇共主 所以 长前那句 口头禅中的 我父母都是龙 不但没有吹牛 反倒是谦虚地过分了 等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刘姓老者笑着开口 龙君 八爷 你们叫老头子前来 一定有事吧 有事情尽管开口 咱们这关系 还能拒绝咋地 人家都这么说了 长怀远自然讲述原因 刘老 你可知那间杂纸铺 等长怀远 把自己知道的禁述 说了一遍 刘姓老者终于恍然 龙君 灰六爷暗中叮嘱 你把长劫送去 定是想让他借此机缘 摆脱先天不足的困境 此举虽然十分凶险 甚至有生死盗销的可能 可一旦成功 那就绝对值得 说着说着 刘姓老者恍然 老头子我想明白了 龙君 你和八爷的意思 是让我把自己的本事 传给杂纸铺里的那个小子 降低他中途夭折的概率 对否 正是如此 说话间 长怀远和长八爷 齐齐站了起来 当然 因为长八爷始终不肯化行 所以所谓的站起来 只是将身体智能得更高 两兄弟齐齐对着 刘姓老者身失意理 还请刘老成全 哈哈大笑之间 刘姓老者抱拳还礼 龙君 八爷 咱们之间这个关系 你们不用客气 刚好老头子 我也不想自己这身本事失传 两全其美的事情 等到酒宴结束 长家兄弟又亲自将刘姓老者 送到门口 告别之后 只见刘老头 居然把手伸进了自己肚子里 随后向两边一拉 肚子就这么被拉开一个大口子 只见他肚子里 根本就没有血肉内脏 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杂质物品 从指人指马到指贺指车 可谓是应有尽有 而且个个栩栩如生 原来这老头 居然是扎纸一脉的巨匠 所以长家兄弟才会叫他宗师 才会拉下情面 请他亲自教导赵有亮 稍微翻找之后 刘老头从自己肚子里 取出一只迷你指贺 迎风一抛 指贺居然变做真正大小 刘老头笑着坐在上面 指贺便震动翅膀 朝着北国小镇去了 一直等到刘老头消失在视野里 长怀远才开口说话 长杰 伯父和你父亲 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以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 别让伯父失望 别让你父亲失望 长怀远尚且如此 身为长杰父亲的长八爷 早就眼泪汪汪 唉 长杰这孩子从小就弱 和小八我小时候一样 我小时候就打不过蛤蟆 傻小动物都打不过 饿了只能啃草皮吃 然后因为营养不良 就更弱了 故事讲到这里 特殊解释一下 在当今这个末法时代 无论长家兄弟 还是其他厉害的北国出马仙 都不能擅自出手 干预普通人的事情 上面说的普通人 也包括茅台老道 茅坑老道 和敢试人这样的在内 因为他们那点道行 在真正的大能眼中 和普通人没啥区别 讲得通俗一懂点 就像是我们看待小蚂蚁 和成年蚂蚁 还不都是蚂蚁 时代的束缚是一方面 主要是那位先生的约束 在先生的信念中 一切都要以普通人为本 这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 如今神舟真龙座堂 国父名强 任何修行者 如果敢过多的干预世俗的事情 都会遭到反噬 轻则生死盗销 重的话便会神魂俱灭 永不超生 所以先生的约束 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是为了修行者考虑 正因为这样 所以长家兄弟 才会请出刚才的刘老头 刘老头的道行 在真正的强者眼中 属于不高不低的那种 刚好可以在世间行走 不在先生约束的范围之内 准确地说是擦边 刚好可以给长杰和赵有亮 保驾护航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另一边 丝毫不知情的赵有亮 正躺在藤椅上 哼哼唧唧 刚才被大黄狗和两个小指人 打得实在太疼了 他一时间还没缓过劲来 直到猛然间察觉 店铺里的指人居然少了两个 这才蹭得一下窜了起来 怎么会少俩呢 难道 说话间 赵有亮已经猜到了大概 下意识地看向了狗窝的所在 哎呀妈 大黄狗真是越来越霸道了 居然连指人都被他收编了 看来我以后更不能惹他 还是老实地夹着尾巴做人吧 赵有亮越说越委屈 我去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得夹着尾巴做人 狗却能满街地耍横 就在赵有亮悲愤不已的时候 忽然闻到一股清晰的药香 那种中草药特有的香气 左顾右盼中 只见一个严谨又不适平和的大汉 背着药香朝自己走来 走到境前 抬头看了看铺子的招牌后 才对着赵有亮开口 说出的话古香古色 敢问小哥 此地共有几间杂纸铺 面对着这个大汉 赵有亮不由自主地恭敬起来 大哥 整个阵子就我一家卖纸人的 咋地 有事啊 大汉文言笑了 笑得异常温和 你就是赵有亮小友吧 我叫白无畏 受城隍大人委托 特意前来给你父亲枕脉治病 赵有亮文言瞬间反应过来 城隍老老 五大仙家中的白家 给自己父亲治病 眼前这位自称白无畏的 就是一行天下的白家家主 心情激动之下 赵有亮就要给眼前的大汉磕头 却被白无畏笑着拦住 赵家小友 行医救人是白某的本分 不用客气 还是先带我见见令尊吧 因为实在是太激动了 赵有亮费了好大劲 才平复心情开口说话 老 老神仙 我爸不在这儿 他在 问明白所有事情后 白无畏笑着连连点头 那好 我这就赶往令尊所在 你放心 白某一定尽力而为 说到这里 白无畏忽然停住 犹豫一下才继续开口 请恕白某冒昧 小友身上可是有一株血灵芝 赵有亮文言一愣 反应过来后 赶忙把血灵芝掏了出来 双手递给白无畏 老神仙 只要您能治好我爸 就算治不好 只要您尽力帮我们 这血灵芝 我现在就送给您 白无畏文言笑着摇头 小友误会了 之所以要看血灵芝 只因为你若 直接服食的话 会效果大减 白某不才 想帮你 将此神物炼成丹药 如此才不负这天地精华 听了白无畏的话 赵有亮第一次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大一精诚 医者无私 感动之余 居然一时间说不出任何话 白无畏也不着急 就这么静静地 等着赵有亮答复自己 过了一会儿 终于反应过来的 赵有亮什么都没说 只是恭恭敬敬地 给白家家主深深鞠躬 这次白无畏倒是没有阻拦 坦然地接受了赵有亮行礼 因为他知道自己 如果不接受的话 对方的心中会更加愧疚 久而久之 容易形成心魔 阻碍自身修行 特殊解释一下 这里的心魔 并不是影视剧中 那样的走火入魔 变成坏人 而是指的念头不通达 总是纠结于某事某物 或者某人 这便是大多数修行者 选择远离世俗 尽量不沾染因果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爱恨情仇 颠吃恨等任何情绪 最终都有可能形成心魔 或者说是所谓的牵挂 白无畏是真正的大一者 自然明白其中道理 更懂得避免 让赵有亮没想到的是 炼丹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有多复杂 或者需要炼制个三年五年 更没有什么丹要炼好时的雷结 白家家主只用了小半天 便将血灵芝 服以其他几种珍贵的草药 炼制成了36颗红宝石一般的药丸 药丸红的晶莹剔透 在阳光下不断闪耀 简直就是艺术品 当然 那些珍贵的辅助药材 都是白无畏免费提供给赵有亮的 这点使得赵有亮更加感动 大恩不言谢 因此 赵有亮并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只是将所有情分 深深地记在心里 同时拿出一半的丹药 非要送给白家家主 这次白家家主倒是没有推辞 但也仅仅收了一粒 此药珍贵 如果遇到对症的病人 便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白某便溃领一粒 以备不食之需 诸君且看 这便是真正的医者 收了如此珍贵的丹药 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留着治病救人 做完上述一切 白家家主便背起自己的药箱 告辞离去 静止朝着赵有亮父亲所在的城市走了 赵有亮则对着白无畏离去的方向 深深作医 直到白家家主的背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与此同时 身在窝里的大黄狗 也在对着白无畏的背影 不停地跪拜 只是对着白无畏的背影 磕头还不够 会做人 会做狗的大黄狗 从窝里钻出来后 立即牵着赵有亮 到了供奉仙家的偏房 再次对着上面的牌位 不断跪拜 牌位中多出的两个 是赵有亮 从城隍庙回来后 供奉上去的 分别写着 城隍姥姥 白家老神仙 这两个牌位 和回家家主的牌位 放在一起 仅次于胡三太爷 黑妈妈等 祭拜完牌位后 赵有亮才恶然发现 自己抱回来的骨灰坛不见了 想要问问是什么情况 可惜所有的仙家 依旧在沉睡养伤 并没有回应赵有亮 无奈之下 赵有亮只能选择 等仙家们睡醒再问 一边掏出手机 打给自己养父 说了请了神医 去给他看病的事情 一边朝着棺材铺走去 从小经历坎坷的赵某人 向来不怕吃苦 甚至可以说 为了活下去 他什么苦都吃过了 如今的赵有亮只想着 能抓紧时间多学点本事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对自己好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 一定会有读者大人会问 怎么赵有亮的修行 就是学做棺材呢 不应该是找地方打坐修炼 吸收天地元气 日月精华吗 上述说法并没错 但只是修行的一部分 并不是全部 真正的修行 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 修和行 关于这点 明代的相关居士 董奇昌先生 早就给过明确的解释 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其中的读万卷书 便是修 行万里路便是行 只有知行合一 才是真正的修行 其实咱们这世间 所有的真理都是相通的 古代圣贤们 也早就通过不同的途径 告诉了我们 只是我们这些后人 心思太过浮躁 没能理解其中深一把 如果有人真的傻到 和影视剧中演的 得到一本所谓的秘籍 便找个山洞 闭关个百十年 那样绝对不是修行 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逼者认为 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饿得受不了 或者被地面兵拉吸了之后 骂骂咧咧地自己跑出来 跑得慢了 还得拉一枯兜子 臭烘烘的 另一种 就是饿死在山洞里 或者被路过的猛兽给吃了 绝对不会有第三种可能 假如有人 和各位读者大人吹牛 说他闭关了几十年 如今已经天下无敌 那你可以放心地 使劲抽他大嘴巴子 笔者保证他打不过你 而且被你打之后 多半还会报警额你 言归正传 就在赵有亮 一心一意修行的时候 只见李茂满脸佩服地 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下后 便开口问道 靓子靓子 你是不是能为补先知啊 知道最近咱们镇上 还要死人 而且一死就是一家子 所以这几天 才加紧 做了这么多棺材 就等着他们死 然后卖钱的吧 赵有亮 小李 我有那么确得吗 另外 谁家一家子都死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镇子东头老乔一家子呗 做地户五大家族之一 李茂一边好奇地 打量着赵有亮做的棺材 一边回答 就是每天围着 郭正德溜须拍马的 那个家伙 哦 对于这个姓乔的 赵有亮可谓是印象深刻 无他 那老小子就是真小人 奇奇不要脸的那种 为了讨好郭正德 可谓是不择手段 甜不知耻 赵有亮甚至一度怀疑 郭正德要是指着地上的 狗屎说是甜的 这老小子都能立即用嘴尝尝 然后满脸兴奋地说 嘿 还真是甜的 李茂 你知道他们一家子 怎么死得不 听了赵有亮的问题 小李故作神秘 亮子 这事你问我就对了 问别人 他们还真不知道 因为担心引起恐慌 镇里 对外说是煤气中毒 其实应该是凶案 警察都来了 别看他们穿着便衣 但我认识其中一个小年轻 看着一脸抖机灵的李茂 赵有亮不禁暗自好笑 小李 就算有警察来了 你咋知道 是凶杀不是脏东西给害的 对于这个问题 小李早有准备 或者说 就等着赵有亮问自己呢 文言立即回答 我给自己眼睛上抹灰看了 抹了老多灰 都落眼睛了 也没看见鬼 赵有亮文言好一阵的无奈 李茂你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白天的时候鬼不出来 所以你才没看见 李茂愕然 久久之后轻轻点头 也对 就在说话的功夫里 明警小赵快步走了进来 就像李茂说的 他果然穿着一身便衣 小赵进来后 二话不说 便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通过他的神情来看 不是累的 而是紧张的 赵有亮见状 赶忙到了一杯热水递了过去 赵哥咋地了 别着急慢慢说 过了好大一会儿 小赵才轻声开口 亮子 你还记得 上次咱俩送我同事回来 在火葬场看到的那个身影波 拖着麻袋在路边走的那个 记得 怎么不记得 赵有亮回答得毫不犹豫 我还开玩笑说 这大半夜的 麻袋里面装的不是人民 就是人民币 此时的小赵可没心情欣赏 赵有亮的幽默 甚至连声音都有些颤抖 亮子 刚才我又看到 那个身影啊 就在凶暗现场 可是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却看不见 我和别的同事说 他们还以为开玩笑呢 啥 听小赵这么说 赵有亮终于正式起来 走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赵有亮刚想起身 却被民警小赵一把拉住 亮子不用去 那身影只停了一会儿 就拖着麻袋走了 还把 还把老乔一家子的内脏 都装里面带走了 我发誓我看到的 确实是这样 可是 可是别人看的时候 他们被掏出来的内脏 分明还散落在地上 民警小赵的话 使得礼貌震惊不已 卧 卧槽 赵哥你说的是真的 难道 又是脏东西害人 还把老乔一家子的 肚子都掏出来了 和礼貌相比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 赵有亮 进步明显 非但没有目瞪口呆 反倒是一边暗自分析 一边开口 赵哥你没看错 你的同事也没看错 如果那身影 真是脏东西的话 他装麻袋里 带走的是精气神 留在现场的是肉 唉 咱们这还真是不消停 听到赵有亮这么说 礼貌明显不服 亮子 我抹锅底灰了 都没看见脏东西 为啥赵哥能看见 难道他和你一样 都有阴阳眼 赵有亮缓缓摇头 怎么会 赵哥要是有阴阳眼 他自己早就知道了 其实普通人能看见鬼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鬼想让你看见 并且这样的情况 多发生在恶鬼索命的时候 说完后 赵有亮满脸担心地 看向明警小赵 小赵一愣 随后难以置信地 指着自己鼻子 亮子 你说是 拖着麻袋的鬼想要害我 嗯 赵有亮深深点头 不过赵哥你也不用担心 只要按我说的做 一般的鬼都害不了你 事关自己的性命 明警小赵 自然连连点头 嗯 亮子你说吧 我一定照做 赵有亮说的方法极其简单 都是这段时间 在孙掌柜给他的书里学的 小赵要想安全 从今以后不要回家 一直待在警察局里就行 尤其是晚上 因为国家机关单位 尤其是军区 警察局这样的暴力机关 鬼怪邪神 是不敢靠近的 上述所说的暴力机关 并不是笔者恶意贬低抹黑 这本就是国家对上述部门的 基本定义 暴力机关除了上述的军队 警察外还包括法庭 监狱等等 除了待在警局里 小赵最好24小时 穿着工作服 除此之外 还要心怀正气 就是别做什么亏心事 更别说伤天害理了 今天那个脱着麻袋的脏东西 敢在小赵眼前现身 跟所有警察都穿的便衣 有很大关系 如果他们穿的是警服的话 行 亮子你说的 我记住了 我这就回去跟同事换班 这个月的夜班 我全包了 唉 可惜那位毛坑道 也不知道去哪了 要是他还在的话 亮子你们一定能抓住恶鬼 民警小赵走后 不放心的赵有亮 特意去了一趟老乔家 只看到大门紧闭 门上贴着封条 看到封条 赵有亮脑中 忽然闪出一连串的画面 都是梦中老者传授的东西 愣神过后 赵有亮下意识地 让李茂买来一打黄纸 然后用随身携带的墨斗线 在黄纸上画了起来 画的是梦中老者教他的正鬼符 配合单手结印 赵有亮一边画 一边念念有词 上灵三清下印心灵 天清地灵 两笔祖师显 请动天神调动天兵 三笔凶神臂 何鬼敢见 何煞敢当 天元地方绿令九章 无金下笔 万鬼浮藏 积积如绿令 咒语完毕的同时 赵有亮也画下了最后一笔 随即便让李茂 将刚画好的符录 贴到了老乔家的大门上 亮子 你真是越来越神道了 都会画符了 啥时候能教教我不 对于李茂的要求 赵有亮可不敢轻易答应 因为他隐约记得 梦中老人给自己上课的时候 说过到不可清传 再加上如今的自己 连个半调子都算不上 哪有资格教别人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赵有亮嘴上 却和李茂开着玩笑 想学行啊 咱俩这关系 我能不教你 明天开始 你每天都跟着我一起去棺材铺 跟着我一起做棺材 啥时候做够五百个棺材了 啥时候 你自然就画符了 李茂文言满脸的怀疑 真的 你不会骗我呢吧 就想让我免费给你打工 帮你做棺材卖钱吧 虽然自己的阴谋 被李茂一眼识破 赵有亮也不尴尬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他这一笑 人家李茂就更加确定是耍自己呢 不禁轻声嘟囔 亮子 我发现你学坏了 这种要命的事情 能不能不开玩笑 正说话间 整个棺材铺忽然暗淡下来 就像是上一秒还是中午 下一秒便到了昏暗的傍晚 我去 这是咋地了 闹鬼了 李茂吓得一边尖叫 一边蹭的一下 藏到了赵有亮的身后 相比之下 赵有亮就冷静多了 他发现 便暗的不只是棺材铺 而是整个小镇 外面虽然比棺材铺里明亮一些 但也有些 还是那句话 就如同整个世界忽然进入昏暗的傍晚一般 怎么会这样 就在赵有亮纳闷的时候 只见昏暗中有三个人影 不知何时并排着 站到了棺材铺的门口 因为外面比屋里明亮许多 密光之下 看不清三个人影的具体样子 只能模糊地看到 是两个大人中间站的孩子 像是一家三口 你 你们是谁 有事啊 本就因忽然变暗 而惶恐不安的李茂 见到这三个诡异的身影出现 便更加害怕 买棺材 开口的是中间的孩子 声音稚嫩中透露着阴冷 而且听起来虚无缥缈 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 买 买多少 此时的李茂已经完全吓傻了 拉着赵有亮一点点地往后退 你们镇上有多少活人 我们就买多少棺材 这是我娘给你的定金 孩子说完后 将一打东西丢在了地上 随后这三个身影 就这么倒退着 贴得向后飘去 穿过对面店铺的墙 消失在赵有亮和李茂的视线里 三个身影消失后片刻 小镇重新明亮起来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般 唯有门口地上 那一打民国时期的纸币 提醒着赵有亮和李茂 刚才的一切并不是梦 将那一打纸币捡起来后 李茂简直欲哭无泪 我去 真是闹鬼了 还找上咱哥俩了 赵有亮虽然同样害怕 但他的脑中 立即想起了之前的那三只恶鬼 同样是来定棺材 同样给的民国时期纸币 最后还是红衣喇嘛出手将他们镇压 红衣喇嘛也因此圆寂 那三只恶鬼 只是定七口棺材 而这次的三只 却是要给全镇居民 每人定制一口 岂不说明他们的目的是 要把所有人都害死 对小镇居民 有这么深的怨念 又都是民国时期死的鬼魂 难道和小镇居民组上 缺了大德的那件事情有关 就在赵有亮陷入沉思的时候 对门的店铺里 忽然传出一声悲呼 爸 爸你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你可别吓唬我 短暂的愣神后 赵有亮立即朝着对面 花圈兽衣铺跑去 他隐约猜到 一定是刚才那三只脏东西 害人了 因为他们离开棺材铺后 就是消失在对面的商铺里 亮子你慢点 等等我 我也跟你去 我自己待着害怕 眼见赵有亮跑了出去 李茂赶忙紧紧跟上 等二人进了对面商铺时 正看见老板女儿 抱着已经死了的老板 失声痛哭 兽衣店老板临死前 应该是遇到了十分恐怖的事情 如今还双目圆睁 脸上近视惊恐 从他嘴角不断流出的 墨绿色枝叶来看 显然是被吓破胆了 真是脏东西害的 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 赵有亮一边安慰 失声痛哭的女孩 一边仔细观察 果然看见兽衣店老板的手中 仅仅攥着一把 民国时期才流通的纸币 和刚才那三只鬼魂 丢在自己店铺里的异模一样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更为了防止那三只恶鬼 沿着纸币索命 害着痛哭的小女孩 赵有亮干脆悄悄掰开 兽衣店老板的手 将纸币装进了自己兜里 又安慰了小女孩一会儿 等其他街坊邻居闻声赶来后 赵有亮和李茂变 离开了兽衣店 亮子 真是脏东西害人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梁瓣 说了句气话后 赵有亮深吸口气 李茂 你去找郭镇长 把看到的实话实说都告诉他 前任镇长能请来红衣喇吗 他也一定能请来高人 毕竟小镇过去发生的一切 还有为什么 总会有恶鬼过来报仇 他比我们清楚 李茂文言立即点头 嗯嗯 我这就去 反正恶鬼来了 第一个要找的 就是他们几大家族 我就不信信郭的敢不管 说到这里 李茂犹豫一下 才继续开口 亮子 我去报信你干啥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不敢自己待着 我给信郭的送完馅后 去哪找你 来我扎纸铺吧 赵有亮回答的毫不犹豫 记得走后门 千万别忘了 你要是走前门的话 估计都不用刚才的撒东西害你 就得被我每天伺候的 那俩祖宗直接收走 赵有亮口中的俩祖宗 指的是那对诡异的人偶 李茂文言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会记住 然后就一溜烟地 朝着政府办公大楼跑去 现在不到中午呢 信郭的当然还在上班 所以人家李茂跑的方向没错 就在赵有亮低着头 匆匆往回走的时候 忽然听见陈伟喊自己 亮子 你这么着急 干啥去 正找你呢 我家你嫂子说你一个人住 平时肯定不爱做面食 特意包的大线包子 让我给你送来 拿家去趁热吃吧 来自陈伟夫妇的关心 使赵有亮心头一暖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要对付恶鬼的决心 就算救不了所有人 但关心爱护自己 帮助过自己和迎春嫂的人 得管吧 结果热乎乎的包子 赵有亮刚想开口道谢 却忽然想起刚才的事 哦对了陈大哥 刚才天忽然黑了一阵 你没觉得奇怪吗 天黑了一阵 没有啊 陈伟被问得莫名其妙 亮子 你是不是没吃早饭滴血糖 然后头晕了 和陈大哥分开后 独自走在路上的赵有亮 越想越觉得纳闷 为什么三只恶鬼出现的时候 天会忽然黑了 而且只有自己和李茂感觉到了 同在一个镇上的陈大哥 和其他居民都没有察觉 最诡异的是 现在是大白天 白天那三只恶鬼就敢出现 还顺路害死了寿衣店的老板 是不是说明 这三只恶鬼特别凶 想着想着 赵有亮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他想尽快赶回去 问问自己的仙家 可惜的是 任凭如何呼唤 所有仙家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因为囚徒等人伤得太重 至今仍在沉睡疗伤 自然感应不到赵有亮的呼唤 更不可能搭理这丝 就在赵有亮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听到杂纸铺前院 传来大黄狗的叫声 奇怪的是 刚凶了两下 便立即耸了 改成了讨好的乌业 不会是恶鬼找来了吧 心惊之下 赵有亮赶忙跑到前门查看 只见自家的流氓狗 正对着一个老头 不停地作一叩拜 就连大黄狗背上的两个纸片人 也是如此 这两个导弹小狂魔 一边给陌生老者磕头 一边用稚嫩的声音 滋滋压压地喊着 老神仙你好 老神仙吉祥 那乖巧的样子 和猛揣自己裤裆的时候 简直判若两人 正一脸新奇 打量着俩纸片人的老者 笑呵呵地开口说道 你就是赵有亮吧 老头子我姓刘 名字就不提了 我自己都早就忘了 你叫我刘叔 老刘头都行 这位老者正是受 北国长家之托 过来教赵有亮本事的 那位杂志宗师 赵有亮虽然不知道内幕 但是他向来尊老 再加上这位老刘头 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切 就像是问米婆婆和孙掌柜 又站在了自己面前 因此 赶忙客气地搬来藤椅 请对方坐下 刘叔我是赵有亮 您老咋知道 我名字的 您来找我有事啊 有事 当然有事了 老者喝了一口 赵有亮递来的热水后开口 都是门内人 我就实话实说 老头子 我是受长洁那孩子的 父辈所托 过来看看他 陪陪他 在这里小住几天 当然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此事另当别论 方便 咋不方便呢 听了老者的话 赵有亮简直喜出望外 那种喜悦 就相当于我们普通人 接连中了几个五百万大奖 于是 一边接过老者随身带的箱子 一边继续开口 您老别说小住几天 就算一直住着 我都乐意给您养老 只要您别嫌弃 我伺候的不好就行 对于赵有亮的态度 老留头显然十分满意 按想 这小子倒是个不错的传人 书中暗表 赵有亮之所以这样 那是因为他不傻 不但不傻 从小就尝遍人间疾苦的赵有亮 可比同龄人聪明多了 至少情商高出许多 在老者说上述话之前 他已经意识到 老者是高人 那种真正的前辈高人 这一点从大黄狗 对老者的态度上 就能看出来 到目前为止 能让这流氓狗磕头作医的 除了小饺子的老祖宗 和黄小哥的老祖宗 就是那位给自己 打火机的神秘少将军了 当然还有更神秘的先生 不过 在赵有亮考虑人的问题时 一般都会把那位先生自动排除 虽然他和先生一点都不熟 但是不知为何 赵有亮十分肯定 先生早就脱离了人的范畴 甚至说 先生是神仙 都是对先生的侮辱 极力阻止自己 继续胡思乱想 赵有亮满脸恭敬地 对老者开口 刘叔您老是高人 一定能看出 我这间铺子有古怪 所以还请您老屈尊 咱们走后门进去 老流头闻言刚想说话 却忽然有一只小老鼠 爬到了他的脚边 短暂的愣神过后 老流头俯身 将小老鼠捧了起来 小家伙显然和小饺子 一样有灵性 人立起来 对着老流头作医过后 便直滋滋地叫了几声 老流头听完满脸的恶人 先生曾在这里驻足 好 麻烦你回禀灰六爷 告诉他我知道了 谢谢六爷的提醒 若非如此 老头子我险些犯下大错 说完后 老流头便将小老鼠 轻轻地放回了地上 小家伙并没着急离开 而是有礼貌地 又对着老流头 连坐了三个衣 这才滋滋叫着 朝阵子外面跑去 目送小老鼠离开后 老流头皱着眉头 仔细打亮眼前的扎纸铺 片刻后才轻声开口 亮子 书住在这里有些不方便 你还有别的地方 可以落脚吗 随便有间 能遮风挡雨的房子就行 不用太好 片刻之后 赵有亮已经把老者 带到了棺材铺里 刘叔您看这行吗 要是行 我现在就帮您 再好好收拾一下 老流头显然对棺材铺 十分满意 亮子你不知道 老头子我研究了一辈子 杂纸和台关 住在这里刚刚好 你就不用再麻烦了 还有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来这找我 要是喜欢学杂纸和台关 我可以教你 本就苦于没有明示的 赵有亮文言 顿时更加惊喜 喜欢 当然喜欢了 刘叔不满你说 我这段时间自己瞎研究 很多地方都弄不明白 赵有亮一边说 一边想把孙掌柜 留给他的古书掏出来 可谁知率先掉出来的 却是装在裤兜里的民国纸币 索命前 老孙头健壮一愣 弯腰将纸币捡到手中 好重的阴切 好重的怨切 这种程度的厉鬼 怕是已经可以引出意象了吧 亮子 这把索命前怎么来的 跟我说说 赵有亮本就想弄明白 那三只厉鬼 邪护到了什么程度 文言赶忙将事情 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老留头听完 眉头微皱 白日黄昏 冤魂索命 看来那三只脏东西 果然成了气候 看着一脸茫然的赵有亮 老留头开始耐心地给他讲解 通过留老头的耐心讲解 赵有亮对鬼 终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众所周知鬼 分为很多种 划分的方式 也分为很多种 最常见的便是用死因划分 比如吊死鬼 饿死鬼 水鬼等等 然后便是按照做鬼多长时间划分 比如新魂 生魂 百年老鬼 千年大鬼等等 但是以上这些划分方法中 对鬼危害程度并没有直观的体现 所以修行者内部便制定了一套特殊的划分方法 按照鬼的怨气程度和道行 依次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善魂 也就是最普通的灵魂 因为某些心愿未了 而滞留在阳间 基本上对普通人没什么危害 他们也不会有意识地主动害人 第二种就是抓提身的冤死鬼 这类鬼都是死于各种突发或者偶然事件 比如被水淹死 或者被车撞死 因为实际上的阳寿未尽 所以不能立即转世投胎 只能等在自己死的地方 害死另一个无辜的人 让他代替自己 这类鬼称为冤魂 基本上也没什么道行 稍微厉害一点的法师便能将他们驱散 甚至用一些民间的土办法都能对付 第三种便是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厉鬼 这类鬼一般都是被人所害 死壮极惨 因此怨气不散随时会出来害人 他们害的并不仅是自己的仇人 就连普通人都不放过 一般人遇到这种鬼的话 基本上就死定了 想要对付他们 得是专业的法师 并且必须修行到一定的程度 第四种便是凶魄 也就是赵有亮今天看到的那三只 由厉鬼进化而来 因为某些原因 厉鬼如果长期不能报仇的话 怨气会越积越深 等到了一定的程度 便会形成凶魄 至于为什么叫凶魄 而不叫凶魂 前文中关于鬼是什么 已经解释过 不记得的各位新朋老友 自己回去复习 凶魄出来害人的时候 自身的怨气会影响周围环境 这便是赵有亮看到的天忽然黑了 也是老流头刚才说的异象 特殊解释一下 这种异象是实打实的 而不是厉鬼出现时 幻化出来的那种 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异象 异象影响的范围 则按照怨气程度和死因各有不同 如果凶魄始终没能报仇 或者报仇之后继续滞留在人间 那就可以通过修炼变成一方鬼主 这种程度的厉鬼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见不到了 他们出来的时候 引发环境的特殊变化 叫做天象 远比异象影响的范围大的太多 就比如赵有亮败过的陈皇姥姥 他老人家在被封证之前 便是一方鬼主 因为一直在蚂蚁山修行 所以自称为蚂蚁姥姥 以前他出行的时候 都是红月当空 血雨倾盆 活物要是回避不及 立即就会被抽走魂魄 惨死当场 当然 修行到了鬼主的境界 已经能对自身怨气控制自如 并且很少再胡乱骇人杀生 在鬼主之上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存在 修行之人 叫这类存在为行走的天灾 至于能恐怖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名字上就可见一般 堪比天灾 如果这类存在怨意的话 目光所及之处 尽是鬼国 就比如本书中 一直跟在先生身边的那个小和尚 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 一面是赵有亮看到的 那个可爱的样子 另一面是梦中 传给他见到三绝之一无我时 戴上面具的样子 这种状态下 他便是行走的天灾 实际上 因为其他 很多原因和特殊的经历 戴上面具的小和尚 远比行走的天灾还要恐怖 至于为什么赵有亮学了人家的无我后 连狗都打不过 一来是修行时间太短 二来是修建的资质太差 经过老流头的耐心解释 赵有亮终于对那三只恶鬼的邪乎程度 有所了解 而说了这么多话后 老流头似乎有些累了 亮子 没别的事你回去吧 以后每天过来 跟我学习两个时辰就行 另外 刘叔知道你们这个阵子邪乎 如果遇到自己对付不了的东西 就往叔这儿跑 有一点你记住了 门外叔不管 即便你被脏东西害死在门口 叔都不管 反之只要进门来 叔定能保你一命 以上说的只限于你 还有皇家 长家那俩孩子 其他人我也不管 赵有亮刚离开棺材铺 就碰见一瘸一拐走来的李茂 只是此时的李茂可谓极惨 不仅鼻青脸肿 就连衣服都被撕破了 显然是被人打的 至于打李茂的人 赵有亮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郭正德 李茂刚才不正式给他报信去了 小李 姓郭的 为啥打你 他虽然坏透了 但不至于连好话坏话 都分辨不出来吧 听了赵有亮的话 李茂明显一愣 随即委屈地说道 信郭的可没打我 我是被你家那大黄狗给揍的 这次轮到赵有亮愣住了 大黄狗 他为啥忽然想起来揍你了 你跟他强使吃了 听到赵有亮调侃自己 李茂一边擦去流出来的鼻血 一边委屈地说道 哎别提了 还不都怪你 怪我 赵有亮文言更纳闷了 原来是小李送信回来后 按照事先说好的 一溜烟地跑去扎纸铺找赵有亮 因为知道铺子邪乎 所以不敢进门 只能在门外大喊 就是这一嗓子惹祸了 把正趴在门口晒淡的大黄狗 给吓了一跳 于是流氓狗连道歉的机会 都没给李茂 将它扑倒在地 就是一顿暴打 李茂说的分明是个悲惨的故事 可赵有亮却听得哈哈大笑 大鹅怎么叫的 该 该啊 谁让你喊之前 不看看大黄狗在不在呢 这回长记性了吧 哦对了 只有大黄狗揍你了 没有别的东西 趁机踹你裤裆吗 就比如 两个小指人啥的 通过李茂那一脸迷茫的表情 赵有亮确定 那两个导弹小狂魔 并没踹他裤裆 难道他们就喜欢踹我 我又没招惹过他俩 赵有亮一边感叹自己倒霉 一边将全部索命钱 递给了李茂 李茂下意识地接过来后 顿时吓了一跳 亮子你给我干啥 鬼不得顺着这玩意来害我呀 赵有亮黑黑一笑 不是给你的 是让你给郭镇长送去 报线的时候 就应该顺道 把这邪性东西给他 我忘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 说到这里 赵有亮停顿一下 李茂 我有种感觉 镇上的五大姓氏绝不简单 就比如说前任镇长那会儿 他怎么能那么快 就把红衣喇嘛请来 要是换成 咱们别说请了 见都没见过 赵有亮的话 让李茂深有感触 是呢 我每天开车拉人满世界乱跑 都没听说过 咱这儿还有喇嘛 更别说见到了 亮子 那你的意思是 赵有亮坏笑着开口 我的意思是 咱不多管闲事 谁缺的德 谁负责 这样 你把索命钱 给姓郭的送过去后 就去你老丈人家住着 陪老婆孩子去 反正恶鬼索命 一定是先找他们五大姓氏的人 咱们先观察观察看看 听赵有亮分析的有道理 李茂连连点头答应 并且 这小子相当缺德 给郭正德送索命钱的时候 怕他不要 便悄悄 装他公文包里了 时间飞快 转眼入夜 因为这两天 又死了不少人 气氛压抑下 烧烤店的生意格外冷淡 不过对于这点 迎春嫂也没在意 甚至还开导赵有亮说 就当给咱姐俩放假了 确实只能当放假了 还不到夜里十点 整个烧烤店里 已经一个客人都没有 要知道 平时这个时间 正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见此情景 迎春嫂干脆让烧烤师 和唯一的服务员也回家了 大家集体休息一晚 就在赵有亮和迎春嫂 收拾完准备关门的时候 一辆警车忽然停在了烧烤店门口 车上下来的是 身穿警服的小赵 小赵哭丧着脸 静止走到赵有亮面前 亮子 我又看到那个 拖着麻袋的人了 而且 这次看得非常清楚 他穿着明国时那样的衣服 还和我说话 对着我笑呢 看着脸色惨白 并略微颤抖的小赵 赵有亮赶忙拉他坐下 迎春嫂则倒了一杯热水 递了过来 赵有亮这才开口问道 赵哥 你确定自己没看错 那东西这么邪乎 敢进公安局 明警小赵文言一脸的苦笑 他没进来 是我出警后 开车回来路上看见的 本来我是打算装着看不见的 可每次超过他 他还会在前面出现 接连有十多次 最后一次 因为路况的原因 只能慢慢开 结果 结果 结果他忽然把整张脸 都贴在我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了 把我吓得差点没撞路边的房子上 听了明警小赵的话 又脑补一下当时的画面 赵有亮情不自禁地 打了一个寒战 赵哥 据我所知 你们不允许一个人出警 跟你一起的同事看不见他 说起这件事 小赵简直欲酷无泪 亮子你可别提了 不知道是不是倒霉催的 总之今晚警情特别多 无奈之下 我们几个值班的 只能分头跑 要是能有个同事陪着我的话 那脏东西 没准还不敢现身 赵有亮文言 也觉得小赵确实像倒霉催的 赵哥 你刚才不是说脏东西 和你说话了 他说了啥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小赵端着水杯的手 又开始颤抖 其实不是直接说的 而是他那张惨绿色的脸 挤在挡风玻璃上 我通过唇语猜的 他说让我跟着他 去把他们都挖出来 给他们伸冤报仇 小赵的话信息量相当大 大到赵有亮想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赵哥 看来这就是脏东西 找上你的原因 他并不是想害你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咱们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看看他 或者说他们到底有什么缘情 赵有亮说完 民警小赵顿时更加害怕 亮子 你不会说真的呢吧 我们真要去挖死人啊 再说 看他穿的根本就是民国时期的人 就算挖出来 又能咋样 害他的人早就死了 我们怎么帮他深渊报仇 小赵的话 倒是提醒了赵有亮 怎么又是民国 难道拖着麻袋的脏东西 和定棺材的是一起的 这么说来 他们的仇人 都是郭正德他们 或者说 都是他们祖上缺得作孽造成的 一念至此 赵有亮豁然开朗 看来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还得以阵掌那一伙人为突破口 这叫解灵孩虚细灵人 不过 自己要是这么冒冒失失地去问 人家肯定不会说 谁会把自己的把柄 主动交到别人手里 除非郭正德一伙人 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说 曹操曹操道 就在赵有亮琢磨郭正德的时候 只见他陪着一个超级胖的红衣喇妈 走了过来 同时还有前呼后拥的一大群人 都是郭正德的亲信 也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转眼之间 红衣大喇妈 已经距离赵有亮这边不远 只见他不仅胖 还满脸的横肉 简直宛如凶神恶煞一般 看不出半点出家人的慈悲 即便是胖成这副样子 手里依旧拿着羊腿 一边走一边啃 吃得满嘴流油 等到了赵有亮的面前 直接将满是油腻的大手伸了出来 把转金轮和人屁股还我 那是我们密宗的宝贝 其实大胖喇妈 要是客气点好好说话 赵有亮没准就真给他了 毕竟用人皮做的骨 赵有亮留在身边都觉得隔音 但是对方这种命令语气 和理所当然的态度 让他赵某人感觉十分不爽 再加上和郭正德之间的矛盾 于是赵有亮呵呵一笑 决定装傻充愣 大胖喇妈 要是气急败坏 动手打自己 那就太好了 顺势往地上一躺 这不就来钱了吗 就在赵有亮准备刺激一下 大胖喇妈 然后趁机额对方一笔医药费的时候 又有几位不速之客来到烧烤店 正是之前被赵有亮 无意间坑到团灭的光头的 不过这次新来的这批 为首的人却不是光头 而是个满头绿发 脸上长着细碎鳞片的老妇人 最吓人的便是她的眼睛 淡绿色 树桐 冰冷没有任何感情 如果不是这老妇人 长着实在太丑 倒像是洋人神话中的怪物美杜莎 老妇人拄着舌头拐杖 静止走到了赵有亮的身前 毫无表情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话 说话的时候 赵有亮愕然发现 就连她的舌头都是分叉的 古匠十三门 蛇行者见过法师 因为南洋匠头师 始终误认为 赵有亮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所以老妇人对她相当客气 对方有礼貌 赵有亮自然不会瞎胡闹 而且 以她如今的见识 已经知道对方不是黑社会 而是神秘的匠头师 赶忙笑着起身迎接 同时还一脸嫌弃地 将大胖喇嘛 从自己面前扒拉到了边上 傻法师不法师的 您老人家客气了 大佬远来得累了吧 赶紧坐下歇会儿 那啥 姐 赵哥你俩没啥事就先回去吧 我跟这几位朋友落会客 来者不善的道理 赵有亮懂 所以想把迎春嫂和明景小赵支开 以免他们受到波及 然而赵有亮忽略了一件事 无论迎春嫂 还是明景小赵都是 极重感情的 他俩也看出来了 大胖喇嘛和奇形怪状的老妇人 都不是普通人 因此更不放心 让赵有亮自己留下 对望眼后 迎春嫂装着若无其事的开口 亮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你朋友来咱店了 咋也不能空着肚子 这样 我不打扰你们谈正事 去后面给大家伙烤串去 你们慢慢落 等一下一起喝点 迎春嫂说完 小赵紧跟着开口 我去帮忙 说话的同时 小赵 还有意无意地露出腰间配枪 威胁之意 异于言表 见此情景的赵有亮 感动之于暗自苦笑 赵哥 这群人可不怕警察 也不怕枪 你那样的普通子弹 根本就打不死他们 与迎春嫂和民警小李相比 郭正德这群人 就实在多了 对着大胖喇嘛主动开口 大师 一切事情就拜托您了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也帮不上忙 先回去了 您放心 事成之后 答应您的供奉 定然丝毫不差 大胖喇嘛显然是个急性子 或者说是狂暴之徒 对着郭正德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赶紧滚蛋 随后 将啃得差不多的羊腿 啪的一声砸在桌子上 对着赵有亮大吼 臭小子 不想死的话 最好赶快把转经轮和人屁股 还给佛爷我 不然定将你练成鬼奴日夜奴役 大喇嘛一边说 一边伸出满是油脂的手 朝着赵有亮胸前抓来 赵有亮虽然还只是个半吊子修行者 但从小流落街头的他 眼见对方来抓自己的衣领 下意识地掏出打火机烧了过去 那个纯金的打火机 这也是赵有亮小时候 长期被别人欺负 殴打 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之一 如果力气没欺负你的人大 那就只能使用武器 其中打火机就是最方便使用的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当有坏人从后面勒住我们的脖子时 别犹豫 掏出打火机来猛烧他胳膊 相信我 这招比什么格斗术都管用 大胖喇嘛 根本没想到 赵有亮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招式 退一步讲 即便是想到了招式 也绝对想不到 世界上会有这么恐怖的打火机 惨叫声中 整条手臂瞬间就被点燃 宛如浸满汽油的火把 啊 剧痛之下 大胖喇嘛亮枪后退 随即用另一只手猛地 锤在自己胃部 哦 大片墨绿色 散发着恶臭的不明液体喷出 尽数喷在了燃烧的手臂上 滋滋的声音中火焰瞬间变小 大喇嘛趁机脱下披着的红布 将受伤的手臂紧紧包裹 细看之下 那红布上居然刻满了神秘的经纹 显然也是一件难得的宝贝 红布包裹下火焰完全熄灭 只有焦糊的味道不断散发出来 吃了这么大亏的喇嘛 怎可能善罢甘休 立即单手节 秘聚金刚印 口中急速送念六字真言 翁妈能拜美哦 咒 应双重加持下 胖喇嘛本就硕大无比的拳头 立即如同战锤一般 朝着赵有亮胸口轰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蛇一般的老妇人忽然出手了 并不是攻击赵有亮 反倒是举起蛇形拐杖 迎向了大喇嘛的拳头 大师 你我刚来都是客 怎能对主人无礼 那不起眼的拐杖 落在喇嘛的眼中 居然现出一条黑白相间的眼镜蛇 并滋滋叫着朝他拳头上咬去 大喇嘛见状又惊又怒 赶忙收回攻击 老妇人也不多多逼人 跟着收回了自己的拐杖 胖喇嘛狂怒 降头师 你什么意思 老妇人呵呵冷笑 并不搭理气到肥肉颤抖的大喇嘛 而是扭头看向赵有亮 我们古乡十三门抱着足够的诚意而来 希望能和法师好好谈谈 只要您愿意归还七惨时 那灭杀我们多名弟子和长老的事情 便一笔勾销 除此之外 另有厚礼奉上 说话间 跟着老妇人一起来的光头党 已经抬出一口红木箱子 放在了地上 虽然并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但赵有亮已经意识到 这份礼物绝对不会太轻 与此同时 赵有亮也在暗自纳闷 七惨时 不就是赶诗人 下木找的那个吗 我啥时候抢光头党的七惨时了 我和他们就说过几句话好不 还有 他们为啥对我这么客气呢 他们看起来 不像是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啊 书外词解 秘巨金刚 秘籍金刚 梵文Guthier-Sommage-Avodra 也称秘巨金刚 藏传佛教密宗修习观想的五大本尊之一 为马尔巴一师所传承 也是格鲁派创始人 宗喀巴大师的守护神